天暴图produced by night, when CAI天暴图, 清,亦名旭若福指地天而欲美, 富云予以传奇,死故小说家坑金夹玉, 多存燕婉之词,是世人之不可语装于也。 然为柳旭之才喊百周之操, 如云之远往崩城之列, 雌华之鹰多同车之行, 驻罗之书迷坐台之首, 妾香之姬无坠楼之志, 秦心之女伐头缩之真,何哉? 逐渐不花,扶取寡节, 岂非骚人莫刻借古人已交胸中累快也。 戏悦此书,玉指隐悦,如讽如潮, 全在浩然之弃耳。 观师必侠卖身藏母, 陷入虎穴,中宝丸普里荣春仗义书才, 林大杰而不可夺花紧张, 庄国柄残害忠良花子能以赴世道情自愈, 强占人家三十一女, 南逃野女银峰, 不保妻子父子聚, 填步之景, 上誉士君建位。 若非万花老祖欲之, 逃天报之典, 朱英雄何之救驾, 兼向满门烟能扶朱, 则施避险之被聚集盘蛇山起步击击中未草寇也耶。 宇观古今书及多无如江如海之财, 如莫屡人及倾国倾城之巨, 为若此天报图一书, 包罗忠孝, 网乖大雅, 其党豪神卷可及也, 其浩然之气不可及也。 室未叙 庆厄逢烟茂唱阅三影张士提于路门城东最末宣书屋。 第一回赛专诸诗人寄困境阶王福霸凌贫诗曰, 与段云归府作经, 夕阳鼓角洞高城。 客愁正得酒排去, 草色之遗烟染成。 应未封何出命有, 欧元水长欲寻蒙。 不虚苦问春深浅, 莫上吹销以卖长话说大名成话年间, 扬州府江都县有一官家子弟, 姓李明芳, 自荣春。 因他为人慷慨, 仗义书才, 既困福威, 莲姑惜寡, 就是远方之人流落到此不能归家的, 就来礼府向他求见, 荣春无不相助其盘兹, 送他归家, 故人人赠他一个美好, 叫做小孟长君, 又一别号为赛专诛。 扬州义府无一个不知其名, 无人不敢其恩。 旷他祖宫三代巨位司寇, 司农, 父, 书二人易寿司徒, 司马之职, 巨皆作谷, 家中只有夫人文氏在堂。 李荣春娶妻但是, 完婚三年尚未游子。 荣春在家勤苦读书, 今已终了解缘, 因老夫人在堂, 不忍远离西夏, 所以未曾进京复事。 又且家资百万, 有尽义, 无亏损, 真是日尽千金, 凡此且暗下不表。 且说那日乃是六月初三日, 李方吃过早饭。 天气炎热, 亦遇到海丰寺与法通常老贤续凉爽。 隧道内堂丙之夫人说道, 孩儿遇到海丰寺与法通常老贤谈, 不知母亲可恳准孩儿去磨。 李夫人就说, 我儿去去就来李方说, 孩儿知道碎别了夫人, 来到书房, 换了衣服, 带了两个家人, 一个叫做来贵, 一个叫做三元, 随了李方来到玉珍关前。 只见围了许多人在那里看, 不知这看什么。 李荣春道, 三元, 耳上前去看那些人在那里围住看圣魔, 三元走上前一看, 只现关门里坐住一个女子, 低了头, 前面放一条板凳, 上面放一张纸, 那纸上写住, 卖身人施碧霞, 家住在山西平定州人士。 父亲乃是山海关总志, 因被奸臣花紧张陷害, 奏请备展, 家资产业一尽搜去, 因此一贫如洗, 只存母子三人, 迷处求告。 金玉要往宁波投靠亲戚, 谁知来到此地, 母亲疑病身亡, 哥哥现幼卧病沉重, 不知人事。 奴家举目无亲, 无奈何只要卖身, 已被关过一亲之费, 免得母亲失骇报也。 感恩不经买去之后, 奴家只愿未必, 不愿未窃。 三元举眼观看, 心中想到, 原来是个孝女遂走回身来到李荣春面前禀告, 大爷, 但前面乃是一位小姐, 因要往宁波去探亲, 未因到此母亲病死在此, 无钱收埋, 故要卖身藏母的李荣春听了心中不忍, 就叫三元, 而去与她说, 叫她不要卖身, 我家大爷乃孝德之人, 闻小姐言此, 不忍其心, 欲助银子五一两以未收埋之费, 免致小姐卖身李荣春又叫声, 来贵, 而回家去秉之太太, 说我要取银子五十两来助施小姐, 以买官果衣亲收埋她的母亲, 我要先去海丰寺, 来贵道, 小人晓得遂及回家去取银, 再说三元来到官前, 只现一个道人立在施小姐身边, 三元现了, 叫声, 道人, 耳那里来, 我有话对耳说, 道人现有人叫一, 应声就说, 谁叫小道, 三元道, 是我道人一线, 原来是黎福小大叔呼唤, 小道为之有何吩咐, 三元道, 我且问耳, 那施小姐道此, 死了母亲, 病了哥哥, 耳就该带依依走, 来我家见我大爷说之, 为其求借, 怕莫有银子与他使用。 安可至其官家之小姐亲出卖身, 这是何意思? 道人应说, 小大叔, 耳有所不知, 小道亦曾向他说过, 耳家大爷为人甚好行善, 向其告代必然献允。 施小姐道, 人生世上, 素无相识而走待于人, 其理所无。 虽李大爷有片心行善, 但与奴家老爹在日无瓜葛之亲, 并非相知之友。 而今我虽若难, 母亲生死, 哥哥病重, 若到其府求借, 得了银子而来费用, 然夫人在于酒泉之下必知此情, 心意不安。 以此执意不肯去府上与尔家大爷求借。 三元道, 这也罢了。 如今儿可去对小姐说之, 叫他不必卖身, 我家大爷陷了十分不忍, 以差来跪回家取银子, 我亦要去助他买的官果衣亲来与小姐相帮, 而先去对小姐说之。 道人硬说, 如此甚好, 小道去说与小姐知道了三元道, 我去就来此且不表。 且说道人走入官里来说道, 小姐且进去, 有个好主故儿不要卖身了。 道人又说, 列位请散了, 此女子有人买了那些看的人现说有人买它, 个人自己散去。 列位看官, 而说这个道人为何不说明白? 其中有因, 所以为言有个好主故义语, 乃因施小姐不肯白受人财, 她故出此言, 欲全小姐之意。 若是说明, 小姐又不肯受人财, 而今天气甚热, 至极夫人身师臭坏, 如之奈何。 顾道人只说有主顾, 使师小姐不知头脑, 等其收埋夫人士臂方要讲明。 此且误言, 单说师臂侠听了道人说有主顾了, 便立起身要进房去, 谁知才立起来, 欲助冤家对头的人。 那小姐比试做的, 低了头, 面却向内的, 而今欲起之时, 将身一转, 面却向外而起的, 起得不早不迟, 却被个人看现了。 而说这个人是谁? 原来此人姓花名红, 四子能, 依父亲名叫花锦章, 官居荡朝宰相。 又有三位叔父, 皆位聚官, 其二叔名叫花锦文, 官拜九州昭桃使三叔名花锦龙, 官居太子太保, 监管总曹四叔名叫花锦凤, 乃先王驸马, 是荡金皇上的子夫。 那花子能是其复书之士, 迷所不畏, 又是色中的恶鬼, 赫赫的名声, 年纪二十余岁, 生性狠心苟形, 正是, 已是复书官高显, 微是拿来做泰山。 那日花子能一因天气炎热, 心中郁闷, 遇到街中闲走玩耍, 若有欲助美貌的家人, 他及时就叫家人抢了就走, 故人家妇女献衣一道, 宛如属献猫一般, 走得无踪无影, 无处欺身, 关门庇护。 其他一个绰号, 人人叫他静皆大王, 因他一出街上, 成条街成条巷碎及肃静, 并无一人敢与他作对, 所以人人叫他静皆大王。 他家中小妾三十一人, 七秦氏, 乃当朝鎮殿江君秦太之妹。 那许三十一个小妾, 只有三个是买的, 其余二十八人据是人家抢来的。 凡他所有抢来女子, 若终一留在家中永不许出门, 若不忠其意的, 不过奸淫一两月就打发回家去。 正是, 家人不敢窗前例, 秀女闻声亦闭门。 所有人家女子被他抢去, 即告于本官, 官府县市花家名姓, 随批不准, 故此处的人县官府怕他一抹他合, 为是避他而已。 此且暗下。 再说花子能走到玉珍官前, 呼现了师臂侠, 心中大悦, 口称好个女子。 那花子能带了四名家人前来, 一个明花集, 一个明花祥, 一个明花戎, 一个明花福。 花子能道, 花集, 耳将道人叫来花集文言, 即走上前叫声, 道人, 少爷叫耳。 那道人献是花子能叫他, 心中暗暗叫苦道, 又充泛住这个色中恶鬼, 却如何是好, 没耐, 叫声, 小姐先进去, 贫道就来慌忙走上前道, 少爷呼唤小道有何吩咐, 花子能道, 我且问耳, 这个女子那里来的, 道人应说, 她乃山西来的花子能问道, 她来此何事? 道人应说, 她未有一个亲戚住在浙江宁波府, 一要往宁波去探亲的花子能道, 而这道人好不正装, 而乃出家人, 烟得窝藏妇女, 快快说来道人答道, 少爷修的取笑, 内中有个缘故。 她母子三人行至此所, 母子拒病, 无处投诉, 肩盘资费经贫道乃出家人, 慈悲未本, 方便未门, 有一间空寺房屋, 故借其母子暂肃一夜。 不料其母子身重乃染疾病, 故有多坠日, 却是无奈何的。 此女子之母昨夜昔归, 收恋之费一毫无有, 故小姐愿将其身出卖, 更言甘作人弼, 不作人妾。 花子能道, 慎魔小姐, 道人说, 少爷, 而有所不知, 一家老爷在日曾为山海关总治, 小道故称其夫人, 小姐花子能道, 蚂蚁之官, 慎魔稀罕。 那卖身女子叫做慎魔名字。 道人说, 她姓诗, 明陛侠花子能道, 陛侠, 陛侠, 必定服侍我少爷就叫花祥, 而快去叫教子来接施碧霞回去我府中又叫花吉, 而先回去吩咐家人, 主其府中铺设整齐, 张灯接彩, 等我少爷回来成亲, 而今凑成一盘象棋和颜凑成。 因府中小妾有三十一人之数加之施碧霞, 何算岂不是一盘三十二只象棋子乎? 那花吉, 花祥分头而去。 道人心中暗想道, 怎么一句话也无, 竟然用墙墙去。 怪不得人人好他叫做静阶大王。 也罢了, 带我说出李荣春来, 看他如何。 遂吉说出, 叫声, 少爷且停, 这个诗小姐已经李荣春买了那花子能听了一时大怒, 硬道, 而这贼道人, 可小得我花少爷磨。 天不怕, 地不怕, 除了君父外还薄那个, 而就将李荣春要来挟制我磨。 一连将两手掌, 打得道人两手捧面, 叫道, 少爷不要怒气, 使贫道说错了那花子能即刻叫, 花容, 花福, 将这贼道人拿去送在江都县, 打他四一大板, 加他四个月, 勿许他在这玉珍官出家那道人远晓得他的厉害, 起先说出李荣春是望花子能能念同乡之有乎, 而且李荣春又是官家子弟, 可得乡让其面上乎。 谁知花子能竟是奸臣之子, 无情无义之人, 只做不知道三个字, 反骂道人将李荣春的名字来挟制, 更打了两手掌, 尚且不饶, 还要拿去送官打家。 那道人急忙跪下叩求道, 少爷, 原是小道不是, 求少爷饶了小道罢那花福, 花祥在旁坐好坐逮道, 少爷, 念他无知出饭, 饶了他罢花子能道, 若下次再如此, 定不饶尔花福道, 道人快扣头拜谢少爷道人连忙扣了四头, 爬了起来道, 请少爷里面坐花子能走进官来朝南坐下, 道人连忙拿茶拿糕请少爷吃点心。 花子能吃了两块糕一杯茶, 只献花祥压了教子已道。 花子能叫声, 道人, 教子已道, 快叫他上教。 道人应说, 待小道去请他上教那道人随即一面走又一面想, 口称, 花子能啊花子能, 而何故为人太不良心? 他母死兄并无人看事, 而一线立刻要抢去。 我若向小姐说明此事, 地孔小姐不肯上教, 原是我的干系。 罢了, 但是到其间也顾不得小姐, 遂走到那房来, 谁知后面花子能也随她进来。 那花子能因方才看不甚详细, 所以此时特随道人进来, 原欲再看狮臂侠。 谁知狮臂侠跪在床前面朝礼而弃, 花子能却看不现面, 只见她的背后而已。 忽见旁边握一个青面獠牙红须的大汉, 大叫一声暖哟, 花子能一现回身就走, 花祥, 花福说, 少爷, 何故如此, 花子能应道, 师壁侠房内有个青面鬼花祥道, 青天白日那里有鬼。 此壁是人生的貌愁, 少爷不必惊怕。 再说道人走进房来, 叫声, 小姐休得啼哭, 快些上轿, 好将银子来背棺木, 如此掩天, 休得当歌了只因道人怕事, 故此含糊而说, 也是师壁侠命该如此。 正是, 为人在世总犹天, 善恶到头终有报。 话说师壁侠听了道人的话, 花容失色, 手足如冰, 说道, 长老位向旧教奴家上教。 而看我哥哥, 掩掩只有一息之气, 昏迷不省人事, 就是母亲也需奴家送下棺木然后可去, 怎么一些无辈就叫奴家去了。 道人听了想道, 如今怎么是好? 那花子能强要, 师壁侠是一定不能免的, 若再迟言, 恐欲了礼府大叔来道, 是又是不妙的, 如今只得骗他便了。 遂说, 小姐, 而不晓得内中有个缘故。 因本处相封必须人先到其家, 他然后将淫付出, 如今小姐且去他家, 若说夫人收恋, 小道自然请一个妇人来与夫人收恋就是, 尔家大爷, 小道亦自然去请各医生来与他看病, 这两件事算在小道身上。 师壁侠听了道人这些言语道, 必要人道财富银富钱摩, 道人应说, 正是师壁侠听了, 心中好不苦楚, 犹如乱剑钻心一般, 跪倒在地, 叫了一声, 亲娘啊, 尔的命好苦啊, 若是在祝福中好不讽光, 继日高车四马好不威风, 谁知被好贼区害了爹爹, 家私超灭, 我母子三人莫奈要到宁波投我孤丈家中赞助谁知来到此处, 母亲病危, 哥哥亦病, 指望母亲病好, 哥哥病全, 我心则宁, 何知母亲疑病而亡, 哥哥昏迷又不省人事, 叫女儿如何是好, 更坚又无一钞可用, 今日只得卖身收敛母亲, 那只此处相逢要人先到他家而后赴淫, 如今女儿去了, 哥哥现又得病沉重, 无有一个子女送母亲人官, 母亲哪, 为何死得如此苦惨, 说罢放声大哭, 抱住依娘失手不肯放礼, 道人陷了也觉伤心, 不觉双眼一下泪来, 遂说, 小姐不必悲哭, 事到其间却是莫奈何的, 快些上轿, 躺货夫人臭了失手如何是好, 师小姐道, 尔乃出家之人, 慈悲未本, 方便未门, 念我母子乃一乡之人, 把我母亲生成收敛, 我的哥哥尔异应待我请医与他调制, 说完便跪下托付, 那道人一连忙跪下说道, 小姐请起, 一切知识小道自然留心待理, 不须致意施必侠才放心, 乃立起来说道, 长老, 我母亲收敛之时需要请医二名妇人服侍才好道人说, 这个自然施必侠抬头一线, 胸肠昏迷不省人事, 不觉心酸, 泪流满面, 叫声, 道长, 奴家胸肠病重, 望道长需要小心替奴家严衣调制, 若得病好, 奴家自当报答, 躺货有些长短, 也要与奴家母亲同在一处的, 道人应说, 小姐不必吩咐, 小道自当留心, 请小姐快些上教师必侠心如油肩, 三回九转不忍离身, 那花祥又来催逼上教, 师必侠莫奈何, 只是哀哀哭哭上教而去, 不知此去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玉珍观英雄病赌腕香楼猎女全真话说花子能献诗小姐上了教, 遂喜洋洋的进前跟随了教而去, 道人献花子能同诗必侠去了, 心中想道, 小姐呀小姐, 非是贫道敢来骗耳, 时是出于无奈, 若再迟了又恐李甫家人来道, 若知此事又是贫道的干系, 如今只等李甫家人来道与他说明, 那时随他到花府去吵闹, 就不干我事了不说道人自私自想, 且说来跪回到家中, 正吃午饭的时候, 遂将此事丙与李太太之道。 李太太立即吩咐总管, 取淫五十两语来跪去办那但是大娘道, 婆婆, 我想妇人此事必须妇人收敛才是, 不如叫王婆前去服侍下官, 不知婆婆心下如何, 李太太道, 媳妇, 耳说的即是有理便叫王婆前去服侍。 来跪与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 来跪道, 我去买棺木, 三元哥, 耳同王婆先去, 但此银子必须教施小姐亲收三元说, 晓得遂一起只走到玉真关。 三元道, 道人, 耳去请施小姐出来, 银子在此要交与他道人应说, 即交小道也是一样的三元道, 要当面交与小姐的道人暗想, 料瞒他不过的, 待我向他说个明白, 或是或非就不干我的事了碎说道, 小大叔, 若说施小姐已被花子能抢去了三元道, 而这道人, 做肾魔勾当惹一抢去, 道人说道, 小大叔, 难道尔不晓得他的厉害? 小道只说得一句施小姐是李大爷买了, 他就将两个巴掌打得小道满面通热, 他尚不肯歇, 还要将小道送交县官去打家。 小道再三哀求财歇, 时不干小道之事。 三元道, 逮了, 逮了, 别人由他抢去, 我家大爷周济的人尔也敢抢去了。 花子能, 尔这狗王八, 小乌龟真不仁, 不是我说夸口, 别人怕尔, 我家大爷是不怕尔的。 道人, 这里五十两银子拿去快办丧事。 王婆, 尔进去照顾照顾, 我去报与我家大爷之道。 说完, 就行如非的去了。 那道人同王婆进房来, 道人说, 此位就是师大爷, 生成如此奇形怪状, 却不要害怕他, 我去了就来。 说尚未必, 只限来贵买了棺木一道, 道人也将此事对他说明, 来贵闻言, 一时大怒, 将花子能明信大叫就骂不绝口, 也来帮助道人料理丧事, 又请医生来看师避险的病, 按下不提。 再说花子能压助教子来到府中, 吩咐家人预备今晚成亲物件。 此时师小姐叫已到那堂, 那三十一个偏房小妾早已闻之取了师小姐回来, 随大家商议前去接她。 那些小妾多是艳装打扮, 抹粉胭脂, 走到师避霞叫前叫道, 小姐请出教师避霞一看, 心中暗想, 为何这些女子尽是艳装娇娇打扮? 看她们这等举动不似上等之人的模样, 若是下等之人, 又不是这般打扮, 奴家到此还是做丫头, 为甚魔小姐称呼。 看此家却是个大官家, 只是这三十余人教奴家如何称呼她。 只得叫声道, 列位请这些小妾一起说道, 小姐请遂将师小姐引上万香楼。 这些小妾道, 小姐请坐师避霞道, 列位请坐才得坐下, 只见丫头捧了三十二杯茶来, 个人吃了茶。 又见花子能也上楼来, 个人立起身叫道, 少爷来了师避霞也立起来, 见他们叫少爷, 也随口叫道, 少爷万福满面含羞, 正要跪下去, 花子能道, 不要如此一手扶起, 再将师避霞一看, 说道, 果然生的妙, 还是我少爷的好造化了。 乃值起手叫声, 这里来那师避霞连忙顿脱了手。 此时心中已经明白, 想道, 他必是官家恶少爷, 奴家好比鲜鱼上他的勾调。 不知道人因何瞒我, 奴家因时忙意乱, 不曾问得明白, 被依骗了来此, 看依行义乃是不良之徒, 不然为何小妾如此之多? 奴家自有主义。 花子能叫道, 毕霞耳来, 少爷于耳说话, 师毕霞身子却不肯动, 只答说, 少爷有何话说, 花子能走上前来, 双手拦腰一抱。 师毕霞心中大怒, 将身一闪, 将手一推, 将花子能推跌了一跤。 花子能爬了起来, 心中大怒, 骂道, 而这轩人, 敢如此大胆磨? 我少爷的名声谁人不怕, 就是官府也怕我少爷。 而这贱人敢如此放肆? 碎叫丫头, 将这贱人的衣服都剥了, 按倒在床好与我作乐这些小妾一起道, 少爷不必生气, 念依新来的不晓得道理, 暂且饶他初次又道, 师小姐, 儿乃聪明伶俐的人, 山西来到此处遇住我家少爷, 可知古人说得好, 有缘千里能相会。 我家少爷因艾尔花容月貌, 生得美妙如此, 叫耳机刺不来他不怪尔, 若是我们如此, 早已被他打得半死了。 我们好比群花券牡丹, 凡为人万事总要耐性。 而可知花府的威风谁人能及他? 吃得巨是山珍海味, 龙肝凤髓, 呼奴换臂, 耳若从了他好不受用。 施碧霞道, 若不从便怎磨, 花子能道, 我怕耳不从磨。 耳金到此犹如飞虫投入蜘蛛网, 看耳飞得出去磨, 施碧霞道, 脆。 修得胡说, 耳不可把我施碧霞小去了, 我祖父亦曾做过种宰之官, 就是我爹爹亦受总治之职。 奴家算是千金小姐, 现虽落难, 不致狼狈。 旷我在上尚有哥哥, 日后青云的路, 恢复我祖先之职意味可料, 何其欺辱, 耳意不要看错了花子能道, 耳说耳家曾做官模。 依我少爷看起来犹如芝麻大的官, 待我少爷说出来, 孔联尔的魂也唬出来呢。 我爹爹花锦张, 官封一品, 荡朝宰相我二叔花锦文, 官居九州都招讨三叔花锦龙, 一兽太子太保监管总曹四叔花锦凤, 他的官最小, 现今是皇上的子夫, 先王的驸马。 我名花红, 自子能, 莫说是耳, 就是文武官员谁不怕我花少爷, 那师陛侠不听此言便罢, 听了一时心中大怒, 柳梅道插, 暗想道, 原来杀我父亲就是他魔。 带我先杀了此贼为我爹爹雪些怒气, 然后再杀其父叔便可报仇了。 又想一想道, 不可, 我杀此贼不难, 只奈哥哥病在玉珍观, 岂不害了我哥哥, 绝了施家香烟。 等待哥哥病好再来报仇便了。 遂叫声, 花子能啊花子能, 而这狗奴才, 而这小贼囚, 平耳花言巧语说的天花乱坠, 我师小姐是不好惹的。 自古至今须当一礼而行, 何曾见灭孔门大礼而就权益。 任耳是大如天, 我师小姐是不怕的。 而若现机者快些下楼而去, 如若不然恐难逃我师小姐的权了花子能道, 而这不识好歹的贱人, 既然愿将深迈, 那里有人来买耳。 多亏我少爷收留了耳, 也有教子接耳来的, 也不畏无礼了, 反说我灭礼魔。 师碧霞道, 翠! 奴家母亲身死, 奴家卖身收恋院做丫头, 若要奴家为妾, 除非太阳牺牲冬尘, 水向上流吉香从也花自能道, 而修得嘴硬, 而若是和和顺顺便罢, 再敢如此硬强, 我少爷是不一的一面说一面走近身边, 一手伸去摸他的乳。 师碧霞就将左手撇开, 右手一连击个巴掌, 打得花子能叫喊连天道, 好打, 好打, 而这剑人当真打了我魔, 师碧霞道, 就打死尔这剑球意何妨, 说声未完, 一连两手积个嘴巴, 打得花子能眼目昏迷, 头炫心痛, 一跤跌倒在地下。 这些小妾浮起花少爷, 各个埋怨师碧霞, 说道, 师碧霞, 耳修得装呆, 少爷是打不得的, 打了少爷是有罪的花子能气的咆哮如雷道, 耳这剑人, 今日敢打主人魔。 我送到官去打耳下半截来, 耳才晓得我厉害呢。 师碧霞道, 我是不怕人的, 若还说耳是主人, 为何逼奴未切? 就道当官奴是有理, 平观判断也不能从的。 耳门这一般歪祸不要帮其恶, 助其凶, 大家使了一番的疯, 我是艰辛励志不从的, 看耳门怎奈何的我那花子能家中也有请教师洗法的人, 学其拳法亦非一日之功, 为何一个女子也打他不得过呢? 为了酒色太过度, 虽然拳好, 但奈脚不空虚, 旷师小姐是个疆门之后, 武艺精强, 那花子能那里是他对手。 顾被师碧霞连连打跌了两道, 只是心中气恼不过, 若要认真的又打他不过, 若要歇呢心中又不愿。 回忆一想又爱他生的美貌, 顾甲笑脸道, 怪事也怪尔不得, 但山西人原是抠蛮的, 只是来到此处就比不得尔山西了, 而就应学此处的风俗, 万般总要听人劝解。 口里虽是说, 两手又来摸他的凶辱。 那师碧霞将手一拨按倒在地, 等一爬起来又将脚望花子能屁股上一踢, 花子能叫声, 暖哟, 双手捧屁股臀上道, 而这贱人敢如此撒野? 不好了, 事都踢出来了。 又道, 尔门这些贱人做事不就, 却呆呆立住看是这些小妾道, 少爷尚且跌了三道, 何言我等那里是他的对手, 花子能此时发怒如狂道, 而这贱人好不忠抬举, 敢如此无法无天魔? 尔门将这贱人与我捆覆起来。 这些小妾大家上前劝道, 少爷不必生气花子能道, 这个昌根敢如此无礼, 将他捆覆吊在花园树上, 活活打死他这些小妾又劝道, 少爷不必生气, 大人莫怪小人之过, 今日是做亲不成了, 等待三日, 我们劝他回心转意变了花子能道, 我若不念注重人面上劝解, 就将耳活活打死碎怒气冲冲走下楼而去, 这且不言。 再说李荣春来到海峰寺与法通长老下棋谈训, 那法通长老只得三十多岁之人, 兼有道德, 更学得琴棋书画无所不晓, 虽然是个和尚, 往往与俗人来往周炫, 就是这些土人因他一团和气, 都爱与他相处, 所以李荣春常来与法通长老闲谈。 那日李荣春来到海峰寺与法通长老住旗, 只限三元跑到里面叫道, 大爷不要下棋了, 那师小姐被花子能抢去了。 李荣春道, 师小姐被花子能怎么样就抢去了, 三元道, 因被他一线就抢去。 如今大爷快到花家去讨了他回来, 若是迟缓就无用了, 许时就不是原封祸。 李荣春道, 胡说, 我且问尔, 方才吩咐尔的银子可曾挪去魔。 三元道, 小人已挪去, 本要交与师小姐, 因他被花子能抢去顾交与, 道人李荣春道, 只要有棺木之费就罢了, 师碧霞又非我的亲戚, 何必我去取讨, 我也不要见花子能这禽兽的人这正事, 闭门推出窗前月, 吩咐梅香自主张。 那李荣春乃人厚君子, 素乃不犯女色, 那花子能平生不仁, 是强未胜, 李荣春虽然不怕他, 奈之何, 而去要恐闲人的闲话, 知者说我义气, 为其路线不平不时者, 道我为贪其容貌美丽与之争夺, 恐有闲人誓言, 所以不枉, 只叫三元回去辩了, 那三元指望李荣春去花家取讨师小姐回来, 他在外面也有风光, 亦有脸面, 谁知李荣春竟不以为意, 那三元心中一想, 道, 必须如此如此, 遂叫, 大爷, 而说罢了不去与他计较, 依小人于县是罢不得的, 必要向他理论卫氏李荣春问道, 卫甚模样一定要我去取讨, 三元道, 那花子能平日作恶多端, 今日又抢去师小姐, 必然逼他成亲, 那师小姐乃总兵之女, 千金贵体之人, 必知手礼, 定不肯做他小妾与他成亲, 想花子能降报成性之人, 焉肯干修, 如此看来, 两个必然打坐了一堆, 而想花家人重击多, 师小姐乃一个孤身妇女, 如何是她对手的, 大爷呀, 而是既困福威的好汉, 必须去救她出来才好, 不然就被旁人议论说大爷的人被花家抢去, 连讨也不敢去讨, 岂不被人笑杀。 李荣春道, 怎么是我的人, 三元道, 师小姐卖身藏母, 大爷将银周记她, 虽然大爷不要她, 在旁人总晓得是大爷买的人了三元话说未完, 忽然肚痛难荡, 李荣春道, 而既肚痛可先回去, 我就自去对她讨人, 那三元遂及先回去。 李荣春说道, 道长, 小生就此告别了法通道, 为助何事如此助己, 李荣春将前事说明了一遍与道长听, 那道长亦为其怒气不平, 道, 大爷, 而生平未受人妻, 今日花家明明要来欺助大爷, 但是也还与不玄, 羞得与他赌气, 万般是只能容忍卫士李荣春道, 长老, 我想花子能虽然不仁, 献了我未必敢慎无礼法通道, 虽如此说, 我献大爷面色不好, 虚应已忍卫要李荣春道, 多谢了, 来日再会遂别了法通万花家而来, 他因被三元积了积句话, 所以容貌带怒, 那些闲人献李荣春气色昂昂地走, 不知要与谁人打架, 大家说道, 不知大爷如此大怒与谁冤家, 我随他去帮助帮助众人齐声说道, 讲得有理碎随了李荣春而行, 谁知来到太平桥, 那桥下新开一间碗店, 店门上挂一个鹰哥, 那鹰哥口里叫道, 尔门来买碗, 尔门来买碗店内火迹音无声礼, 大家聚在店内下巷棋, 那李荣春才下了桥, 听得鹰哥叫得好听, 又听得店内说一声, 将军又一个说, 不妨, 有车在此的又听的, 在将军李荣春将头向店内看一看, 把头点一点, 其实是看鹰哥并看店中的人, 谁知这般人说, 是了, 避此店内的人与大爷冤家遂大喊一声, 一起打进去与李大爷报仇那店内的人说是白日抢劫, 叫就连天, 李荣春道, 尔门为助何事把住这店打得如此模样, 众人应说, 与大爷报仇李荣春道, 胡说, 那个叫尔打得, 众人又应道, 是尔叫我打得李荣春说道, 我何时叫尔, 众人献李荣春不做账, 其说, 不好了, 大家走了爸一说随个散去, 走得浅浅静静, 店主人与林又各项上前来说, 大爷莫得说了, 要尔陪我货嫁就是陪我此事放逝, 乃念诸尔素行好善, 唯以要尔陪了货嫁李荣春问道, 怎样要我赔, 店主人说, 尔不听县众人其说道是尔叫他们打得, 李荣春文殿中人于此, 遂应道, 罢了, 尔去算算该的多少钱项, 我就陪尔纳店人约略一算, 说道, 既供该银384两李荣春道, 我写一张票, 于尔道如春银店取挪店主人道, 多谢大爷李荣春写完了银票, 直向花家而来, 但想李荣春不听三元的话还好, 一听其言几乎性命险遭火烧, 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铁罗汉活琴侠侠小孟长夜困圆林话说, 李荣春来到花府门首, 叫道, 管门的, 尔去鲍尔少爷知道, 说我要献管门的献是李荣春, 就说, 大爷请人听上座, 呆老奴去请少爷出来相献说完, 随即人类饼与花子能知道, 说, 少爷, 李大爷在听上要献少爷, 那花子能因被施臂侠踢住了屁股臀疼痛难荡, 正在纳闷, 呼现管门报说李荣春要献, 乃想到, 李荣春从来不到我家的, 今日何故突然而来, 必为施臂侠之事, 也罢, 带我出去献他便知分晓, 连忙换了衣服, 带了花瑞, 花星二名家人随了出来, 管门的报道, 少爷出来了, 那花子能献及李荣春, 叫生, 李兄, 久不相会了李荣春想道, 我义味常与他称兄道弟指教生, 少爷, 久久不献了花子能道, 不敢, 不敢, 我学生何得何能感成光顾, 接待不周, 多多有罪, 请进内奉茶李荣春应道, 请两人谦逊了一回, 遂邪守同行, 来到嘉德堂, 这嘉德堂是第二进的大堂, 那花子能与李荣春道堂中, 遂分宾主坐下, 家人献茶吃壁, 花子能道, 请问令堂大人那府李荣春应道, 拖赖, 花子能又问道, 令正那府李荣春答道, 泼过花子能又道, 老兄近来一向清疾, 李荣春道, 不过如此一回问他道, 少爷近来清疾, 花子能答说, 亦不过如此, 但思我与老兄均是换家, 彼此又是各富翁, 又同乡居住, 尊府离我寒舍虽说有二里之远, 亦算是格林诱, 为何路上相遇犹如不认得一样, 亦无亦言相问, 却是为何? 李荣春道, 少爷乃赫赫乡门, 四海名闻, 我是一介贫徒, 安敢与少爷往来, 花子能应说, 又来取笑了, 小弟早遇与兄皆拜, 地乃山姬不敢人奉群李荣春应声, 言重。 花子能道, 我想李兄虽有百万家资, 到底不是自己衬来的, 乃成祖先一下的, 故有如此看其太轻。 闻得尔进来挥金似土, 又听得旁人称兄叫做 慎魔忌困福威小孟长君。 我说尔这小孟长君饥不得食, 寒不得一, 要他指个虚名何意。 尔自己的钱钞日出日消, 难聚一散, 想其穷人银子借到一家, 而女夫妻吃饱且醉, 使御诸徒, 不过叫一生李相公罢了。 道尔自己乏食恐怕迷人莫能救尔。 不是我胆言, 尔宁趁早收了这小孟长君名号, 免治后来自己缺用, 许时肯其他人就难了。 李兄, 尔说我道此语是也非也, 李荣春道, 说得不错, 只是尊府名门换族, 高车四马, 而且少爷自己做事斑斑渐渐达于礼意, 唯有一事少爷做差了花子能问道, 我慎魔是会做错了。 李荣春道, 就是玉珍观师小姐, 他因无棺木收埋, 是故买身以藏母, 我连其外方之人举目无亲, 兼有孝行, 助他银子五十两, 谁知被少爷将他抢来, 恰是有心要来欺我魔, 花子能达到, 原来就是这个狮臂侠魔。 他自己情愿卖身, 是故我用银买来的, 并非抢来, 又非是我强占的, 而说肾魔抢自来, 真是不通之极。 李荣春道, 说那李话, 何曾献耳用肾魔银买他的, 花子能应道, 怎么没有, 李荣春道, 请问耳使用多少银子, 我情愿一个陪海尔两个。 花子能道, 李兄, 耳家中使唤丫头不少, 为何要来夺我家的人? 李荣春道, 我并非要来与耳征买, 他亦非耳家的人, 我因念他是总兵之女落难道此, 助他积两银子比他好还香而去, 并非要贪他的人花子能道, 既是李兄不贪他的人, 一发让我买了罢。 李荣春应道, 这个使不得, 望看我面上荣情罢, 快些放他出来, 使他快去送母入关, 比他兄妹好还香, 也使他感耳的恩花子能道, 李荣春, 而好不识事物, 真是一个蠢才。 我买使女鱼尔和甘, 赶来我府中严东到西, 而可自己去想想看, 该有此理亦是莫有此理。 李荣春文言怒骂道, 而这狗奴才为何开口骂人? 尔的一片狼心狗行我岂不知? 尔县的小妾成群也可以去得, 这个诗小姐我劝尔丢开罢。 花子能道, 别个却也可以做的, 这个我是定必要她的。 李荣春, 尔虽会读书, 真是不识时误, 我也不与尔说了多话。 就叫家人, 尔门快将里面安排齐整, 九言伺候, 今夜我要与诗碧霞成亲李荣春 听了心中大怒。 道, 花子能, 尔这狗奴才好不尽人情, 我今日必要尔还出诗小姐才罢。 花子能也不答应她, 立起身来往内便走。 李荣春献她要走, 心中注疾, 向前拦住道, 慢走用手将花子能头上一把碎脱了出来。 花子能道, 李荣春, 而修得无礼碎起一拳望李荣春面门打来, 李荣春碎举一手拦过她的拳, 一手将花子能按倒在地, 一脚踏住背心。 众家人献花子能被李荣春如此惨打, 大家急要上前来救, 被李荣春另开一拳打得众家人东跑西走, 走得无踪无际。 那花子能被李荣春踏住背心, 要爬起来任她爬不得起, 以致受李荣春打得宛如杀猪一般大叫。 那李荣春一边打一边问道, 花子能, 而这狗奴才, 还是要放师小姐出来意识不放出来, 花子能说, 放出什么来? 李荣春道, 耳还假呆磨。 我说就是放出师小姐。 那花子能被打不过, 疼痛难荡, 想要脱身, 遂答道, 带我去放她出来李荣春道, 也不怕耳不放她出来把脚一放, 那花子能爬起身来只跑入内, 吩咐家人快快将门一进锁的, 自己跑进后花园, 一路大声叫道, 教师, 教师那里去了, 且说那教师姓曹明爵, 自天雄, 魂名叫做生铁罗汉, 乃江西南昌府人士。 上有一位兄弟叫做曹天吉, 魂名叫做小吕布塞温侯, 本师比祝天雄还高。 那花子能请了天雄来家为教师, 每年树金三百两, 在家学习全锤。 虽然学了两年, 一则却无慎勤学, 二则被酒色过度, 以此被李荣春一按就道。 那花子能一路喊进园中来, 曹天雄正在荷花池边玩花, 只限花子能喊叫而来, 曹天雄问道, 少爷为何如此慌忙? 花子能叫道, 教师, 不好了, 李荣春打进我家来了, 打得我身上痛疼难荡, 几乎性命难保曹天雄又问道, 为助何事? 李荣春怎敢打上门来? 花子能道, 为助师必侠起宪曹天雄道, 师必侠是何等之人? 李荣春怎么为他鼎力打上门来? 花子能献问, 遂将前世说了一遍。 曹天雄听了, 心中想道, 那李荣春乃官家公子, 多行好事, 既困福威, 人人皆感其恩, 就是他州外府一闻其名。 今日为了师必侠是打上门来, 虽然不该, 内中总亦有缘故, 我想请李少爷必屈, 监视强行事。 带我去向他分解分解, 我把好言相劝, 是其两边仇恨, 免得他二人接怨, 岂不是好? 想了一回, 教道, 少爷不必发怒, 任他三头六臂 也不怕他花子能道, 教师, 而不可看清了他的本事, 然他本事实在厉害, 需要滋细滋细将他拿来, 我好嫁起松柴把他活活烧死, 才雪了我胸中恨气。 一来教师也顾自己名声, 二来尔的本事高强一阳四海, 我除树修外在天武时两座谢金, 耳快去将他拿来。 曹教师应道, 少爷说那里话, 小可在少爷府中多谢少爷照顾, 感恩不尽, 难道一点小事就要加恩说谢? 此情小可不敢当。 说完即刻来到厅后屏风边, 只现丫头十女病家人们在这里乱跑乱走, 喊声, 不好了, 打得落花流水又有一个丫头说, 不可怜白玉的花瓶也被他打破了说声未完, 只听乒乓一声, 白玉花瓶果然粉碎了。 那丫头们说, 不好了, 可惜三千两银子买这玉花瓶被他打破了不说丫头十女乱乱纷纷, 且说李荣春要等花子能放出师小姐, 谁知等到半日不现出来, 叫了鸡声又无人答应。 李荣春一时心头火发, 大叫一声道, 花子能, 而这狗奴才, 既然不放师小姐出来, 我就要打进去了说声未完, 将一只南木的八仙桌两手一摇, 扯断两只桌脚拿在手中, 将听上所有乙桌, 桌上锁牌玩器等件进行打得粉碎, 就是壁上挂起名人山水字画也一进撇破。 正直打得高兴, 呼见曹天雄走出厅来, 喝退众丫头道, 耳门在此看慎魔, 还不进去。 这些丫头并家人被教师一喝便退去。 曹天雄迟迟迟迟上前叫道, 李大爷何必如此发怒, 可以罢了李荣春正打得兴起, 木剑里面走出一座小宝塔来。 耳说是肾魔小宝塔, 原来是曹天雄, 因他生得上肩下大, 犹如宝塔一般, 故有嗜好。 那李荣春因打得发心, 一时心粗, 也不问他是谁, 举起两只桌角乱打。 曹天雄眼快, 一线翻身就闪, 便大喝道, 李荣春休得无礼, 我曹天雄在此。 李荣春问道, 耳是曹教师魔。 别人怕耳, 我李荣春是不怕耳, 我若挪此桌角打胜于耳亦算不得好汉, 我与耳手对手拳对拳来斗输迎方算好汉。 说完将召脚丢在一边, 曹天雄本是要来解劝的, 金献李荣春要打他, 他一时大怒, 亦要与他献个高低, 遂个人立一门户, 耳一拳我一拳, 耳一脚我一脚, 两人在大厅上撕打约有三五十和未分胜败。 那李荣春起先打了花子能, 又打了这些家人, 又将厅上误剑畅打一回, 此时又与曹天雄对敌, 这一回虽然立威尚不怕他, 还敌得过。 谁知听上被他打坏的桌椅七横八指满的巨石, 那李荣春的脚被这些以桌脚缠绊, 一时移动不得, 被曹天雄两手按住, 飞起一脚把李荣春踢倒在地, 随用脚踏住背心。 花子能在屏风后看现曹天雄打倒了李荣春, 遂大声叫道, 众家人, 耳门快快将这个小狗奴才捆腹起来, 这些家人慌忙挪索向前围住, 将李荣春紧紧捆腹了。 曹天雄呵呵大笑道, 李荣春, 耳如今才小我的厉害魔, 此时李荣春若肯认输了曹天雄, 教生, 曹教师, 方才是我不是, 今已知罪已, 放我回去感恩不尽, 自当后报曹天雄也就放了他回去。 谁知李荣春是耿性的人, 死也不肯服输, 而且又非是真输的, 不过被以桌脚绊住跌此一道, 故被他拿住, 如何肯服? 反大鹤道, 曹天雄我的耳, 耳里大爷非是真输了耳, 不过被以脚害了, 被耳侥幸成功, 谁肯服耳这狗温的门客? 耳的本事想来亦有限的, 非可夸言, 若花家失败, 我李大爷要耳来我书房到尿壶还不忠我意。 曹天雄听了一发大怒, 骂道, 耳这无知的狗匹夫, 耳今被我拿住还敢无礼磨, 那李荣春又转看花子能, 遂大骂道, 花子能耳这狗奴才, 敢拿耳里大爷磨。 叫耳死无葬身之地, 耳的子女将来未到未昌, 骂不绝口, 花子能被他一骂气得乱跳, 叫家人, 耳门快将这贼求吊在梧桐树上, 等到桑更石后架起松柴将他活活烧死这些家人答应一声道, 晓得遂丰庸上前, 将李荣春拖拖扯扯拿到花园内吊在梧桐树上。 花子能又吩咐花锐, 花星, 花福, 花鹿, 花冰道, 耳门大家需要小心看守, 羞得使他逃走了, 明日灵赏又叫花吉, 花祥, 花云, 花庆道, 耳门去架起松柴, 端正松香, 硫磺, 燕霄, 此物件大家需要小心, 早被其变, 明日一齐领赏众家人各个前去办理不表。 再说花子能同曹天雄来到书房坐下, 又吩咐花荣道, 耳去吩咐管门的, 严少爷吩咐, 若李荣春家中有人来问, 只说他并不曾来, 不许漏风, 如若漏了风声, 也是拿来一样烧死花荣应道, 不必吩咐, 小人晓得耳说花家这些松柴, 硫磺, 燕霄烟有事便, 细平时被绊的, 若有人得罪了他, 便拿来就是放火烧死, 不知烧了多少人。 再说花子能吩咐厨房备酒与曹教师贺工, 不宜时家人将酒席安排, 请少爷与曹教师入席, 花子能遂与曹天雄分东西而坐, 对面而引。 花子能说, 方才若不是教师拿住了这狗奴才, 我们家里物件定要被他一尽打完了曹天雄道, 少爷说那里话, 我想李荣春的本事只好欺住少爷, 小可的拳, 他怎么便宜的去。 花子能道, 果然好个天生的生铁罗汉, 今日比李荣春小的教师的厉害, 今日是他剥草寻舌惹出来, 并非是我无端与他作对。 这个若不害死使其逃回, 譬如放虎归山, 终有后患, 不如早将他烧死除了祸根。 曹天雄道, 方才少爷说师必辖之事, 小可尚未明白, 其中到底是怎样的还要请教说个明白。 花子能道, 若说师必辖的面貌果然是妙不可言, 他乃伤海关总兵之女, 要到宁波去寻他的亲人, 谁知道此母亲死了, 胸肠又病, 他故卖身葬母, 被我献了接到家中以作小妾。 那只礼方赶来我家争夺, 强要此人。 今日若不是教师将他拿住, 还不知要怎么样的打了。 此时他乃龙中之鸟, 到今夜三更便是落火的鬼了。 曹天雄道, 少爷, 这是李荣春自来送命的花子能应道, 这叫死而无怨。 曹天雄道, 少爷, 那是陛霞既是少爷心爱的人, 何不择一几日已成亲, 也是一见正是花子能叹了一声口气道, 不要说起, 可恨这个见人心性强硬, 执意不从, 凡把我一连三道。 曹天雄道, 下, 他乃一个女子, 怎敢如此无礼魔? 花子能道, 我也看不出他有此本事。 曹天雄道, 认他有通天的本事, 到此地好似属入瓶中出路难。 花子能道, 就是为此, 我所以认他倔强, 我心无怨, 不怕他礼于不上金钩调, 不说他二人饮酒谈戌, 且说这丫头都说, 可惜李大爷, 为助施小姐一人, 却自己身体将已陷入火坑, 死在墓前。 不知他做了多少好事, 救了多少的人, 今日却叫谁人来救他, 我们大家来看烧人。 那中有一个道, 甚么好看。 前日我曾看过了, 臭气难闻, 大家早睡得好。 众人其道, 不错, 早睡得好谁知 被了一位救星听见此事, 想遇来救他。 不知此人是谁, 能救的他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撞声巧计 贪婚放火扑察机关 邪恨搜查且说 这些丫头说话之时 被一位救星听见了, 而道这救星是谁? 原来亦是一个丫头, 这个丫头名幻红花, 乃花自能为子花赛金的丫头, 因到厨房取热水与小姐洗面, 听得此话吓了一跳, 双脚一软, 手中一松, 跌了一道, 把一盆水泼倒在地, 满身试水, 连忙抓了起来, 再到厨房取水。 回至房中换了衣服, 心中想到, 可怜恩公子有男在花园, 无人搭救, 想我父母与他未临, 家中贫苦难以度日, 母亲常到他家与太太告诫, 或借钱或借米, 幸得夫人宽宏大度, 周济穷人, 常将柴米钱银或将穿过旧衣裳 以及吃完的荤菜都拿到我家来, 故此我母子三人得以度命。 母亲受夫人的恩惠无以为报, 所以将奴送到夫人府中 当为使女夫是夫人。 那只夫人竟然不要, 道, 若如此便不向邻居了 决然不肯。 后来母亲身亡, 又赶夫人帮助十两银子, 一口棺木成练了母亲。 自从母亲死后, 我父亲眼上门就再不到礼府了。 那只隔壁起火烧了房子, 连我的房屋也烧了, 无处安身, 搬到东门居住, 贫苦难以度日。 父亲将奴卖人花府服侍赛金小姐, 多猛小姐待奴犹如姊妹。 奴想若无礼夫人不识周济, 连我的命不知道那里去了。 如今大爷有难, 我红花怎么想一法而救他才好。 自古道, 有恩不报网为人。 我必定搭救恩公子才算知恩报恩。 话虽如此说, 却怎样的救法。 若要到他家中去报信, 又不能出此大门, 就是李夫人在家, 那里小的大爷有此大难。 就是我要进园去放他, 又有许多家人看守, 教我如何是好, 想来想去, 肝肠寸断, 无计可施, 只是暗暗叫苦, 心导观世音菩萨来搭救去。 红花呆呆立在房门口, 呼听的小姐呼唤, 红花莫奈, 只得走进道, 小姐洗面花赛金将水一摸, 道, 为何捧冷水来? 我看儿鬼头鬼脑, 叫儿取热水, 而又用冷水拿来, 叫儿取茶, 茶也不限, 此时还不点灯, 莫心莫絮, 不知在外面做些甚魔。 那红花一时人急寄生, 答道, 因为头上一枝银帆不知掉到那里, 所以在外面寻了一回花赛金道, 可寻住了魔, 红花道, 因寻不限, 所以慌忙花赛金道, 这等不小心, 想是掉在外面了, 可先点灯于我, 然后下去寻寻红花答应, 即先与小姐点灯, 又去拿茶与小姐吃。 花赛金道, 红花, 今夜热得紧, 可将窗门一起开了红花道, 晓得碎将窗门开了。 花赛金将身坐进窗前, 红花道, 小姐, 丫头下楼去寻银差就来。 花赛金道, 寻住也好, 寻不住也就罢了, 我再与二亿之变了。 红花说声, 多谢小姐急急走下楼来, 心内犹如滚油煎的一般, 叫道, 天哪! 天此时已是出更了, 若到三更, 李大爷的性命就难保了。 天哪天! 自古天无绝人之路, 难道李大爷一生行善, 就是如此死了不成, 想来想去再想不出一个主意, 东跑希望好似要偷东西一般, 一心只想要救李荣春, 呆呆立在黑暗之处胡思乱想不表。 且说这些丫头妇女家人小使吃完了饭, 收拾明白, 也有去睡的, 也有到各处去乘凉的, 因花园要烧人, 臭气难闻, 这些人都闪开了, 只有书房四个人, 二名小使服侍花自能, 曹天雄饮酒。 那花自能道, 教师, 今夜可到花园去看烧人魔, 曹天雄道, 多谢少爷, 小可不去看了花自能道, 如此, 多吃两杯去睡罢了吩咐花容, 花柜, 不要瞌睡花容, 花柜答道, 小人的两个眼睛比月还光呢, 且说这四个家人看守李荣春, 花子能赏他一桌酒, 四人在树下吃酒猜拳, 甚是高兴, 只有李荣春吊在梧桐树上好不苦楚, 想住, 家中如何晓得我死在此处。 我死故不足惜, 只是老母, 妻子倚靠何人? 可恨花子能这狗男女, 我生不能吃耳的肉, 死也要拿耳的魂魄。 不说李荣春怨恨, 且说这四名家人说, 我们吃完, 堆柴草加硫磺燕销, 堆得好了少爷量也有赏, 这四名家人一面吃酒一面说, 李荣春也是自己不好, 为慎魔到老虎头上来抓养。 惹了少爷犹如惹了花太岁, 如今掉在此处还是一个人, 再等一回儿恐怕就要做火神爷了。 花吉道, 他做了仪式的好人, 不知行多少的好事, 今日也不过如此而死。 花云道, 我实在吃不得了, 要去睡一睡了才来动手。 花吉道, 如此而先去睡, 我们吃完还要乘凉花云别了众人要先回房去睡, 却打从鬼出房经过, 遂大声咳嗽道, 秋香姐, 耳不要来怕我, 我不曾得罪耳列位, 耳道花云为何说此几句话。 因此鬼出房乃秋香丫头之房, 因花子能两年前要与秋香私通, 秋香不肯, 恼了花子能, 被花子能一脚踢住殷户, 一时呜呼哀哉。 自从死了秋香, 冤魂不散, 常常出现, 人人害怕, 走到此处定要叫他两声才赶走过去。 前日花子能偶然打从鬼出房经过, 天色昏暗, 被秋香阻住他的身子, 花子能一时昏迷, 被秋香一连打了七八个巴掌打倒在地。 秋香道, 花子能, 耳来得正好, 我童耳前去献炎王花子能一时住击, 高声大喊道, 救命啊, 救命啊, 这些家人使女听线都赶上前来, 连忙扶起救入书房, 病了异常连忙请僧超度, 礼拜良王颤, 坐了道长那里小的这个冤鬼阴魂不散, 任尔怎样的拜佛念经超度, 再赶他不去。 自古道, 人摔鬼弄人, 殷花子能命将要死, 而且家也要拜, 所以鬼敢弄人。 是以花云走过鬼出房, 才转得深, 呼冲住红花。 花云只说是鬼, 吓得一身冷汗, 喊道, 不, 不, 不好了, 鬼, 鬼出现了红花音要想救李荣春无法可救, 立在那里想出了神, 呼被花云喊此一声, 吓了一跳, 现世花云才放下心, 叫道, 云哥, 不是鬼, 是我红花在此花云将灯火提高一照, 我是红花, 叫道, 红花, 而为何一个人立在此作慎魔? 我显被耳惊死红花响道, 花云平日与我鬼打魂要想助我, 我如今将计就计, 骗他叫他就李荣春变了。 遂道, 云哥, 我在此并无别事, 只为等助耳花云听了此言满身都是痒, 魂飞在九霄云外, 心中喜不可言, 道, 红花姐, 乖乖的妹子, 我为耳不知费了多少心机, 今日怎能够得耳自来等我, 口里说, 手伸去捏他的手, 红花闪过说道, 此处恐有人走来花云道, 要那里去好, 红花道, 耳将灯吹熄随我来花云从未坐过偷相克, 此刻熄了灯火随了红花而走道觉得挡寒发抖, 那只走到一个小小景亭, 红花道, 云哥, 耳看此处可有人来磨, 花云道, 人是无人来, 只是颈神献了起不要发抖魔, 红花道, 翠, 修得胡说, 花云道, 不要管他, 只是耳往日为何推三阻四, 心肠太硬, 红花道, 非是我心肠太硬, 只为常伴助小姐, 若骗时不见就要盘问根油, 难以久留在外花云道, 为何今夜能得在此, 红花道, 而有所不知, 因今夜小姐先睡了, 我所以大胆走下楼来语尔说一句话花云道, 好妹子, 真正多谢耳好心肝, 只是这里难以成其好事, 这井狼感应十条难以做快活的风流床, 须到我房里去才做的好事红花道, 且慢, 耳不要慌张, 我今先有一句话于耳记忆, 若还医得我时, 不要说是今夜, 还要于耳的九天长的做夫妻呢花云问道, 甚么是, 耳说总要依耳的, 红花道, 耳若果要与我成美事, 可去花园放了李荣春花云道, 耳真真说呆话了, 那李荣春乃少爷的求人, 要将他烧死的, 耳说那里话来, 谁人敢去放他出来, 如此难题目我却做不来, 红花道, 耳若不肯, 我绝不从耳的花云道, 耳不从我, 我去告诉少爷, 说耳要放李荣春出去, 那时看耳怎么了, 红花道, 我是出于无奈要救李荣春, 故来于耳记忆, 看耳有甚妙记救的李大爷, 耳反要去告诉少爷, 若少爷晓得此事, 奴的性命定然难保, 奴死何足惜, 只是于耳夫妻永远做不成了, 说完, 呜呜艳艳的气个不住, 又装出千娇百妹的体态, 花云陷了一身都软起来, 好不难过, 道, 何必如此, 我是于耳取笑的, 耳要与我做夫妻, 我岂忍害耳, 只是尚有一说, 那李荣春于耳有甚情犹, 耳乃如此助己, 耳须说个明白再来计较, 红花岁江前情依依说了一遍, 花云听完呆了半嗓, 想到, 如今此事是怎么好, 若还不救李大爷, 岂不负了红花的情意, 又不能成其好事, 旷妃只此一次, 且要与我做长久夫妻, 这个必要想个妙计就了李大爷才好, 左思右想, 再想不出一个妙计来, 红花道, 云歌, 可有妙计魔, 此刻将近二更了, 再迟一更就不好了, 那火烧人时事难当, 更且臭气难闻, 而要做个好心, 想出个好计就出火中人, 那花云被红花说出火中人, 一时满心欢喜道, 好了, 我有记了红花连忙问道, 云歌, 有甚妙计, 花云道, 记虽有了, 只是耀耳帮助红花道, 这个自然, 耳快快说来, 到底是甚我好记, 花云道, 我这个记就是孔明在生, 他也撂不住的, 那花园东边靠墙十二间柴房是无人看守的, 我先到柴房内放起鸡把火来, 等火烧焰了, 那些看守的人现火发了必然走去救火, 我就好去放李大爷, 而却要在花园门口等候, 接住了他必要将他藏蜜采好红花道, 何不放了他出去, 起步前进, 花云道, 这个断然使不得, 而不想那大门是啰嗦了, 边门的药池也是管门的收了, 花园的后门也是锁的, 药池又是少爷收的, 如何放得他出去, 如今先藏过了, 等待明日夜见再用一记放他出去才好红花文言满心欢喜, 说道, 果然妙计, 云歌, 我帮助尔遍了花云道, 且慢, 尔要将李大爷藏在那里, 红花道, 藏在鬼厨房, 人人怕住鬼, 不敢到那里去搜的, 尔道妙摩, 花云道, 不可, 躺或鬼秋香出现, 岂不胡死了李大爷, 红花道, 这也顾不得许多了, 如今极四燃眉, 快些打点, 不可再迟了花云道, 这是只有尔知我知, 倘若走漏风声被少也晓得, 不但我尔吃饭的处所就要分开了, 连我二人的性命定必难保呢, 红花道, 这个自然, 不必吩咐花云道, 如今记忆已定, 先来城市快乐一场, 然后再去放火红花道, 此时已是二更了, 是已急破, 况且此时我心乱神昏, 不能同耳行乐, 呆尔放了李大爷, 那时我心心意乐才好与尔做夫妻, 任凭尔取乐罢花云道, 我此时心神也是不定的, 罢了, 只是事成之后, 尔不可又推三祖四, 那时我就不依了红花道, 这个自然花云道, 如今带我先去打听, 看他们怎样才好下手红花道, 我也要上楼去看小姐睡也未花云道, 如此快去快来, 我也要去行事了红花献花云去了, 也就上楼去看小姐, 走到楼上却不见了小姐, 睡觉道, 小姐那里去了, 原来花塞金楼窗蜥蜴, 一露台, 因夏天天气炎热, 起此露台好避暑成凉的, 花塞金因坐在窗前觉得热气破人, 遂走出露台上去坐住成凉, 所以红花走上楼来寻不见小姐, 大声叫了两声, 花塞金听见了道, 我在此露台红花才走过露台道, 小姐还未睡魔, 花塞金问道, 耳银钗可寻住了魔, 红花道, 不知丢到那里去, 再寻不现花塞金道, 不见罢了, 我明日再挪一只鱼耳红花道, 多谢小姐, 请小姐安睡罢花塞金道, 上早, 我还要做做红花莫奈, 只得立在旁边呆呆地看, 指望园中火起便好去救李荣春, 又未知花云能成是否, 怀住一度鬼胎不提, 且说花云来到池滩, 一看不现一人, 想道, 他三个都走往那里去了, 难道也去睡了, 又走到丹柜厅上一看, 只现东横一个, 西道两个, 鼻息如雷, 三人都已睡住烂醉如你, 花云看了道, 好了又去看花星等四人, 却还在那里吃酒, 花云问道, 吃得快或否, 花星道, 这是少爷赏我们的, 耳门也有一桌的花云道, 我们早已吃完了, 如今要去睡一醒好来帮助耳门, 花星道, 再吃一杯方好去睡花云道, 醉了, 要先去睡了一面说一面走, 走回房来拿了皮罩, 的灯笼, 走到柴房内将皮罩提起, 拿鸡拔草点住火, 每间柴房放鸡拔火, 再将皮罩将灯照好, 走在暗处一看, 道, 好了, 火焰了, 再一阵大风来一发妙地紧了花云, 不过心中如此响, 口里如此说, 谁知果然起了一阵狂风, 风衬火势, 火成风微, 一时烈焰冲天, 也是李荣春后来有风王之福, 故此天助一阵狂风做他的救星, 且说花星等呼见火起, 大喊道, 不好了, 湿了火了, 大家快些去救火, 众人一时心忙意乱, 救火心急, 竟忘记了树上有调助理荣春, 不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救火失了孟长军报思险遭大恶主施约, 春寒还是暮冬天, 拜绪重批有诗缘, 虽欠高僧分口蝶, 欧蒙报客树青瞻, 浊牢昂昂贫游醉, 眷枕昏昏昼昼一眠, 年少从渠笑里懒, 相呼宇妙看龙船, 话说花云献众人去救火了, 遂走到梧桐树下, 将身边截手刀拔起来将绳割断, 放下李荣春, 又将身上绳索移进割断, 李荣春问道, 足下何人, 为何救我, 花云道, 我叫花云, 乃红花姐叫吴来救耳, 耳金不必多言, 快随我走一手斜了李荣春就走, 且说红花身虽伴住小姐在露台之上, 心中却在花园, 两个眼睁睁只望住花园, 望了一回忽现烟起, 心中暗喜, 已知花云下手了, 便说, 小姐, 耳看那边淹起了花塞金抬头一看到, 不好了, 火起了, 看来不远, 却似在花园内的火, 红花, 耳快去看个明白来回我, 红花应声晓得, 随即下楼, 好似开宠放鸟一般, 他一心挂住李荣春, 不能前进照顾, 却好小姐叫他下楼来看火, 正中其怀, 急急走到花园, 咳嗽一声, 花云正寻不现红花, 甚是注急, 呼闻咳嗽吃了一惊, 问道, 是谁, 红花道, 是我便问, 如今事情如何, 花云道, 在此, 快些领去藏好了, 我去救火说完如非的去了, 红花道, 李大爷不要慌忙, 随奴这里来拽了就走, 慌忙之际, 李荣春也不问情犹, 红花也不说甚话, 也顾不得男女, 带到鬼厨房推入房内将门带好, 要回楼上去, 走不得击步, 呼吁助花容提灯而来, 那花容, 花柜二人原在书房服侍少爷, 曹天雄酒醉先睡了, 花子能叫花容, 花柜打扇, 自己又吃了一回酒, 问道, 此刻什么时候了, 花柜道, 将近三更了花子能叫道, 花容, 耳趣吩咐花星等预备火炬, 等我一道就要烧了花容领命, 提了灯笼走到花园门口, 欲注红花, 红花才要转弯, 劈头撞花容, 哎哟一声, 连忙倒退两步, 花容唬了一惊, 指道是秋香鬼, 也退一步, 音听助声, 遂大胆上前问道, 是那个, 黑夜之间鬼头鬼脑在此做什么, 上前一把拿住, 将灯提起一照, 道, 而是红花姐, 为何在此, 红花道, 快放手花容将手放了, 便问道, 而为何独自一个在此做什么, 红花道, 我同小姐在露台上乘凉, 只限花园内烟火冲天, 小姐叫我来看的花容道, 是那个在此快活放烟火, 待我告诉少爷打死这个狗奴才自言自语的去了, 而到柴房失火, 花子能同花容为何不知, 因这花园周围有三十里宽阔, 而且火一燕, 花星等聚网救火, 花子能又在西北边的书房内, 所以全然不知, 即花容来到石火已救灭了, 只见花星如飞地跑来道, 荣哥, 不好了, 快去请少爷花容道, 为何如此大惊小怪, 花星道, 因礼荣春不现了, 所以如此住即花容道, 住了, 因何不现了, 花星道, 我们四人正在吃酒, 呼陷柴房火起, 我等一时救火心急挟去救火, 等到火就灭了, 回来又不现了礼荣春花容道, 花园门可曾开魔, 花星道, 门仍就锁的花容道, 如此说想不曾出去, 还在家内, 快些同去饼少爷知道, 红花献他们去了, 心中暗暗叫苦道, 我想花容生性多诈, 他去饼之少爷必然要来搜寻, 倘若被他搜出, 性命定然难保, 岂不枉用心机, 也罢, 我且在此看其动静在做道理, 且说花家这些隔壁林右线花家园内活起, 各个道, 好了, 不要管他, 任他烧尽才好内中有个乔阿尔, 他的妻子被花子能抢去, 怨恨在心, 金线火起, 心中大喜道, 我早已说了, 他定被天火烧, 今日果然烧得好棒边有一人道, 乔阿尔, 快些去灵尔妻子回来, 再等一回儿就要烧完了, 岂不连尔妻子也烧在内乔阿尔道, 那个贱人如今是穿好吃好戴好, 连夜里睡都是好的, 真正自在享福, 他还想什么丈夫儿女, 他哪里有想回来, 我也不要他了, 就是领了回来也被人笑柄道, 这是被花子能抢去干过的了, 岂不被人说乌龟? 又一个道, 这也不妨, 被他抢去的人也不少, 难道都是乌龟? 这不过被他抢去莫奈何的人, 非我情愿的。 正在说话之间, 纸线火也见熄了, 一惠儿也就灭了, 众人道, 可惜不烧完, 呆烧完了才出的我们的气, 这也是花子能平日为人不好, 所以这些个人个个怨恨住他。 这且暗下, 且说花蓉, 花星等走到书房道, 少爷, 不好了, 李荣春不羡了将前情说了一遍, 花子能道, 火烧柴房乃是小事, 李荣春要紧, 快去搜寻。 花蓉等众人一路喊入园内, 李荣春听见花子能喊尽原来, 本要出去打死他, 又想道, 且慢, 要打死他也不难, 只是门户甚多, 路径不熟, 一时恐难地出去, 定遭其毒手, 岂不负了红花一片好心。 罢了, 只得暂坐痴呆汉, 权威懵懂狼且说花子能一路喊尽原来, 叫家人们快点灯球, 火把, 各处小心去寻。 家人领命, 各处去寻, 寻来寻去总寻不限。 花子能道, 这也齐了花容想道, 他飞了去不成, 又想道, 是了, 必是红花这件人藏去便道, 少爷, 依小人看来, 李荣春必然尚未出去, 只要从大门起并各处门户助人把守, 不怕他飞出去花子能道, 不错, 尔门助机各去把守门户自己也到各处去寻。 只见红花也走了进来道, 少爷寻什么, 花子能道, 不现了李荣春, 尔可有看现魔, 红花道, 什么李荣春? 丫头不晓得, 花子能道, 尔记不晓得, 不要尔管花容道, 是了, 看他如此之物, 必是他藏意无疑了, 必然藏在鬼厨房, 他料人人怕鬼, 不敢进去搜寻。 叫声, 少爷, 可到鬼厨房去搜寻花子能道, 狗奴才。 而小我被鬼秋香打了, 金又叫我去凑第二次打磨。 花容道, 非是小人多言, 鬼厨房定要去寻花子能道, 尔座头震花容道, 就是小人坐头震口内虽说不怕, 心中到底恐吓, 硬了头皮走向前去。 此时急坏了红花铜花云, 末法可救, 然亏得花云人急记生, 随在花容后面道, 秋香姐, 耳不要出来唬人花容本是怕的, 又听花云的话, 心中一发害怕了, 回转身来道, 云哥, 李荣春敢是耳藏了, 花云道, 放耳的屁, 耳藏过了, 到来应征要来做头震, 为何又转来? 只好作弄少爷, 我花云是偏不信的。 花容道, 耳为何说鬼来怕我? 花字能道, 耳门不必多言, 我有个不怕鬼的在此便叫道, 红花, 我小的儿胆子最大, 是不怕鬼的, 而可作头震红花暗想道, 若要推辞, 方才黑暗之中被花溶陷了, 推辞不得无奈, 只得提了灯先走。 那花云想道, 如今怎么好? 若再多言又恐被少爷献疑。 也罢, 代我提醒他一句, 看红花怎样花云乃大声道, 花容, 耳见了鬼指示跑, 尚有何能? 红花听了心中明白, 便心声一计, 走到鬼出房将手去推门, 忽然大叫一声, 啊哟! 有鬼望后便道。 花云一现也就大叫道, 不好了, 鬼来了退后便走。 大家见红花一道, 花云一走, 大家走得浅浅静静。 红花献众人去了, 然后爬了起来道, 幸亏我人急寄生, 救了紫薇, 只是花容这个奸贼此时被我虎退了, 还恐他回马枪又来搜寻, 那时便不好了。 也罢, 事到期间也顾不得了。 走进房内将李荣春拖了出来, 将门闭好, 拖了李荣春往内而走。 走到楼下, 将楼下门闭了, 道, 大爷受惊了李荣春道, 不妨, 且问姐姐为何有此侠长意气来救我。 需要说个明白红花道, 大爷小声些, 我父名叫王瑞奇, 乃是做裁缝的, 与大爷隔壁。 奴家贫苦难尝, 母亲常到府中, 多蒙太太为人好心, 常常赐银赐柴赐米, 有时或赐我衣服荤腥之类, 以蒙照顾, 所以父子三人得以不治饿死。 后来母亲死了, 又蒙太太赐银并棺木方得收敛。 后因火烧房子搬到东门, 父亲贫苦难以度日, 又不好再到府上来告诫, 只得将奴迈在此服侍小姐, 改名红花。 今日忽闻大爷有难, 吓得我魂不附体, 芒与花云记忆放火烧柴房, 方舅的大爷性命李荣春道, 如此说, 恩子乃王翠子了。 若非恩子相救, 今夜必遭毒手, 何以报恩子活命之恩? 带我回去说与太太晓得, 慢慢地报恩便了。 红花道, 大爷何出此言? 我受太太, 大爷的身恩尚未报得, 今夜相救了表无心报答而已。 如今各处门户聚将人把守, 不能出去, 只好在我房中暂歇一夜, 等明日夜见看看有甚机会再途出去便了。 李荣春道, 多谢子子红花带了李荣春走上楼, 将自己房门开了将李荣春放入, 将门闭好, 仍旧去县小姐道, 使柴房失火, 金已救灭了。 小姐, 夜深好安睡了。 花塞金道, 且慢, 我还要做作。 红花只得与小姐打善, 这且不言。 再说花子能寻不现李荣春, 心中不愿, 叫众人滋细去寻, 寻得出来赏银一百两, 免一月的差。 众人摊住赏, 又到各处去寻, 搜来搜去再寻不现。 花子能到, 花园后门又锁的, 前门料他不能出去, 各门具有人把守, 难道他飞出去不成? 为何不现? 必是尔门放他走了。 花星等到, 若说小人放他这是断然不敢的, 就是要去小便大宫都是一个去了一个来, 一个来了一个去的, 半步不敢放松。 都是柴房起火, 一时心忙意乱, 大家救火心急忘了看守, 想是救火之时被他走了也未可知。 花子能到, 如此说难道非去不成? 还是尔寻不到处, 再去搜寻。 只有花蓉好雕, 道, 不必他处去寻, 还要去鬼厨房去寻花子能到, 尔不现红花下倒魔。 花蓉道, 如今众人一起打进去, 就是有鬼也被我们冲散了花子能到, 这也说的是变道, 大家一起向前打入去只有花云一人心中注疾, 想来想去末法解救, 只得随众人打入鬼出房内。 一看并无半个人影, 只有些灵星家伙而已, 花子能现莫有李荣春在内, 叫道, 大家出去, 将门闭了花云此时才放了心。 只有花蓉这万恶的奴才道, 少爷不必住急, 李荣春还在府中花子能到, 我岂不晓得在府中。 不知到底在那里, 花蓉道, 必在小姐楼上花子能听了大怒, 一连将花蓉打了几个巴掌两个脚尖, 道, 而这狗奴才, 如此胡说, 花蓉道, 少爷虽然打了小人, 李荣春必然在小姐楼上的花子能到, 何以现的必在小姐楼上, 花蓉道, 因小人与花贵要去看花星等, 走道转弯披头玉柱红花, 他暖幽一声退了两步, 灯火也无。 我问他为何灯火也不拿, 一人在此做什么? 他道因园中火起, 小姐叫他来看火。 我想他既是小姐叫他出来的, 为何陷了我反退了去? 而且柴房平日半个火重也无的, 为何忽然火起? 必然是他放的。 就是方才鬼出房跌那一道, 其中定有缘故, 既然遇鬼跌了, 爬起就走也不跌, 为何能去闭好了门? 这必是起先将人藏在房内, 看大家拥去要搜, 顾甲此一道吓退了我们, 他却领了进去。 即我们再去搜寻他已带了出去, 是已再寻不限。 少爷儿想一想, 可是如此魔。 花子能听了花蓉的话便道, 楼上还有小姐, 红花怎么敢藏他? 花蓉道, 少爷真是老实人, 那红花一人如何做得来? 此事必是小姐与他同做的。 花子能道, 也未可知, 耳门悄悄扶在楼下, 我上楼去拿。 倘若拿他不住, 他必然走下楼来, 耳门大家拿住就打, 打他半死, 打他行走不动就好来烧了。 花蓉道, 千万不可说是小人说的花子能道, 这个自然众家人随了花子能来到楼下埋伏了, 然后花子能才打门。 花蓉想道, 不知红花可是藏在楼上否。 千万不要藏在楼上才好, 万一藏在楼上, 被他拿住如何是好。 看官, 耳说花蓉为何要与红花此作对。 因去年花蓉思与红花苟且, 在厅堂边撞现红花, 掉戏了几句。 红花不肯, 就去告诉少爷, 少爷登时大怒, 将花蓉叫来痛打一场, 打北花蓉疼痛难荡, 在地滚来滚去。 少爷尚不肯饶他, 罚跪在亭中, 三日三夜才放他起来。 他怀恨在心, 所以今日要来报仇。 又道, 红花呀, 耳千万不要藏在楼上才好不说花云心中烦恼, 再说花塞金与红花在楼台上乘凉, 说些闲话, 直到三更后。 方要进房去睡, 只听得楼下打门, 花塞金道, 红花, 半夜三更那个打门, 快去看来。 红花道, 小姐, 这声音好似少爷, 敢示他吃醉了酒来此生事。 呆奴去对他说小姐睡了吧。 塞金道, 胡说, 少爷黑夜到此必有正事, 快去开来红花莫奈, 只得下楼去开门。 不知可搜得出李荣春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花子能堕楼埋迹李荣春记记临房话说红花线小姐要他去开门, 莫奈何只得下楼来, 心中暗想道, 如今教我藏在那里去好。 大爷呀, 而如今是坛内的鱼了, 要想出路是难上难了。 世道其间无可奈何, 拼其一死罢了将门开了道, 少爷半夜三更到此合适, 花子能道, 不要而管, 门也不必必手提灯笼怒气冲冲。 冲的走上楼来, 那花塞金立在房门, 嘴上叫声, 哥哥, 此时到此合适, 花子能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 红花, 而将这个楼门开了花红听了, 门也不闭, 只是呆呆立住, 看花子能提灯四处搜寻, 只寻得塞金的房, 并不寻到红花的房, 因红花的房在楼外边, 开了楼门在门边一间, 而且花容说小姐与红花同谋的, 所以只搜塞金的房。 那花塞金全部知其事, 问道, 哥哥不限了什么在此搜寻, 花子能道, 还要假装吃磨。 此刻尔是蛮不过的了, 快快放出来的好花塞金道, 哥哥, 尔叫我放出什么来, 花子能道, 就是李荣春, 他与我坐进了冤家, 我要放火烧死他, 那只柴房湿了火, 贝尔与红花将他藏在此楼中, 快快放他出来的好。 赛金道, 什么李荣春? 到底是男是女? 为何说在我楼中? 也要说个明白。 花子能道, 还要假装不知的样子呢? 他是清清秀秀的后生, 又是各界员, 扬州一府人人叫他做小梦长君。 赛金小姐一听此言柳梅倒数, 怒气冲冲地道, 哥哥说话好不中听, 耳说我藏男人在房中, 被人知道叫我如何做人。 羞得在此胡说, 快些下楼去, 我要睡了。 花子能心中一发疑惑道, 必定在此了叫道, 妹子, 不是我哥哥的来妻儿, 只为李荣春不现了, 所以走来看一看, 就是在此也只是说自己走上来的, 不干耳事。 若还不在此也就大家罢了, 有慎魔做不得人。 何必动气? 花塞金道, 住了, 不是这等容易说的, 耳若要搜也不妨是, 总要与我赌个输赢, 若寻得出要怎么样, 寻不出要怎么样, 花子能道, 也罢, 我就与耳赌一桌酒吧。 花塞金道, 怎么说得如此轻易的事。 耳若寻出李荣春来, 妹子也做人不成了, 耳将我一剑分为两断, 死而无怨。 耳若寻不出李荣春来, 耳却怎么样说? 花子能道, 也罢, 我将这首集书与耳罢, 如今该与我搜了。 花塞金道, 且慢, 说便这等说, 堂耳若赖了便怎模样, 却又做出似有李荣春在楼一般, 假装出精芒之态。 花子能献了一发信以为真, 便道, 红花, 耳将壁上挂的剑与我拿下来, 拔出了桥, 耳作干政, 若有李荣春在楼上耳将小姐杀了, 若无李荣春在楼上耳将我杀了, 不许荣情红花道, 晓得花子能道, 如今就默地说, 该与我搜了岁江各处细细地寻了一回, 只是不见。 花塞金道, 可有魔。 红花, 看见伺候。 花子能道, 且慢, 我寻尚未了又将床下橱柜香笼各处搜过了, 也不见有个人影, 连变筒也去掀开看了, 亦无。 花塞金道, 如今儿也默地说了, 红花, 拿剑与我花子能助及, 连忙跪下道, 好妹子, 不要太默了情分, 我是于耳取笑的, 怎么就认真要杀起来。 若不看我面上也看在父母面上, 自古道千朵桃花一树开, 求妹子饶我罢了。 花塞金道, 胡说, 而既知千朵桃花一树开, 就不该黑夜上楼来无端造言, 说甚魔李荣春在我楼中, 躺背外人闻之, 教我如何做人。 花子能道, 这个原事我不是, 该死, 该死。 明日叫一般戏子辈半一桌酒情而吃了醉, 此事一笔勾销了罢, 下次再亦不赶了花塞金道, 不相干, 而若搜出李荣春来岂肯饶我, 怒气冲冲便将红花手中的剑拿过手来道, 不是我今日无情, 谁叫耳屈言屈语的来倒我说吧拿起剑来便砍, 花子能忙了, 爬起就走。 花塞金与红花随后赶来道, 拿住了她, 不要被她走了花子能心忙脚乱, 走到楼门只要下楼梯, 谁知心急一脚踏空, 两脚朝天翻一个跟斗滚下楼来。 这些家人线楼上跌下一个人来, 误认是搜住李荣春来的, 走江夏大家上前道, 拿住了, 打这狗男女的, 不要放松了她此乃花子能方才吩咐他们道, 若李荣春走下楼来, 耳门拿住便打, 所以这些家人线有人跌下楼来, 只说是李荣春, 又且黑夜之间又无灯火, 如何认得明白, 又听北楼上喊声叫拿, 所以大家拿住就打, 打得花子能犹如杀猪一般, 大叫道, 不要打, 不要打, 我是少爷众人听说是少爷, 连忙放手。 花子能爬了起来叫痛连天, 一步一拐拐进书房, 头巾也不现了, 衣服也扯破了, 头发也散乱了, 重新梳洗, 换了衣服, 叫其家人道, 耳门人也不看个明白, 拿住就打, 打得少爷如此模样, 明日送到江都县去, 每人重打四十大板, 家号满日放众人道, 少爷不必发怒, 此乃是少爷吩咐过的, 我们现有人跌下楼来, 又听北楼上喊声叫拿, 我们只道是李荣春, 是已拿住就打, 并不知是少爷, 真正该死又有一个就道, 不知者不醉, 望少爷恕罪花容问道, 李荣春可有魔, 有在楼上呼, 花字能道, 若在楼上我也不跌下楼来了, 都是尔这个狗奴才害我花容道, 只恐还有寻不到的所在花字能道, 慢说搜去不变, 就是连马桶都看过了碎江前世一一的说了一遍, 花容道, 红花房内可曾搜过魔, 花字能道, 性命要紧, 那李故得到他房里去寻, 花容道, 少爷错了又错, 红花房里乃第一要紧之处, 为何不寻, 却往他处去搜, 若是李荣春不在红花房中, 我情愿哥下头来与小姐, 少爷不要迟了, 快快再去红花房中, 一搜包管就有李荣春在内, 花字能道, 耳不要抬举我了, 我老实对耳说, 我不堪再跌下楼了花容道, 如今只消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必定拿住李荣春, 红花是饶不得的花字能道, 果然妙计, 就依耳如此而行遍了, 先拿酒来我吃, 花容叫住众人仍旧扶在楼下, 花容怀恨红花昔年之事, 所以要报此仇, 这且不表。 再说红花起先献花子能上楼便搜, 心中注疾, 后献搜寻不出反跌下楼去, 方才放心, 随即下楼将门闭好, 又上楼将门也闭了。 花塞金叫声, 红花, 我且问耳, 耳好大胆, 将李荣春藏在那里泪我受气, 快快说明, 我不达尔红花才放了心, 又被小姐问子一句, 惊得面如土色, 两目睁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心中暗想道, 小姐为何意疑心起来, 花塞金献红花呆呆立住不说, 又问道, 红花, 耳为何不说, 呆呆立住则慎, 红花道, 莫有此事喝, 丫头服侍小姐寸步不离, 如何敢做此事, 花塞金道, 胡说, 我起先叫耳的时节看耳十分慌张, 言语之物, 只说银钗不现了, 就是网寻银背, 去了多时, 急后出房看火, 又去了许久才来, 亮耳其中必有怪事, 好好说来便罢, 如若不说, 定要达尔的下半截来红花道, 丫头与李荣春并无瓜葛, 又不认得她是谁, 我就她责慎, 花塞金甲作怒容, 取一只短短的戒方道, 见人, 耳说不说, 红花连忙跪下, 眼泪汪汪道, 小姐饶了丫头罢花塞金道, 说了便饶尔红花道, 并无此事, 叫丫头从何说起, 花塞金道, 罢了, 罢了我呆尔一片真情, 我与尔虽系主仆, 呆尔如同姊妹一般, 今日此事如此明显尚要瞒我, 可知往日待我都是假心假情了, 我也不与尔说, 待我去搜罢了红花筑籍, 连忙扯住小姐的依说道, 小姐, 丫头并无此事, 不必去搜花塞金一发疑心起来, 道, 我以真心呆尔, 而又不以真心待我, 而若有甚疑难之事, 对我时说我也好与尔排难分解, 而若不对我说明, 总要弄出事来的, 那时连累我, 连我也做人不得了红花想道, 如今是蛮不得了, 若少爷再来搜寻起不连累了小姐, 不如说明, 求小姐周全此事才救的李大爷之命, 隧道, 小姐是要恕了丫头的罪, 丫头方才敢说花塞金道, 老实说明, 自然饶尔红花岁江前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花塞金道, 如今怎样能放他出去, 红花道, 要求小姐用个计策放他出去, 即我认真查问尔还敢如此推三阻四, 如今尔虽说明, 叫我如何放他出去, 红花哀哀未求道, 小姐呀, 念我往日并无差错, 今日不得已做了此事, 还求小姐献连花塞金道, 宣人, 既是如此害怕, 何不早早先与我记忆, 自然与尔分解, 如今与我有甚魔相干, 若不念而往日无差错, 我定与少爷说之, 红花道, 我因受恩深处虚报恩, 若欲预先说明, 有孔小姐不容, 所以私自去做此事, 如今只求小姐格外施恩全了两命花塞金道, 宣人起来, 我也不便献他, 而将闭门开了, 放他过去再做记忆红花道, 孔卢家小姐不肯相容, 如何是好, 花塞金道, 不妨, 我有担待红花文言满心欢喜, 说道, 小姐暂请回避花塞金走进房去, 红花将自己的门开了, 李荣春道, 恩姐怎么放我出去, 红花道, 不要兴急, 且过了今夜, 等待明日再做记忆, 李荣春道, 为何今夜不能放我出去, 红花道, 大爷, 耳旦知其一, 不知其二, 少爷如狼似虎, 他虽尚来搜耳不住, 岂肯干休, 必然还要再来搜寻, 李荣春道, 如此怎么躲, 红花道, 我是千丝万想无法可放耳出去, 不得已与小姐记忆, 寻了一个好所在, 将耳赞且安顿再做计较, 多猛小姐贤得, 许我将耳暂时去藏在西楼, 李荣春道, 西楼是什么所在, 红花道, 说也话长, 西楼乃是卢甫小姐名叫塞花, 西楼就是她的卧房, 卢小姐与我小姐乃是接拜姊妹, 虽然异性, 塞过同胞, 她二人做说的话来, 起初在露台之上不过格连闲谈, 后来打算要私自来往, 故将西楼一堵墙拆去做了一扇遍门, 与碧一样, 只用手将门推开便可走来走去, 并无人晓得, 再看不出, 只用一幅字画挂在碧门, 再排一张小桌, 桌上排些香炉竹台花瓶, 之类, 再看不出有此一门, 李荣春说道, 恩子, 而说什么四字二字, 这是何缘故, 而小姐要开便门就开, 谁敢阻挡她, 而却说四字两字, 这是什么缘故, 红花道, 大爷, 而有所不知, 只为我家那不贤惠的少奶奶 曾与卢老夫人斗口伤了情分, 因此少爷也将卢家怪了, 不许小姐与卢家往来, 我家小姐恐少爷, 少奶奶知道了必不容的, 所以开此便门乃是四字与卢小姐开的, 虽少奶奶上楼击刺, 壁上有挂字画, 她再也看不出有此一门, 李荣春道, 原来如此, 只是我过去恐卢小姐不容, 如何是好, 红花道, 不妨, 卢老夫人同小姐到她母旧家拜寿去了, 有机日当歌, 如今暂借西楼去歇一夜, 即使卢小姐回来看线, 自有我家小姐担待, 量亦不妨李荣春道, 事已至此, 我也不得不然了, 恩子, 既如此带我过去罢了, 红花道, 且慢, 带我去了就来红花又来丙之小姐道, 李大爷腹中饥饿, 求小姐一发行个方便, 赏些糕饼与她冲击花赛金道, 而自己去取遍了红花走去, 将厨石门开了, 挪四叠糕饼一壶茶走进房来, 说道, 大爷肚中饥了, 请吃些点心李荣春道, 多谢姐姐, 有水取一盆来与我红花道, 有, 带我去取若奖花赛金的房中诸物皆有, 就是要开南京的杂货店都开得来的, 红花莲忙取探起火煽风炉, 灯食水热, 倒了一盆热水, 取了一条手中拿进房来, 说道, 大爷, 热水在此李荣春道, 有劳恩姐点心也吃完了, 将面洗了, 红花带了李荣春走到房中, 将画桌移在一边, 一手将门推开, 放李荣春走了过去, 红花一随她进去, 说道, 大爷, 这张床是小姐的, 这张床是使女青莲的, 要睡在此睡睡, 且不要声张李荣春道, 晓得, 耳去把红花退出, 将门关好, 将画挂好, 将桌排好, 然后走进小姐房中回复, 花赛金才放下心, 说道, 红花, 少爷与李大爷有甚冤仇, 要将她烧死, 红花就将师陛侠卖身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花赛金道, 算来乃是少爷不是, 全部想作恶多端, 人人恨她, 将来不知怎样结果, 就是奴家的因事也是难做的, 她还要逞慎谋威, 行慎谋凶, 还要抢肾魔女子, 那里荣春舒才重义, 既困福威, 扬州亦府谁人不知, 她一点善心要救洛南女子, 险些而遭人放火烧死, 亏了尔救她, 蒜尔有些义气, 红花道, 小姐就是救了, 只是方才少爷上楼来搜食, 急得我魂魄都无, 若不是小姐赶她下楼定遭她拿住如今是不怕她了, 任她来搜一搜不出了花赛金道, 我要睡了红花服侍小姐安睡, 自己一进房去睡, 不知以后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花红晚期精秀隔赛金社济辱嫂扫话说, 李府太太与但是大娘现日已息坠, 尚不见李荣春回家, 叫三元来问道, 大爷到花家去讨师小姐, 不过留一杯茶, 海与布海也该回来, 未甚到此时候尚不献回。 而宇来贵去花家问, 三元道, 晓得同了来贵走到花府问管门的老家人, 那管门的寿过花子能吩咐, 只说不曾来, 三元与来贵道, 这就齐了, 大爷亲口与我说要来花家讨师小姐, 为何他们说不曾来, 又到海丰寺问法通, 只献门是锁的, 又到各处访问, 并无下落, 只得归家回复太太。 太太与大娘十分忧闷, 只得又差三元再往各处去打听, 这且不表。 且说花子能听了花容的计, 叫了鸡十名家人埋伏在小姐楼下, 守了一夜不限动静, 花子能现莫动静, 隧道沉香隔来, 献碧桃问道, 少奶奶可起来否? 碧桃道, 起来了花子能走上隔来。 那秦氏梳妆正丸, 尚未穿衣服, 血已在窗前, 一手拿一只鸟羽毛扇, 一面摇扇一面想道, 少爷小妾三十一个, 那里伦得到我。 一月之外才得一次, 好似活手寡, 前世不休, 今世来嫁住她。 昨日又抢了一个诗小姐来家, 不知未慎不肯与少爷成亲, 反将少爷打了三道。 不说秦氏正在思想, 呼陷少爷走入房来, 忙起身问道, 少爷起得早挨花子能道, 不要说起, 昨夜一夜未曾睡住秦氏道, 请问何事一夜不睡? 请坐了好说话。 花子能道, 而也坐了岁江李荣春来讨师陛侠说起, 一直说道跌下楼指, 又道, 现实家人还扶在楼下, 如今要求少奶奶上楼去将红花卧房也搜一搜, 不知少奶奶可肯行否? 秦氏道, 少爷, 尔太粗心了, 红花房里乃第一要处, 为何不搜, 却到赛金房里去搜? 这正是养处不八, 不养处八道血流。 花子能道, 为因心芒意乱, 失此一处, 却又被花赛金将剑要杀, 只得逃命要紧, 却忘了红花的卧房未搜。 秦氏道, 反了, 反了, 焉有妹子赶杀亲兄的李, 又将男人藏在房中, 真正弃杀我也。 只是我与丫头们都是女人, 拿她不住, 如何是好? 花子能道, 不妨, 我楼下埋伏住家人, 而若现了李荣春只要大声喊叫, 我们就好上楼来拿她秦氏道, 如此说不妨, 带我去搜遍了花子能道, 到底是夫妻, 而好去拿住李荣春, 带我放了心夜夜好来伴耳睡秦氏道, 我是不想耳的, 而去办她们, 我是独自睡惯了。 耳自下去, 我也立刻就去。 花子能道, 原事我不是, 改日来谢罪。 我如今且下去, 在书房等少奶奶耳的消息。 说完下阁去了, 秦氏叫齐了这些丫头, 使女, 自己穿好了衣服, 下了沉香阁, 带了丫头来到赛金楼下。 见这些家人们聚埋伏在楼下等后, 毕桃说道, 少奶奶来了, 耳门还不立起来, 众人献秦氏走道, 大家立起身道, 少奶奶来了秦氏道, 耳门在此等住, 若听我叫耳门上去拿, 耳门就要上去拿。 若李荣春走了下来, 耳门拿住了等少爷发落众人道, 晓得秦氏带了四名丫头, 一个名叫双桂, 一个名叫碧桃, 一个名叫春梅, 一个名叫秋菊, 这四名丫头狐假虎威将门乱打。 那红花同住小姐三人都是四更以后才睡的, 此时红花服侍小姐梳洗才完, 只听得打门甚急, 那叫门的人声甚多, 花塞金道, 如何的, 她又来了红花道, 小姐, 如今不怕她了, 呆奴下去开门走下楼来, 此刻胆便大肆昨夜的击十倍了。 碎江门开了, 现世秦氏, 道, 我道是谁, 原来是少奶奶。 秦氏道, 尔门将此门关好了, 随我上楼双桂将门关了, 秦氏又道, 红花, 尔先走红花道, 丫头不敢, 少奶奶先请。 秦氏道, 不要耳甲有礼, 叫耳先走耳就先走, 谁要耳多礼红花道, 如此树丫头无礼了碎仙上楼抱与小姐道, 少奶奶来了四个丫头随了秦氏上楼来。 那塞金莫奈何, 勉强起来迎接道, 嫂嫂来了, 秦氏道, 我的来意姑娘量是晓德的塞金道, 嫂嫂说得好笑, 我又不是神仙如何晓德耳的来意。 秦氏道, 不必假不知, 就是那李荣春的事塞金道, 李荣春怎么样, 秦氏道, 可, 姑娘啊, 他与尔哥哥有天大的冤仇, 而不该黑夜将李荣春藏在楼上, 又如何敢欺负凶长, 拿剑就要杀他。 红花在旁道, 嫂奶奶, 这是嫂爷不是, 自己走上楼来欺负小姐秦氏道, 不要耳管, 耳何必多言。 塞金气得两枚倒数, 满面通红, 道, 就算我藏了李荣春, 耳便怎么, 有甚凭据。 秦氏道, 不要管有凭据无凭据, 带我做嫂嫂来看看塞金道, 胡说, 我父乃一品荡巢, 三位叔父巨位高官, 我虽女子, 颇知礼意, 嫌肯收藏男人。 无凭无据, 披空献人, 昨夜哥哥来搜不出, 耳金又要来搜, 一次风波尚未歇, 耳又要来再起风波。 还是哥哥叫耳来, 还是耳自己要来寻我惹气。 秦氏道, 不要耳管, 我自来一可, 耳哥哥叫我来一可, 总是要搜的说声未完便叫四个丫头将红花房里先搜起来。 这四名丫头领命先去红花房里搜寻。 花塞金献了灯石大怒, 道, 秦氏啊秦氏, 耳修得太无礼, 听信了丈夫之言来与我作对, 耳修得太欺负人, 我献过多多少少的恶父, 并不曾见这不良恶父秦氏也大怒道, 赛金, 耳修得开口伤人, 耳就有力岂将男人藏在房中磨。 这四名丫头道, 少奶奶, 红花房里搜寻不限秦氏道, 尚有赛金房里各处都去搜来这些丫头东先西波, 各处搜遍并无影响。 赛金献他们搜不出李荣春, 隧道, 秦氏, 如今可有李荣春魔, 一把将秦氏胸前扯住道, 如今怎么说? 秦氏道, 赛金修得无礼将头撞去, 赛金顺势一手将秦氏头发扯住, 将脚一交将秦氏按倒在地, 其在秦氏身上抡拳就打, 打得秦氏叫痛连天道, 赛金, 耳敢打我魔, 赛金道, 我就打耳这不良之父, 耳便怎么, 说完又打。 秦氏叫道, 好打, 好打, 天下那有耳这恶父, 藏男人, 杀哥哥, 打嫂嫂, 耳门这些丫头是死的, 为慎步向前来救我一救。 这四名丫头要走上前来劝, 赛金道, 谁敢来, 连耳门也打个半死霜跪道, 春梅子, 秋菊子, 耳门去请少爷来救奶奶那红花也假意来劝, 却按地里将拳头来奉送。 秦氏道, 赛金, 耳的拳头为何有许多, 赛金忍笑不住道, 我是牵手牵眼的观音菩萨秦氏道, 耳当真要打死我魔, 赛金道, 我也不要打死耳, 只打耳半死, 使耳下刺小的姑娘的手段。 耳下刺赶再来欺我魔, 不说秦氏在楼上被打, 却说春梅, 秋菊二人走到书房报花字能道, 少爷不好了, 少奶奶被姑娘打得不亦乐乎花字能听了, 连忙走上楼来喊道, 那个敢无礼欺负我小姐, 红花叫道, 小姐起来吧, 少爷来了, 看少爷面上饶了少奶奶吧。 花子能道, 小妹为助何事如此动怒。 有话起来说, 赛金线花子能假小心, 也就立起身来做助替气。 双贵扶秦氏起, 春梅将秦氏头发缠好, 秋菊将秦氏首饰时起, 花子能假意道, 为助何事如此相打。 秦氏道, 真是天翻地覆, 那里有如此不良的恶女子, 藏男人, 杀哥哥, 打嫂嫂, 有如此的恶人魔。 赛金一面哭泣一面说道, 都是父母不在此, 被哥哥欺负了, 今日又被这恶嫂来欺负, 我如此还要做圣人。 不如我鱼尔三人拼了命, 免得日日来欺负我。 花子能道, 好小妹, 昨夜原事我做哥哥的不是, 得罪儿了。 今日嫂嫂不知何故, 无事又来生风波, 害惹耳受气。 秦氏听了心中不愿, 气冲冲地道, 耳道说得好听, 我好好坐在沉香阁, 不知是那个狗乌龟公叫我来此, 害我受此苦楚, 道反说我无事生风波, 真正气死我也花子能笑嘻嘻地道, 如今都不必说, 总是我不是。 妹子, 而也不必哭, 妻子, 而也不必气, 带我去被捉和气酒情儿姑嫂双双和好吸了怒气罢。 秦氏道, 我是莫有如此的好姑娘。 花子能道, 什么话, 总是一条缝里钻出来的花塞金道, 翠, 我也没有这样的扫扫。 花子能道, 那里话, 鱼尔哥哥一头睡的总是扫扫。 秦氏道, 我也不与尔这呆子说了力起身来下楼去了。 花子能就借此事道, 我去备酒与尔门和好一溜烟下楼。 走来与曹天雄说知其事, 曹天雄呵呵大笑道, 少爷若说李荣春尚未出去这也不难, 只要前门后户叫家人用心把手, 不怕他非上天去花子能道, 虽然如此说, 倘若他已出去了这便如何? 曹天雄道, 这也容易, 只消得力的家人差饥各到外面打听, 若李荣春尚未回家, 必然有他的家人在外寻觅主人, 若是已经归家就无在外寻觅了, 他必然又另起事端来寻我们了。 花子能道, 教师说得不错 我急忙吩咐一众家人各处门户小心把守, 又叫花吉, 花祥, 而到外面打听李荣春消息那花吉, 花祥领命, 才出大门就预注三元与来贵。 花吉乖巧, 就叫道, 三元哥, 尔门要到那里去, 三元道, 奉了太太之命特来寻大爷, 昨日大爷说要到尔门府上来, 为何一夜不现回来? 我昨日来尔府上问两三次, 尔门管门的总说不曾来。 我去回复太太说不在花府, 太太与大娘猜疑说必在花府, 所以今日又打发我们来问。 尔少爷就要留我家大爷也不是如此留法, 既留了一夜也该放了出来, 为何还不放出, 是何主意? 花吉摇手道, 尔不要胡说, 尔大爷从不曾到我府中来, 我少爷从不肯留人过夜三元道, 这也齐了莫奈何, 别了花吉又去别处访问。 那花吉回身进了大门, 来到书房道, 少爷, 李荣春尚未回家花字能道, 尔何以晓得, 花吉岁江三元的话说了一遍, 花字能道, 如此说来果然尚未回家, 尔门小心打听这且暗下不表。 且说秦氏恨住花塞金切齿道, 可恨这贱人, 杀哥哥, 打嫂嫂, 世间难容这等人, 我若一招拳在手, 那时绝要将令来行双跪在旁道, 少奶奶, 尔被小姐痛打这也罢了, 不过姑嫂不合相打而已, 谁知被红花那小昌根甲义上前相劝, 却暗地挥拳将少奶奶乱打, 我真正替少奶奶不愿秦氏大怒道, 暖呐, 他敢如此大胆, 我倒塞金拳头位和有许多, 原来是这个贱人一来打我魔, 我叫他主仆认得我变了, 正是有恩不报非君子, 有仇不报非丈夫, 我若不报此仇也在为人了且不说秦氏要报仇, 再说花云一心想住红花, 道, 如今不怕他不依从我了, 他要想将恩报我, 便帮他做报恩人, 如此的难事我也与他做了, 还怕他不依从我, 也不怕他不从, 呆成了是我去求少爷要他将红花赏我为妻, 那时挽起眉毛做人家, 只是今日为何不陷他下来? 也罢, 自古道, 要吃无前酒, 需要空敷手, 待我守住他便了不说花云吃丝妄想, 却说花赛金对红花说, 此事若不是早预备住, 今已被他搜出了, 耳的性命难保自不必说, 连累我也难以做人, 那屈言屈语如何听得? 就是长江之水也洗不清红花笑兮兮的道, 多谢小姐莫大之恩, 丫头就是碎身粉骨也难报小姐之恩赛金道, 我且问儿, 那李荣春藏在那边, 怎么的放他出去? 红花道, 解灵还虚系灵人, 再去问花云, 看他有甚妙计可以放礼大爷出去赛金道, 不可, 那花云到底是小使, 不便与他长往来, 且等卢小姐回来我将此情与他说之, 要他用个金蝉脱鞘之计放他出去红花道, 小姐, 前日卢小姐说他母就安老爷乃六月初四日生日, 今日初四日乃是拜寿之约, 必有细酒留住, 安老爷必要留坠日, 明日未必就回。 李大爷度日如年, 岂不及坏了他? 赛金道, 这也无法红花也是莫奈何, 不过李荣春早一时回去, 他早一时放心, 虽说搜不出, 到底是怀住鬼胎, 就是一日三餐耕饭, 乃是厨房端正伴来的, 不过红花与小姐二人吃的耕饭而已, 如今多一个人要吃, 不敢到厨房多取, 恐起疑心, 只好二人少吃些, 留些雨里大爷爷吃, 这且不言。 再说卢塞花童夫人到安府拜寿, 那日安老爷夫妇一早起来与众人拜过了寿, 内中有个使汉林的小姐, 为人生性价作乙, 她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将卢塞花看不在眼底, 甚至谈说言语之中好声嘲笑, 那卢塞花焉能受的这气, 与她斗了一场气, 卢老夫人道, 今日母旧生日, 需要大家和气欢喜, 为何斗起口舌来? 卢塞花道, 我却受不得这嫌弃, 母亲, 回去罢安老爷夫赋予众人都来相劝, 卢塞花旨意不从, 当时与母亲上轿回府, 夫人归到府中, 出了轿走进房中, 小姐伴夫人坐了一回也进自己楼中, 不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卢塞花商情城院李荣春女伴回家话说卢塞花同使女青莲走上楼来, 青莲将药池开了锁, 推开楼门同赛花进入房内, 呼听的鼻息之声, 四处一看, 呼现小姐床上睡住一个男人, 大声叫道, 不好了, 小姐耳看床上睡住一个男人, 卢塞花现了又惊又怒, 道, 好生奇怪, 这男人那里来的, 为何睡在我床中? 那卢塞花在安抚受了气回来, 此时见个男人睡在床中, 起步气上加气, 气得满面通红, 将壁上挂的剑拔了起来要杀下去, 青莲道, 小姐, 使不得的将剑夺下道, 带我叫醒他来, 问个明白在座道理碎大声叫道, 而这个人是何等样人, 怎么在此睡? 还不快起来说个明白李荣春正在熟睡, 呼闻有人叫唤, 开眼一看到, 暖哟, 不好了, 连忙爬起身滚下床来, 自觉无言, 连忙作一道, 小姐, 男人李荣春作一那卢塞花厅献男人李荣春五字, 口内不言, 心中想道, 久闻的有个李荣春, 乃是官家之后, 既困福威, 多行善事。 扬州义府尽闻其名, 因何在我房中睡住? 又何故自称男人? 待我问个明白在座道理? 便道, 我且问耳, 耳家住在那里, 为何自称男人? 青莲道, 说得明白便饶耳, 若说不明不白我小姐性子不好, 说与夫人晓得, 宋尔道官纠致李荣春道, 小姐听柄, 小生家住在四排方打紫巷, 祖居在此扬州, 祖宫世代居官, 虽然薄碧才也不畏父, 半文半午也曾中过文戒原青莲道, 如此说是小孟长君李大爷了, 为何在此睡住? 李荣春道, 因为师小姐而起即将见及师小姐 卖身, 不忍献她落南将淫住她, 被花子能献了抢去, 我到她家取讨反被她拿住用火要烧死我, 亏了红花救我, 暂计在此, 望小姐恕我之罪卢塞花道, 可恨红花这件人, 而要救人与我何干, 却将男人来藏在我房中。 躺背花子能晓得, 死或非笑赛金姐姐也太粗心, 往她读书之理, 纵容她自己的丫头也罢, 怎么藏到我房中来。 往前一向的知心从此永永断绝了青莲道, 小姐, 这都是花子能不好, 不予李大爷之事, 就是花小姐与红花也是一时出于无奈藏过来的。 况且李大爷是个豪杰, 平日是个既困福威的大丈夫, 今日小姐也要做个杰豪, 救了李大爷才好。 卢塞花道, 此事叫我如何是好? 也罢, 我将此事禀过母亲, 随母亲主义变了。 李荣春道, 小姐, 这个使不得, 躺货夫人生气如何是好? 还望小姐周全。 青莲道, 大爷不必害怕, 我家夫人甚是慈悲, 绝不怒耳, 而且甚爱花家小姐, 断不害耳说完, 随小姐下楼来到夫人房内。 卢塞花将李荣春之事一一秉过夫人, 夫人听了说道, 那花塞金一向为人甚好, 就是红花也老成, 她将李荣春藏过来也是一时极乐, 莫奈何。 我儿, 而不要怪他, 只可恨花子能这狗男女, 仗是欺人, 无恶不作, 欺负别人也罢了, 怎么连李大爷也要害他性命, 真正可恶之极。 我儿, 而不要受气。 青莲, 而去请李大爷来, 我出去献他。 我儿, 而且在此做作。 随即换了衣服走出厅来, 那青莲已引李荣春来到厅上。 李荣春道, 无知小侄李荣春拜献伯母卢夫人道, 岂敢, 公子少礼请坐李荣春告作了, 卢夫人道, 公子乃昂昂烈烈的美丈夫, 老身与尊府相近, 乃是邻居, 久仰大名, 不能得见, 今日相献乃三生有幸李荣春道, 岂敢, 卢夫人道, 而为师碧霞小姐知事险些性命难保, 若莫有红花香就必遭毒手。 可恨花子能万恶的奸贼如此作恶, 不知将来如何报应呢? 李荣春道, 那贼作恶必然有报应, 自古道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差来早雨来迟。 只是要求伯母放小侄出去, 感恩不尽, 自当后报。 夫人道, 却那里话来, 本该就送而回去, 有孔花子能恶念未消, 有甚不测之事, 反胃不美。 自古道若要人怕我, 还须我怕人, 且在我家暂坠日, 粗茶淡饭, 莫笑不公, 看有甚机会再送公子回去。 为之意下如何? 李荣春道, 多谢伯母后情, 小侄本该从命才是, 怎奈家母在家不知怎样玄望, 小侄归心似箭, 度日如年, 难以久留卢夫人道, 既是公子为母挂心, 老身也难以搬留, 只是如何出去? 若是黑夜出去, 恐被花家献了说是在我家中出去的, 虽然不怕他奈何了我, 只是被他说不清楚的话, 这便如何是好? 想了一回道, 有了, 公子, 而若觉要回去, 必须如此如此可免其唤李荣春道, 多谢伯母, 小侄默示不忘卢夫人吩咐, 备酒听堂, 与李公子押惊, 要等黄昏才好行事。 且说红花拿了午饭过来要与李荣春吃, 呼现卢小姐已在房中。 那卢塞花献夫人留李荣春吃酒, 遂同青莲归楼, 呼现红花拿饭过来, 一时大怒, 道, 好啊, 而做的好事, 红花惊得满身冷汗直流, 将盘放下, 双膝跪下道, 小姐不必动怒, 总是丫头该死, 望小姐开恩饶了丫头卢塞花道, 而这贱人好大胆, 岂不知归房严肆尽地, 敢将男人藏在我房内, 而主必通通钱来欺我, 而这贱人尚敢说甚的, 红花哀求道, 小姐不必动气, 念我小姐与小姐接拜面上饶了丫头霸, 卢塞花道, 而这贱人, 既知我与尔小姐接拜姊妹胜过同胞, 就不该如此欺我, 幸亏是李大爷有名声的君子, 如若不然, 我立刻就叫喊起来, 看尔门有何面目做人, 红花道, 多谢小姐格外开恩, 丫头感激不惊卢塞花道, 我与尔小姐明虽说皆拜, 十圣同胞, 谁知她看我太轻了, 不是我无情, 这是她无意, 从此多年的交往一旦修了红花道, 小姐错怪了, 此事乃丫头该死, 不干小姐之事, 望小姐念红花向前并无差错, 此事乃父母受过礼服大恩, 未能图报, 故此救了李大爷此男, 也因知恩报本, 不得已做了此事, 望小姐去开此事罢卢塞花道, 胡说, 过失是人人有的, 此事甚模式, 如何做的, 我又非小孩童, 将男人藏在我房内, 若不看往日之情, 李荣春怎的出去, 红花道, 丫头感恩不尽, 待丫头去请我小姐来谢罪便了, 遂急急走回来跪在小姐面前道, 卢小姐已回来了, 将我骂不绝口, 我苦苦哀求, 怎奈她直线如山, 任求不转, 连小姐也怪起来赛金道, 吃丫头, 如此胆小就不该做这大事了, 随我来花塞金带红花来走到西楼县, 卢小姐说道, 贤妹为何就回转来了, 恕我来迟, 不知迎接, 卢塞花全然不动, 亦不开口, 花塞金道, 我鱼尔从小至今并无口舌, 今日为何如此模样, 赛花小姐两目流泪道, 我想往日鱼尔交情何等相爱, 谁知而今日如此待我, 花塞金道, 贤妹呀, 我知罪了, 如今是特来鱼尔赔罪红花道, 小姐, 丫头贵在此, 任小姐责罚卢塞花道, 我也莫得说, 只恨寡母姑女被人欺负, 有殿终身明节, 前世都不必说, 从此断绝网来罢了。 赛金道, 贤妹, 千不是万不是总是我不是, 看在多年交情恕了我爸卢塞花道, 若还不是看在前日交情, 李荣春嫣能出去, 耳门安能无事, 快快而去, 不必多言。 红花跪在地下将头乱磕道, 小姐呀, 丫头万死何此, 只求两位小姐和好如初, 我就万死无怨清莲也劝道, 小姐不必如此, 花小姐一时一时出于无奈, 笔记之罪也就罢了那只卢塞花之意不听, 叫声, 清莲, 随我下去花塞金线了一栋怒道, 耳记如此不情, 要绝便绝, 有甚相干。 红花, 随我回去。 红花哭泣哀求道, 小姐且慢去, 再与卢小姐和好了我才放心花塞金道, 不妨, 有我在此, 随我回去清莲道, 红花姐, 耳放心回去, 我小姐性子本是如此, 等她性子气过了自然就好红花道, 旺姐姐与我解劝清莲道, 晓得, 而且先去, 我自劝她红花无奈何, 捧了饭盘随花塞金回房来道, 小姐, 早知如此, 不计她西楼也好花塞金道, 我只说多年姊妹是不妨的, 谁知她如此无情, 正是路遥知玛丽, 日久献人心, 取杯茶来我吃红花去取茶来与小姐吃了, 心中忧闷自不必说, 那卢塞花心中所怪花塞金者, 不过说我的房中岂肯徐尔将男人藏匿在内, 幸亏是李荣春, 倘若是个游方僧道尔也藏过来, 那时如何是好, 为此缘故而生气, 是已怪了花塞金主必, 这且不言。 再说卢夫人刘李荣春在听吃酒, 直到黄昏时候, 卢夫人吩咐被教伺候, 道, 公子, 儿乃豪杰之事, 因为侠弃而受此祸, 如今得保性命, 归家切莫使英雄之性, 就是花家若来寻耳生事, 而总已忍畏上策。 回家时代老身带问 令堂与大娘安好。 李荣春道, 多谢伯母, 小侄何以报得知县教 以台进内堂, 卢夫人带李荣春 进内与她男扮女装, 将李荣春衣服打坐 一包袱放在教内。 李荣春拜别夫人上教, 将教帘放下, 卢夫人吩咐二名使女, 二名家人道, 尔门随大爷回他府中, 躺花家若问, 只说我要往亲戚人家饮酒, 不许多言, 回来重重有赏家人领命, 随教而去。 来到李府叫门, 管门的问道, 是谁? 卢家的家人道, 是李大爷回来, 快些开门管门的听了好不欢喜, 连忙开门。 教子歇下, 李荣春出了教道, 耳门随我进来那管门的 献了甚是惊疑, 也不敢问, 直到, 大爷回来了, 李荣春应了一声道, 是, 赏他教夫酒前管门的道, 晓得卢家这四名家人使女 随李荣春进内。 这些家人使女献大爷如此装扮回来, 个个嬉嬉笑道, 走进那堂道, 太太大娘, 真正好笑夫人与大娘正在幽闷不羡 李荣春回来, 苦不可言, 呼见这些家人笑嘻嘻地走来道。 那李荣春献些家人嘻嘻而笑碎道, 狗奴才, 有甚好笑, 呼叫声道, 母亲, 孩儿回来了。 夫人抬头一看到, 我儿为何如此装扮, 李荣春就将前情一一秉之, 夫人听了大怒, 大骂花子能, 狗男女, 小贼众, 连我孩儿也要害死, 真是可恶之极又道, 我儿从今以后莫管闲事, 免得招灾惹祸, 但是大娘道, 官人如今不必与他计较, 恶人自有恶人魔, 且自由他, 请官人李面改装李荣春道, 贤妻说得有李遂进内房改装。 李夫人吩咐被办酒饭款贷卢府的家人, 石女, 又道, 多感二家夫人小姐如此厚情, 何以客当, 又老尔们往来相反, 回去多多致谢夫人小姐, 水酒一杯多有简慢这四人应道, 多谢夫人大娘厚赐, 不必了, 我们就此告辞, 但是大娘道, 不必客套, 老实些做了众人道, 如此说多谢了告了做吃了一回, 遂此谢要回去。 太太道, 如家姐姐们劳动儿们, 我有些保理不成一死, 希望笑纳众人道, 蒙刺酒食已赶不进, 这个断不敢受李夫人道, 若还不收, 敢是嫌薄。 众人道, 夫人如此说, 丫头们大胆收了碎收了银子, 叩谢夫人大娘辞别回去。 这且不言。 再说来贵, 三元这两个书状在外面访了一日也不陷一些影响, 气闷在心, 三元道, 来则兄弟, 我想大爷亲自与我说要到花家去, 为何花家总说不在? 必然是他留住, 内中定有缘故。 我们如今回去吃了饭, 打道花家与他讨人来跪道, 不错, 说得有礼遂一直走回家打门道, 快些开门, 我们吃了饭要去花家讨大爷。 管门的开了门道, 大爷已回来了, 耳门不必大惊小怪。 三元道, 怎么说, 大爷回来了吗? 连忙走近, 叫道, 大爷在那里, 为何今日才回来? 李荣春道, 我在此三元道, 大爷昨日在那里。 小人无处不寻道, 李荣春将前世略略说了一遍, 三元听了心头火发, 大骂, 花子能, 耳这狗王八, 耳敢害我大爷末。 我必要将耳这万恶的贼求碎失万断方消我恨。 又说, 大爷不必忧闷, 小人们与大爷报仇变了李荣春道, 胡说, 谁要耳多事, 还不退出三元敢怒而不敢言, 退了出来。 这且暗下。 再说花子能搜不出李荣春, 又受了两场默去, 总是不愿, 想道, 为了施必侠一个起受了李荣春打上门之乳, 却又烧他不死被他走了, 走了不打紧, 恐他要来报此仇, 如何是好? 又道, 斩草不除根, 萌芽依旧发, 必要除的, 只是要小他的下落才好。 若要明白其中事情, 必须问红花, 难道这丫头看中了李荣春魔? 若有此事, 妹子难保真结了, 怎么能得红花来问个明白才好? 想了一想道, 有了, 去与我的少奶奶记忆变了不知此去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万香楼花红三上陈香格厄复阴谋师曰, 竹梨树眼蚌鱼姬, 初简梅花略的飞, 正喜狄连来所孝, 以悲临水送江龟。 影横月触筹空绝, 子满之时事已飞, 自古重情在我辈, 尊前莫怪类瞻一。 话说花子能搜不出李荣春胸中气恨, 音响, 花蓉的话不错, 必是红花藏了。 只是两次搜不出, 不知何故, 必要问红花个明白。 只是红花服侍妹子常在楼上, 怎么的她来拷问明白才得放心, 也好预备。 音思, 不得红花来问, 只得要去与秦师计议, 看有圣庙祭片北红花来拷问想定主意随即走到陈香阁。 只见秦师露体, 不穿衣服也不穿裙, 只穿一条大红裤。 花子能到, 少奶奶好白身体秦师现花子能走到, 忙力起身到, 少爷来了, 请坐花子能到, 少奶奶同坐了秦师道, 少爷到此必有正事, 请到奇祥花子能叹口气道, 少奶奶不要说起, 为了师必侠这轩人被李荣春打上门来辱了一场, 幸得曹教师拿住了要烧死他, 谁知又被他走了, 倒弄得我一肚气。 若要说出去了, 他家的人又在外面寻访, 若说未出去, 家中已经搜遍, 又不见影响。 我想绝世红花藏过的, 必须将红花揪出真情我才放心, 也免得放虎归山终受其害。 秦师道, 若说要考揪红花, 真正容易知己, 代我打发丫头去叫了他来打他个半死, 不怕他不招出李荣春来花子能笑道, 少奶奶真正执心人无弯曲度长, 而不想, 红花纳赛金的心长, 他两个犹如姊妹一样时刻不离, 焉能叫的他来。 而去叫他, 就使他不敢不来, 倘若赛金不放心与他同来, 岂不枉然。 秦师道, 如此便怎么能得他来才好, 花子能道, 我亦想无妙计骗他出来, 故来于尔记忆, 看而有甚妙计骗的他来。 我想少奶奶儿乃镇殿将军之魅, 岂无妙计骗得红花出来。 秦师道, 少爷又来取笑了, 少爷儿乃是首相的公子, 难道亦想不出个计来, 花子能道, 我又蠢又呆, 怎急得少奶奶儿又聪明又伶俐, 必然想得出妙计, 使赛金不知遍北红花来才好秦师道, 待我想想看想了一回道, 有了, 如今只叫秋菊去如此如此, 再如此这般, 这般又这般, 少爷儿倒可好魔。 花子能道, 果然好妙计, 若能揪出真情实事, 我去请一般上好戏子, 被一桌满汉酒席请少奶奶儿吃酒看戏。 秦师道, 多谢少爷, 夫妻之间怎说这话花子能道, 如此说我拜托少奶奶就是了秦师道, 这个自然。 只是那师陛霞如今怎样了? 可肯与少爷成亲谋。 花子能道, 可, 那师陛霞真正可恶极已, 我为了他受了多少的气, 粪门被他踢得血流不止, 自从初三日至今不要说成亲, 连进其身意识不能, 若要进他身边不是打便是踢, 又加个大骂不歇。 秦师道, 难道就是如此罢了不成? 花子能道, 我岂肯罢了。 因爱他容貌故且赞容他至今, 赛貂蝉劝我再容他三日, 包管劝他回心转意, 我今就要到万香楼去。 今将要考问红花之事托少奶奶, 我要去了。 秦师道, 少爷请便, 我自然就去做事花子能说声拜托, 岁下楼去了。 秦师岁教秋菊道, 而可去厨房, 等红花来拿午饭时而可如此如此骗了他来, 我将一个银红沙肚兜赏尔秋菊道, 晓得遂到厨房去等候红花了。 且说花子能来到万香楼上, 赛貂蝉劝正在劝师小姐, 呼陷花子能走道, 忙力起身道, 少爷来了, 少爷请坐, 丫头拿茶来那师臂侠献花子能走来, 恨如切骨, 气满心胸, 双眉倒树, 满面怒容, 也不力起身也不开口。 花子能献了教道, 师臂侠, 而怎么如此大模大样的, 献我少爷来历也不力起, 教也不教一生, 到底甚么意思? 赛貂蝉道, 少爷不要生气, 他是山西风俗原是如此, 不必怪他花子能道, 耳金道我江南就应学此处的风俗, 怎么还要时尔山西的性子, 赛貂蝉道, 他是新来的, 不知此处的规矩, 等过了一月两月他自然晓得花子能笑嘻嘻地走进陛霞身边道, 陛霞, 我因艾尔容貌生得好, 所以如此容尔, 如若不然, 尔早已归因了。 如金于尔说过, 不许尔再如此倔强, 若敢再如此我定不饶尔了。 今夜乖乖地顺我成亲我便饶尔前飞, 若不依我时, 此遭定不再饶了。 一边说一手却又来摸他的胸膛, 施必侠一手隔开花子能的手道, 花子能修得无礼将手一推, 花子能倒颠了几步, 仰面一跤跌倒在地, 爬了起来道, 尔这轩人敢如此凶恶, 今日必要打死尔这仓根丫头们, 快些来绑此恶腹活活烧死。 施必侠道, 谁敢来? 花子能, 尔这万恶的贼囚, 人面寿心的狗奴才, 别人有尔欺武, 我施小姐是不怕尔的。 尔羞得在此做梦要想成双, 尔若实时悟者快些下去, 免得逃打。 若敢仍然如此胡说, 叫尔认我拳头的厉害。 花子能气地乱跳道, 小仓根, 尔敢如此恒恶魔, 走上前两手拦腰抱住施必侠一时大怒道, 也罢, 今日是尔要来冲我了, 尔放手不放手。 花子能道, 不放手尔便怎摩, 施必侠两手望花子能两太阳边一达, 这叫做中古奇乌, 花子能头晕眼暗, 双手一放, 仰面一跤跌倒在地。 施必侠正要上前来打, 赛貂蝉陷了连忙上前劝住道, 小姐使不得, 不必动怒, 有礼不用高升, 为甚如此横行。 并不是少也不是, 尔的性子太绝不好了。 少爷的赫赫威风谁人不知, 要算扬州一个小君王, 文官武将人人敬重, 百姓人家个个害怕, 尔不要认错了。 少爷在尔面上要算逆来顺受, 任尔打骂他只软求尔, 不要越装越醉, 看得太不在眼里了。 少爷的性子若发做起来就了不得的, 尔也要魁情度里去想一想。 施小姐道, 尔也休得胡说, 我今日到此已将性命放在度外了, 正所为虎落平阳被犬欺, 待我除了这恶贼, 也为地方除了遗害赛貂蝉道, 施小姐, 这事断断不可。 万事需要三思, 不可乱味。 又道, 少爷, 尔念他是强性于, 况且只来得三日, 不要逼他, 从宽而行总能成事, 包在我身上, 三日内必然成事, 如今且请下去。 自古道是宽则圆, 急则缺花子能莫奈何, 道, 尔这昌根如此可恶, 今日且在饶尔这一次, 如若下次仍然如此, 天大的人情也不来饶尔说完恨恨地走下楼去了。 那诗碧霞想起心事, 双目流泪道, 不知母亲怎样成练, 谁人将纸钱去烧又不知哥哥病体如何, 有谁请个医生与哥哥调制。 奴家在此好似坐在牢中, 怎能出去看至母亲哥哥。 就是花子能击刺威逼于我, 怎能动我的心, 他若再来, 我与他见个死活变了且不说师必侠暗地愁苦, 再说秋菊奉了秦氏之命, 要去厨房等待红花来拿午饭, 就好骗他出来拷问李荣春之事。 秋菊来到厨房外面静处等住, 不一时只见红花已来到厨房道, 杨家神神, 午饭可好了喂, 那管厨房的杨婆道, 红花子坐一坐, 就有了红花才要坐下去, 只见秋菊一面走一面叫来道, 好笑, 好笑, 众位神神子子们, 耳门可要看盛会。 真正好笑死, 耳门若现了就要笑死。 那管厨房的杨婆道, 秋菊子, 有甚其事如此好笑, 秋菊道, 就是李荣春的妻子要来讨李荣春, 大闹不歇, 少爷是男不与女斗躲开去了, 少奶奶不愿与他对敌打坐一堆, 衣服裙裤都被少奶奶扯得粉碎, 赤身露体被少奶奶擒住, 叫我来拿粗绳去捆绑, 而有绳拿一条来与我。 那杨婆听说果然拿一条绳与秋菊挪去, 秋菊一手接绳一手牵红花道, 红花姐, 如此的盛会同我去看看一手托住红花就走。 红花心中想, 李大娘也莫分晓, 大爷才得出天罗, 而又来头的网。 带我去看个明白, 秉知小姐钱来搭就变了, 想定主意, 遂及及地随了秋菊而行。 到了陈香阁, 秋菊叫道, 少奶奶, 红花带到了秦师道, 将门关了。 红花, 而今日也来此处了。 红花想一想道, 不好了, 钟她的寄了奶说道, 少奶奶放我出去取午饭与小姐吃, 不得在此当歌秦师道, 昌根既然如此兴急, 来此则慎。 金济来了就不能去了。 红花道, 叫我在此做慎魔, 秦师道, 我且问尔, 李荣春到底藏在那里。 红花道, 丫头不晓得秦师道, 红花, 耳胆太大了, 此事也敢做出来, 故为主命就该死罪。 红花道, 少奶奶, 真正冤枉, 丫头钟伴助小姐, 寸步不离, 怎么敢做得此事。 望少奶奶详查秦师道, 昌根道赖得浅浅静静, 今日是耀尔将李荣春的事实说, 或是放她出去了, 或是藏在那里, 时时说了便罢, 若在花言巧语抵赛, 孔尔性命难逃无首红花道, 丫头并无此事, 叫我怎么说。 秦师道, 官府堂上那有不打自招的犯人, 双跪, 拿取门栓来。 双跪将一只门栓成羽秦室, 秦室接过手来道, 红花, 耳招也不招, 红花道, 叫我招什么, 秦师道, 耳真不招魔, 与我跪了。 红花莫奈何, 只得跪下道, 少奶奶, 念我往日并无差错, 看在小姐面上饶了我爸, 羞得驱鹏打平人秦师道, 昌根, 今日此事儿就做错了, 而不提起赛金, 我也忘了他前日打我之恨也罢了, 还是姑嫂平辈。 耳这贱人也来打我魔。 红花道, 我嫌敢打少奶奶, 并无此事。 秦师道, 耳还说无此情, 拿起门栓就打, 也不管他势头势面一味地乱打, 打得红花疼痛难荡, 滚来滚去, 口口声声只叫小姐来救。 秦师道, 耳就喊破喉咙也无人来救耳, 耳前日能救李荣春, 今日因何无人来救耳。 我且问耳, 李荣春于耳有甚瓜葛, 耳却放他。 好好直说便罢, 如若不然, 性命再请客了。 红花道, 我时无此事, 叫我说什么? 要打便打, 不必多言。 并无半句求饶。 秦师道, 我打死耳不怕耳纳赛金来与我讨命举起门栓又打, 不一回将门栓打断做了两截。 秦师打得手酸, 叫, 秋菊, 取茶来与我吃, 一面再取门栓来与我带打。 那春梅, 秋菊献了不忍道, 红花姐, 不如招了罢红花指示不招。 秦师道, 与我时时打秋菊那高高举起, 轻轻打下, 秦师献了道, 而这贱人会做好人, 与我跪了叫双跪带打。 双跪却比秦师打得更重, 红花死了几次负在海魂, 指示不招, 叫苦连天。 秦师道, 而这贱人如此强磨, 我岂没法二磨。 叫头鸭们将他衣服剥了, 只留一条裤, 其余剥得浅浅静静, 道, 与我吊起来拿了袖剪道, 而这贱人还是招不招。 红花道, 而何不一刀杀的我性命, 何苦如此害人。 而要我性命是有的, 要我招是万万不能。 秦师道, 而这贱人, 还敢如此吃硬来伤我魔, 举起袖剪就剪, 剪被红花满身是血, 心如油尖, 痛不可当, 只是哭叫小姐来救不体。 且说这些丫头使女道, 红花被秋菊骗去, 少奶奶关了门打, 看来要打死样子。 我们只说是李大娘果然来与少奶奶相打, 随了去看, 那只是要骗红花去拷问李荣春之事。 如今招也是死, 不招也是死, 有谁去救她? 这些丫头正说时被花云听现, 吃了一惊道, 秦师啊, 而这苍根, 打别人不管我是, 打红花却使不得, 而打了她, 我心上却痛起来。 我如今去报与小姐晓得, 叫她来救变了。 遂走到小姐楼下大声叫道, 小姐, 不好了, 快些去救红花, 那花塞金正在想道, 红花去取午饭为何此时尚不取来? 这见人有些作怪了。 正在想时, 呼听现花云在楼下喊叫, 花塞金道, 何事如此叫喊, 花云将前事说了一遍, 花塞金道, 而先去, 我就来随即将门关好, 急急下楼而去。 且说秀琴丫头取了午饭上万箱楼与施碧霞吃, 一路口里说七到八说上楼来, 赛雕缠道, 秀琴, 耳说什么? 秀琴将红花被打之事说了一遍, 被施碧霞听现了想道, 是皆为我而起, 李大爷被烧, 红花被打皆是为我, 我岂可不去救他? 叫声, 秀琴, 耳带我到陈湘阁去秀琴道, 这个我不敢施碧霞道, 料耳也不敢去赛雕缠线施碧霞要去, 一时大惊道, 无耳的是, 耳不要去一边说一边用手将施碧霞衣服牵住不放, 施碧霞道, 放手将手一推推到赛雕缠, 竟自下楼来要到陈湘阁, 确认不得路, 正在待望, 却好那边来了一人, 不知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花府中姑嫂大闹秀楼上闺女蒙交话说施碧霞要到陈湘阁去救红花, 因任不得路, 正在东张西望, 却好有一女子走来, 却好有一女子走来, 那女子就是花塞金, 施碧霞未曾会过, 所以不认得。 施碧霞道, 来的子子和人, 花塞金道, 奴家花塞金, 子子莫非施碧霞子子摩, 施碧霞道, 正是, 施敬了。 奴家道府以来尚未拜会过, 此处又不便行礼, 明日亲身到归湘阁寇献小姐。 花塞金道, 岂敢, 不知子子要到那里去, 施碧霞道, 要到陈湘阁。 不知小姐也要到那里去, 花塞金道, 也要到陈湘阁去碧霞道, 如此同去二人来到陈湘阁, 只献门是碧的, 只听的秦氏道, 耳招也不招, 那红花哀哀的哭道, 并无此事, 叫我招慎魔来。 尔寂要害死我, 何不将我一刀砍了起步前进。 又道, 小姐, 丫头在此受苦, 小姐尔那里小的前来救我。 恐今生今世再不能献小姐的面了。 秦氏道, 尔在此叫, 就叫到死也无用的 那花塞金在外面听了心中大怒, 将门乱打道, 秦氏休得无礼, 不要眼中太无人那师陛霞线门打不开, 上前叫道, 小姐闪开歇, 带奴家来支一脚将门踢开。 花塞金一线红花满身是血, 两肋汪汪, 乃叫道, 红花, 耳好苦哀, 耳好苦哀红花道, 小姐快快开恩就丫头一命施陛霞上前将红花放下。 那秦氏将施陛霞一把扯住道, 耳这长根敢放他磨。 无我的令, 虽少爷亦不敢善放, 耳这贱人好大的胆, 就放了磨。 师陛霞道, 秦氏休得无礼一把将头发抓住, 一脚将秦氏半倒在地, 将身骑住, 抡拳就打, 不管上下一位乱打, 只伤命之处不打, 其余便身打完了道, 我将耳这不嫌之父活活打死那花塞金心中恨, 问他不过, 也上前乱打道, 耳这不良之父, 为何只管来寻我生事? 红花呆耳也不错, 为何将他打得如此光景? 耳是铁打心肠, 将他剪得一身血淋淋, 我也将耳来剪, 看耳疼也不疼, 骂一声打一下。 师陛霞道, 我也打耳不得许多教道, 小姐, 耳打了我再来打那秦氏疼不可言, 教道, 我于耳是姑嫂, 耳打不得花塞金道, 到今日尚有甚姑嫂之情, 秦氏道, 耳门这些丫头, 还不去请少爷来救我。 秋菊领命连忙去请少爷, 师陛霞将衣服与红花穿了, 红花道, 小姐莫非就是师陛霞小姐魔? 师陛霞道, 正是红花道, 今日若不是小姐来救, 我命必修, 真是恩同天地, 何以为报师陛霞道, 真正受苦了花塞金道, 红花, 耳赶是被鬼迷了, 为何走到此来? 红花将秋菊骗来之事说了一遍, 花塞金叫道, 秦氏, 耳这贱人莫法我, 却骗我的丫头来打说完又打。 秦氏被打疼极了, 指的说道, 姑娘难道姑嫂之情一些也无, 当真要打死我魔, 花塞金道, 耳还敢说魔。 耳若有姑嫂之情岂是将我的丫头如此处置魔? 自古打狗也须念住主人, 耳打他就是打我一样, 我今要报仇了。 说完又打, 道, 红花, 耳先回去红花领命去了。 却说花子能闻报急急走来, 一见诗碧霞问道, 耳在此则慎。 他姑嫂香打鱼耳合肝, 还不出去。 诗碧霞道, 我在此耳变怎么, 花子能是被诗碧霞打过几次, 晓得她的厉害, 又且坍塌生的美貌, 道有些怕她, 道, 在此, 在此, 耳在此变了又道, 妹子, 耳向来是知书十里的人, 近来为何如此撒野? 前日拿剑要杀我, 亏我走得快, 不然性命岂不送在耳手里? 前日打耳扫扫, 说是无端寻耳生事, 今日却是为何? 花塞金道, 都是耳门来欺我, 今日无事又来打我的红花。 自古道, 竟使己主, 如此欺我主必, 从今凶嫂知情不必提起。 花子能道, 说什么话? 自古道, 长兄为父, 长嫂为母, 打嫂嫂字有罪的, 放了起来, 有话好好说来, 不必如此。 花塞金道, 有罪我也不怕, 那陛侠道, 小姐, 如今也好了, 且起来, 有话说个明白花塞金 只得力气。 秦氏才能爬得起来, 将头发缠好, 指定花塞金道, 而这贱人, 好打花子能假作不知道, 到底为助何事如此相打? 秦氏想道, 而雀阳未不知, 道教我作歹人遂不开口, 花子能献秦氏不作声, 隧道, 妹子, 还是耳说得好花塞金 将前世说了一遍, 道, 打住红花犹如打我一样, 耳门到底是怎么? 吴氏常要起风波来欺负助我, 我不如鱼耳拼了命吧。 花子能道, 说那里话来, 我不好看在嫂嫂面上, 嫂嫂不好看在我面上, 哥嫂都不好看在父母面上, 万事就丢开了。 少奶奶, 而也不要多事, 如此的热天打得一身的汗作肾。 秦氏道, 我前世修不到金氏受苦, 被他打得如此模样, 如今是冤仇皆得屡深了花子能道, 不必如此, 自己姑娘皆甚仇怨。 万事住在我面上罢了。 施陛霞, 耳劝小姐回去。 施小姐顺势劝花塞金出去, 花塞金道, 我只有一个红花服侍我, 今日打得他这般光景, 秦氏啊秦氏, 亏尔下得这样毒手, 是肾心肠。 今日拼命于尔打死了罢, 免得终日怀恨难消。 走上前一把扭住胸前道, 童尔死了罢秦氏道, 尔,尔,尔又来打了两手乱遮, 防他打来, 花子能上前叫声, 贤魅, 如今打得他也打好够了, 放了手吧。 若说红花打坏, 我去请医生来调理, 明日请一般细子于尔赔罪。 又叫, 施陛霞劝小姐回去。 施陛霞劝道, 小姐不必动怒, 且回楼上去, 有话明日再说吧。 把扶了花塞金出去。 那秦氏只是哭, 花子能装了一个笑脸道, 少奶奶, 看在我面上不要气坏了秦氏道, 我好好快活人, 一年四季无事, 闲是闲非, 都是尔来害我受此苦楚。 花子能道, 不必气苦, 有日拿住李荣春, 自然与尔抱此冤仇又道, 丫头, 与少奶奶书喜换去衣服又叫道, 少奶奶, 我且下去暂些再来陪尔吃酒说完了下格而去。 秦氏书喜明白换了衣服, 想道, 可恨这贱人, 如此行凶, 我必要处此贱人, 若不处此贱人, 有何面目做少奶奶, 也算不得我的手段。 这叫做君子能吃眼前亏, 若不报仇网为人且不说秦氏怀恨要报仇, 且说花子能怒冲冲地来到书房, 将此情说与曹天雄晓得。 曹天雄道, 依小可看起来, 李荣春逃走并非红花放走的花子能道, 何以得见? 曹天雄道, 那红花与李荣春并不认得, 况且李荣春日里被拿叶里被走, 能有多久, 就移到红花身上。 且又小小丫头怎么有此胆量做得此事来? 就是小姐乃之书达理的千金之体, 岂肯容纵丫头做此事莫。 又间两次上楼搜查并无踪迹, 魁琴论理与红花合肝。 少爷, 这叫做烦恼不寻人, 人自去寻烦恼, 从今不必苦追求, 免得兄妹不和好。 花子能想到, 如此说不干红花的事了, 将她打得如此, 必须请各医生与她调制乃教道, 花云, 而去请各医生来与红花调制花云领命去请医生, 这且慢题。 再说花小姐与施小姐来到楼上, 重新献礼坐下, 红花道, 二位小姐在上, 待丫头叩谢救命之恩施小姐道, 不必如此连忙扶起。 红花道, 不知二位小姐如何晓得丫头有男前来搭救, 花塞金道, 我在房内等尔不来, 正在烦恼, 多亏了花云前来通报, 我一闻此言心中火发, 及时下去要来看尔, 却好御助施小姐, 一同来救尔施必侠道, 红花姐, 那李荣春可是尔放的魔, 红花想道, 逢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答道, 丫头并无此事。 施必侠道, 但说何妨, 我也是受李大爷的恩, 巴布的友人救了他才好, 我起来害尔, 红花道, 丫头时是不知花塞金碎接口道, 我也要问施小姐, 既李大爷周济于尔, 尔为何又被我哥哥接来设下, 施小姐道, 我父名换中达, 镇守商海关总兵, 因吴前孝敬府上太师, 太师脚指, 道我妇客捡军粮, 将我父亲杀了, 又将家私超莫。 母子三人无依无靠, 苦楚难言, 要到宁波姑丈家去, 谁知道此母亲病亡, 哥哥又病得不知人事, 莫奈只得卖身。 蒙里大爷周济, 那时我也不知或因, 老道说错了话, 只说有主顾, 我那里晓得其中之事。 即道府之后, 才晓得令兄的主线 要谋我为妾, 我是愿未必不愿为妾。 我道府为酒即闻小姐贤明, 与令兄天差地远, 我要来拜献又恐献绝, 所以不敢惊动花塞金道, 岂敢, 男的小姐结形无亏, 时未可敬, 恨相献晚。 未知令兄的贵样如何? 师碧侠道, 自从别时奄奄一息, 不知近来如何, 今要求小姐救我花塞金道, 慢慢想个计策出去, 便了心中暗想道, 可怪哥哥如此纵横, 恶名传遍扬州, 他父又死在我父之手, 将来要抱起仇来如何是好? 也罢, 必须如此如此才免此患。 乃道, 红花, 耳趣吩咐备酒, 不可又被秋菊骗去红花道, 晓得师必侠道, 小姐, 红花为人果然伶俐, 小姐必然另眼看他花塞金道, 不是他为人聪明之心贴意, 我焉肯容他做此事。 师碧侠问道, 何事, 花塞金岁将李大爷之事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师碧侠道, 难得他知恩报恩, 只是可惜断了卢家往来那红花 已将酒席牌上, 二位小姐对面而坐, 红花道, 少爷请了医生来与丫头调制花塞金道, 而要与他看已不与他看, 红花道, 修仁达达与他看则慎。 江商处去对肃医生说, 问他取完药, 叫他开了药方, 只需三五日就好了。 花塞金道, 这也使得二人吃了一回酒, 花塞金呼现师小姐两眼流泪, 便问道, 小姐为何流泪? 师碧侠道, 只为哥哥病重, 举目无亲, 不知吉凶如何, 故此伤心花塞金道, 我倒忘了, 那晚李大爷与红花说五十两银一口棺木成炼夫人, 又请医生去看师大爷的病, 可有这句话谋, 红花道, 丫头不知花塞金道, 不妨, 我已将前世与师小姐说明了红花道, 既是小姐说明, 我也不敢相瞒, 果有此话师碧侠道, 虽然如此, 不知他家人可肯用心办是否, 红花道, 这也不难, 待我吩咐花云道玉珍观看个明白, 便了花塞金道, 奴家有句话要说, 不知小姐可肯依从谋, 师碧侠道, 小姐有话请说, 奴家无所不依花塞金道, 奴家亦语与小姐接拜位姊妹, 为之遵义如何, 师碧侠道, 这个不敢, 小姐乃千金贵体, 奴家何等之人, 焉敢与小姐接拜, 花塞金道, 说那里话来, 军是官家之女, 这有何妨师必侠道, 这个差得远呢, 奴妇不过一总兵, 小姐令尊乃荡朝首相, 尊卑有别, 贵贱有分, 这段男从命花塞金道, 何必客套, 彼此拒吃皇上的俸禄, 有何尊卑之别, 敢示小姐气贤我魔, 师碧侠道, 岂敢, 只是乌鸦不入凤凰群, 也机难接金奉有花塞金道, 不必须套, 今日定要接拜红花也来相劝, 师碧侠暗想道, 若与他结拜, 将来如何报仇, 也罢, 到那时自有道理, 便道, 既蒙不弃, 敢不从命花塞金线他啃了, 心中大喜, 对红花说道, 此时要办生礼量也不及了, 快排香岸起来红花文言, 岁江相安排了, 二人对天接拜, 各通了相关姓名年纪, 师小姐大花塞金一岁, 叫花小姐妹妹, 花小姐小师陛霞一岁, 叫师小姐子子, 二人接拜为姊妹, 一发相爱, 重新入席饮酒, 花塞金道, 子子如今只在我房中同住, 等候令兄病权一同回去, 路费都在我身上师碧霞道, 多谢妹妹却说赛貂禅献师碧霞去后, 急插秀琴去打听, 秀琴打听的明明白白即来回报, 赛貂禅文说住了一惊, 道, 不好了连忙网报与花子能知道, 花子能一听此言, 气得拍桌乱跳, 大骂赛貂禅, 而这件人, 我将师碧霞交于尔, 尔为何被他走了? 如今若有师碧霞来教我便罢, 如若不然教尔性命难保, 赛貂禅道, 少爷不必发怒, 带我去叫他来就是话说完, 急急来到花塞金楼上, 连忙双膝跪下道, 二位小姐救命师碧霞问道, 何事如此慌张? 赛貂禅道, 少爷请师小姐回楼去, 若是不去时便要杀我, 望师小姐回去救我一命, 师碧霞道, 我已与花小姐接拜子妹, 不回去了, 尔自去罢赛貂禅道, 小姐呀, 望尔好心救我一命, 圣造七层宝塔师碧霞道, 不必多言, 如今要我再到万香楼, 除非红日溪出, 水向上流, 我方再到万香楼去赛貂禅道, 小姐呀, 望尔可怜我一命, 为尔而起, 必要回楼去, 一去了再来就不干我试了师碧霞道, 胡说, 我主义已定, 不必多言, 若再在此惹咽, 教尔性命难保花赛金道, 红花, 取宝剑来红花应生晓得, 及时将壁上所挂的剑取下, 双手成羽花小姐, 花赛金将剑接在手中说道, 尔这剑人还是去不去, 赛貂禅下得魂不附体道, 小姐饶命哀花赛金道, 谁叫尔多言惹咽赛貂禅道, 是, 再不敢多言了爬起急急走下楼来, 又不敢去献花子能说师碧霞不来, 心中想道, 如今怎么好, 想了一回道, 也罢, 去求少奶奶, 求他带我向少爷面前说个人情想定主意, 遂急急奔道陈湘阁要求少奶奶, 不知秦氏肯为他求情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向府中恶父求情玉珍观英雄病玉化说赛貂蝉走到陈湘阁, 跪在秦氏面前指示磕头道, 少奶奶救命哀秦氏正在气闷, 呼陷赛貂蝉跪住磕头, 口口声声指教救命, 道爵好笑道, 为何如此, 赛貂蝉将前世说了一遍, 道, 如今少爷要取我的性命, 望少奶奶与少爷说一声求情救我一命, 感恩不经秦氏道, 而将师碧霞放来打我, 如今被他走了去, 又来求我责慎, 赛貂蝉道, 少奶奶, 总是我不是, 求少奶奶开恩救我一救, 圣烧万柱乡秦氏道, 而如今也认得我了。 古人说得好, 造立门前过, 留他吃杯茶, 虽说无路用, 也是冷热债。 自从去年初秋尔到我家, 尔就做事装腔迷住少爷, 少爷被尔迷昏了, 竟将我歌企放在一边, 我也不作声, 情愿沽眠独眠独睡。 我不是帕尔不敢于尔争锋, 唯恐被人闻之大小争锋, 说笑起来。 况且三十一人单单爱我一个, 难道这点小侍尔就说不来, 何必来求我? 赛貂蝉道, 少奶奶呀,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了秦氏道, 不相干, 这个人情我说不来, 而自己去说赛貂蝉只是磕头求救。 只见秀琴走来道, 七奶奶, 少爷气得了不得, 叫我来寻尔去说话, 尔如今快些同我去赛貂蝉道, 尔先去, 我就来又道, 少奶奶需要救我一命喝秦氏道, 自今以后可认得我了, 赛貂蝉道, 以后再不敢了。 秦氏道, 而且在此, 我先去说看, 有来叫尔尔才可去又道, 春梅, 秋菊, 尔门随我来岁下了阁来到万香楼。 花子能献了力起身来道, 少奶奶来了秦氏道, 少爷请坐。 这两日天气甚热, 就是民间夫妇也要分床另睡, 少爷也该分床。 花子能道, 我是再也分不来的, 夜夜空不得的秦氏道, 虽然少爷精神充足, 也要虚应宝体, 一人烟能荡的三十二人。 花子能道, 那有三十二个。 秦氏道, 师碧霞难道算不得数? 花子能道, 不要说起他了, 他是算不得数的秦氏说, 如此言三十一人之中, 那个最终少爷的义, 花子能道, 只有第七房赛貂蝉, 他的内才外才真为第一秦氏道, 比我何如, 那秋菊口快, 便接口道, 少奶奶, 若说七奶奶的内才比少奶奶好得多呢, 他也能写字, 也能刺秀, 也能作诗秦氏道, 贱人, 谁要耳多嘴秀秦道, 秋菊姐, 耳说错了, 那个内才不是这个内才秦氏道, 耳也来多嘴, 要讨打磨, 春梅将眼一丢, 将手一招, 二人随他下楼道, 春梅子叫我们作甚, 春梅道, 耳门好不知事物, 他说起房里的事, 我们就该走开才是, 还要多嘴多舌, 我听了好不替你捏一把汗秋菊道, 什么内才, 耳说与我听春梅道, 耳来我说与耳听三人去说丝孤不体, 且说秦氏道, 少爷, 既是赛貂蝉中耳的义, 自然百无过失花字能道, 虽无过失, 却有一错秦氏道, 什么错, 花字能道, 就是放师陛侠下楼去与赛金皆拜, 我恨他此一错秦氏道, 那师陛侠性强力大, 少爷尔尚且被他打倒了三次, 何况他一个女人, 烟能留得他住, 花字能道, 不是如此说, 他是有心放走的, 我必要他还我施陛侠来财罢秦氏道, 不是我埋怨尔, 说施陛侠的容貌也不为其, 一进门就欺住少爷, 看此事事是不能与少爷成亲的, 而也不必去想他了, 比如他不到我扬州来, 难道而走到山西去抢他不成, 就是这件事是要两相情愿的, 才有情有趣, 如水似于, 若有一个不愿就无去了, 比如我与少爷成亲之后, 蒙少爷献爱我也不敢推辞, 格外讨好少爷尚不重义, 还要娶这许多小妾, 连我合凑在内共成一盘象棋, 随耳下注盒子, 何故必定要他, 花子能道, 难道不成罢了, 秦师道, 若必不肯饶他, 这也容易, 他又未出去, 慢慢屠他必然到手, 饶了赛貂蝉罢, 花子能道, 寄少奶奶讲情, 饶他罢了秦师道, 果然少爷大量, 秀琴, 秋菊, 春梅, 叫了两声不限一个, 道, 这些贱人那里去了, 又大叫两声, 那春梅等围住思奖内才, 正在说的高兴, 呼听秦师呼叫, 三人连忙走上楼来, 秦师道, 去叫七奶奶来秋菊领命, 去叫了赛貂蝉来, 跪住只是磕头, 秦师道, 施毕霞走下楼去, 虽然是他强悍自走下去, 到底是尔管束不言之罪, 我如今于尔说了情, 少爷宽宏大度不来罪尔, 快快与少爷多颗鸡各想头, 少爷今夜要尔仰面尔就仰面, 要尔腹背尔就腹背, 要尔横道尔就横倒, 要尔直竖尔就直竖, 须比网页要留心讨少爷的欢喜, 赛貂蝉答道, 晓得, 叩谢少爷, 少奶奶赛貂蝉此时才放了心, 只见丫头抱上楼来道, 曹教师请少爷说话花字能道, 少奶奶, 我师陪了秦师道, 少爷请便花字能下楼去与曹教师说话不表, 且说红花要叫花云去看师必险病症如何, 心中暗想道, 倘若花云要与我罗皮如何是好, 前夜因要救李大爷所以骗他, 如今若现他面, 花云必不肯干修尔, 想一想道, 有了, 我只说被打得变身重伤, 等待一好再来变了道, 云哥呀, 而虽有恩情在我身上, 只是此事断然苟且不得, 将来另外的江戊剑鲍尔恩情罢岁等二位小姐吃完夜饭, 将碗盘搬入厨房, 四处一看并不现花云, 莫奈何只得回房, 谁知身上发寒发热痛疼难荡, 因吃了药, 药性发作觉得一发疼痛, 起先还可以服得道, 此刻药性发作时是难荡, 一夜疼到天明, 四日不能起床, 花塞金献了心中又不愿, 又走去与花子能大闹起来道, 红花被耳门打得如此模样, 命在旦夕, 快些请医生来看病调治, 如若他死了还要尔来赔命花子能诺诺连声说, 我就去请医生来遍了, 如若果然死了, 我做哥哥的赔命就是即刻差家人去请医生, 花塞金献恨恨地骂回楼去, 那花子能不知怎样, 自从与花塞金赌气输赢砍头之后陷了就怕, 所以花塞金说的话无所不一, 且说非天夜叉失避险病在玉珍观奄奄一息, 多亏李荣春差家人请医调治, 自古道要医不死病, 不消极日病就渐渐好了, 师必显食量最大, 日食豆米, 每日与道人讨食, 道晚只是吃不饱, 也不想母亲妹子那里去了, 只是要食。 那日病已痊愈, 正在吃饭, 忽然想起母亲妹子为何不羡了, 难道回去不成? 又想道, 非也, 母亲前途中得病, 到此卧床不起, 怎么能得回去? 再没有他回去将我一个病人丢在此之里, 必无事事, 只是他们那里去了, 带我叫道人来问便知明白。 遂叫道, 道人快些来道人听献叫换连忙走进道, 大爷, 饭是莫有了师必显道, 不是要饭, 我问儿, 我的母亲, 妹子都那里去了, 道人想道, 我原恐他病好了要问我讨人, 如今怎么好, 那师必显现道人沉吟不语, 问说, 道人为何不说? 道人说, 小道不知师必显现道人说不知, 心中大怒, 走上前一把将道人胸前扯住道, 而这贼道人, 我母亲妹子都在耳观中, 怎说不知, 莫菲尔害死了魔, 道人被他扯住一时忙了, 道, 师大爷放手, 小道怎敢害死, 有个缘故师必显放了首道, 而说来, 是甚魔缘故, 道人说, 师大爷呀, 皆因老夫人身故师必显道, 我母亲死了魔, 即使死的, 为何尔也不与我说一声? 道人说, 大爷, 尔病得人是不知, 叫小道怎么与尔说, 就说尔也不知的, 师必显道, 这也罢了, 只是我的妹子那里去了, 道人说, 因为老夫人死了, 莫有棺木成练, 所以卖身, 幸亏得此处有个人人君子姓李明方自荣春, 他不忍小姐卖身, 铸银五十两, 棺木一口, 又请医生与大爷调礼, 大爷尔才得病好, 师必显道, 如此甚好, 何故我妹子又不羡呢? 道人说道, 因被此处有个姓花名红字紫能, 绰号靖阶王, 被他看现将小姐抢去了师必显大怒道, 他抢去做肾魔, 道人说, 无非抢去做小妾师必显文言大骂道,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而敢如此大胆, 将俺妹子抢去做小妾魔, 而这道人为何不对他说是我的妹子? 道人说, 小道才说得一句使不得, 他就拳头脚尖乱打乱踢, 还要送到江都县去打家, 小道再三求了才罢, 怎么敌得他过? 师必显道, 我且问耳, 我母亲的灵位放在那里, 道人说, 在后房, 我同大爷去看师必显随同道人走到后房, 一线灵位双膝跪下, 放声大哭道, 我的母亲呢, 母子三人自从离了故土要往宁波姑丈家中, 谁知行至此地母子双双同病, 不料母亲竟丢了孩儿归天而去, 为儿的不能送终真是不孝, 可怜也无人奉饭烧纸, 道人说, 这都是小道早晚留心侍奉师必显道, 男的耳如此好心, 我自当报耳的恩。 道人说, 不敢, 些许小事何须言报师必显道, 我且问耳, 那花子能家住在那里? 我要去讨我的妹子。 道人想道, 这个凶煞神莽撞之极, 若说与他晓得, 唐生出事来岂不又连累到我身上来, 道是我说的, 遂说道, 师大爷, 耳身体才好不要去动怒, 等后再过两日身体勇撞方才可去师必显道, 这个不要耳费心, 耳只说那花子能住在那里道人说, 这个我却不知师必显现道人不肯说, 大声叫道, 耳不说难道我就罢了不成, 带我自去问。 碎江掌衣服脱了穿剑短衫, 装束停荡, 拿一对四百斤重生铜打旧的金爪锤走出县门, 一路乱喊道,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我来鱼尔算账也不知要游那条路去, 只是乱走乱叫, 街路上这些男父老幼陷了下的魂不附体, 个个道, 不好了, 魁星刚出现了, 快些走吧这些人陷了师必显就走, 因师必显生的奇形怪状, 青面獠牙, 头大如痘, 发如朱砂, 身高丈二, 生如铜钟, 所以这些人陷了个个害怕, 那师必显东奔西跑, 也不知花子能夹在那里, 只是奔走, 走得肚中饥饿, 四处一看并无可吃的雾, 正在停望, 呼现转弯来了一人挑住一旦纵来, 师必显道, 好了, 有点心来了非不走上前叫道, 卖纵的快快挑来我吃那卖纵的挑住单低了头的走, 呼听的这一声犹如雷响, 吃了一惊, 抬头一看到, 不好了, 奎兴刚出现了回转身就走, 师必显赶上一步扯住了单道, 而走往那里去, 那卖纵的被他扯住的了不得脱身, 惊得满身发战, 师必显道, 耳为何如此的抖, 卖纵的道, 我怕耳的面师必显道, 呆子, 我是个人, 耳也是个人, 何必害怕, 卖纵的道, 耳是个神就该住庙里, 为何出来怕人, 师必显道, 狗奴才, 我是凡人卖纵的道, 耳该死了, 既是犯人就该在监牢内做师必显不等他说完, 一个巴掌将卖纵的一掌打去就跌倒在地, 方说道, 我是与耳的一样之人, 那卖纵被这一掌打得头昏眼花, 停了一回才爬得起来道, 耳既是个人, 为何如此凶恶, 炫必显道, 我不晓得什么凶恶, 从小就是如此, 我且问耳, 耳这纵可要卖魔, 卖纵的道, 是要卖的, 不卖我打出来做什么, 师必显道, 既是要卖, 拿来与我吃卖纵的道, 拿钱来买, 师必显道, 吃了自然有钱与耳卖纵的道, 只得将纵一边拨与他, 他一边接来吃, 一连吃了一百余个, 将一旦的纵吃得前前静静, 卖纵的暗暗吃惊道, 怎么如此大吃, 现他吃完了道, 拿钱来师必显道, 该多少钱, 卖纵的道, 一个纵三个钱, 而共吃一百十三个纵, 供该钱三百三十九文, 师必显将手去身边一摸, 并无一文, 方道, 卖纵的, 今日我无带钱在身上, 明日来拿罢卖纵的道, 而这人道说得好笑, 我又不认得耳, 叫我明日那里去寻耳套钱, 师必显道, 而明日道玉珍官来向我拿钱, 我如今要到花家去了, 说完大踏步如飞而去, 那卖纵的县师必显如飞地走去, 只是叫苦, 敢又不敢去敢, 晓得他是厉害的, 只一巴掌上当踏不起, 如若被他打一拳, 岂不白送了性命, 指自己认造化不是罢了, 挑起丹子自去了, 且说师必显吃了纵一直走, 心中想道, 不知花子能他住在那里, 我如此走来走去走到基石, 不如带我问一声, 举眼四处一看, 并无一人, 正在张望, 却好来了一人, 师必显就赶上前一把扯住道, 花子能的家从那里去, 那人被他一扯, 回头一看吃了一惊, 道, 忘息而去, 过了和和桥再问就是师必显放了手忘息而去, 而说那人因和不老实说叫他由东而行, 却叫他忘息而去, 因恨他莽撞又被他吃了一惊, 所以骗他稀去, 若师必显十里地走上前拱手叫声博书, 年轻的叫声兄弟, 借问一声花子能家那里去, 那人自然与他说在某处, 望那里去, 师必贤乃莽撞之人, 动不动扯住了人叫道, 花子能家望那里去, 也不称呼一声, 也不拱一拱手, 又生得奇怪的相貌, 那人怕也怕坏了, 那里还肯对他识说, 不知师必显能到花家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托必显大闹花府曹天雄已归黄泉话说, 师必显被那人骗了忘息而走, 走到和和桥, 谁知有两个人坐在和和桥石栏杆上说闲话, 而说此两人是谁, 一个姓王明玉, 一个姓李明秀, 这二人在此谈论花子能与李荣春的事, 说得高兴, 呼见师必显走上桥来大声一叫道,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我今病好已来了, 耳门快快好将我妹子送出来海我魔。 那王玉, 李秀吃了一惊, 叫声不好了, 一个各道栽葱跌下桥去, 二人不识水性都淹死在水里。 师必显现二人跌下桥去也不去看, 只是一直走落桥下, 又现来了一人, 师必显又上前问道, 花子能家在那里, 那人胆子还大, 老实对他说, 汉子尔走错了, 不是这条路, 尔回转身望东走去再问师必显道, 走错了路魔, 回身又走。 那人道, 慢些走, 我且问尔, 尔问花家则慎。 师必显道, 我的妹子被他抢去, 我要去向他讨妹子回来。 那人也是要去黄石阶, 因有个妹子也是被花子能抢去, 怀恨在心无处深渊, 金线师必显生的奇形怪状, 又拿了一对大铜锤, 暗想道, 此人必是一个英雄, 死去花家必然有一场大闹, 带他去打个落花流水, 也出得我胸中之气便道, 我也要到黄石阶去, 尔既不识路径, 带我带尔去便了师必显道, 如此甚好那人又道, 只是尔要离我一丈远而行师必显道, 这却为何? 那人道, 尔有所不知, 我若与尔同走, 唐被花子能的家人看现说是我带尔到他家去的, 唐闹出事来岂不连累住我, 我所以要尔离我远些, 使他不知是我带尔去的, 师必显道, 怕他则慎, 那人道, 尔虽不怕他, 我却怕他师必显道, 既然如此尔先走, 我离远些便了那人遂向前先走, 师必显现他走有时机不了, 然后才行, 到底是莽撞之人, 一边走一边大叫道, 花子能, 尔这狗男女, 敢抢我的妹子魔, 我来鱼尔算数了, 这些闲人献了个个闪开道, 这个人如此凶恶, 要到花家去讨妹子, 必然不是好说话的, 绝要相打, 我们都闲在此, 何不随了他去看看也好众人俱道, 不错, 大家去看看个人一起随了去, 且说花吉, 花祥二人在街上打听李荣春消息, 呼现师必显一路大叫道, 花子能, 我来讨妹子了那花吉, 花祥献了吓得魂不附体, 急忙走回家中道, 管门伯伯, 快快闭了大门管门的道, 何是如此大惊小怪, 花吉, 花祥道, 耳快歇江门闭了, 我方与耳说管门的果然江门关好, 问道, 到底魏祝和事如此慌张, 花吉道, 就是师必侠的哥哥, 拿了一对铜锤一路喊叫而来, 要讨妹子, 耳今看好大门我去饼与少爷知道及时走进里面, 将所有门户都关好了, 一路喊叫道, 少爷那里去了, 大头青面鬼来了, 这些家人小使围上前来问道, 为何如此大惊小怪乱叫乱喊, 花吉道, 师必侠的哥哥好不怕人, 长又长大又大, 青面撩牙, 红头发, 手拿一对铜锤如米豆一般大, 要来讨妹子众人道, 不好了, 快快报与少爷知道不说众人去报花子能, 且说师必侠随了那人来到黄石街, 那人在转弯之处停步指道, 而自己去, 那大墙门便是花家说完, 忙走开去闪在一边偷看。 那师必侠转了弯线各大墙门, 又有一对鞋杆, 料道, 笔士子见了走上前去将手中一对铜锤举起便打, 将大门犹如肋骨一般起来, 门却打不开。 而道为何门打不开? 那师必显的铜锤也有四百斤重, 为何门打不开? 因花家这大门甚是坚固, 外面有重铁板, 当中是砖, 后面又是木板, 所以任打不开。 师必显道,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而将牢门毙了, 我难道就不打进去磨, 举起双锤一味乱打。 这些闲人却围住观看, 有几个私下说道, 看此光景必要打死人的了有一个道, 不要多嘴, 花子能不是好惹的, 自古说得好, 宁作严道贼犯, 莫作人命干政, 不要管他闲适的好那中有个雅子, 他的妻子亦被花子能抢去, 隔两个月就不要了, 赶他出来。 雅子怀恨切齿, 念念不忘, 金线师必显打不进去, 他用手指那边门, 要师必显从边门打进, 也好与自己出出怨气。 师必显打不进去正在发恼, 呼现一个人用手指住边门, 心中就明白了, 道, 好啊, 带我来也遂将双锤拿在一手将边门乱打, 不消击下就打开了。 师必显呵呵大笑道, 花子能, 我打进来了一直进去, 却不见一个人影。 师必显道, 而这狗男女, 走往那里去, 举起双锤将所有门护并这些物件乱打, 打得落花流水, 不留一件好的, 只打到内厅, 大声喊叫道, 花子能, 而这狗王八, 好好的将我妹子送出来便罢, 如若不然, 我要再打进去了, 那时娇尔一家都活不成说完, 举起双锤将听上所有物件都打得粉碎, 不留一件。 他听上这些物件前被李荣春打过了, 如金锁牌物件又是全新买来铺设的, 金又被师必显来打得不亦乐乎。 不说师必显在厅上乱打物件, 且说这些家人小使走抱花子能道, 少爷, 不好了, 师必侠的哥哥打上门来了这个说未完, 又有家人走来报道, 少爷快些出去, 若迟些要打进来了花子能道, 狗才, 何必如此害怕, 有我少爷在此, 大家跟我出去众人道, 我们性命要紧, 但不得他一锤花子能道, 狗才, 如此胆笑众人道, 少爷胆大自己出去花子能道, 谁敢不跟我出去, 我就先打死他众人莫奈何, 只得跟了他出去。 花子能走到平门大叫道, 那个敢如此无礼, 我花少爷来了, 江平门开了, 抬头一看, 吃了一惊, 叫声, 不好了江门一闭回身就走, 这些家人已先走了。 花子能道, 家人们, 快请曹教师来连教数声, 并不限一个家人, 只得自己走到花园乱叫道, 教师那里去了, 那曹天雄正在斗贺街舞棒闲耍, 呼现花子能一路叫喊而来, 曹天雄迎上前叫道, 少爷, 小可在此, 何故如此叫喊, 花子能道, 狮必侠的哥哥打上门来了, 打得听上犹如雪片的一般乱飞, 曹天雄道, 有如此是魔, 带我去会他一会。 遂拿一条奇美铁棒重二百八十斤走到平门, 花子能跟在后面, 吩咐家人架起柴草硫瓣燕消, 等候教师拿住了就放火烧死他。 那师避险正在叫骂道,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而不出来我要打进去了。 举起双锤又打, 呼现平门一开走出一个人来, 大喊道, 青面鬼羞的无礼, 我生铁罗汉曹天雄在此师避险道, 而叫花子能害我妹子便罢, 如若不然, 俺师避险一对铜锤要吃人头脑曹天雄道, 师避险, 而快些回去便罢, 如若不然, 我这铁棒也要吃人皮肉师避险道, 而这狗男女有甚本事, 敢说大话, 举起双锤就打, 曹天雄将棒一架道, 果然好厉害回首一棒打了。 二人正在听上一往一来, 一上一下, 打有二三十盒, 花子能在平门道, 打倒这贼, 拿来活活烧死师避险听了大怒, 狠狠一锤道, 照打曹天雄此时气力已尽, 如何荡得这一锤, 要隔隔不住, 要闪闪不及, 只叫声不好了, 望后便道, 师避险上前再一锤, 打得脑浆蹦出死在地下, 一魂回家托梦与天极要来报仇。 那师避险道,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快送俺的妹子出来, 如若不然俺也是照这样一锤, 那花子能献曹教师被他打死, 惊得魂不附体, 忙将门闭了回身就走, 喊道, 家人们快去看守门户, 不要被他打进来如今莫有教师了, 只好来与秦氏说之此事, 道, 如今怎么好, 秦氏道, 曹教师尚且被他打死, 还有何人是他对手? 吓得我心惊胆跳, 满身发抖, 叫我如何有主意, 花子能道, 就是如此说, 我所以来与尔记亦有甚法能得他出去。 秦氏道, 我想师避险又非天仙美女, 为了他一人受了无数的气, 又不肯与尔成亲, 又没奈他何, 不如还他去罢花子能道, 还他事莫要紧, 只是被人耻笑, 且又受他多少自辱, 就是如此还他实不甘愿, 一夜也不曾与他卧得, 怎么气得他过, 秦氏道, 如此说我也莫法支线压头报上阁道, 少爷不好了, 师避险打进平门, 如今打道第三听了花子能听说急得乱跳道, 如今怎么好, 秦氏道, 少爷, 尔即死也无用, 若不听我的话, 一家亦要被他打完, 花子能莫奈何, 道, 丫头, 尔去与小姐说, 道师避险来讨师避侠, 叫小姐放他回去, 我不要他了, 丫头道, 我不敢去, 他动不动就要杀人花子能道, 见人如此胆笑丫头道, 少爷胆大, 才被他要杀要打, 也只好滚下楼来花子能道, 见人, 而敢说我少爷的短魔, 丫头道, 我怎敢, 只是少爷大胆自己去说花子能道, 见人, 我差而去而不去, 还敢说七到八说我的不是处, 等我去说了才来打死耳, 这见人说完遂急急地走下阁来, 到花塞金楼上, 僵尸避险打上门要讨师避侠, 又将曹天雄被施避险打死, 如今打到第三厅了, 望妹子与施避侠说之, 教他出去劝他哥哥不要打进来, 花塞金听了微微含笑道, 哥哥, 这不干我事, 而不现了李荣春也来寻我, 如今施避险打上门来打死教师又来寻, 我是个女流之辈, 只晓得吃饭穿衣做些真指, 这些贤是贤非我是不管的花子能道, 我的贤惠妹子啊, 那施避险打死了曹天雄尚不肯歇, 还要打进来, 我所以来求妹子与施避侠说一声求他出去, 我不要他了, 花塞金道, 何不也将他拿来与李荣春一般放火烧死, 花子能道, 曹教师也被他打死, 怎么拿得他住, 花塞金道, 尔门男子汉尚且拿他不住, 难道叫我出去拿他不成, 花子能道, 不是叫尔出去拿他, 我如今情愿还了施避侠, 叫他出去与他哥哥说不要打了, 叫他兄妹双双回去遍了花塞金道, 好, 这我就去对他说花子能道, 尔与他接拜子妹, 尔去一说他必然听尔的花塞金道, 说我是去对他说, 只是打死曹天雄, 尔要追究也不追究, 花子能道, 这个且哥一边花塞金道, 若如此说我也不管支线丫头又在楼下大叫道, 少爷不好了, 师避险又打道西听去了花子能道, 不好了, 定要被他打完了碎叫道, 妹子, 尔去救我一救花塞金道, 若打死曹天雄尔不追究, 此事包在我身上, 海尔太平无事花子能道, 如今不追究就是了花塞金道, 口说无凭, 虚尔立下是来花子能道, 这个容易对天跪下道, 我花子能若究凶身, 死无棺木起来说道, 如今妹子可放心了, 花塞金道, 谁叫尔弄出这事来, 花子能道, 原是我不好, 望尔周全此事花塞金道, 而且在此, 我进去说那师陛霞早已听得明明白白, 几乎肚长笑断, 呼闻花塞金呼唤, 忙上前说道, 贤妹叫我何事, 花塞金道, 只为我哥哥多多得罪子子, 如今令兄打上门来, 将曹天雄打死, 什么家伙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望子子去劝一声, 兄妹好童回家师陛霞道, 何不也拿来烧死岂不是好, 花塞金道, 这些话也不必再说了, 使我心中不安师陛霞道, 我一到此地我是不想回去, 多亏得花少爷收敛我母, 我是花家的人了, 还有什么回去的日子, 只听见小屎又在楼下大叫道, 少爷, 快些叫师小姐出去, 师碧险又打到东厅去了, 她要放火烧污了花子能听现吃这一惊不小, 慌忙哀求妹子, 不知果能退的师碧险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女结盟赠金为别 竟接王聘师报仇话说花子能听现师碧险要放火烧污, 惊得魂不附体, 连忙又求花赛金周全, 花赛金又道, 子子, 如今是极了, 望子子看我面上去劝令兄一声, 叫他不必如此, 自然送子子回去师碧险道, 贤魏, 我那哥哥与令兄一般样的姓子, 如何劝得? 少爷的势头甚大, 何不往衙门去讨官兵来拿他? 花赛金道, 子子, 此乃曹天雄不好, 不干令兄之事, 我方才已与哥哥说过了, 我哥立下重视不来追究, 望子子快些出去。 若迟了些, 令兄当真放起火来如何是好? 花子能道, 师小姐, 而是我前世的祖奶奶, 如今求尔救我此男师必侠道, 此时自然不追究, 只怕我劝住了哥哥尔又要来起风波了花子能道, 我已立下重视了, 还要怎样? 师碧险道, 不相干, 口说无凭, 而要亲写一片状, 说曹天雄是花子能自己打死, 与师碧险, 师碧险二人无干花子能道, 要我写符状这也容易, 总是求尔先出去劝住令兄, 我这里就来写花赛金道, 子子, 符状包在我身上, 尔劝了令兄出去, 近来自有符状于尔, 若无时不要说令兄打, 就是子子尔也打个成双。 师碧险道, 如此说我且出去劝他花赛金叫丫头引路, 那丫头带了师小姐来到东厅道, 师小姐, 尔看打得如此模样那师碧险道, 花子能, 尔这狗男女, 尔不送俺小妹出来, 尔要打进来了师碧险走上前道, 哥哥, 小妹在此, 不要打了师碧险现了碧险出来, 哈哈大笑道, 妹子, 尔也有手段之人, 为甚就被他抢来, 师碧险道, 此时也不及细说, 且道玉珍观在与尔细细说明, 只是哥哥, 尔今将曹天雄打死, 其实不该如此莽撞, 师碧险道, 我为了尔而来此, 尔道来埋怨我, 是了, 敢是尔从了花子能那狗男女魔, 师碧险道, 哎哟, 哥哥, 尔说那里话来, 我是雾头虎穴难以跳出, 怎肯轻轻地便去从他, 幸亏得花塞金小姐贤德, 有情有礼, 为了我与他凶嫂不和, 他亦与衣兄嫂犹如冤家一般, 留我在他房里住, 与我结拜为姊妹, 花红虽然无礼, 看他妹子面上饶他罢了, 师碧险道, 虽然饶他, 只是太便宜他了, 只是妹子尔呢, 师碧险道, 我自然与哥哥一同回去师碧险道, 如此说快快同我回去师碧险道, 且慢, 哥哥且坐一坐, 我去就来师碧险道, 快些出来师碧险应声小的, 那丫头道, 小姐还要说声不可再打了师碧险道, 呆丫头, 如今不妨试了碧走回楼上将前情说与花塞金小得, 花塞金道, 多谢子子全了此事乃教道, 哥哥, 如今服装快些写来花子能道, 好妹子, 看我面上吐了霸花塞金道, 耳药连累我魔, 叫丫头去叫师大爷来再打, 花子能连忙道, 我写, 我写, 不必如此碧写了一张服装交语花塞金, 花塞金看了吉宋与师碧险, 师碧险看了藏入秀里, 说道, 贤卫, 不是我无情要去, 只是我哥哥在外等奴童回, 我若不去, 他又要打来, 莫奈何要别嫌魅了花塞金听了心中甚然难舍, 只得吩咐厨房备酒二桌, 一桌外面请师大爷, 一桌与师陛霞送行, 那花子能服装已写, 莫奈何, 只得下楼去了。 花塞金小姐开箱取了三百两银子, 又取了鸡套衣服并金银首饰打做个包袱道, 子子, 做小妹的有碎银鸡两并鸡件衣服首饰送予子子, 了表我一点敬意, 师碧险道, 多谢贤妹, 这个盛情却不敢领花塞金道, 子子若不孝纳, 教我怎么过意得去, 师碧霞道, 妹妹既如此说, 为子只得受了花塞金只是伤心, 两眼流泪不止, 叫道, 子子啊, 奴与尔相陷未及, 金又要分离, 从此一别天南地北, 要相限时除非我花塞金的魂魄来山西与子子相会罢师碧霞道, 贤妹为何出此不利之言, 而道花塞金为何出言不及, 因师碧霞此去不久, 花塞金就被秦氏用毒刀赐死, 所以出言不利以应后照, 花塞金又叫道, 子子啊, 我想人生自古谁无死, 死者乃人之所不免也, 今日不知明日是师碧霞听了心中甚是不悦, 说道, 妹妹为何说这不及之语, 使人不忍听闻, 为子听了此言甚是心酸又叫道, 贤妹呀, 而不必烦恼, 自古道人生何处不相逢, 不可伤心, 自己保重身体要紧, 我若未回乡自然再来看耳, 只是我还有一句话对耳说, 耳需谨记在心, 那秦氏乃不良之人, 前日之事他必怀恨在心, 耳需防他暗算, 花塞金道, 多谢子子如此关心远虑, 我自然要提防他的, 丫头们将酒席牌上, 花塞金道, 外面酒席可曾送去野味, 丫头道, 师大爷已吃浆完了花塞金道, 可去吩咐贝马一匹, 叫一鼎来伺候丫头领命去了, 二人对面坐下, 那花塞金只是心酸吃不得下, 师碧霞百般解劝, 劝道后来也陪他伤心, 道, 我道忘了红花姐碎起身说道, 妹妹我去看红花姐就来挤走到红花房中道, 红花姐, 耳身上可好些磨, 红花道, 多谢小姐, 只恐不能好了师碧霞道, 不妨, 只要慢慢将养自然就好, 只是我有一言托付耳红花道, 待丫头起来师碧霞道, 不必如此, 耳只管睡, 我与耳说, 如今我哥哥病已好了, 来接我回去, 我只是丢不下耳主币, 而小姐一切知事全杖耳照顾, 那秦是不是好人的, 他与耳小姐接了冤仇, 恐他暗算, 自古道明枪容易躲, 案件最难防, 需要刻刻留心才好, 红花道, 小姐金玉之言, 丫头刻刻在心, 如今小姐要到那里去, 师碧霞道, 我今要先到玉珍关, 随后或回山西或到宁波, 平大爷座主红花听了不忍分别, 道, 小姐此去不知即时再得相会师碧霞道, 我必须当歌机日, 等要去时再来看耳红花道, 小姐必要再来看看才好, 树丫头不能起来送了师碧霞道, 而不要起来, 我去了隧道花塞金房内, 二人说不尽分离的话, 正所谓世上万般愁苦事, 侮辱死别与生离, 只见丫头又抱上楼来道, 师大爷一桌酒吃完了又要再吃一桌, 如今吃完了说明日要再来吃, 将桌一推四脚朝天, 碗盘都打得粉碎, 大声喊叫嫂爷出去, 我去请少爷, 少爷道, 凭他教道死也是不出去的, 叫我来请师小姐出去, 若稍迟了些又要打进来了, 师碧霞道, 真乃莽撞汉, 贤妹, 为子就此拜别花塞金两眼流泪哭的师生, 答道, 不敢连忙答拜, 拜完又道, 我送子子下去二人下楼来道厅后, 师碧霞道, 贤妹不必远送, 请留跪步, 自古道送君千里, 终须一别, 快请回房待我好行, 花塞金莫奈何, 只得放手道, 子子若未回府, 定要再来看我师碧霞道, 这个自然, 贤妹请回爸花塞金道, 慢慢行师碧霞十步九回头, 难舍难分, 且说师碧显吃了两桌酒窑上然不饱, 等得不耐烦道, 为何此时尚不出来, 带我打进去, 只见妹子同一个丫头走出来, 那丫头道, 师大爷不要打了, 小姐在此, 交代明白师碧霞道, 有劳丫头姐, 而进去回报小姐叫她不要伤心, 保重要紧丫头道, 晓得师碧显道, 不必多言, 快些捅我回去。 丫头道, 不要兴急, 我小姐被有叫, 马在此师碧显道, 谁要尔的马? 我不行比尔的马还快些。 丫头道, 如此吩咐打轿进来, 将包袱先放在轿内。 师碧显进入轿内, 放下轿帘, 师碧显拿了双锤鸦助轿出了花府, 望玉珍关聚了。 且说花子能献师碧显兄妹去了才赶出来, 众家人也随了出来, 献曹天雄脑将蹦出倒在地下, 道, 可怜打得如此, 将他拿来也打个肉饼才出的这器花子能道, 狗才, 方才为何不拿? 此刻来说大话, 众人道, 少爷尚且走了, 何况我们花子能道, 快去备办棺木来收埋, 将这些打破的家伙收拾再换新的花容道, 少爷, 如今快快去报官起兵前去拿来报仇花子能道, 我岂不知? 只是符状写在他处, 就是去报官也无用了。 花容道, 可, 少爷不该写符状与他花子能道, 若不写此时恐还在此打不些呢花容道, 少爷真正被人献效之极了, 只怕还要一场大波花子能道, 不妨, 我写信去教二教师来报仇花容道, 倘若师必险去了, 以天下之大, 叫二教师从那里去寻他, 花星道, 不妨, 若是未去自不必说, 若去了必有下落花子能道, 就差二去打听花星领命而去。 花子能写了信叫花容速去请二教师来, 花容领书而去。 因花容为人奸恶, 此去做个火神爷。 且说师必险一路叫喊而来, 道, 闲人闪开, 俺师必险妹子来了那些闲人献了个个闪开道, 果然英雄, 被他讨了回来, 那花子能原来是欺善怕恶的不说旁人闲话, 再说师必险来到玉珍关, 那道人在山门外观望, 暗暗想道, 师必险, 耳独自一人, 他知人又多, 怎敌的他过。 此时不回必定被他拿住正在思想, 呼听的叫喊之声, 抬头一看, 师必险已压叫到了关门。 道人吃了一惊道, 果然是个好汉忙上前迎接道, 大爷, 恭喜接了小姐回来了师必险道, 那什么生铁罗汉曹天雄, 只削一锤就打死了他道人闻言吃了一惊, 说, 人命关天, 如何是好, 师必险道, 我打死人与尔什么相干, 道人说, 大爷尔说语, 贫道无干, 这言义是, 但乃大爷住此关中, 倘若曹教师之兄弟要讨人命, 那时大爷回府而去, 寻尔不得必能纠集于我, 道时其弱之和。 小道以此试经师必辖拿了包袱出了教门, 问道, 道长好魔? 好个有主顾了。 那道人精的满面通红, 芒闪开去了。 师必辖一进房门哀哀就哭, 兄妹双双跪在灵前大哭。 师必辖道, 母亲呐, 女儿不能送母亲人关木, 真乃不孝之罪。 只是儿不去母亲不能人关, 又受了奸人之祸, 幸亏李大爷收敛母亲, 他又为女儿一遭其难, 因亏红花搭就方脱了难, 但女儿身落虎穴心在母处, 今日回来不能见面, 叫女儿好不痛心。 说吧放声大哭。 师必显一大哭一回, 爬起来道, 妹子, 哭了鸡声就是, 哭得不些好不惹咽, 师必辖力起身来坐下道, 哥哥, 奴去时而昏迷不知人事, 后来如何病就好了? 怎么晓得妹子在花家能去接我回来? 细细说与妹子晓得, 师必显道, 母亲病亡, 而被花家抢去, 我一些不知, 道我病好了不见母亲又不见儿, 我心中疑惑, 问起道人才知我母亡了, 而被花家抢去, 亏了什么李荣春, 大爷收了母亲, 又差家人请医生在此与我医病调理好了, 我早起闻道人说此情由, 我听得此事一时大怒, 拿了双锤打到花家才接得妹子儿回来, 只是我也要问儿, 儿也是有本事的人, 为何被他抢去? 道要说个明白于我听, 师必辖道, 自从那日母亲归天, 而又不知人事, 并无一文收敛母亲, 只得卖身。 姓玉李大爷献了, 不忍妹子卖身, 将银周助我。 那时也不知详细, 道人只说有主顾了, 我信已未时, 拜别母亲上教, 进了花门才知详细。 花子能要强逼我为妾, 被我连打了鸡道。 师必显道, 妙啊, 须打得死他才好。 师必辖道, 那晚我听得李大爷被花子能要放火烧死。 师必显道, 为何要烧死他? 师必辖道, 因他要讨妹子打到他家, 被他擒住要将他烧死。 师必显道, 带我打去师必辖忙止住道, 而要打到那里去。 师必显道, 我去打死花子能, 替李荣春报仇师必辖道。 且慢, 幸亏花小姐的使女红花救了她。 花红夫妻将红花拷打, 我因要去救红花, 所以御住花小姐, 同去救了红花, 因此得与花小姐接拜位姊妹, 就这个包袱内金银衣服首饰之类 却是她送我的。 师必显道, 她的妹子却是个好人师必辖道, 而打死了曹天雄, 花子能烟肯干修。 我已叫她写了干服状在此师必显道, 花子能乃愿荡了师必辖想道, 花子能与我不共戴天之仇, 哥哥尚不晓得, 若是晓得定不干修。 此时卵石难敌, 且等后来相机而行以报复仇, 此时若莽撞而行不但不能报仇, 恐要脱身意识不能。 隧道, 哥哥, 这且饶她。 如今去办些礼物寄了母亲, 明日去叩谢李大爷的恩, 并被摆两银子还她。 师必显道, 就是如此不知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避险兄妹谢斯人子能夫妻再设计划说师必显到了次日吃了早饭, 同了师必侠一路问来到了李府门口, 双双柜门扣线, 管门的线了问明来历入内通报。 李荣春自回家以后, 夫人叫她不要出去暂避击时, 李荣春虽不薄她, 只是一则奉母之命, 二则为了师必侠道花家遭此一场大难, 闲人未必尽之详细, 只道我无手段, 所以并不出门, 在家中看书。 这日忽现管门的进来, 报说, 外边有师大爷兄妹跪门扣线李荣春道, 吩咐李面, 请大娘出来迎接师小姐自己换了衣服吩咐开门, 走了出来, 献一个青面獠牙红发的同师臂侠双双跪住, 料她必是师必显了, 忙上前扶起师必显, 睡觉道, 师兄请起, 小姐请起, 不可如此, 叫我心中不安师必显道, 恩公子, 我师必显兄妹二人身受大恩, 无可补报, 今日特来叩门拜谢李荣春道, 不敢, 些虚小事合足言报, 请起双手扶起师必显, 回头又道, 小姐请起师必侠随了师必显起来。 若说师必侠乃未出门之女, 自然献不得男人, 因他一来是江门之女, 不怕人看二来离乡背景, 走了多少路, 献了多少人三来在玉珍关脉身的时节出乖露丑, 到此时却无一点害羞, 才要立起身来, 只见李面走出二个丫头前来扶她起来, 李荣春挽了师必显的手去到书房, 两个丫头扶了师必侠来到滴水莲前, 那但是大娘满面春风笑嘻嘻的接了进去。 李荣春与师必显来到书房重新献礼, 一同坐下, 吃了茶, 李荣春道, 师兄, 恭喜贵样全遇了师必显道, 多猛恩公子看顾, 俺才有今日, 就是母亲无关木收礼, 又亏恩公子周全, 又为了暗昧子显遭火难, 可恨花子能心如虎狼, 若莫有红花岂不害了恩公子, 那时我正病得昏迷不知, 不然将她打喂肉匠, 李荣春道, 不知师兄怎样将令妹救了出来, 望起是之, 师必显遂将打进花府, 那曹天雄要来打我, 被我只一锤打得脑浆蹦出李荣春道, 打死了她磨, 师必显道, 死却不死, 只是没了气李荣春道, 没气了还说不死, 要怎样的才叫做作死, 那花子能威霸的名声谁不晓得, 邪志市民犹如鱼肉, 谅她怎肯干修, 需要防她暗算, 师必显道, 这道不怕她, 她的甘服状在此李荣春道, 怎么写法, 师必显道, 她写花子能自己打死曹天雄, 与师必显, 师必侠无干李荣春道, 虽然如此写, 只是她的为人艰险, 需要防她为妙, 师必显道, 怕她择慎, 任她三头六臂我也是不怕她的, 李荣春暗想道, 此人是个鲁汉岁不再说, 吩咐备酒, 那师必显取出一百两银, 双手奉与李荣春道, 我母亲亡了, 多猛周祝银两病关果一亲, 师还得免暴露, 不胜感名, 今此些虚银两缝孩公子李荣春道, 师兄何必如此献气, 我先父与兄先君同是朝廷臣子, 又是至交, 我与兄犹如手足, 些小之物何以献权, 师必显道, 公子, 不是如此说, 我的母亲死了与尔什么相干, 要尔成恋, 这是必要孩的, 而若不收, 我母亲在酒泉之下必亦不宁, 李荣春想住, 我看他是个直性的好汉, 我若不收反伤和气, 我且将这银收下, 自有道理在此遂笑兮兮的道, 既是师兄执意之献必要献玄, 敢不从命遂将银子接过来了, 乃放在一旁, 又道, 敢问师兄这银从那里而来, 师必显道, 这银子乃花子能的妹子叫做花, 花要说却忘记了, 李荣春道, 敢是花塞金魔, 师必显道, 不错, 不错, 叫做花塞金, 就是他送俺妹子的李荣春道, 这也难得他如此有情有义家人们已将酒席牌上, 师必显道, 有酒魔, 好啊, 来吃酒, 二人对面坐下吃酒谈恤, 只恨相见之晚, 甚是投机, 不说二人吃酒, 再说但是大娘接近师必侠来到厅上, 李夫人现了连忙起身立在一旁道, 小姐之行常礼罢师必侠道, 夫人在上, 念奴家乃落难在此, 缺少观果依亲成恋我母亲, 刀蒙大爷周住, 此恩此德感莫可言, 他又为了奴家自己遭殃, 奴家就生生世世难报此恩, 焉有不败之礼, 跪下去遂败了八败, 李夫人还了礼, 师必侠又语但是大娘行了礼, 李夫人道, 小姐请坐师必侠道, 奴家受恩未报是不敢做的李夫人道, 岂敢, 那有不做之礼师必侠道, 继蒙夫人赐座, 奴家大胆, 告罪做了李夫人吩咐备酒, 丫头献了茶, 李夫人道, 小姐既被花子能抢去, 如何能得出来, 启道奇祥, 师必侠遂江前世说了一遍, 李夫人道, 虽然有肝伏状, 只是令兄太莽撞了些, 我想小姐乃是患家闺女, 玉珍关内不适而安身之所, 何不在我家内权罪时岂不是好, 师必侠道, 多谢夫人, 只是不敢惊动李夫人道, 这有何妨, 但是大娘道, 小姐, 婆婆要请小姐来家, 不必推辞, 师必侠暗想道, 我在玉珍关居住也是莫奈何的, 今即蒙夫人留住, 甚好, 未知哥哥意下如何, 隧道, 多蒙夫人这般好意, 奴家怎敢推辞, 须待奴家去向我哥哥说之遍了, 李夫人道, 令兄在此魔, 道要请献, 师必侠道, 奴的哥哥生得奇形怪貌, 与众不同, 恐惊了夫人夫人道, 这也不妨, 丫头们将酒席牌上, 夫人坐上, 师必侠与但是大娘东西对面而坐, 吃酒之间无非说些闲话, 挤酒吃完, 日以昔尘, 李夫人叫丫头小红, 而去请师大爷并我家大爷进来又叫脆香撤去言习, 又道, 媳妇, 而且回避了那师必贤与李荣春文夫人叫请, 遂同了小红来到内厅, 夫人献了也吃一惊, 暗道, 果然怕人李荣春道, 师兄, 上面就是母亲师必侠道, 哥哥拜献夫人师必贤道, 夫人在上, 暗师必贤拜献李夫人道, 公子少礼, 我儿扶住了李荣春道, 师兄之行常礼罢师必贤道, 说那礼话, 不扣头是不算数的, 李夫人道, 如此说是老身请进来扣头了师必贤道, 我与恩公子饮酒, 吃得爽快了, 连夫人都忘记来扣剑, 真正该伐岁跪下将头乱磕, 拜个不止, 李夫人也还办理, 叫李荣春扶住了, 李荣春忙扶起师必贤来, 师必贤道, 恩公子在上, 呆奴家拜谢恩德李荣春连忙作依, 叫丫头小红扶起师小姐, 李夫人说要留师小姐在此住下, 师必贤道, 多谢夫人好情, 小直燕敢不从, 又道, 妹子, 我想出家人之所在, 飞尔久居之处, 男的夫人如此好心, 自应从命的好, 只是母亲身故, 李荡做些功德以表儿女之心, 李夫人道, 目下不三不两的时节, 做了也不成模样, 且呆断七之七老身于尔排长遍了师必贤道, 夫人说得不错, 只是又要多谢夫人费心李夫人道, 些须小事, 何足挂齿李荣春领师必贤道书房内安息, 自此日起, 李夫人待师必贤犹如亲女儿一般, 师必贤待夫人犹若生母, 待但是大娘如姑嫂, 二人甚是亲热, 李荣春与师必贤犹四亲兄弟一般, 再说花星终日在外面打听李荣春与师必贤之事, 那日却好预祝师必贤兄妹双双来跪在李府门口, 花星想到, 他二人跪在此和事, 却闪在一旁偷看, 不一回大门开了, 只见李荣春迎接师必贤进去, 二个丫头来接了师必贤进去, 花星看得明明白白, 道, 果然回来了岁吉及回家暴雨花子能知道, 花子能听了心中想道, 李荣春既已回家, 料来这个冤家接成了, 况且师必贤又在他家, 必然做了一档, 我今不去害他, 他必来害我, 也罢, 带我去与少奶奶商量, 必有妙计, 遂茫茫来到沉香阁上, 秦氏连忙迎接道, 少爷来了, 请坐, 秋菊捧茶来, 我看少爷如此急忙上来必有甚事, 请道奇祥, 花子能叹口气道, 可, 少奶奶, 说起真正气死我也, 秦氏问道, 少爷何事如此气恼, 花子能道, 就是我心腹之患李荣春, 他若不死我心不安, 到今日才晓得他已归家, 必要除了他才免后患, 秦氏道, 果然回家了, 少爷如何晓得, 花子能道, 花星看现师必显兄妹双双去跪李家的门, 李荣春出来接了他进去秦氏道, 何不拿一个帖子到江都现去, 叫他将李荣春拿去重打四十大板, 加他三鸡个月, 花子能道, 将何题目告他, 秦氏道, 告他冒犯少爷花子能道, 不相干, 私来想去弄他不道, 他是戒员, 就冒犯了我, 县官也打不得他, 需要起一个大题目弄他致死, 叫他有口难辨才弄的他道秦氏道, 要他家破人亡却也不难, 只是自己要掘尾巴花子能道, 只要争这口气, 管什么掘尾巴无子孙秦氏道, 我不过说笑, 那里就真的无子孙, 天公也莫有如此闲工来管我们的闲氏花子能道, 少奶奶这句话说得不错, 如今即将安出, 秦氏道, 只需写一封书去与公公, 说李荣春与诗必显通通谋反, 叫公公假传一道圣旨下来将他们一刀斩气花子能道, 果然好妙计, 教他先吃三法司之小苦, 然后吃斩头大苦, 就是如此了, 带我写书去, 如今暂别, 少停来陪少奶奶吃酒秦氏道, 少也请便花子能下了阁来到书房写书, 写完封好, 打发花符进京去县太师不提, 且说花塞金自施必辖去后心肾郁闷, 时时悬挂, 心中想念不忘, 若说交情的女子, 荡面虽好, 回转身即刻就忘记了, 那花塞金乃人后女子, 并非交情薄义以待人, 从前有卢塞花来往, 为了李荣春之事遂及断绝, 如今施必辖又去, 并无知己可相语言, 以此心问, 再说花云一心想住红花未妻, 所以不辞辛苦去请医生来与红花调礼好了, 红花看小姐不悦, 时时解劝, 若不是花云请医生来医好, 红花今日烟能办得花塞金去到花园, 那花塞金所以有道花园, 殷红花并遇, 献他幽闷劝他看花姐闷, 那时处遇秦氏的奸, 故被秦氏害死, 死乃后化漫体, 且说曹天吉在家中开馆, 叫些徒弟的拳镑趁前已渡日, 废外有解有余, 身边有支毒刀, 乃百般毒药练就, 仅有五寸长, 只用刀尖轻轻向人一刺, 献血就封喉, 满身污子, 口不能言, 一对时就死, 因有此厉害, 所以将刀紧紧藏在身边, 不是仇人不敢乱用, 那日正被朋友请去饮酒, 吃到金屋西坠, 玉兔东生, 饮得大醉, 别了重有一路颠颠倒倒来到自己门口, 双脚跪下, 双手打门道, 母亲开门曹天吉虽然在外闲游不做生理, 却是奉母致孝, 每日必到三四更才回, 回来必须跪住打门, 那日吃了酒觉得心神恍惚, 要早些回来睡, 那曹母每晚必要等儿子回来才睡, 就是三四更也坐住等候, 呼闻打门之声, 料是儿子回来, 遂拿灯笼出来开门, 问道, 我儿今夜回来得甚早, 曹天吉道, 孩儿觉得心神恍惚, 要早些回来睡曹母道, 如此快些进来曹天吉道, 是岁爬了起来走进门内, 回身将门闭好, 那曹母末现有一人随曹天吉进来, 灯光之下照献好似曹天雄, 乃叫道, 天吉我儿, 儿哥哥随儿回来抹, 却又恍恍惚惚似有似无, 即将登东照西看, 曹天吉道, 母亲, 哥哥莫有随孩儿回来, 不需去照, 敢示孩儿的身影母亲眼花看错了, 曹母道, 敢示我老眼昏花看错了, 岁童曹天吉进房, 这却不是曹母看错, 其实是曹天雄魂魄魄回家, 因自己家中门城护卫土地并不阻挡, 所以身魂随了曹天吉回家因天吉也是不久的人, 所以随他走进曹母意识将死的人, 所以看得分明, 那曹母才坐下去, 又见曹天雄满头嗜血闪来闪去, 曹母叫道, 天雄我儿, 为何满头嗜血? 陷了二娘的银河闪来闪去, 曹天吉闻母呼唤哥哥, 四处一看并不现些儿影响, 叫道, 母亲, 哥哥在那里, 曹母道, 此时又不陷了曹天吉道, 母亲二次见哥哥, 我阴和不羡, 是了, 敢是母亲想念哥哥悬挂在心, 所以看现了哥哥, 那曹母忽然怕冷道, 那个撞我一下, 说声未完, 连连打二个喷嚏道, 我儿, 我一时头疼得紧, 身上十分寒冷, 而扶我去睡吧曹天吉应道, 晓得扶了母亲上床睡了, 自己也回房坐住想道, 母亲两次看见哥哥, 不知何故, 未知哥哥在扬州身体安否, 只是哥哥相貌魁违, 身体雄壮, 必不是妖兽之人, 就是他的本事虽然比不得安, 若在扬州也算是一条好汉, 谁敢欺他, 又有花少爷做主, 性命之优是不妨的, 敢是有病在深也未可知, 待这几日炎热过了, 等待天气凉快些儿, 我必要去扬州看看哥哥变了, 想定主意的妥, 遂托山上床而睡, 不知以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小吕布司兄探望曹天吉误打花家话说曹天吉睡到三更, 呼见曹天雄满头嗜血, 立在床前叫道, 贤弟呀, 魏兄的死得好苦啊, 快快速往扬州去与魏兄的报仇。 贤弟若要报仇, 只问花红便知, 贤弟呀, 魏兄的在此与尔说, 尔可知魔。 说完望天吉身上一推, 曹天吉大叫一声, 哎哟, 哥哥呀哥哥, 尔在那里。 急忙坐起身来四处观看, 只现床前一闪忽然不现, 想到, 我睡梦之间现我哥哥立在床前, 说道死得好苦, 要我到扬州去报仇, 又说若要报仇, 只问花红, 说这句话一发奇怪, 敢誓花红谋死我哥哥摹。 果若是他谋死, 我急去报仇。 正在想, 呼听的母亲高声大喊道, 我儿在那里。 天吉快来。 曹天吉听了答道, 来了连忙起来, 拿了灯火走到母亲房中, 将灯放在桌上叫道, 母亲半夜三更为何大声叫喊? 为助何事? 曹母叫道, 我儿, 我正在熟睡, 呼现尔哥哥跪在床前, 满头鲜血, 声声叫住喂娘的, 道他死于非命, 要做娘的叫尔去江都县报仇, 一阵阴风疏然不现, 吓得我心惊胆战, 故此叫喊曹天吉道, 母亲哪, 尔也梦现哥哥摩, 曹母道, 难道我儿儿也梦现摩? 曹天吉道, 方才孩儿正在好睡, 只献哥哥亦是满头鲜血, 要孩儿前去报仇, 又道要报仇之须问花红, 敢誓花子能谋死哥哥, 曹母道, 哎哟。 儿啊, 母子一梦相同, 料想兄多吉少, 我只生儿兄弟二人, 教我好不心疼。 尔兄长身亡, 尔金羞的当歌, 快些打点收拾到扬州去与尔兄报仇, 也要早些回来安我的心。 曹天吉道, 孩儿若去扬州, 母亲独自一人在家, 叫孩儿如何放心的下? 曹母道, 不妨, 菜书柴米渐渐皆有, 若要买些零星神们, 劳动隔壁林幼之人带买曹天吉道, 母亲昨夜说身体不安, 为之可好磨。 曹母道, 做娘的虽有些不爽快是不妨的, 而, 而放心前去便了此夜母子二人聚睡不住, 直到天明, 收拾基建衣服随身打坐一个小小包袱, 因天气炎热不用行礼, 又带了那只百药毒刀, 吃了早饭, 拜别母亲道, 母亲请上, 孩儿就此拜别草母道, 我儿罢了, 只是耳路上需要小心, 到了扬州问明真消息, 须当见机而坐, 不要任性望行天吉道, 晓得, 只是母亲在家要保养身体, 不可因思想哥哥伤心烦恼, 若有人问孩儿那里去, 母亲不可说去报仇, 只说出外就回。 曹母道, 这个我晓得。 儿, 儿放心去把曹天吉拜了四拜, 立起身来, 叫道, 母亲, 孩儿去也提了包袱, 拿住一只短棍重四百八十斤, 岁出了门直望扬州而去。 那草母以门张望, 直到望不现了才闭了门走进房来, 止不住两眼垂泪, 只是伤心, 总是丢不下两个儿子, 想了又想竟想出病来。 幸亏得隔壁有个和婆婆人叫她和妈妈, 她为人还好, 常常来看草母, 这和妈妈后来也是来死在一处的。 这日来看草母, 现她卧病, 请个医生来看。 医生道, 这病乃心死之病, 叫她宽心便好留下药而去。 和婆婆将药煎与草母吃了, 谁知吃药犹如吃水一般全部献效, 只有众, 莫有轻。 那一日忽然昏迷不醒, 和妈妈献了肾事注疾, 正莫奈何, 呼听的打门之声, 忙走出来开门, 一看却不认得, 遂问道, 而是那里来的? 要寻那人。 而说此人是谁, 原来就是花蓉, 那花蓉一路来到江西南昌府问道曹家, 问道, 此处可是曹家摩。 和妈妈道, 正是, 而是那里来的, 花蓉道, 我乃扬州江都县花府岔来的和妈妈道, 而来此何事? 花蓉道, 奉花少爷之命来请二教师。 而这妈妈是谁? 二教师可在家摩。 和妈妈道, 我乃曹二教师的邻居, 叫做和妈妈, 因二教师到扬州去了, 她的母亲患病在床, 我在此服侍她的。 而既到此, 请进来坐。 花蓉遂走到厅上坐下, 和妈妈将门闭了, 也道厅上拿一杯茶送与花蓉吃。 花蓉道, 有劳妈妈吃完了茶说道, 我此来起步空走了和妈妈问道, 而道此何事? 花蓉道, 因大教师曹天雄在我家教少爷的全棒, 谁知来了一个师碧贤与曹天雄对敌, 却被师碧显知一两锤将曹天雄打死, 所以少爷叫我来请二教师去报仇那和妈妈一听此言大惊, 叫道, 不好了回身就走, 走到曹母房内叫道, 曹老娘不好了, 尔的大官人在花府被人打死了那曹母正在昏迷之际, 若是说别的话听不明白也就罢了, 闻说曹天雄打死乃是他切己之事, 却听得明明白白, 睡觉一声, 天雄我的尔啊! 尔死得好苦喝, 只叫得这一声再也不作声了, 双脚一直, 双手一伸, 动也不动, 一道灵魂去寻曹天雄做一处了, 这花容分明是曹母催命鬼, 一道就请她归阴去了, 那和妈妈献此光景一发注疾, 回身就走, 走出大门来大声叫道, 地方人等快来救命喝, 那花容上前一把扯住问道, 尔这半吃半呆的婆子, 为何叫救起来? 和妈妈道, 尔这小贼重道来骂我, 都是尔来吓死了人, 教我怎么不要叫救, 花容道, 花容道, 死了那个, 和妈妈道, 就是曹母死了, 花容道, 又不是那个去打死他杀死他, 叫地方择慎, 和妈妈道, 这个曹母未曾死惯, 况且他儿子又不在家, 躺货二官人回来不羡了母亲起步问我要人, 那时叫我那里去弄个人来害他, 花容道, 不妨, 有我在此谁知和妈妈方才叫喊之声早已经动了林诱人等, 走来问了明白, 大家说道, 这是他病死的, 与尔门什么相干? 我们大家是晓得的, 若尔教师回来, 我们自然会替尔说, 尔门只管放心, 如今去买棺木来收敛。 那花容自然要帮和妈妈料理的, 买了棺木收敛明白, 又买些礼物, 不过鱼肉之类, 煎煮好了奉祭草母。 二人因辛苦了, 遂将祭物拿来配烹吊好了, 又多买些酒, 二人吃得大醉, 闭好门户。 时已二更将近, 二人因吃得大醉倒身就睡。 酒醉的人分外好睡, 谁知和妈妈因醉了要睡, 连除下也不去寻看, 至火星落在草里一时就烧住起来, 烈焰冲天, 二人吃得大醉一些不知, 皆被烧死在内。 那隔壁邻居也有睡的, 也有未睡的, 那未睡的献曹家火起吃了一惊道, 不好了, 曹家火起了, 大家救火那睡的文叫也起来了, 大家向前救火。 等尔来救食火已灭了, 为烧曹家一间而已, 这也是天火要烧他一家, 就是和妈妈与花蓉也是注定在火里死的不提。 且说的保质次日与林诱人等记忆将三人海谷收买, 只将曹母海谷另埋, 曹天吉回来就有注落与他。 且说曹天吉从汉路而去, 花蓉从水路而来, 所以不曾相遇。 那日到了江都县, 来到花府门口, 怒气冲天道, 我哥哥死在花红之手, 带我打进去与哥哥报仇及时举起四百八十斤重的棍将门乱打, 却打不开。 献了耳门, 遂将耳门打进, 逢物便打, 一重一重地打进去, 打到第三厅。 那些闲人都道, 花家进来要拜了, 九日打三次, 看他如此打法又要打出人命来了, 不说众人在旁闲说, 且说那花府管门的进去吃饭, 所以不晓得, 此时吃了饭走出来, 听得听上乒乒乓乓乓乱打乱喊, 吃了一惊, 急忙出来, 上前一看叫道, 二教师击时道的, 为何打上门来? 曹天急道, 我要打死耳这老奴才。 管门的听了慌忙走进里面去报花子能知道, 花子能听了忙走出来双手乱摇道, 二教师不要打, 耳胸肠是被施避险打死的, 不干我事, 而怎么将我听堂打得如此模样, 曹天急道, 我哥哥被施避险打死魔, 那施避险是何等样人, 为助何事打死我哥哥? 花子能道, 而且歇息, 带我告诉岁江前世说了一遍, 曹天急听了气冲牛斗, 大骂, 施避险, 而这狗男女, 而敢打死我哥哥魔, 我安肯于尔干羞, 又哭道, 我的哥哥呀, 而乃微微舞舞的奇男子, 烈烈轰轰的大丈夫, 为甚死的如此好苦, 又道, 少爷, 而也是有势力之人, 为甚魔我哥哥被他打死了尔, 不叫施避险偿命, 难道人命关天就如此罢了魔? 尔何不写一封书于我, 是何道理? 花子能道, 怎说莫有? 我写了寒书差花蓉去请尔来报仇, 为何反来埋怨我? 若不寄书去尔如何晓得来? 曹天急道, 我何曾接尔甚魔书来, 花子能道, 怎魔没有? 六月初八日施避险打死尔令凶, 初九日我就修书发雨花蓉去了。 曹天急道, 我初九夜三更, 梦献我哥哥, 初十日及时起身, 何曾献花蓉, 花子能道, 赶是错了路。 而说梦献令凶, 是怎样的? 曹天急道, 那晚我睡到三更, 梦献我哥哥满身是血叫我来报仇, 说要报仇只问少爷, 我只道是少爷谋死的方才打尽, 如此多多得罪了花子能道, 不妨, 不妨, 若是高兴再打, 而若打完了我再来买曹天急问道, 那诗避险住在那里, 花子能道, 住在山西曹天急道, 又来骗我了, 他住在山西怎么到尔府上来, 花子能道, 他是流落来的曹天急道, 我怕不晓得, 只问尔县时他住在那里花子能道, 住在李荣春家内曹天急道, 如此说我就去花子能一把扯住道, 而晓得李荣春家住在那里, 曹天急道, 不晓得花子能道, 却又来, 人也认不得路也不知就要去, 带我叫花星带尔去睡觉道, 花星, 尔童二教师到李荣春家去花星道, 叫我吃酒吃饭我就晓得, 叫我去相打我却不晓得曹天急道, 不要尔相打, 只要尔带路花星道, 如此说二教师随我来曹天急别了花子能随花星而去, 花子能献曹天急去了, 心中大喜, 来献秦士道, 少奶奶, 曹天急道了, 秦士道, 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花子能道, 说也奇怪, 曹天雄再生英雄死了也有灵, 他魂归故土托梦与曹天急, 所以曹天急就到此要报仇, 如今到李荣春家中去, 只怕师必险要死在小吕布手里了, 秦士道, 什么叫做小吕布, 这是什么典故, 花子能道, 就是三国制的吕布, 他生的标志, 武艺高强, 王司徒用了美人寄奉仪停戏貂蝉, 所以刺死董卓秦士道, 赶是唱戏那小声, 插至鸡尾拿方天朝刺董卓那个吕布魔, 花子能道, 花子能道, 不错, 那唱戏是假的, 真的是不曾献过, 如今看小吕布似真的一样, 秦士道, 怎么能得见他, 花子能道, 这也不难, 我与他听上吃酒, 耳就闪在平门内偷看, 岂不就现了, 秦士道, 果然不错, 带我也看个小吕布是怎样的一个人, 花子能道, 只怕尔现了, 日夜要饿睡呢, 秦士道, 亏尔说得出口, 自己的夫妻说这个话来, 岂不是个乌龟, 花子能道, 不过说笑而已, 那花子能不说与秦士小的也罢, 又许他献曹天吉, 所以秦士与曹天吉通奸弄出天大的事来, 皆是花子能平日作恶之报, 且说曹天吉随了花星一路来到李府门口, 日已昔尘, 李府大门早已闭了, 那李荣春与诗碧显在书房吃酒闲谈, 李荣春道, 师兄, 我家母县令位聪明伶俐, 亦与未明领之女, 与我说了几次教我来与兄说之, 不识尊义何如, 师碧显听了呵呵大笑道, 虽然蒙夫人献爱, 只是乌鸦难入凤凰群话尚未完, 只献管门的李茂走进报道, 启禀大爷, 外面来了一个后生, 自称江西曹天吉, 说什么要来与兄报仇, 做明要叫师大爷出去打话李荣春道, 江西曹天吉, 既说要来与兄报仇, 量是曹天雄之地来报凶仇了, 李茂, 动不如镜, 耳去回他说师大爷不在这里便了, 李茂道, 老奴也说莫有什么姓师的, 他就大声喝骂狗奴才王八骂不住口, 一边骂一边将大门乱打, 十分凶猛李荣春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门是打不开的, 由他去打罢了师碧显听了此言, 立起身来暴躁如雷, 高声大喊, 哎哟, 哎哟, 驼大曹天吉敢如此无礼, 尚敢打上门来, 李兄耳说动不如镜, 我看耳也是个有志气勇猛的大丈夫, 微风滚滚的奇男子, 为何今日反怕他起来, 耳不要管我, 他既来寻我, 我就与他献了高低便了, 一腔怒气奔出书房, 李荣春放心不下, 也随了出来, 来到厅上, 呼险家人急急走来报道, 不好了, 曹天吉打进来了师碧显道, 不妨, 有我在此取了双锤飞不敢来, 那曹天吉已打到头听, 大声叫道, 师碧显我的儿, 快快出来吃我的棍, 师碧显道, 曹天吉我的孙儿, 耳师爷爷来了, 不知二人如何厮杀,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师碧显神针救兄非天一别 为此灵化说师碧显赶上前叫道, 曹天吉我的孙儿, 耳师爷爷来了, 举起双锤便打。 曹天吉道, 师碧显慢来举起棍将锤架开, 回棍便打。 二人在大厅一上一下, 一往一来不见输赢。 那李荣春吩咐点起灯球火把, 家人们领命, 及时点起二三十计火把灯球, 照耀如同白日, 李荣春立在一旁观看。 而道他为何不上前帮助师避险, 却立住观看。 阴道好汉一个对一个, 若两个打一个就赢亦不算是好汉, 亦被旁人说话, 所以只立住观看。 早有人入内抱之夫人, 夫人忙语但是大娘同师必辖出来观看。 只见二人交斗不分胜负, 料来必有一伤, 乃叫丫头去与他们说, 不可相打, 可小的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那丫头走出正要开口, 只听得师必显大声叫道, 曹天吉我的孙儿, 果然来得厉害。 曹天吉道, 师必显我的儿, 而老子今日定不饶耳, 那丫头被二人这一喊, 吓得口也不能开, 回身便走。 那师必辖现了心中大怒, 看这光景我哥哥要输了, 堂有差池如何是好。 此时不就更呆何时。 芒在衣内取出一只神针丢在曹天吉脚鼓上, 只现二人齐声大喝, 大喊一声双双倒下。 二道为何两个齐道? 因曹天吉一棍扫倒, 师必显正在举锤要打, 因脚鼓中了一针疼痛难挡, 立脚不牢, 大叫一声也道了, 所以两个一起倒在地下。 曹天吉要爬爬不起来, 师必显先爬起来, 举起双锤道, 我的孙儿, 尔也道了, 便要将锤打下。 李荣春忙赶上前架住了锤, 说道, 师兄, 打不得的师必侠用手一招收回神针, 也走出来叫道, 哥哥, 不可打下师必显道, 而这狗王八, 打倒师爷爷, 尔为何也会倒? 曹天吉此时才勉强爬了起来, 疼痛难挡, 道, 是那个狗奴才用什么物件将我赐一下? 如此疼痛。 师必侠道, 而可晓得师姑娘的利害魔, 曹天吉道, 是尔这件人暗算魔, 欲要动手手举不起, 只是叫疼。 李府此时吵闹早早惊动隔壁, 林诱人等道, 什么人敢打进李府? 我们进去帮助帮助。 大家道, 不错遂一哄走进大厅, 围住观看。 只见曹天吉道, 宣人, 尔用毒物暗算我, 我岂无毒物害耳魔, 说罢, 手动也不能动。 师必侠道, 尔是何等样人, 尚敢打上门来。 如此大胆, 无法无天。 师必显道, 尔门不要劝我, 待我打死这贼囚李荣春道, 不可诱道, 曹天吉, 尔还不回去, 要呆怎么的, 这些闲人一拥上前, 七口八舌互劝。 曹天吉正不得收局, 献众人来劝就顺水推传道, 师必显我的尔, 今日尔曹爷爷且饶尔, 待我好了叫尔认我的手段变了众人道, 而有本事, 约定个日期看事要往那里打, 这才是好汉遂将曹天吉 拖拖扯扯扯出大门, 却走不动。 那花兴献曹天吉打进去了, 他就到对面酒馆吃酒, 此时酒尚吃未完, 只限街上三三两两说道, 不知那里来了一个后生打进李府, 脚骨也打断了, 走也走不动, 如今看他怎么走回去花兴听了吃了一惊, 连忙力起身就走, 九宝道, 慢些去, 算还了钱才去即赶上前来要扯他, 不妨跌了一道, 叫疼不绝, 已将膝盖跌得皮破血流, 即爬起来花兴已去的远了, 乃说道, 耳走耳走, 不怕耳不玄, 明日到耳花府去讨那花兴来到李府门口接住曹天吉道, 二教师为何如此模样, 曹天吉道, 被他打坏了花兴道, 打坏还是便宜了耳, 比如大师爷只被他一两下同锤就明白了曹天吉道, 狗奴才, 羞的胡说, 快驮我回去花兴驮了曹天吉道, 矮哟, 犹如死狗一般众, 曹天吉道, 狗奴才, 敢如此放肆魔, 不许耳多言, 悄悄回去不表, 且说这些闲人问李荣春道, 那后生是何人, 敢打上门来, 李荣春道, 他乃江西曹天吉, 与师大爷不睦, 故而如此, 有劳列为了众人道, 岂敢遂就散去, 李茂闭了门, 众人来到内厅坐下, 师碧显道, 方才若不是妹子的万灵真, 几乎性命休矣, 只是我这个死被人耻笑李荣春道, 胜败乃英雄常事, 何足道哉, 但不知这灵真有何妙处, 师碧侠道, 此真乃是我父亲在山海关之时, 有一道姑自称一灵圣姑, 那时我在教场射箭学武, 他献了道我本师上位, 要我拜他为师, 他要教我武艺, 我父亲不肯, 他道既不肯可肯摘他一犯否, 父亲道, 这个荣誉及分腹被斋, 道姑说, 既有此善心, 斋不必备了遂与我此真道, 此真名为万灵真, 助人身上不伤性命, 只能疼得一身无力, 助了一真必要半个月才好说罢, 疏然化作一阵清风就不现了, 我才晓得是个仙姑, 还不知此真果真应验否, 我将真丢在一个小族头上, 那小族忽然倒在地下叫腾, 我使信此真有灵, 赏了小族无两银子, 将此真紧藏在身以防不语。 李荣春道, 果然神妙且说花子能在家玄望, 想道, 为何此时尚未回来? 那李荣春的本事也是平常, 施必侠乃女流之辈, 只有施必显的手段还去得, 虽然好的也不是曹天吉的对手, 救狗使他三人打一人也不怕他。 正在思想, 只献花星驮了曹天吉回来, 放在椅上做了道, 少爷, 二教师被施必显打坏了曹天吉只是叫腾道, 了不得呀了不得, 花子能道, 二教师为何如此伤坏? 曹天吉道, 少爷, 一言难经我道李府与施必显对敌, 那施必显也是厉害, 后来被我一棍扫倒在地花子能道, 打倒了魔。 好啊, 再一棍就接裹了他的性命, 为何而反如此模样? 曹天吉道, 可, 不要说起, 我正要将棍打下, 谁知有个轩人不知用何毒物将我脚骨一次, 我就疼得立脚不住也就到了花子能道, 那见人必是施必侠, 不知是何毒物如此厉害, 叫道, 花云, 点灯来我看曹天吉道, 少爷, 二来看一看花子能将灯一照, 看现只有一点血迹乌清, 并无一空一缺, 道, 这何物伤的, 遂叫家人们, 二快去请医生来看曹天吉道, 不用去请医生, 我自己有药调理花子能道, 二教师也会做医生模, 曹天吉道, 我做教师的, 那些跌打损伤肩骨止痛的药多得很呢, 碎取些药末抹在伤处, 吃些药上床安睡不表, 且说李夫人问李荣春道, 我对尔说的话如何, 李荣春道, 孩儿已经向师兄说过, 师兄道, 何乐不畏, 有甚不允, 李夫人道, 既如此, 今日乃黄到即日, 吩咐家人备办礼物又道, 我儿啊, 不是为娘的燕恶师公子, 只是他与花家皆此深仇, 昨夜又打败了曹天吉, 他焉肯干修, 必然还要来与他作对, 要报杀兄之仇不肯少些, 他又是义勇之夫不肯服人的, 观其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伤了曹天吉, 万恶的花子能焉肯干心, 而虽是官家子弟, 焉能敌他付书威势, 若伤了师必险, 我们于心和安, 师必侠也要决然与兄报仇, 冤屡皆屡身, 及时地修, 不若留其妹慈其兄, 送他百两白金, 见他到尔赋的门牲畜也好谋杠个前程, 李荣春道, 母亲说的是遂辞了夫人来到书房, 吩咐来跪背半礼物端正走入内厅, 师必侠梳梳妆好了走出厅上, 请夫人上座, 拜了八拜叫做母亲, 又请李荣春并诞士大娘来拜为兄嫂, 自此一发亲热, 那外备了两喜酒, 李夫人上座, 姑嫂东西对座, 李荣春同师必险在书房对饮, 饮酒之间李荣春道, 师兄, 我祥尔有此一身本师, 何不图个出身, 师必显道, 李兄, 那功名两字却也平常的紧, 只关我爹爹, 赤胆忠心为国家出力, 却被那花紧张的好贼杀了, 还要做圣官, 我恨不得将他来千刀碎寡方才出我之气, 李荣春想道, 他尚不知花紧张即是花自能之父, 若是知道定不干修, 我且不要说破, 待他得志再报此仇变了乃道, 师兄, 而虽是如此说, 大丈夫男子汉需要立身行道, 光于前垂于后, 父祖争气师必显道, 只是一双空手又无人提拔, 那里去图功名, 李荣春道, 如凶肯去, 这个不难, 待我见尔一个所在去师必显道, 不满尔说, 若有人提拔我也不知道这个田地, 如今尔要见我到那里去, 李荣春道, 我父在日有个至交好友姓窦明景番, 现在燕门官位总志, 见尔道他处图个出身师必显道, 既是李兄的好意, 我怎么不去, 快快写一封书, 我就此拜辞而去, 李荣春道, 不必姓吉, 待我选下吉日才去师必显道, 我是直姓的人, 不去则已, 要去就行, 不必啰造李荣春道, 既然如此, 待我就写书遍了一面叫家人在天酒窑, 虚荡渐行, 一面写了书封好了, 取了白金二百两, 叫家人收拾行李, 道, 师兄, 包袱一个, 白金二百两未路费, 一路需要小心, 到了燕门官望及修书于我, 也使我放心师必显道, 这个自然, 只是我母亲的棺木在玉珍县, 妹子又在此, 为望李兄照顾, 李荣春道, 这个不必挂心师必显道, 我们同现夫人二人来到那堂江前请禀之, 李夫人大悦道, 如此甚好师必侠道, 哥哥, 儿乃莽撞之人, 路上需要小心谨慎, 不可任性忘形师必显道, 不必吩咐, 我自晓得, 只是儿在此需要孝顺夫人, 恭敬兄嫂, 我此去若得寸进, 母亲棺木也得还香, 父亲之仇也得报复, 就是夫人之恩亦可报的, 自古道恩怨分明师必辖道, 哥哥, 那花紧张就是那说未完, 李荣春忙丢眼色, 师必辖就住了口, 师必显道, 为何不说, 那花紧张就是什么, 师必侠道, 就是我也刻刻在心, 必要报此深仇师必显道, 这个冤仇自然是要报的, 说完就拜别了夫人, 又与师必侠分别, 师必侠两类交流, 千叮宁万嘱咐, 说不尽千言万语, 李荣春晚了师必显的手来道大厅道, 不是我催促而起身, 此时天色尚早, 就此上路, 呆小弟来送一城师必显道, 不必送我背上行李取了双锤, 说声赞别, 拱拱手大踏步出门而行, 来到玉珍观拜别母亲, 吩咐道人机句话, 撒开脚步而去, 且说李荣春现师必显一直而去一步回头, 说道, 果然是个直汉碎回身来到内厅, 说道, 贤妹, 而方才说花紧张就是, 我丢了一个眼色尔就住口, 这是什么缘故, 师必侠道, 哥哥有所不知, 小妹自从初三那日出到花家, 那万恶的花子能就夸口道花紧张是他父亲, 荡潮一品的太师, 我家爹爹死在他父之手, 亮花子能为之其情, 我也未曾说破夫人接口说道, 而必显哥哥可曾知道摩, 师必侠道, 我哥哥是不知道的但是大娘也说道, 难道自己哥哥不对他说个明白摩, 师必侠道, 扫扫啊, 而但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必显哥哥乃粗心大胆莽撞之人, 若对他说明此事, 恐他要动干戈, 如今不必说破, 等他有出头之时方报此仇, 但是大娘听了微微而笑, 道, 果然姑娘有现实, 能思前顾后的师必侠道, 哥哥, 方才愚昧一时失口几乎说了出来, 幸得哥哥对我丢个眼色方才住口里容春道, 于胸却不晓得耳先知此事, 是恐怕耳晓得了说了出来, 所以丢个眼色, 方才若不是我丢个眼色, 而岂不说了出来摩, 如今此事是说不得的, 须待风云际会时, 仇恨如山意其身, 夫人道, 不错, 我儿说的是李容春说完走回书房去了, 不提, 且说曹天极指望与胸报仇, 谁知被师必侠用万灵真撕了一下, 腹痛而归, 花子能请医来治, 医生虽有妙药, 焉能治此万灵真之患, 曹天极自己虽有药亦不能医治, 一连睡了七八日, 倒是自己用的好药, 痛也止了, 疤也结了, 只嫌身体尚未勇壮, 咬牙切齿恨住师必嫌兄妹, 要报杀兄之仇, 未知可能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秦世玩花楼图去曹通养性或其原话说曹天极想道, 我英雄盖世, 今日败于师必侠女子之首, 莫说少也府上无光, 就是我曹天极岂不被人耻笑魔, 因此越想越恨, 一心只想报仇, 死仇不报死亦不休。 花子能献曹天极垂首丧气甚不过意, 遂请道玩花楼上疆养, 说道, 二教师, 这件事些不得的, 必要报仇, 若二教师不能报此仇, 我早有一只人马去报仇了。 曹天极道, 什么人马, 差到那里去的, 花子能道, 我插花符送书去与我爹爹说之, 若我爹爹肯为我做主, 认是他三头六臂的哪扎也要人王家破。 我曹天极道, 倘若太师不肯做主岂不突然无异, 花子能道, 不妨, 我爹爹待我是百依百顺的, 断无不依之礼, 但且放心。 我明日要道正, 朕, 将与我姑丈拜生日, 必要当歌几日。 而若闷时我这花园之中诸物皆有, 池中五色莲花, 鸳鸯细水, 亭台楼阁, 百般景致无所不有, 尽可解闷曹天极道, 多谢少爷花子能道, 我下去了曹天极道, 恕我不送之罪花子能说声, 不敢当就由玩花楼走到沉香阁来。 且说秦氏自从听了少爷的话说曹天极美貌, 他就去平门内等住观看, 只献花星驮了曹天极回来, 却看得明明白白, 果然生的美貌似女子一般, 碎心心念念想驻曹天极, 竟起了一点银心, 眠思梦想怎能与她睡一夜就是死也甘心的。 那日正在响住, 浴火如烧, 满面通红, 江妖一身叹口气道, 天哪, 却好花子能走到面前道, 出头的在此秦氏道吃了一下道, 原来少爷来了, 请坐花子能道, 少奶奶请坐秦氏道, 少爷, 尔说什么出头的在此? 花子能道, 尔在这里叫天, 那天字出头岂不是一个夫字? 难道我不是尔的夫字魔? 我所以说出头的在此, 我请问尔, 为何叫天叫地? 秦氏道, 只为天与我做对头, 热得我心头火发, 所以叫天, 只恐怕要热到十二月三十夜呢。 花子能道, 又来说干话了。 如今虽然热, 只怕到冬天西北风发起来耳又要怕冷了, 满身穿皮耳还要咸冷, 火炉内天炭烧得红艳, 这叫做有冷有热才是个好光景。 秦氏道, 少爷方才那里来, 花子能道, 在玩花楼与二教师说了闲话来的秦氏道, 那小吕布如今怎样了? 花子能道, 十分好有八九分了, 再将养一二日就好了。 只是我来与二说句话, 明日我要到正, 朕将与姑丈败寿, 必有几日当歌, 家中知识老耳费心照顾照顾。 秦氏道, 这个自然, 不必耳来吩咐。 天时炎热, 耳在那里多坠日也好养神。 花子能道, 这个道那里在砍碎别了秦氏, 下格来到书房, 吩咐家人备办寿礼, 极其丰盛。 到次日, 花子能吩咐家人道, 若有人客来往自有总管料理, 耳门要听他的话, 门户火烛须荡小心照顾。 倘若施避险再来寻打, 而可对他说少爷不在家, 若要打等待少爷回来再来打。 家人应声, 晓得花子能又去别了秦氏病重小妾, 急叫花急, 花翔随他而去不提。 且说秦氏县丈夫去了, 一心想铸曹天吉, 但不知他可是个知音客否, 可能与奴家说知心话魔。 也罢, 待奴家到玩花楼去勾打他, 看他可是知音魔, 遂独自一个下格, 也不带一个丫头, 悄悄地来到玩花楼下。 只见六扇纱窗开了四扇, 楼前的铁马被风吹得夜叮当当的响, 又听得缠声叫得锅耳, 好不凄凉。 秦氏若是正经的女子, 晓得此处有男人, 自然不敢到此而来, 那秦氏却是要来寻食的。 走到楼下, 叫声道, 楼上有人魔。 我少奶奶来了。 一面说一面走上楼来, 只见曹天吉赤身露体仰卧床上, 那根玉京却只比朝天一般。 那秦氏看现吃了一惊道, 少爷的物是那里比得他来, 他长又长大又大眼观心想却看得出神。 那曹天吉一心要报仇, 就是睡梦也梦与诗碧险相打, 此时酣睡正梦献与诗碧霞相打, 大叫一声, 诗碧霞见人, 来得好厉害忽然坐了起来。 那秦氏吃了一惊, 叫声, 哎呦, 跌倒在地。 曹天吉未曾献过秦氏, 所以不认得, 只道是诗碧霞打来, 急忙跳起来要来撕打。 秦氏急了, 连忙爬起来喊道, 谁敢无礼, 是我少奶奶在此。 曹天吉听说是少奶奶, 连忙穿了衣裤双脚跪下道, 少奶奶, 念我无知, 忘记恕罪秦氏将眼一丢。 甲义问道, 我且问耳, 我少奶奶上楼来, 耳为什么不躲避开去? 燕港公然在此。 曹天吉道, 这玩花楼乃少爷命我在此敬仰的, 我方才一时困倦在此睡住, 此乃是少奶奶自己上来的, 我因想此处莫有女人到此, 所以赤身而睡秦氏道, 如此说是我忘记了错走上来, 不干耳事, 请起曹天吉道, 多谢少奶奶就立起身来, 暗想道, 我赤身漏体而睡, 她不知上来也罢, 既然上来陷了就该走下去才是, 急至此时亦还不走下去, 必非正道, 绝有邪心叫声道, 少奶奶请坐, 我要下去了秦氏道, 且慢, 我且问耳, 耳到底是何人, 说明白了才去, 曹天吉道, 我乃江西人士, 姓曹明通自天吉秦氏道, 那曹天雄是耳何人, 曹天吉道, 是我的哥哥秦氏道, 原来是二教师, 真真得罪了。 念奴有眼不识泰山, 方才不知二教师在此睡走了上来, 一陷了就要下去, 谁知二教师已醒了, 真正见笑, 耳切不说被人晓得曹天吉道, 说那里话来, 这是我无礼冒犯了少奶奶, 还望少奶奶不要说与少爷晓得秦氏道, 这个话若对少爷说自己先要打, 嘴巴了一边说一边做出万众风情, 引得曹通魂魄巨无。 曹天吉虽然是个好汉不贪女色, 到此时捷渐秦氏做出百般讽情, 怎么不被他住了魔。 心中暗想道, 看此光景是有心于我的了, 待我再将言语挑他, 看他如何, 遂说道, 少奶奶, 而有此天资国色, 少爷还要这许多小妾何用? 秦氏道, 可, 不要说起, 我家少爷乃是昙花爱色之徒, 多一个好一个, 我也不曾献人家小妾有三十多个的。 曹天吉道, 如此岂不耽误少奶奶的青春了, 秦氏道, 这是我前世不休, 今生好像活守寡的曹天吉道, 少奶奶, 小可有一句话要说, 不知少奶奶可肯听否, 秦氏道, 男子汉大丈夫有话就说, 何必畏缩不言? 曹天吉道, 要说只恐少奶奶生气秦氏道, 而哥哥与少爷犹如亲兄弟一般, 叫我乃是嫂嫂, 如今尔哥哥死了, 尔在此也是一样的兄弟, 有话请说, 我是不怪尔的曹天吉笑嘻嘻地走近身边来扯住秦氏的一道, 少奶奶, 既是少爷无情无义, 我是个多情多义的, 且将这玩花楼拳做乌山境界, 我于尔来下一局风流棋, 看那个迎来那个书秦氏道, 别的话我却不怪尔, 指这个话我是要怪尔的, 我家少爷呆尔犹如亲兄弟一般, 尔如何来吊戏? 我若不看在尔哥哥面上, 我就叫家人来江尔拿去送官问罪。 曹天吉想道, 明明是他来寻我的, 却又装腔起来, 这乃是妇人长套, 何须怕他遂道, 少奶奶不必作难, 从了我也不欺住少爷秦氏道, 还说不欺住少爷, 调戏奴家不算欺, 难道要成时事才算欺魔? 曹天吉道, 少爷平日奸淫了多少人家妇女, 我与儿只多了一个, 如何就是欺他? 这正是我带少爷分牢。 说声未了, 双手抱住秦氏的腰道, 不要作难, 从了我爸秦氏此时浴火正宴, 口里虽说使不得, 心里却巴布的速成其事。 曹天吉双手抱了秦氏上床, 秦氏道, 青天白日如何使得? 曹天吉道, 不妨, 青天白日才有趣呢正要解戴脱衣, 只听得楼梯有人叫道, 少奶奶那里去了, 可在上面否? 二人听了道, 不好了, 有人来了连忙爬起身走开。 曹天吉躲闪在床后, 秦氏吓得满面通红, 甲义说道, 我在此乘凉必逃到, 二教师在此养病, 少奶奶为何到此乘凉? 秦氏道, 原来二教师在此养病魔。 我却不晓得毕桃道, 少爷曾对少奶奶说过的, 怎说不晓得? 秦氏道, 啊, 我却忘记了, 如此快些下去, 随同碧桃下了楼, 来到陈香阁。 暗恨碧桃冲散我的好事, 害我吃了一惊, 我必要打死这件人, 叫我如何丢的曹天吉。 岁问道, 碧桃, 耳道玩花楼大惊小怪的叫我来责慎, 碧桃道, 要请少奶奶吃午饭, 四处找寻不现, 故此叫喊秦氏也不作声, 只是恨助碧桃冲散好事, 想要打死他又寻无事可打, 碧吃了午饭。 那碧桃也是该死, 献秦氏吃了饭, 要去拿茶来与秦氏吃, 走到阁上票进房中, 被门剑办了一道, 将茶杯叠得粉碎。 秦氏献了借此未提, 碎即便面道, 而这件人, 如此不小心, 要而何用叫秋菊, 取门栓来碧桃道, 少奶奶饶了丫头这次, 下次再要资细了秦氏道, 不相干接过门栓举起便打, 不管头面一味乱打, 可怜碧桃千求万求秦氏只是不理。 前次打红花乃是问一句打一下, 此时打碧桃乃是含恨乱打。 那春梅, 秋菊, 双桂献碧桃已打得满身乌青, 流血满地, 连叫也不能叫了, 碎上前劝道, 少奶奶, 如今不要打了, 下次他也不敢了秦氏道, 不要耳朵言, 耳门也是要来讨打磨, 三人不敢择声, 退在一旁。 那碧桃被打得惨不可言, 此时口也不能叫, 身也不能动。 那秦氏犹如虎狼一般, 任意乱打, 不肯少歇, 又恨恨尽力打了一下, 碧桃忽然大叫一声, 以乌乎哀哉哉, 魂魄已归地府而去。 原来这一下打在殷户, 所以大叫一声就死。 春梅道, 少奶奶, 碧桃已死了, 不要再打秦氏文言, 将门拴拨一拨动一动, 不拨不动。 秦氏道, 死了魔。 拖了下去, 叫家人用草席缠了丢在荒郊空地。 那春梅等三人将碧桃抬了下去, 叫家人领了出去。 老家人不知何事打死碧桃, 又不用棺木收买, 不知何故如此恨他, 却又不敢问, 只得私自用棺木收买。 因碧桃多口叫了两声就被打死, 那春梅他们三人吓得魂不附体, 三人私自说道, 碧桃不过打破一个茶杯, 也是小事, 打击下借借主他下次虚应小行。 今就是了, 岂有将门拴乱打而死。 事成何心灾? 乃想少奶奶必不是为了茶杯之故, 看她面轻轻地走上阁, 淤声叹气, 两个眼睛带了杀气 犹如要杀人一般, 内中必有别情。 如今我们需要小心在意。 秋菊, 双桂道, 不错, 大家小心要紧且说秦氏坐在房中, 心内想道, 虽然打死必逃, 亦难出我心中之气, 死恨难消。 我想那曹天极风流俊俏最是友情, 正要上场做事, 被这昌根叫喊上来冲散了好事。 少爷说赛过温侯小吕布果然不差, 甚是知心贴意。 我好恨喝。 恨这昌根冲散, 想我的凤鸾才交, 方要上手买卖贝尔冲散, 虽死亦难消我心中之恨。 而打散我的姻缘, 而要欺世守孤灯, 如今叫我几时才能再与他成其好事。 越想越恨, 恨不得此时便与曹天极成其好事, 只是此时觉得身体肾不爽快, 连晚饭也不吃了, 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再睡不住不提。 且说曹天极也在那里恨道, 可恼啊可恼, 我正要与少奶奶成其好事, 谁知被一个丫头叫喊上来冲散, 真正可恨。 那少奶奶虽然莫有沉鱼落雁之容, 却有一种风情可爱, 那一对眼睛犹如秋波寒露, 樱桃小口, 白玉银芽, 乌云头发, 不尽身而自相, 就是小小金莲三寸时令人可爱, 那两只腿犹如玉柜, 身白如雪, 那偷情眼睛只一丢, 引得我魂魄都飞到他身上, 动了偷香窃欲之心。 又叹了一口气道, 可, 少奶奶呀少奶奶, 而此时不知怎样的难受呢, 又不知怎样的念我呢。 这也难怪, 而青春年少怎么守得孤单。 如今有我在此, 不怕凄凉了, 必要鱼耳日夜取乐。 那曹天极一则响东, 一则思熙, 一夜只想到了天明不曾合眼。 爬了起来, 梳洗完了吃了点心, 只是呆呆地想住秦氏, 昨日惊散了, 今日不知可肯来一遭而呼, 家人送饭上来, 吃了饭靠在窗前乘凉。 不知秦氏肯再来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思一蒙独自无聊处好情独一藏孤话说秦氏一夜并不曾睡, 到了次日天明, 起来梳洗明白, 吃了早饭, 不带一个丫头, 独自一个下了沉香阁, 打从无人之处穿到花园内来。 俗语说得好, 男偷女阁重删, 女偷男不商量, 上门买卖容易交官。 来到楼下, 献曹天吉斜靠住沙窗微微而笑, 将眼乱丢。 秦氏遇上楼来, 忽悠想道, 虽然是我情愿, 还要他来寻我, 不可我去救他。 带我去瑞云阁内坐坐, 看他来也不来, 想定主意, 遂到瑞云阁坐住等候。 那曹天吉献秦氏走道, 正在欢喜, 忽然又回身走到瑞云阁去, 想道, 这就齐了又转想道, 是了, 这是他坐男的意思, 待我也往瑞云阁遍了碎下了楼来到瑞云阁, 驱江过来, 只见秦氏坐在湘飞踏, 连忙坐一道, 少奶奶, 我曹天吉凤衣了秦氏道, 不敢, 奴家万福了曹天吉道, 为何不到我玩花楼, 在此瑞云阁和事, 秦氏道, 玩花楼恐人看线, 在此恰好曹天吉道, 昨日受惊了, 昨夜可好睡魔, 秦氏道, 有甚不好睡, 一夜直睡到天明, 二教师昨日也受了下, 昨夜亦可好睡否, 曹天吉道, 昨日正要大战乌山, 谁知被那短命的丫头冲散了, 害我一夜恨到天明, 此时陷了犹如获了其宝, 如今快快来续前缘, 消我心中万千仇恨即用手来扯秦氏的秀, 秦氏道, 碎, 快放手, 我是不去的, 曹天吉道, 为何不去, 昨日已许了我, 若不是丫头冲散了已成其好事了, 今日忽然夹起枪来, 却是何故, 秦氏道, 因昨日失了心, 今日岁不高兴道玩花楼曹天吉道, 我晓得了, 而在玩花楼头次要上手就被人冲散, 有个不及, 所以不到那里去, 既然如此, 就在这瑞云阁何如? 秦氏道, 果然是个知心的人曹天吉道, 既如此快些脱了衣服, 就将这乡飞踏做个战场吧, 二人脱衣上踏, 即相爱乐, 二人大战, 其乐融融不表, 且说花塞金平日与卢塞花往来甚是有情有心, 自从为了礼荣春之后断绝往来, 每日甚是寂寞, 幸逢施碧霞皆拜卫姊妹, 日夜相依, 都亦不冷静, 自施碧霞去后, 更兼红花尚未能起床, 乃独自无聊, 但红花此病都是花云上谨用心, 请一调至极好了, 终日仍办花塞金做些真旨, 说些闲话姐们, 那日红花献花塞金面带幽容, 两眼含泪, 红花问道, 小姐为何流泪? 有甚不悦之事说与丫头晓得, 也好与小姐分忧。 花塞金道, 我想哥哥如此作恶多端, 将来不知怎样的结果。 就是嫂嫂也是不良之辈, 双双一对互相作恶, 这也没奈他何。 只是施碧霞小姐为之回去否, 我甚是放心不下, 不知怎样, 我思起来就伤心。 红花道, 少爷与少奶奶所作之事我们难以管她, 一个四虎, 一个如狼, 昨日闻得厨房杨妈妈说, 碧桃打破一个茶杯就被少奶奶一顿门栓打死。 若似此行为将来不知如何报应, 我们那里管得她来。 若说施小姐, 小姐放心不下, 呆压头过一二日去看她便知明白。 只是小姐不要伤心, 若是如此忧闷, 躺忧出病来如何是好? 不如到园中去看光景节闷。 此时池中五色莲花正开得茂盛, 我伴小姐去看看也消些愁闷花赛金只知曹天吉在家养病, 却不知住在园中楼阁养病, 若知她住在楼阁她一步来了。 因心中忧闷, 也要到园中看光景节闷, 听了红花之言, 遂道, 也使得, 耳前面引路红花领命在前引路, 花赛金随后而行。 来到园中, 果然景致非凡, 真是天上神仙府, 人间宰相家。 只见蝴蝶霜飞蚕月彩花心, 梧桐树上秋缠叠噪。 主臂二人来到莲花亭, 只献五色莲花, 开曼灿烂如锦花。 赛金坐在石椅上看这些景致, 正是观之不尽, 玩之有余。 花赛金看花之时, 正是秦氏与曹天集成好的时节。 那花赛金看了莲花又道, 红花, 引我到旺江楼去。 红花领命, 又引小姐出了莲花亭, 经过八卦街, 走过三湾九区的桃园洞, 又过了玩乐台。 若说玩乐台在瑞云阁背后, 旺江楼在瑞云阁东西方面前。 主臂二人打从瑞云阁背后转弯来到瑞云阁面前, 再行击步上了望江楼, 将窗推开与瑞云阁对照, 只献瑞云阁内一男一女的, 男的将手搭在女的肩头靠在窗前看景致。 花赛金献是秦氏, 吓得满面通红, 连忙缩了进去。 那秦氏与曹天吉云语已闭, 二人穿了衣服手挽住手铐在窗前看光景, 曹天吉一手搭在秦氏肩头。 那秦氏正与曹天吉说笑, 呼听的对面楼窗响, 抬头一看, 现世花赛金主闭二人, 分明打个照面。 秦氏吓得魂不附体, 连忙回转身将曹天吉衣服一扯。 曹天吉尚不曾见花赛金, 他被秦氏扯了衣服不知何故, 随了进来道, 少奶奶为何面都轻了? 扯我何事? 秦氏道, 正是吓死我也。 曹天吉道, 到底未住何事? 秦氏喘气定了, 道, 而到底是个莽撞汉? 对面楼窗一想, 我抬头一看, 只见两个人现了我们, 他又缩了进去。 曹天吉道, 那二人是谁? 秦氏道, 一个是少爷的妹子叫做花赛金, 一个是花赛金的丫头叫做红花。 曹天吉道, 哎哟, 不知他可看现我们二人魔。 秦氏道, 怎么不见? 因现了我们才缩了进去。 曹天吉道, 可不妨是魔。 秦氏道, 耳说那里话来。 别的事还可, 这件事如何说不妨? 若是被别人现了, 还可与他说的话, 这二个昌根现了是不能与我干修了。 曹天吉道, 如今便怎么处呢? 秦氏道, 可。 这是那里说起, 那花赛金与我又是个对头冤家的人, 红花又是万恶尖雕的丫头, 今日此事被他看现, 将来必然说与少爷晓得, 那时少爷知己此事, 而我不必想要活的。 虽然说他不曾拿住好情, 然而与他亦难说得清楚, 他心中总是疑惑的, 那时叫我如何做人。 都是尔方才不好曹天吉道, 怎样道来埋怨住我? 秦氏道, 怎么不是尔不好? 我倒在此说说笑笑岂不是好, 而偏要到窗前去看景致, 如今看得好魔, 看出这件事来, 被别人看出破绽来。 一边说一边做出那腰梢之态, 将一条罗帕指住眼睛假作哭泣之状。 那曹天吉被秦氏蛀迷了, 又见他做出如此焦态, 心中又怜又恼, 急得心乱如麻只是乱跳, 也莫奈何。 且说花塞金铜红花献秦是与一个男人靠窗躲住肩玩耍, 呼陷了花塞金, 及时缩了进去。 花塞金铜红花献了, 精的魂不附体, 连忙缩了进去。 红花道, 小姐, 如今快些回去花塞金道, 我精的手足都软了, 怎么走得动? 红花道, 呆丫头扶小姐回去说服了花塞金下了楼, 急急走回楼上坐下。 红花道, 小姐, 方才少奶奶与那男人同靠在窗前说话, 成何体统? 那男人想必就是曹天吉了。 花塞金道, 红花呀, 那贱人这等无廉耻, 败辱我家门风, 若被他人吱吱起步笑死。 我想起来这都是少爷平日作恶之报。 红花道, 我们若不看县也罢了, 金济看县必须报与少爷小的, 将他肩夫淫妇拿住了, 一刀一个将他杀了起步前径。 花塞金道, 这是不可造次, 若还告诉少爷晓得, 那时闹动起来难瞒众人眼目, 这个冤家就皆在而我身上了红花道, 知情不报那理事得。 花塞金道, 我有个道理在此, 明日被一桌酒, 悄悄去请他来吃酒, 按将言于解劝他。 若能受劝, 动不如镜, 他难道不想提面膜? 自然绝了后患, 借其将来, 岂不是好。 红花道, 若是劝他他若不听呢? 花塞金道, 他若不肯听劝, 我只得推出窗前月, 吩咐梅花自主张红花道, 前日与他相打过的, 恐他不肯来花塞金道, 带我自去请他, 必定来的不说主必二人商议, 且说秦氏与曹天极记忆道, 此事非同小可, 必要使他二人不言才好曹天极道, 怎能够使他不言? 秦氏道, 而真是个痴人, 人若死了就不能言与曹天极道, 这个不难, 我有毒刀一只, 只有五寸长, 其毒无比, 只用刀尖向他身上 不管什么所在只轻轻一次, 献血就封喉, 不能言语, 一对时就死了秦氏道, 既有如此妙物, 快些拿来, 待我连红花这贱人一起 接裹了他性命曹天极道, 此物一次只能伤一人, 若此二人不能验了秦氏道, 如此说, 做二次次变了曹天极道, 如此甚好, 头次次其主, 二次次其臂秦氏道, 只是我与他有仇, 不爱献他, 怎么能到他房中去害他, 曹天极道, 这也不妨, 一日不怕修, 三日不忍恶, 暂忍一时之修, 免一身之祸, 遂从一代内取出与秦氏, 将刺法交了一遍, 秦氏将刀放在秀内, 即收拾去房中安歇, 到次日想了一计, 吩咐备酒, 要请花赛金来吃酒方好行事, 若是去衣房内到底不便, 故此要请他来好行事, 正在响时, 呼剑双贵报道, 小姐来了秦氏祥道, 她自来送死了碎起身迎接道, 姑娘来了魔, 花赛金道, 正是秦氏道, 姑娘请坐花赛金道, 嫂嫂请坐二人坐下, 丫头献了茶, 花赛金道, 奴家今日备一杯水酒, 欲请嫂嫂过去谈心解闷秦氏道, 我也备得一杯薄酒, 正要来请姑娘同吃一杯, 姑娘来得正好, 免我过去言请花赛金道, 多谢嫂嫂, 只是今日要嫂嫂先吃我的酒, 明日我再来吃嫂嫂的酒变了秦氏道, 如此甚妙花赛金道, 如此说我先去, 嫂嫂就要来的秦氏道, 这个自然, 带我送姑娘下去花赛金道, 不敢荡秦氏道, 必定要送二人下了阁, 手挽手的走, 花赛金道, 请嫂嫂留步, 不必送了秦氏道, 如此说姑娘慢走一面说一面, 将手拿住刀, 两个指头扯下刀套露出刀尖, 轻轻地向花赛金脉礼一次, 说声, 姑娘请慢走就回身上阁, 靠在窗前观看, 那花赛金呼叫声, 不好了立脚不劳, 倒在地下, 只献伤处流了子血, 明知中了毒计, 但这只毒刀甚是厉害, 献血就封喉, 痛不可言, 爬了起来走不上两步又跌了, 那秦氏献了道, 果然应验, 真乃至宝, 明日红花也是一刀此次, 起步也就明白了, 那时无忧无虑, 就好放心与曹天吉取乐了不说秦氏心中思喜, 且说红花线小姐去了许久上不回来, 遂走下楼要去接小姐, 走不上击步, 呼现小姐一步一跌地爬来, 两肋交流, 面已变黑了, 头发也散乱了, 红花一现, 惊得魂不附体, 连忙扶了起来问道, 小姐为何如此模样, 那花赛金支开的口, 并不能说出一句话来, 只将左手举起与红花亲看, 红花现了问道, 为何此处流出紫血来, 敢是发纱魔, 花赛金将头摇了两摇, 红花道, 既不是发纱, 为何如此莫奈何, 只得扶了小姐一步一步地扶上楼来, 放到床上, 只现滚来滚去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红花道, 小姐方才去时是好端端的, 为何此时如此模样, 敢是秦氏毒害魔, 花赛金将头点一点, 红花道, 如此说, 想是不能救得了极的末法, 只是跪住叩求天地神明宝, 又转想道, 不如去说与总管小德, 叫他急急去请一个医生前来, 看有甚法可能救得否, 慌忙走下楼来, 才转的弯就寓住花云, 花云道, 红花姐, 如此慌忙要到那里去, 红花道, 云哥来得正好, 小姐命在虚余了, 快快去请一位医生来看花云道, 我正要于尔说两句话, 谁知又欲此即是只得去请医生。 那些丫头听见此事, 众人都到楼上围在床前观看, 有个说是发乌纱, 有个说是唤疾风, 又有一个说是饭住周苍爷, 红花道, 修得胡说又有一个问道, 儿子磨小的是饭住周苍爷了, 一个道, 不然面位何会变黑, 那花云已请了医生上楼来看, 医生看了麦说道, 是中了毒, 只是无药可救只用解毒的药, 吃下全然墨些应验, 一连请了鸡尾医生来看, 只是墨一个能救的来, 红花急的叫天叫地的啼哭。 那些三十一个小妾也都来看, 大家并无主意, 只是叹息而已, 唯有勤势一个不来。 一夜大家乱到天明, 红花哭得两眼红肿如核桃一般, 那花赛金两眼反白, 牙齿咬紧, 变身轻的轻, 紫的紫, 乌的乌, 一个身体肿得有三个大, 毒气宫心, 疼痛一对时, 可怜一命归因而去了。 红花献小姐已死, 将头撞得哭得哑了喉咙。 纳秦氏文之花赛金已死, 满心欢喜, 要掩人耳目, 只得走去看一看, 顺便要害红花。 来到花赛金床前, 如鸟鼠哭猫一般假意哭了两声, 立心要赐红花, 阴房中人多, 下不得手, 再想道, 且饶尔赞活半日罢了碎下了楼, 吩咐总管道, 小姐犯了急症身亡, 少爷又不在家, 耳门只需草草收敛, 不必多费纳总管听了此言, 暗想道, 少奶奶此言好不中听, 我家小姐乃堂堂宰相的千金小姐, 怎说草草, 就是不必多费这句话怎么说得去。 又想道, 小姐呀, 耳一声为人忠厚贤德, 如今得此急症而亡, 虽然竹母如此吩咐, 我自然从后被伴辩了。 不知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忆 以含冤藏幻宅宅恶赴成都拜门封话说那总管为人甚是忠厚, 却将花塞金一礼收买。 那红花献小姐死得凄惨, 哭得无休无歇, 声音也哭得哑了, 两眼也哭得红肿了, 想起秦氏, 咬牙切齿恨道, 秦氏啊。 而自己与曹天吉通奸, 败坏门封, 电汝相府, 被我小姐看见了, 就该自认不是来求小姐才是, 既不来求也就罢了, 怎么反来害死小姐, 又道, 小姐呀。 这都是丫头害耳了, 我因见小姐幽闷, 所以劝小姐去园中解闷, 谁知处了恶父奸情, 所以被他害死。 不知他用何毒物, 死得如此惨伤。 心中暗想道, 小姐尚且被他如此害死了, 我怎么能拖他的手里。 他因恐我们告诉少爷, 所以立心要害死我们以灭其口, 如今小姐虽然被他害死了, 尚有我在, 想他不害死我必不肯休。 只是我若被他害死, 叫谁来报小姐之仇, 想到此间, 心中注疾, 我必须早早逃走, 留此性命好来与小姐报仇, 遂跪在床前哭道, 小姐喝。 奴婢本该送小姐下官半尔灵作才是, 亦因恐遭其毒手, 燃压头死亦不足惜, 只是无人来与小姐报仇, 事已不得已要别小姐了。 哭拜了起来, 开了皮箱取些金银手势打做一个小小包袱, 又来哭拜。 别了小姐, 莫奈何硬了头皮走下楼而去, 而到红花逃走阴和并无一人拦阻。 只因秦氏要害死红花, 县人围了许多, 所以一概赶了出去方好来害红花, 但红花心料秦氏必能再害死他, 他遂急预备要走出去。 走到楼下, 想到, 前门后户都是有人看守, 不能出去, 如今怎么好, 急得莫做理会。 正在忙急之际, 却好欲住花云, 那花云现了问道, 红花, 我问儿, 小姐为何死得这样快? 红花道, 若是死得明白这也罢了, 却是死得不明不白才是苦呢。 花云道, 我也是如此想, 小姐死得古怪。 而且随我来, 我有一句话于耳说。 红花响道, 而有甚好话于我说。 无非未住前日许他之事, 虽然亏他一片好心, 只是此事断然是使不得的, 自当另报他的恩情就是了。 如今且与他寄议, 过了这门再做道理。 遂随了花云走到无人之处, 花云立住脚问道, 红花姐, 如今小姐死了, 耳药怎么样呢? 那前月初三也许我知事将如之河。 红花道, 我岂不知? 只因被秦氏打得病倒在床不能起身, 当戈勒尔花云道, 我恨不得一刀杀死那恶妇, 无端将我红花姐打得病倒在床, 害我不能成事, 如今渴了我的心是魔。 红花道, 云哥呀! 不是我不肯从而, 一来身上伤处尚未全好, 二来小姐又死了, 三来我的性命也不久了。 花云又问道, 这却为何? 红花道, 就是为此我故走来鱼尔记忆。 前日我被秦氏打至僵死, 幸亏小姐来救才免此恶, 如今小姐死了, 她岂肯饶我? 我想小姐尚被她害死, 我岂能淘其毒手? 想我鱼尔的鸾凤之交是不能成了。 花云道, 哎哟! 不错呀, 而这句话是说的不差的, 如今怎么样才好? 红花道, 我想在此不但终无好处, 还恐性命难保, 不如早早逃走出去方好。 花云道, 而若逃走出去了, 我的好事岂不做不成了? 红花道, 而好吃也, 我若逃在外面, 尔正好与我往来花云道, 不错, 说得是, 只是尔如今要逃往那里去呢。 红花道, 我亦遇到李大爷家中去, 尔说好魔, 花云道, 为何不到尔外亲家去? 红花道, 若到我家中去, 躺被人拿住岂不送了性命? 若在李府就无人敢来拿我了。 花云道, 尔果然想得周密红花道, 我却忘记李府住在那里花云道, 住在四排方, 朝南坐北, 门口有一对旗杆的便是红花道, 只是前门后护聚个有人看守, 叫我怎么的能出去? 花云道, 是啊, 如今怎么好, 想来想去, 想了一回说道, 有了, 红花, 尔可由道马桶的粪坑门出去, 这份坑门是遭于买粪的出入, 尔道既有此门, 前日为何不放李荣春出了此门? 只因一时心忙意乱, 所以想不到此门, 花云道, 尔出了此门望息而走, 再问一声四排方就是了, 快些去, 遂带红花来到粪坑, 将门开了, 红花急急走出了门, 花云将门闭好, 心中想道, 如今好了, 我而今好与红花来往那是恨住秦氏不良而已, 且说秦氏想道, 如今好了, 花塞金死了, 只是红花这件人断然留不得的, 躺塌告诉少爷, 那时怎么好, 虽然少爷不曾拿住, 到底落灶, 方才我要下毒手, 因人多不便, 所以我将众人赶散了, 如今好去下手了, 想定主意, 带了刀下了阁来到花塞金房中, 四处一看并不现红花, 又走到红花房内一看也无, 又再走到花塞金房内再细细搜寻, 总是不现红花, 又现花塞金直直的倒在床上, 秦氏指住花塞金骂道, 而这件人也有今日了, 时尔晓得我的厉害, 自古道, 天便则雨, 人便则死, 尔晋来大便了, 要杀哥哥, 打扫扫, 为何今日动也不动, 而那杀哥哥打扫扫的气概那里去了, 可惜房内这些好物件尔莫夫享受又道, 哎哟, 我在此骂, 他是死的骂也无用, 那活红花是要紧的, 连忙走下楼来吩咐丫头四处搜查, 只是不见, 秦氏道, 不好了, 被他走了, 查问管门的便知那管门说道, 并莫有出去秦氏听了, 甚是注急, 想道, 这个贱人, 若走了出去非同小可, 必要将此事如麦状原路的一般报了出去, 被人晓得, 那时我少奶奶面皮起步拨尽了, 绝要拿回才好, 随即叫四名家人分座四处去追赶, 拿了红花回来种种有赏那花云孔他们追住红花, 隧道, 带我往西门去追赶, 顺便去讨一节钱, 尔门分东南北三门去追罢众人道, 都是一样的说完分座四门而去, 且说秦氏心乱如麻, 想道, 据管门的说不曾出去, 只恐还在家中即刻吩咐家人使女再去四处细细搜查, 自己走来与曹天极说之此事, 二人说了一回, 岁姐带脱衣, 上床星云坐雨不体, 且说春梅, 秋菊, 双桂三人私自说道, 小姐果然死得凄惨, 真正死得古怪双桂道, 少奶奶这两日更是古怪, 饭也无心吃, 酒也无心饮, 一日到晚只是叹气, 无神无彩, 不知何故常常到花园而去正在说时, 只见总管进来说道, 双桂妹, 耳去问少奶奶说小姐要寄鸡日饭, 灵坐要安放在那里, 可要请和尚来做功德模, 双桂道, 晓得了, 耳先去, 我问了就来回耳的话, 总管岁先出去, 双桂走上阁来一看不现了秦氏, 岁走下来与春梅说道, 不知少奶奶那里去了, 我们同去寻吧, 那春梅与双桂二人四处去寻, 秋菊也四处去寻, 只是不见, 心中暗思, 那里去了, 带我到这些楼阁停台去寻, 寻了一回, 来到玩花楼, 指线门是闭的, 侧耳一听有些响动, 呼听的秦氏说道, 二教师, 耳本时虽好, 我是不怕耳又听得二教师说道, 少奶奶, 耳是冠战女将军, 也要我能争男子汉那秦氏又道, 此时有耳行凶, 只怕等一回要做柳公公了那秋菊听了江舌一声, 闲闲缩不进去, 道, 怎么青天白日做出此事来, 不要被家人们献了, 那时又是要害死的, 如今带我立在此等候与他官封, 等他完了事再与他说话且说秦氏与曹天吉云收雨伞, 二人穿了衣服开了阁门, 一线秋菊吓得满面通红, 道, 耳来此何事, 秋菊道, 宋粗旨来秦氏道, 小声些, 耳几时来的, 秋菊道, 有耳行凶要做柳公公的时节来的秦氏道, 耳这见人好耐性秋菊道, 要看柳公公, 所以耐住性子等待秦氏道, 可, 秋菊呀, 耳在房中已四年已, 我呆耳不薄, 也算好的了, 秋菊道, 果然好, 只是打断了二支门拴了秦氏道, 那个叫耳语花响取笑, 所以打得, 四个丫头只取耳一个好之心贴意, 今日此事被耳看破, 望耳切不可多言。 秋菊道, 总是少爷不好, 耽搁了少奶奶, 耳所以寻些也食吃, 这奶尝试, 有甚要紧秦氏道, 切不可多言, 我自然另眼呆耳耳, 秋菊道, 这个自然秦氏道, 耳到底为助何事而来, 秋菊道, 虽说是送粗旨来, 其实莫有此事, 因总管说问少奶奶那小姐要寄积日饭, 灵坐要安放在那里, 可要请和尚来做功德摩, 秦氏道, 一概不用, 只许祭一日饭, 将灵坐放在鬼出门, 棺木放在荷花池滩, 等少爷回来做主, 快些去说秋菊领命去说与总管知道, 总管听了两眼流泪道, 主母啊, 耳为人为何如此客毒, 全莫些姑嫂之情, 若少爷在家也不至如此, 小姐呀, 耳真正苦命, 我又是个下人, 如何做得主, 只得依他变了且说红花来到礼府, 献大门闭住, 耳门是开的, 就大住胆直闯进去, 献个管门的坐住, 那管门的献个丫头进来, 立起身来问道, 姐姐是那里的, 红花道, 此处可是李大爷府上摩, 管门道, 正是, 姐姐何人, 红花道, 有劳伯伯进去通报一声, 说王翠儿要献管门道, 耳叫做王翠儿摩, 红花道, 正是, 伯伯敢是李茂伯摩, 李茂道, 正是, 耳还认得我, 我却认不得耳了, 一向可好摩, 翠儿道, 好的, 不怕可好摩, 李茂道, 好的, 耳是来过的, 耳自己进去变了红花道, 久不到来, 李该通报, 李茂道, 既如此, 而且在此做, 我进去通报, 遂来到书房柄与李茂春之道, 李茂春听了连忙初来道, 恩姐且进里面来红花道, 来了急随李茂春来到书房, 红花就要跪下去叩头, 李茂春道, 不可行此礼, 前日受恩姐的大恩尚未报答, 使我心中不安, 只是恩子为何流泪, 红花道, 一言南经李茂春道, 既如此, 请进内堂与夫人戏说叫三元, 带王翠姐进去献夫人三元道, 晓得叫声, 王翠姐, 随我来李茂春道, 不许叫王翠姐三元道, 如此说, 红花姐随我来李茂春道, 不许叫红花姐三元道, 这不许那不许, 教我叫什么李茂春道, 狗才, 连称呼都不晓得, 要叫翠姑娘三元道, 晓得了, 翠姑娘, 随我来, 红花道, 大爷, 奴家进去了李茂春道, 恩姐请红花碎随了三元进去, 那李茂春想道, 翠子为何流泪, 难道花塞金小姐打她, 到她救我之时不先禀之她, 又想道, 非也, 我想若花塞金小姐还恨住红花, 定不肯这般好意待我, 将我藏在卢小姐房中, 如此看起来, 乃是一位仁慈厚德的小姐, 并无此事, 只是到底为住何事, 也罢, 带我到内厅听她说些什么便知分晓, 想定主意, 来到厅外偷听, 那红花正在叩献夫人, 那李夫人立在一旁笑嘻嘻地说道, 翠姐, 我家大爷遭了大难, 若不是翠子相救, 已死多时了, 真乃救命大恩人, 不必如此, 只行常礼罢红花道, 必要扣头碎跪了下去, 李夫人连忙亲自扶起, 红花又与诗小姐并但是大娘叩献, 姑嫂二人一同扶住李夫人叫丫头看座, 红花道, 这个不敢, 念奴乃是个丫头, 论理应该是李听教, 岂敢对坐, 李夫人道, 说那李话来, 一则与我乃是隔壁邻居, 二则又有恩于我儿, 三则算来是我一家的恩人, 那有不作之礼, 红花道, 继蒙夫人赐坐, 敢不从命, 遂向每位面前告坐, 然后坐在下位, 李夫人道, 继德尔那年来我家时还是小孩子, 不觉过了这几年便长成的如此好身材, 又生的美貌, 只可惜到花家去办小姐红花道, 我想那时蒙夫人的厚恩, 时刻难忘, 就是卖身一阴家贫, 说了可修于人李夫人道, 说便这等说, 道亏尔在筑花家方救的我家大爷之命, 不然岂不被他活活烧死, 焉能平安无事回家, 此恩此得真亏尔, 恨来恨去恨花红, 难得尔今日到此, 叫丫头吩咐厨房备酒, 红花道, 夫人不必费心那师必侠道, 翠子为何眼睛红又肿, 小姐可平安否, 红花献尸小姐问起赛金小姐, 不觉两眼流泪道, 师小姐呀, 可怜我家小姐死于非命, 众人听了, 皆吃一惊道, 翠子, 尔家小姐怎么样死了, 快些说个明白于我们小得, 红花碎江前世细细说了一遍, 李夫人听了心酸, 不觉下泪, 师必侠好似乱剑穿心, 但是大娘道, 可怜尔小姐如此惨死, 那秦氏贱人真乃万恶之极, 那李荣春在厅外听了此言心中大怒, 道, 可怜小姐死得如此惨伤, 花红这狗男女平日作恶太多, 故有此报师必侠道, 母亲, 我一见秦氏便知她是不良之辈, 所以临行叮咛花家贤味, 叫她刻刻留心防那恶妇, 谁知果然死在她手, 可惜了二八青春的花小姐李夫人道, 翠子, 幸喜而有限时脱了虎口, 不然性命也是难保, 如今儿也不必伤心, 且在此筑红花道, 多谢夫人说话之间酒一排上, 李夫人上座, 但是大娘要让红花做二位, 红花执意不肯, 但是大娘莫奈何做了二位, 师必侠道, 李大爷是我的恩兄, 翠子救了大爷犹如救我一般, 三位该是翠子做的红花那里肯做, 师必侠只得做了三位, 红花做了四位, 酒吃了三巡, 不知红花说何言语,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送回杨赛金妇深闹酒楼英雄聚会话说, 红花吃了一杯酒后说道, 师小姐为何也在此, 师必侠将前情也说了一遍, 红花想起小姐好不伤心, 姑嫂二人将言解劝不提, 且说花赛金棺木放在莲池滩, 阴魂不散, 异灵魂来到森罗殿, 等阎君升殿要速怨情。 他因未该死, 所以无鬼族居管。 不一时阎君升殿, 只限无数的鬼族牛头马面丽在两旁, 花赛金走上殿跪下哭诉冤情, 阎君传指判官, 速速查明花赛金的杨寿, 看是该死也未判官领旨, 岁将花赛金阳寿查明, 回复奏道, 花赛金阳寿已经查明, 注定该有花, 甲之寿, 浮为定夺阎君道, 既有花甲之寿, 应该送他回阳, 待我奏过阴主便了岁吩咐, 将花赛金带过一边, 吩咐起架, 来到地藏王殿上奏道, 今有花赛金, 阳寿有花甲之年, 尚未该死, 被其扫用毒刀赐死, 立该送他海阳, 臣未敢善主, 请指定夺地藏王文奏说道, 花赛金阳寿有花甲之年, 立该送他回阳, 但他身已中毒, 而且此时乃炎热之天, 师海已经消化了, 怎么魂魄能归其身, 也罢, 吩咐阎君再去细查, 如有寿数该尽的女身, 也要容貌配备过花赛金者, 给他录引一道, 令花赛金借师海洋, 术不至有在亡之探, 阎君领旨回殿, 命判官再行细查, 判官领旨又查了一遍, 奏道, 金查的东昌府邓义之女邓天相授术该尽, 容貌也配得过, 为之可否, 严君道, 带我再去奏遂及父到地藏王殿上将此情奏上, 地藏王道, 依严君所奏, 速去行事严君领旨回殿, 就给一张路银语花赛金, 命二鬼族送花赛金海洋, 鬼族领旨带花赛金而去不表, 且说东昌府友谊姓邓名义, 在朝官居兵部之职, 告病回家, 不幸一病而亡, 夫人陈氏, 单生一位小姐, 取名天相, 年已时期, 义士知书达理, 能闻能武, 十分孝顺, 不想惊期不顺, 染成一病, 医药无效, 陈氏献女儿病得沉重, 心中忧闷, 求神问补, 八部的女儿病好, 谁知大树难逃, 那夜忽然大叫一声, 双眼紧闭, 双脚伸直, 双手放开, 呜呼哀哉, 一命已归阴府, 那邓夫人只有此女, 献她死了好不伤心, 哭得死去还魂, 一家无不流泪, 邓夫人叫一声娇儿, 哭一声性命, 而去喂娘的好苦, 叫我靠住谁来, 倒不如与尔一同去罢, 那花塞金乃是7月22日死的, 一则身尸中毒, 二则天气炎热, 三则那晚成炼, 所以身尸容易消化, 邓天香乃是7月24日虚实身亡, 尚未下官, 才道此时花塞金魂魄已道, 邓夫人与父女丫头围在床前哭泣, 忽然一阵鬼头风将灯火吹得隐隐暗暗, 又一阵将灯火吹灭, 这些妇女吓得魂不附体, 连忙去点了灯来, 那花塞金魂魄已附在邓天香身上了, 邓夫人双手捧住邓天香的面哭叫轻而不绝, 呼听的邓天香大叫一声, 好苦喝邓夫人被这一下, 吓得魂不在身, 倒退基部, 就是妇女丫头们吓得只是变身发抖, 远远的立住, 还是邓夫人走进床前叫道, 我儿, 耳还魂回来了吗? 真正谢天谢地, 方才为娘的献儿如此, 连性命也不要了, 那邓天香微微开眼一看, 献为了许多人, 心中明白是戒施回魂, 说道, 我不是尔的女儿, 我是花塞金邓夫人献她如此说, 只道是女儿还魂回来胡说, 吩咐请医生来调治, 那花塞金是中毒而亡, 并非病死, 今日还魂病无些病, 只是邓天香身体乃荆期不顺而亡, 却是要医的要医不死病, 不用即日自然就好, 花塞金说明缘故, 夫人半信半疑, 到后来自然明白, 邓夫人只认识邓天香, 并不晓她什么花塞金牺牲还魂的, 且说花子能往正, 朕, 将败寿回来, 秦氏只说花塞金得了急正而亡, 花子能哈哈大笑道, 该死, 该死, 人若变了性自然要死的又问, 红花泥, 秦氏道, 逃走了花子能道, 便宜了他又到玩花楼陷了曹天吉, 才知病已全好, 吩咐备酒与曹天吉庆贺并全, 纳秦氏县丈夫回来, 心中不悦道, 我正要与曹天吉酒会阳台, 谁知少爷已回, 如今不能与曹天吉常常往来, 却如何是好, 只得插秋菊打听少爷在那一个小妾房里睡了, 才去与曹天吉云雨, 只是偷偷摸摸而已, 不能倡议, 且说诗碧显离了扬州, 一路望雁门关而行, 那日来到山东地面, 现一个市镇, 诗碧显想道, 带我寻一间酒店, 吃鸡杯酒再走四处一看甚是热闹, 现个酒店写住最先楼三字, 遂走进店去大声叫道, 酒来, 酒来, 快些拿酒来酒宝一线诗碧显吃了一惊, 想道, 上面两个已是怕人, 怎么这个一发凶恶, 敢示火烧冬月庙, 所以走出这三个凶神来, 诗碧显又叫道, 快拿酒来, 与我吃了药赶路酒宝道, 而这人也太性急, 坐也不曾坐, 只得是叫诗碧显来到里面一看, 现三个人做了一副坐头甚好, 诗碧显也要这个坐头, 叫道, 快快走开, 我要这里坐那三人唬了一跳, 立起身来道, 尔是何等样人, 敢来犯住我, 诗碧显道, 我乃山西诗碧显爷爷, 尔还不让我磨, 那三人道, 尔这人好生无理, 七八副坐头不坐, 却来与我争诗碧显道, 那些坐头我不要, 丹耀尔这副坐头那三个人道, 我先来道叫我让尔, 天下那有这个情理, 诗碧显道, 我偏偏要尔这里那三个人道, 我偏偏不让尔便怎的, 诗碧显道, 尔当真不让我, 我与尔大家吃不成了, 将桌一推, 四脚朝天, 碗盘打得粉碎, 那三个人大怒, 拿起乙便打来, 诗碧显接过来回首打去, 三个人那里是诗碧显对手, 料敌他不过, 回身便走, 诗碧显将乙丢去打倒了一个, 爬起来便走, 那酒保只是叫苦, 呼听的楼上高声大喊道, 是谁敢如此无理, 按来也诗碧显现楼上来了二人甚是凶恶, 那二人赶上前举拳便打, 诗碧显双拳敌二人一直打出店门, 那酒保现那些家伙被打得粉碎, 吃酒的人走得前前静静, 喊道, 岂有此理, 快叫人来将他拿住, 先陪了家伙然后送官揪至那些人只好看, 那个赶上前多说一句话, 那二人与诗碧显打了多时不能取胜, 献他甚是鸟涌, 碎住了首道, 请问好汉尊姓大名, 居住何处, 望道奇祥, 诗碧显最爱人称他好汉, 献二人称他好汉也就助手, 答道, 暗姓诗明必显, 人人称我非天夜叉, 请问二位尊姓大名, 那人道, 我姓童明孝珍, 人号我叫做所命无常又止那人说, 他姓张明顺, 人号他叫做风节无功, 请师兄上楼吃杯酒, 有一句话要说, 不知尊义如何, 诗碧显道, 好岁一同进殿, 楼上那二人让诗避险坐上位, 他们对面坐下, 叫九宝尚来道, 方才打破多少家伙, 而可去算该多少钱, 我陪尔罢, 可将上上好酒好窑拿来吃了, 一起算悬, 九宝欢喜道, 多谢三位客官岁下楼将上好酒窑搬上楼来, 三人吃了一回酒, 张顺道, 请问师兄住在那里, 到此何事, 师碧显道, 我家住在山西, 若说到此真是一言难尽, 二位不嫌续凡带我细说一遍, 张顺道, 我等席尔公听师碧显遂江前情细说一遍, 二人听了心中大怒, 道, 可恼啊可恼, 我二人虽不是官家之子, 那花紧张名声却也尽知其详, 师兄有此大仇, 难道就是这等罢了不成, 师碧显道, 就是为此大仇未报, 所以要到边关谋杠公明以报此仇, 不知二位是何等样人, 道要请教, 张顺道, 我二人是说不得的师碧显道, 大丈夫有言则说, 有甚说不得, 张顺道, 说出孔师兄献效, 师碧显道, 莫非是乌龟魔, 张顺道, 非也, 老实对耳说, 我兄弟二人在藩蛇岭位头岭, 手下有五百人马, 因我二人手段平常, 所以下山来要请一个好汉去做山主, 今日与师兄有缘, 幸得相会, 况且大仇未报, 和不上山昭君买马, 我二人助耳报仇, 岂不未美? 师碧显道, 躺蒙不弃, 愿随听教, 若能助我报仇, 我何必到边关去同校真道, 若师凶肯上山, 我等知性也三人说得投机, 吃得大醉, 岁下了楼, 拿一定银子放在柜上说道, 酒宝, 银子在此, 我们去了婉然如飞, 出门而去, 酒宝将银一称只得一两, 本该要五两多银, 只拿一两, 欲要赶去又怕他凶恶, 只是气得乱跳道, 还要慎抹酒店, 快收了吧, 那些闲人走进来问道, 而不开酒店做什么, 酒宝道, 我要收拾了去靠我妻子过日子那人道, 而不开酒店要去做乌龟, 酒宝道, 那开酒店的就是乌龟, 我是不开了不说众人说闲话, 且说施碧险等来到西蛇岭, 五百楼窝迎接上山, 同孝珍吩咐贝勒生礼, 排了香案, 三人对天接拜, 同孝珍排位第一, 施碧险第二, 张顺第三, 三人立下千金重事, 患难相扶, 富贵同享, 三人拜完起来, 这些楼窝都来叩见新大王, 即时被酒席排在中一堂, 三人坐下开怀畅饮, 饮酒之间, 张顺道, 二哥, 尔在扬州多蒙里大爷将尔剑网边关, 如今尔在此他那里小的, 需要写一封书送去与他才是道理, 诗碧显道, 写信容易, 却无送书之人, 张顺道, 二哥写了书, 送书之人这里自然是有的诗碧显道, 既如此, 待我明日就写那日酒席吃到夜深才些, 吩咐喽啰打扫一间净房与诗大王安歇, 一夜晚景已过, 那张顺不叫诗碧显写书也罢, 只因此一封书去, 害得李荣春受不尽苦旷, 且说次日诗碧显写一封书, 白字也有的, 横的也有的, 直的也有的, 一个字写得如核桃大一般, 写完就来封好了, 书寒外面写, 此信寄到扬州府将都县四排方打子向小孟长李荣春大爷收差差了一名, 横落叫做张桓, 赏他陆费银十两, 叫他将书送去, 横落领命而去, 且说花紧张在朝官居文华殿大学室, 又加太师之职, 官居一品, 位及人臣, 在朝无恶不作, 弥索不畏, 那些文武官员具他兄弟威势, 屈从者多, 有处犯他的以及不肯屈负病, 不肯奉承者, 便急得急了, 罢官的罢官了, 这还不算数, 有的还要弄到他人王家破财些, 说不尽花紧张兄弟作威作事。 且说那日花紧张与夫人马氏说些闲话, 夫人道, 相公, 奴家有一句话要说, 未知相公可肯听从否。 花紧张道, 夫人有话但说, 老夫无所不依马夫人道, 奴家昨夜睡到三更, 只见女儿花塞金满面愁容, 双眼带泪立在床前, 奴家问他, 他只是不应, 将头一摇, 头发抖散, 望我身上打来。 奴家吃了一惊, 大叫而醒, 却是难科一梦。 不知主何吉凶, 又不知女儿在家平安否。 奴家放心不下, 亦欲回家看看儿女, 不知相公意下如何。 花紧张道, 此乃梦寐之事, 何必挂心? 况且暮夏天气炎热, 怎好走路, 且待秋后回去便了。 夫人, 而若放心不下, 可写一封书回家去问, 便知安否如何。 说还未完, 呼现丫头来报道, 少爷岔花符送书在外, 要陷香爷花紧张道, 叫他进来。 丫头传之内门关道, 香爷叫他进来内门关领命出去。 花符献传, 来到那堂跪下道, 香爷, 夫人在上, 花符叩头花紧张道, 罢了, 起来。 少爷, 少奶奶可好摩。 花符道, 好的花紧张又道, 小姐可平安否, 花符道, 平安的。 少爷有书在此花紧张道, 取上来。 而路上辛苦, 到外面吃酒饭吧。 花符道, 寇谢香爷岁退了出去。 花紧张将书拆开, 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岁拿与夫人观看。 马夫人看了一遍, 说道, 孩儿书内说李荣春接党成群, 家藏器械, 师必显妖言惑众, 意在谋反。 奴家想李荣春乃尚书之子, 又是既是人人的君余, 妾身在家之时也曾见过几次, 好一个端方厚道的相貌, 岂肯行此搜家灭族之事。 虽是孩儿如此说, 量来未必是时事, 况且书中说服起爹爹假传一道旨意 只此一句便有可疑了。 花紧张道, 我自有道理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21回田玉使按林阳俊桃天报密探花楼话说 花紧张道, 夫人说得有理, 我想他二人必有甚冤仇, 因此说他有谋反之意。 但李赛与我是同窗之友, 况且又是同乡居住, 他在生时与我甚好, 又同是一殿之臣, 兼且只有此子。 那谋反之事非同小可, 地方官师觉察就该有罪了, 连满城文武官员一概要问起罪来。 这件事情若果是真, 老夫亦不能容他, 如此看起来, 必然是假的。 马夫人道, 相公若要害了李荣春, 亦当念他父亲同窗面上, 于心何忍? 况且又要连累众人, 这是断然使不得的。 可笑孩儿大不明白, 歇小之愿就要污人为反叛。 花紧张道, 但不知孩儿与李荣春有甚冤仇, 就污他反叛, 带我叫花福来问便知明白。 马夫人道, 相公言之有礼即吩咐叫花福进来。 花福闻传, 随即走到内堂问道, 不知香爷呼唤花福有何吩咐, 花紧张将炎炸问道, 花福, 少爷含内说与李荣春有冤仇, 到底未住何事? 那花福现问, 只道少爷含内果有此言, 遂将前世禀明。 花紧张听了想道, 为了一个洛南之女皆此冤仇恨, 我自有道理马夫人道相公, 此事如何回复孩儿? 花紧张道, 带我写一封书去与孩儿, 叫他要脸记些, 各事不可如此乱味夫人道, 相公说的有礼花紧张岁写了一书, 赏花福十两银子做路费, 叫他回复少爷, 花福领命儿回不表。 且说成话四年乃初寻之年, 圣上亲典狱使田大修为天下兜察院, 待天寻寿, 赐上方宝剑一口, 仿茶贪官污吏, 剪除是恶土豪不法者, 准其仙斩后奏。 田大修奉旨出京而去。 这田大修自俊卿, 乃胡广长沙人士, 年少登科出世, 官至御史。 身边有一门生, 姓陶明昆, 自天报, 也是官家之子, 自幼父母双亡, 一心死御学道, 岁败万花老祖为师, 学道三年, 因道法无缘, 老祖赐他吉云帕一条, 万年藤一枝, 竹刺一枝, 叫他下山来投田大修门下以图功名。 田大修自得陶天报之后, 所有疑难之事指命陶天报查访, 好恶立宪明白, 各世道亏陶天报一人, 为田大修办了多少疑难之事, 所以田大修时刻离不得陶天报。 此时出京, 遂待了陶天报, 一路查访而来, 沿途除了多少贪官恶棍, 若有疑难不明之案, 就差陶天报去查访得明明白白, 并无冤枉一人, 所以一路而来, 这些官员各个惧怕。 那日寻到扬州, 这些文武官员出境迎接, 来到公馆。 四日夜盛, 行乡已闭, 回拜寻府邢台, 又到各乡深处拜望明拜, 回到公馆。 那夜忽然想起, 李谦在日与我先父十分气后, 今虽亡过, 尚有师弟在家, 李荡拜望才是至次日即吩咐打道, 先拜望丁优的沈翰林, 然后到李府, 将贴拿与管门的, 管门连忙进内通报。 李荣春吩咐开门, 及时换了衣服, 走出大门迎接, 坐了三衣。 接近内厅, 二人又行了礼, 遂分宾主坐下。 家人献茶, 李荣春吩咐备杯酒, 田大修道, 师弟不必费心李荣春道, 师兄驾临设下, 无物可敬, 水酒一杯, 闲谈而已田大修道, 若在别家定不相扰, 师弟这里只得领情变了二人手腕助手来到书房, 酒席以牌端正, 二人对面坐下。 引了三巡, 李荣春道, 师兄岸林阳俊, 不知今日败过基处, 田大修道, 今日先到沈汉林府中, 随即到此李荣春道, 如, 花二府去也不去, 田大修道, 如年博已经身故多年, 伯母尚在, 李该去问候。 但她是个寡居, 我若去拜她她必费心, 使我转绝不安, 只非铁去请安就是了。 若说花府, 我定不去会她。 李荣春道, 论理一当去会她一会才是田大修道, 于兄一路而来, 闻说花红比前更不相同了, 欺民如鱼肉, 我心中想要伴她以除民害, 只是无人告她, 难以发作。 李荣春道, 若说花红真正可恶, 连小弟的性命险些送在她手里田大修问道, 这怎公说, 她怎样欺儿? 李荣春遂将前情说了一遍, 一直说到红花逃走未止。 田大修听了心中大怒, 两目元争, 大骂花红, 而这小贼众, 敢如此横凶作恶魔。 我必除之又道, 是帝, 那曹天极与秦氏通奸, 我立刻就要拿住她的奸情。 只怕她二人未必国有同富阳台, 若是国有此情, 我立刻将她二人拿住李荣春道, 如何拿得住她奸情来, 田大修道, 我有个陶天报, 善能腾云嫁物, 仿查人家不鬼事情, 待我叫她到花家试探奸情以便行是李荣春道, 既然有此一人, 秦氏与曹天极好情必迫以田大修道, 红花可还在府中谋, 李荣春道, 尚在设下田大修道, 可叫她来我面前告一代主申冤的状, 我就好捉拿奸夫淫妇与花赛金报仇, 一面来治花红的罪, 使她修死李荣春道, 如此一发妙及碎尽里面对红花说之此事, 红花闻言, 满心欢喜, 说道, 蒙田大人这般观照, 明日我便去告状身冤李荣春又来与田大修说明, 田大修及时吩咐家人去叫陶天报来, 家人领令而去, 不宜会陶天报换道, 与李荣春献了礼, 田大修道, 此处有一个花子能的妻子秦氏与曹天吉通奸, 金要尔去拿, 尔敢去拿他否, 陶天报道, 不知他家住在那里, 李荣春道, 尔向东而去, 不多路有一所大花园, 园内多有亭阁台谢便是陶天报道, 若果有好情我便拿住他, 若无好情却不干我事。 李荣春道, 这个自然陶天报说完, 取出吉云帕放在地下, 口中念念有词, 踏在帕上, 只现一阵清风, 以腾空而去了。 李荣春献了哈哈大笑道, 果然奇妙且说秦氏与曹天吉两下偷情, 只是不能倡议, 遂起了不良之心, 要害死花子能, 一则因不现了红花, 恐他在外告诉花子能, 自己性命难保二则不能与曹天吉取乐, 所以起了不良之心要害死花子能, 遂其欲心, 好与曹天吉日夜云雨。 遂来与曹天吉记忆, 曹天吉道, 少奶奶, 而往日到此欢天喜地, 今日为何满面愁容? 秦氏道, 二教师啊, 我自从于尔交好, 情同交妻, 指望天长地久, 那小北走了红花, 淌他告诉少爷, 尔是不必说的, 只是我死不代言了, 于尔的鸾凤两离, 想来想去无计可施, 叫人怎不烦恼, 曹天吉道, 这也没法, 陆水夫妻原是不能到老的, 只好尔向东去我往西行罢了秦氏道, 如此说难道就罢了不成。 哎哟, 我好恨恨, 恨我为何如此吃鱼, 不该尸身于尔这副心的嘴。 曹天吉啊, 曹天吉, 尔既如此负心, 前日就不该来调戏我, 还亏尔说多情多义的, 为何口不应心, 到今日说出这段绝的话来。 一边说一边做出妖娆之态, 滴滴的气。 曹天吉被他迷了心, 献他做出如此魅态, 心中不忍, 道, 少奶奶不必哭泣, 有话慢慢记忆秦氏道, 有甚记忆, 我已定了主意。 曹天吉道, 莫非要害死少爷摩, 秦氏道, 说得不错, 只是尔一心要想住我, 不可三心两意曹天吉道, 好虽是好, 只是某死亲夫, 被人看破就要偿命的秦氏道, 不妨, 赵花赛金的样子就前前静静, 并无人知二人记忆定当, 遂放心作乐, 解一上床, 趋尽筹谋。 那只来了淘天豹, 腰数万年疼, 手拿竹刺, 犹如竹节一般。 来到园中四处一看, 但献完花楼内银风闪闪, 纱窗紧闭, 正是男女成欢之时。 他口中念念有词, 叫声, 开六扇纱窗齐开, 飞身进内, 并不羡一人。 再一看献后面上有一间卧房, 走近一看, 只现一男一女赤身露体卧在床上, 心中大怒, 大喝一声, 肩肤淫妇, 赶浙等无理魔, 举起竹刺便打。 曹天吉吃了一惊, 爬起身来顺势一脚, 踢在淘天豹胸前, 江户心境踢得粉碎, 皮也去了一块, 还是赤脚的, 若是穿了鞋淘天豹的性命想活不成了。 淘天豹被踢了一脚, 叫声好厉害, 又一竹刺打下, 曹天吉大叫一声, 疼死我也翻身便道。 淘天豹又一连打了击下, 曹天吉爬起又被打倒, 淘天豹又一味将竹刺乱打曹天吉, 任爬爬不得起来。 原来这竹刺乃老祖所赐, 打在人身上骨酸筋软, 一些气力都无, 还是曹天吉才荡得起这击下, 若打别人只需两下足矣。 若是曹天吉有寸铁在手艺不治就被打倒。 那秦氏吓得只是抖, 连走也走不动, 才要去拿裤来穿, 被淘天豹也是一竹刺, 打得秦氏杀猪也是得一般叫起来, 一身无力, 连动也不能移动。 淘天豹将曹天吉举起放在秦氏身上, 犹如二人在行尸一般, 又将二人头发接在一处, 将万年藤解下, 将二人拦腰捆了。 遂走出来将窗门闭了, 念了咒语, 若是别人要开, 任而怎样开总是开不来。 又将楼门开了出来, 仍旧将楼门闭好, 也念了咒语。 岁下了楼架起云帕回到李府, 将请禀明。 田大修道, 待我就到花府去淘天报道, 我已将他二人用万年藤捆住了, 就待明日方去也不妨的田大修道, 既如此, 我待明日去罢岁别了李荣春回去。 李荣春送田大修去后, 遂写了壮子交与红花道, 我已与田大人送了, 尔放心去拦教告状, 好与尔家小姐申冤红花道, 我出门不惯, 路上行走尚且休怕, 若说告状, 被人围住观看成何体面。 不如回家去等候, 田大人一道我就出来喊冤李荣春道, 尔离家数日忽然回去, 若少爷问尔, 尔有何话对答? 如何使得? 红花道, 这却不妨, 少奶奶已经拿住, 少爷是不妨爱的, 我前日出来并无人知, 友谊变门可以出入, 如今仍旧从此变门入去, 躲在暗处是不妨的。 李夫人道, 这也使得红花遂辞了夫人出门而去, 却好欲住花云。 那花云自从放红花到李府以后, 虽不能成其好事, 却常常来与红花说说闲话。 这日又要来看看红花, 却好欲住, 红花叫道, 云哥, 尔来得正好, 快去开了旧处的遍门, 我要回去了花云道, 尔既逃了性命出来, 为何又要回去? 红花道, 尔去开了遍门, 似我回去自然于尔说个明白花云文言, 连忙走回, 即将遍门开了放尽红花, 正是点火的时节。 花云随闭了门问道, 红花姐姐, 随我来红花道, 随而去择慎, 花云道, 到房内去说话。 红花暗想道, 她的痴心想我已久, 金蛋如何发放她, 又想道, 有了, 带我用花言巧语去骗她便了回道, 云哥, 我只为丢不下小姐, 所以回来的, 不知小姐关木灵作放在那里, 花云道, 灵作放在鬼厨房, 关木放在莲池摊。 如今先到我房中去吃一杯茶, 我与尔说一句话, 然后同尔去看小姐的关木灵作, 尔道好魔。 红花道, 不可二人同行, 尔先去房中等我, 带我自己先去看了小姐的关木, 然后再与尔说话花云道, 我不信, 尔骗我多次了红花道, 这次定不骗尔, 尔若等不得可到百花亭来寻我花云道, 既如此说, 我在房中等尔, 尔若是不来, 我就到百花亭来寻尔, 今夜必要成其好事, 这回若再来骗我, 我定不依尔了红花道, 这个自然遂弯弯曲曲只见无人之处而走, 正走之间, 只现那边来了二人提了灯笼而来, 红花莲芒闪入桃园洞内躲住, 原来是花祥, 花吉送夜饭与曹天吉吃的, 来到楼门口打门, 只是不开, 二人打了一回, 又是不开, 二人道, 这也齐了, 就是睡了如此打门也该醒来, 卫生指示不开, 莫非死了, 花吉道, 不要管他, 我们去吃饭要紧碎下楼而去, 红花现二人去了, 碎出了桃园洞来到莲池滩, 看现小姐观目, 两膝跪下, 两肋交流, 滴滴哭道, 小姐呀小姐, 丫头今日回来看尔, 尔可晓得否, 可怜那日线小姐如此凄惨, 正是令人肝肠寸断, 恨不得替了小姐才好, 可怜小姐死得好苦, 可, 连纸钱也无人捎一张, 却又将棺木放在这池滩之上被水漂泊, 叫奴怎不伤心, 小姐呆奴犹如姊妹一般, 奴家不能抱小姐万分之一, 今日回来要与小姐申冤报仇, 可恨秦氏这恶父心态不良, 天下恶父多多少少, 也不曾见这恶父, 自己与人私通, 反来害死姑娘, 良心何在, 谁知也有今日, 被人拿住她的奸情, 到明日看她有何面目献人, 又叫生, 小姐呀, 尔如此惨死, 太师夫人如何晓得, 若时能超度小姐的魂魄, 可怜红花一夜哭到天明, 不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完花楼奸吟南顿寻暗唐铁面无私话说红花一夜哭到天明, 遂躲在无人之处, 要等田大人到来就要出去告状, 那花云等到三更, 并不限红花前来, 要到百花亭去寻红花, 那支园内门已啰嗦了, 只得回房, 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秦氏身边三个丫头献秦氏不来吃夜饭, 双柜要去请秦氏来吃饭, 秋菊道, 不要耳管闲事, 我们只做我们的事, 不要闲管碧桃, 春梅道, 不错, 说的是花子能这一夜乃是在赛雕蝉房内安歇, 所以并不知玩花楼上之事。 且说田大修次日吃了早饭, 吩咐, 打道道花府, 一路上不论男父老幼, 若有人告状不许拦阻家人领命, 遂上教一路而来, 并不限红花前来告状, 想到, 为何不来告状, 敢是他胆小不敢来告, 这也难怪, 女子原是无胆量的。 江道花府, 仙将明铁投进, 门人接了进去通报, 花子能看了铁笑道, 田大修也不敢欺我吩咐家人开门, 说我少爷出来迎接。 家人领命, 开了正门, 花子能换了衣服走出大门迎接。 接进了大厅, 打了义公道, 老大人暗邻弼地, 晚生未来参见, 返劳大人光匠, 真乃彭必生辉。 晚生未曾远迎, 多多有罪。 田大修道, 老师兄, 小弟拜夜来迟, 还望海寒花子能道, 岂敢。 遂分宾主而作。 家人茶献三巡, 花子能吩咐家人, 备酒, 在当桂厅伺候田大修道, 老师兄不必费心花子能道, 说那里话, 晚生有一花园, 虽是浅窄, 景色虽不足观, 现时桂花盛开, 备杯淡酒与老大人赏桂花而已。 田大修道, 一道就要叨扰花子能道, 简慢物醉田大修道, 老师兄, 我酒文尔的大名, 即位私慕, 恨不能地亲近, 今日奉旨寻寿, 窃喜地能登堂寇业。 师兄的名声真正名扬四海, 我才离京吉文大名, 今初到贵地, 民风土俗全然不知, 有甚差池之处望起庇护。 花子能道, 岂敢, 晚生事物一些不知, 只小北吃酒闲耍而已。 老大人太谦虚了家人上前禀道, 酒席完备了花子能对田大修道, 老大人, 今日晚生薄聚水酒一杯铜赏桂花, 修得献效田大修道, 岂敢, 领情了二人手挽助手而行, 淘天报随住田大修来到园中。 且说花云睡到天明, 来到园中四处一寻, 寻到桃园洞内才寻住红花, 正要开口说话, 那红花现了花云就说道, 不要作声, 我金老石对耳说, 我在此等田大人到来, 要出去告状与小姐报仇, 那时无忧无虑, 无拘无束, 于耳放心做夫妻, 耳说可好磨, 花云闻言, 心中大悦道, 既如此说, 我去在外面打听, 田大人若来时我即来报说完回身出外面一看, 只献田大人已到多时了, 即回身走来报知红花道, 田大人已到了, 酒席排在当柜厅, 而可走去厅后扶住便了且说田大修与花子能来到园中, 看了无数的院阁楼台停歇迟找, 田大修道, 是兄尊元家境圣如图画, 任他瞧笔名师, 要画也画不出这样来, 真是天上神仙府, 人间宰相家花子能道, 和蒙赞赏, 直恐不堪大人电缆田大修道, 严重二人来到当柜厅坐下, 田大修一面吃酒一面想道, 红花不来告状, 难道这件事就罢了不成, 又想了一想道, 我自有道理遂说道, 是兄, 我久闻桂园有座玩花楼比众不同, 为之可肯同网易观否, 花子能道, 若说此缘虽然人人称赞, 然亦平常, 大人若要见赏尽可观完, 只是内中住有一人是献不得大人的, 况且久无打扫, 等待晚生令家状打扫, 改日再请大人驾临赏完遍了田大修问道, 是何等之人献不得我, 花子能道, 这人是江西人士, 娃曹明通, 自天籍田大修道, 敢誓做教师的曹天己否, 花子能道, 不错, 正是, 大人何以知之, 田大修道, 他与我十分相弃, 怎么不知, 既然在此, 礼无不限之礼, 花子能道, 看他不出, 道有如此的大来头的相好岁吩咐家人, 去通报二教师, 说田大人在此要献家人领命而去, 忽见一个女子走上前来, 两脚跪下, 口叫, 大人就命挨手中拿一张状子, 那花子能献是红花, 吃了一惊道, 而是红花魔, 就不献耳了, 今日忽然走出来要告状, 此处又不是衙门, 而来告慎魔状, 红花道, 少爷呀, 因小姐死得凄惨, 我几次要求申冤无门可申, 今日幸得献天大人暗林, 所以来与小姐申冤, 又大叫, 献天大人哪, 望起开恩为我家小姐报仇, 花子能道, 而这昌根, 想是疯癫狂了, 为何在此胡说乱道, 耳不速走我就踢死耳这件人, 田大修道, 世兄不必发怒, 看这丫头不是个疯癫的, 待我问个明白在座道理碎问道, 而这丫头叫慎明字, 红花道, 丫头叫做红花, 有状词一指, 求大人观看陶天报随将状词接上, 成与田大修观看, 田大人看了哈哈大笑, 将成帝与花子能看, 说道, 是兄儿看, 此事未必是真花子能将成接来看了道, 这张状词想红花写不来的, 必是大名诗才写的来, 俗语云, 妇人告状, 必有主说, 此事关系非小, 求大人将红花带到衙门研究主说之人, 按律定罪, 问他无事造妃, 将他凌迟处死, 造就是大人的恩典, 田大修道, 虽是如此说, 我想红花小小丫头, 若无此事焉敢告此大大的状, 又叫道, 红花, 而可将状上的情犹依依依讲来, 若有之物, 受罪不孝红花道, 大人啊。 那日七月二十日, 小姐带丫头到花园闲玩解闷, 指线瑞云阁上曹天吉与主母二人 携手并肩靠在窗前。 小姐一线, 吃了一惊花子能道, 贱人, 耳线小姐死了, 说出这死无对证的话来红花道, 当时我也同见过的花子能叫道, 家人们, 快快与我将这贱人拖出去田大修道, 且慢, 待他说完了再做道理又问道, 红花, 而巨石讲来红花道, 小姐献了, 同丫头及时走回房中, 说道, 此事若被外人晓得, 鸣声就不好听要将善言劝他。 四日备酒, 小姐亲去请他来吃酒, 好将言语劝他。 谁知小姐去了多时不羡回来, 丫头就去迎接, 只献小姐一步一跌而来, 两眼流泪, 面已乌清, 口不能言。 丫头惊问道, 小姐为何如此? 小姐牙齿咬紧, 一句话也说不出, 只举左手指与丫头观看, 只献脉尖一点子血, 吓得丫头心惊胆战, 扶了小姐回房。 可怜倒在床上满身轻肿, 只得一对时就死。 田大修道, 尔当时何故不禀明少爷, 请一个医生前来调治, 红花道, 那时少爷往正, 朕, 将拜寿未回, 医生连请数个都说是中毒, 末法可救田大修道, 红花, 平尔所说不过一面之词, 又无正线, 本愿不便做主, 况且奴婢告主律有明条又对花字能道, 侍兄可将红花暂行收管, 带我回崖带去重究变了花字能应道, 不错吩咐家人将红花带在外面伺候, 家人领命将红花带了出去, 只见花昌来报道, 玩花楼门上闭得紧紧, 只听得滋滋声响的, 叫得甚是古怪, 叫门只是不开田大修道, 侍兄同去看看何如, 花字能道, 使得二人来到玩花楼下, 花字能大声叫道, 二教师, 田大人在此, 快些下来迎接陶天报道, 带我去教门走上楼来念了咒语, 将门推开道, 请少爷, 大人上楼二人同到楼上, 花子能幼教道, 二教师, 出来献田大人任呼不应, 只听得滋滋声响的叫, 犹如被人打伤身吟模样, 叫道, 这也齐了碎叫花星, 耳进去看来花星碎走进去一看, 回身就走出来, 双脚乱跳, 双手乱招道, 不好了, 真正好看, 少爷儿来看花字能道, 狗奴才, 有甚好看, 如此大惊小怪田大修道, 我童耳进去看个明白 乃叫淘天报将窗门开了, 二人来到房内一看, 只现一男一女精赤条条合在一处, 田大修现了哈哈大笑, 问道, 这二人是谁? 为何清天白日干这般事? 花子能及得满面通红, 手足如兵, 真正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目定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 花星上前要解那条藤, 谁知任解也解不开, 花昌道, 解他则慎, 此事真正修死人, 不要管他, 我们下去罢, 田大修道, 世兄不必助盲, 上面是曹天吉, 下面敢是丫头魔, 花子能道, 不要管他, 我们去吃酒罢了田大修道, 且慢, 我还要审明此事方再吃酒乃叫陶天豹将他二人放起, 陶天豹上前将万年腾解去, 二人才能起来穿了衣裤, 二人身体此时犹如棉座一般软, 陶天豹一手一个拿来跪下, 田大修道, 曹天吉, 尔这狗头, 敢干出此事来磨, 又叫秦氏说, 秦氏啊秦氏, 尔的出身也是官家之女, 因何与曹天吉通奸害死姑娘, 看来红花的告状是真的了, 花子能道, 西平处置气愤愤走下楼来倒在书房, 这些家人妇女文之此事大家去看, 那花云一现哈哈大笑道, 尔也有今日了田大修叫陶天抱传衙一进来, 江曹天吉, 秦氏二人捆住, 连红花一并带去衙门, 此事早已闹洞街上, 这些闲人三三两两说道, 花子能这个乌龟, 平日欺住我们, 陷了女子就抢, 为何今日妻子也被人奸淫, 真正黄天有眼, 宝硬得快, 自古道, 我不淫人付, 人不淫我欺, 一些不错, 如今现世报与我们看, 只是为何有此丫头呢? 干事主臂串联通奸, 那花云随在红花后面, 听了此言骂道, 放儿娘的狗臭屁, 她是带小姐申冤的, 耳门说些什么主臂串联通好的话, 这些人闻言说道, 原来带小姐申冤, 我们不知, 得罪莫怪。 且说田大修回到衙门, 立传阳州府将都献来衙玉化。 不一时, 府, 献二人骑到衙内, 田大修对府, 献问道, 地方有此事情, 尔门全然不畏查查, 直呆本愿亲自访出, 尔门尚且不知魔, 知府盲打义公道地道, 使卑职失觉查了知县盲贵下道, 使卑职疏忽了, 望大人宽耍田大修道, 为官如何这等待情。 金江曹天吉, 秦氏二名人犯交扬州府收管, 红花柱将都县取宝带回, 三日后听审。 吩咐明白, 遂退了堂。 扬州府将二名人犯带去收监, 将都县带回红花, 令人聚宝领回。 光阴迅速, 过了三日, 到第四日扬州府带了好夫淫妇来到园门伺候, 将都县意带了红花来园门听审。 不多时, 呼听得三声炮响, 古亭内三吹三答, 田大人升堂, 两边排了许多的执事, 一切刑具排在两旁, 船令命扬州府, 将都县进县。 二人闻传来道堂下行了村县礼, 田大修问起, 人犯可曾带道摩, 扬州府, 将都县忙打一公饼道, 人犯拒以其道, 田大修道, 带进来二人出来将一干人犯带进二道大门, 两边呼喝饼道, 人犯带道一起跪下。 田大修先问红花的口供, 红花照前一般样的话说了一遍, 田大修道, 下去, 叫带曹天极上来两边答应一声, 走下将曹天极拖上堂来, 犹如鳄鹰拿咽雀一般撩在地下跪住。 田大修将按桌一拍, 大怒骂道, 曹天极, 而这狗奴才, 而是何等样人, 上敢大胆与秦氏通奸。 既通了奸也就罢了, 怎么同谋将花塞金害死。 从十一一招来, 免受刑罚曹天极本是各英雄好汉, 从来不怕凶恶, 自从被淘天豹将刺主打了击下, 一身筋骨皆软, 又加万年藤绑了一叶, 阴阳和骄, 元神谢尽, 此时之之骨节皆空, 全无半点英雄之性, 犹如初初娘胎婴儿一般, 全然没法, 只得将钱奸情依依吐出。 田大修道, 那花塞金于尔合冤, 尔为何害他性命? 依依说来, 曹天极禀道, 大人哪, 并无此情田大修道, 现今红花只告, 还敢强变魔, 吩咐加起来, 两边答应一声, 将曹天极暗倒在地, 脱去鞋袜将家棍套上, 两边一收, 曹天极大叫一声, 痛死我也心如油滚, 只是咬定牙关叫道, 大人哪。 此事实是冤枉, 难以招认。 田大修献曹天极不认, 吩咐将他重重敲打, 又加八十狼头, 打得曹天极恨无得逢可钻, 荡不起重刑, 莫奈何只得招认道, 因与秦氏通奸被花塞金献了, 恐他告诉少爷, 所以害死他性命已灭其口, 不想被红花告发。 金愿认罪, 指此事实, 并无一言。 田大修命他化招, 记了口供, 又叫戴秦氏上来。 两边答应一声, 将秦氏拖到堂前跪下。 田大修道, 秦氏, 尔这贱人, 世间纳有尔这般恶妇。 尔既不想乡国门风, 亦当想自己是千金之体, 却来做此伤风败俗之事。 这也罢了, 为慎尔心如虎狼一般, 涉毒计将姑娘害死。 可知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快快昭来, 免受重刑。 秦氏两类交流, 哀哀啼哭, 禀道, 大人哪, 我并无此事哀田大修道, 修要缴赖, 奸情已拿, 曹天吉已招明白, 而还敢强变魔, 吩咐扎起来, 两边答应一声, 将秦氏两手扎起, 收得紧紧, 秦氏腾得食指连心痛, 平日凶恶, 此时在案查台下怎当的刑法利害, 无可奈何只得将奸情招任。 田大修道, 为何将花塞金害死? 从十招来, 秦氏道, 这个真正屈天屈地屈死人, 花塞金是发乌杀死的, 怎说是我害死? 人命关天, 不是小可, 信不得红花的话。 田大修道, 通奸已实, 谋命何此? 曹天吉已经招任, 而这贱人尚敢抵赖魔, 吩咐打川红。 尔道如何叫做川红? 就是敲错杂指两边。 牙翼如狼似虎赶上前, 狠狠地敲了四十, 不招又加四十。 此时秦氏犹如下油锅一般, 几次晕去又还魂来, 田大修问道, 秦氏, 尔招也不招, 秦氏道, 真正冤枉, 他时是铸乌杀死的, 天下乌杀发死人也不知多少, 难道都是被人害死魔? 田大修道, 好利口的贱人, 曹天吉已先招任 是用独刀赐死花赛金, 而还敢不招, 吩咐将兜献, 去取独刀来将独献领命而去, 不一时将独刀取道。 田大修也怕刀得厉害, 连刀鞘举柱轻轻轻导出一看, 只有五寸长而已, 燕碧放在暗桌旁, 问道, 秦氏, 独刀已取道了, 尔招也不招, 秦氏道, 实是冤枉, 难以招任。 田大修吩咐, 带曹天吉上来将刀丢下问道, 曹天吉, 这刀可是凶巨魔, 曹天吉道, 正是此刀田大修道, 秦氏不认, 尔去智来曹天吉叫道, 少奶奶呀, 一身做事一身荡, 修得强便, 尔招了罢, 我与尔道音间做个长久夫妻秦氏教道, 曹天吉, 尔修得随口献人, 人命关天不是取笑, 我是不招的。 田大修道, 好个敖行的剑人吩咐取上方宝剑来, 不知秦氏可招任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花子能备修进京卢塞花逢妖兽独化说田大修献秦氏不招, 命取上方宝剑来, 中军官的令将上方宝剑取出, 两边牙翼将秦氏衣服剥下用锁捆绑, 秦氏惊得魂不附体, 眼泪汪汪哭道, 大人呐, 饶了我的性命, 容我招任罢。 岁江钱秦依依宫吐, 据石招出, 道, 念我公公一品荡巢, 望其笔下超生田大修道, 好大胆的剑人, 而既小的公公未宰相, 就不该干此无耻勾荡秦氏道, 下次再也不敢了田大修道, 如今迟了, 说也无用, 将刀认来秦氏道, 正是此刀田大修吩咐, 将这剑人来释刀, 看厌不厌秦氏教道, 矮约大人呐, 这个使不得的。 田大修道, 而这剑人, 既知使不得, 为何将花塞金赐死? 良心何在? 吩咐, 画了招记了口供, 将秦氏赐来牙翼答应一声, 拿起刀也向秦氏迈上一次, 流出紫血, 只见秦氏叫声, 疼死我也一煞时满身发抖, 面色乌清, 牙齿咬紧, 气喘郁郁一句话也说不出, 果然献血就封喉。 田大修道, 世间有子恶人, 用子独物, 那里容得。 吩咐也将曹天吉捆绑了, 将他二人对面而跪, 右脚带红花上来, 道, 红花, 本愿今日已将二人通奸谋命之事一一审明, 而与秦氏可有话说谋, 红花道, 蒙大人恩德身子大冤, 丫头莫是不忘子恩说完回头叫声, 秦氏啊秦氏。 而何故为人如此狠心? 伤风败俗, 有何颜面献人? 与人通奸, 岂不垫入乡门? 而且江姑娘赐死, 良心何在? 怎么也有今日? 回头又指曹天吉骂道, 而这狗男女, 不念我家少爷如何呆耳, 敢干出这样不端之事? 既奸秦氏也就罢了, 怎么起了不良之心将我小姐害得如此惨死? 而二人只到天长地久取乐, 谁知天理昭彰, 今日也轮到自身了。 岁贵上前禀道, 大人哪! 望起江通奸谋命的好夫淫妇速速正行, 也与小姐报仇。 田大修想道, 我要修死花子能这乌龟碎传江都县进县? 那江都县闻传, 忙走上堂跪下答应, 卑职在田大修道, 而指之为朝廷命臣之贵, 时皇上的俸禄, 做地方之县令, 管义属之民情, 今日花子能家中有此重案, 而还是之而不举, 亦是失于绝察, 方之献丙道, 卑职乃是失于绝察, 求大人宽耍田大修道, 本该立锥印信, 金且孤宽, 从青伐凤之县方敖叩扣头道, 多谢大人恩典田大修道, 金曹通与秦氏同谋害命, 最不容诛, 助尔押到花家门口处斩方之县领命爬了起来, 捧了上方宝剑, 押了二名人犯网黄石接花家而去。 田大修道, 红花, 本愿与尔小姐报了仇, 尔金好好回去, 待本愿请纸巾表辩了。 红花道, 多谢大人欢欢喜喜而去。 那方敖之县压了二名人犯, 一生罗一生骨, 一路打住万花家而来, 这些闲人坐得立起身来, 行路的驻步而看, 呼胸换地, 接党成群, 人山人海, 挨挤不开, 随住而行要去看寡人。 那花云接住红花道, 红花妹, 果然开了耳, 而与小姐申冤抱此大仇, 将监夫淫妇处绝, 只是为何不到法场去斩, 却要押到我家门口来处斩。 这是何故? 红花道, 这是田大人要修死少爷, 所以押到我家门口处斩花云道, 既如此我们快些回去通报少爷, 叫他出来看寡人红花道, 不错, 也教他修死二人碎从尽路急急走回家中, 大声乱叫, 管门伯伯快快开了正门, 心差大人来了管门的说道, 他又来责慎, 花云道, 自然有事而来, 快快开了正门请少爷出来迎接管门的说道, 带我先去禀之少爷, 然后出来开门随即走进书房要禀, 却不现了少爷, 四处一看, 原来在百花亭上卧在香飞踏, 自言自语的短探长迂道, 花子能啊花子能, 如今面皮都拨尽了, 还有甚面目现人。 可恨秦氏这昌根如此不正经, 与曹天吉通奸, 怎么又害死妹子赛金, 却又是清天白日被田大修拿祖情, 那时叫我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又气又恨, 叫我在此地怎么样做人, 有何面目现人? 想来扬州定住不成了, 又叫声, 天哪天, 感示祖宗作孽伤了阴志, 今日报应在我身上, 真正可恨可恼正在气恨, 呼现管门上前禀道, 其少爷, 心差大人又来了, 请少爷出去迎接花子能心中正在气恨 陈末处出去, 呼听管门说了此话, 心中一发怒气, 将削兼乱踢骂道, 放尔娘的狗臭屁, 叫我出去迎接圣魔, 正骂为了, 又见花柜, 花针大喊而来, 叫道, 少爷, 不好了花子能闻叫大骂道, 而这帮狗男女, 为何如此大惊小怪, 花柜 花针二人齐声说道 曹通与少奶奶二人拨得精致迢迢来到我家门口 将二人对面而跪 方之县未歼斩 那田大修也太克毒了 花子能问道 果有此等是魔 为何不叫他到法场去斩 却来我门口杀人 是何道理 花柜道 小人也是如此对他说 他倒是奉命而来 做不得主的花子能听了叹口气道 罢了 真正气死我也又骂声 田大修 而这狗官 敢如此无礼魔 杀人自由法场不去杀 却来我门口杀人 如此羞辱我魔 我定不与耳干羞呼听的炮响 那花吉 花响如飞赶进里面 面如土色 叫道 少爷 也不好了 曹通与少奶奶一刀一个都杀了花子能道 杀得好 斩得前进 吩咐叫总管进来 那总管文教即刻走进 问道 少爷呼唤老奴有何吩咐 花子能道 教尔近来非为别事 因此是我真正羞辱要死 我今此处难以献人 也住不成了 我去后家中无人料理 而是我家两代家人 况且为人老实 我今托尔代管家事 总管问道 少爷要往那里去 天大的家事叫老奴怎么管得来 花子能道 不妨 我到京去请太太回来便了 取银三百两 叫花云随我去 总管取了银 收拾了小小行李 又叫花云来到亭内道 少爷 银两在此 随身衣服也在那 为花子能吩咐被马二匹 叫道 花云 耳随我到京去 那花云听了此言 犹如青天白日起个大雷 惊得呆了 连话也说不出来 暗想道 我若跟他去了 红花的好事 岂不枉用心机 岂可跟随他去 花子能又叫道 花云不必呆立 快去收拾了随我同去 花云道 小人不去 我这两日痴疮发作 坐不得叫 骑不得马 花子能道 吃我一碗饭就要听我使唤 再说不去打一百下门栓 花云道 小人情愿打一百下门栓 是断不去的 花子能道 这不相干 打了也要尔随我去 花云集的末法 只得去收拾 随他同去 总管道 少爷一路小心 道京就要请太太回来 老奴也得放心 花子能道 这个自然又吩咐众家人 凡事要听总管吩咐 门户谨慎 火主小心吩咐明白 同花云望后门骑上马而去 总管献少爷去了 叹口气道 咳 天哪天 这正是国将败 出乱臣 家欲破 出吃人 可叹少奶奶与曹天吉通奸 同谋害死小姐 今日双双受刑在自家门口 万人观看 莫说少爷无面目 献人在此做不成 就是我们以下的人 亦有甚面目上街献人 一个相府的门风 可怜弄得冷冷清清 少奶奶虽然做出此事 到底是主母 李该被关成恋 暂且停住 等太太回来做主 变了岁江秦氏尸收敛 将曹天吉尸首丢在荒山空野 可怜盖世英雄之落的被秦寿托吃 那中小妾三十一个 只有三个是用银买的 其余二十八个是强强来的 各有父母兄弟丈夫的 众人献花子 能去了家中无主 都来接了回去 总管想到 少爷此去未必快来了 留他们在此何用 任从他们接去罢了 这些小妾将房中所有物件收拾回家而去不提 且说 方知县斩了二名人犯回父田大人 田大修写本 差官入京折奏 且说 李荣春文之此事心中大悦 与夫人说之 个人欢喜道 宝应的好 师必侠道 此事虽然抱得甚快 那花子能定然怀恨在心 必然又要起风波 田大人恐难保无视野 李荣春道 贤妹这句话说得不错 正说之间 忽现丫头报道 卢夫人差家人来请大爷过去说话 李荣春道 母亲 孩儿去也不去 李夫人道 李该前往李荣春道 小红 耳趣对夫人到我家 大爷就来 叫他先回岁别了夫人 来到书房换了衣襟 带了来跪 三元一直来到卢府门上 传言进去 说李大爷来到 管门的忙进内通报 卢夫人吩咐请进 管门的出来请李大爷进内 李荣春来到内厅 叫道 伯母在上 小纸拜献卢夫人道 贤侄少礼请坐丫头献茶 卢夫人道 请贤侄道来 非为别事 因田家年值前日下铁道门 我也晓得他的心意并不是欺我 无非体谅我双拘 恐我用钱请他吃酒 雇用此铁道而人不来 李荣春道 伯母所献慎名 田兄也是如此对小纸说 卢夫人道 虽然呈他好意 我们也要请他 一则是个钦差 二则年逸之情 三则家虽清淡 这桌酒我也背得起 所以请贤侄来陪引李荣春道 小纸遵命卢夫人道 若我差人去请 他必不肯来李荣春道 待小纸去请他同来变了 岁别了卢夫人一直来献田大修 将情说之 田大修献李荣春如此说也不推辞 吩咐打道 同李荣春来到卢府拜献夫人 卢夫人出来相献 李毕 坐下说道 贤侄才得按林旧访查的初棚谋害命 执法无私 明正典型 用整封化 十位可敬田大修道 岂敢 此事多亏陶天报 先往花家楼上拿祖夫淫妇 小纸直到次日方到花家 与花子能一同上楼拿祖夫淫妇 修得花红时 南了长卢夫人道 那陶天报是何等人 田大修道 若说陶天报的出身也是官家子弟 因一心要学道 岁去拜万花老祖为师 学了三年 老祖说他道法无缘 只好享人兼富贵 似他吉云怕一方 万年藤一条 逐次一枝 命他下山来投小纸以图功名 小纸多亏他 查访了多少疑难之事 卢夫人道 如此说是个亿人了 如今何在 田大修道 现在小纸属中卢夫人道 贤侄有此一人 老申未尝献过 亦欲请他来与老申一献 不时可否 田大修道 如此 待小纸差人去叫他来 便了遂吩咐从人去叫陶天报 这里家人将酒席牌上 卢夫人道 李贤侄代老申做个主人又道 田贤侄次次老申师陪田大修道 岂敢 伯母请便卢夫人 这才进去 田大修与李荣春对面而坐 才吃的两杯酒 陶天报 陶天报已道 问道 不知大人呼唤有何吩咐 田大修道 卢夫人要献尔李荣春 及叫丫头去请夫人出来 丫头领命 进去请了夫人出来 田大修立起身来 命陶天报上前拜献夫人 陶天报走上前道 夫人在上 陶天报寇献卢夫人 孩了半礼道 不敢当 请起陶天报立起身站在一边 卢夫人道 果然好个少年英雄问了两句闲话 道 果然聪明伶俐 相貌不凡 吩咐备酒一席款待逃官人 陶天报道 夫人不必费心 我自从上山以后就借婚酒 至今属年不吃婚 不饮酒的卢夫人吩咐 被诉传 需要丰盛话说未完 呼险丫头一路喊出来道 夫人 不好了 小姐在后停舞刀 那黑面妖精仍然又道 张开血口将头乱摇 来逗小姐 小姐舞刀与她相斗 惊得我比昨日还中积分 今日连魂也没了卢夫人道 天哪 这是那里说起 昨日女儿在后停遇住妖怪 幸儿杀败去了 今日怎么又来 天是女儿不怕凶恶 今日到后停又遇住妖怪 堂有书师教我靠谁 陶天报道 夫人不必忧虑 使慎魔妖怪 带我陶天报去看个明白 卢夫人道 如此甚好叫丫头带路 丫头领命 带陶天报 望内而去 且说卢塞花两手拿两只锈链刀 口中大喊一声道 妖精修的道勇 我卢塞花手段比尔还好得的杀得那妖怪招架不住 将头乱摇 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道黑烟 望卢塞花面上喷来 那卢塞花被这黑烟一喷叫声不好了望后便道 那妖怪张开大口正要来吃卢塞花 却好陶天报赶到走上前大声喝道何方妖怪赶来伤人照打 举起竹刺照定妖怪头上打去 那妖怪被打这一下只是乱跳 芒举剪回手打去 陶天报格开同回手又是一竹刺 打在妖怪腰上 原来这妖怪脚手甚慢 与陶天报杀不上石鱼盒 被陶天报打了七八下竹刺 打得妖怪连要喷黑烟都开不得口 喷不出黑烟来 忽然起了一阵怪风来 那妖怪腾空而去 陶天报汲取出急云帕放在地下 脚踏帕上念了咒语 也腾空赶去 大叫道 妖怪走那里去 我来也不说陶天报追赶妖怪 且说这些使女将小姐扶进房中睡在床上 只有一息微气 牙齿咬紧 满身发劲 清莲忙来报知夫人 夫人住急 吩咐急请医生来看 不知卢塞花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陶天报得简求 诗万花山老祖炼丹话说 卢夫人献女儿被妖怪喷了毒烟不知人事 心中注疾 忙叫家人去请医生来看 李荣春道 若是被妖怪喷了毒气 孔医生难以救治田大修道 这却不妨 等陶天报回来 定有道理 且说陶天报一路追赶 来到野店村地方 乃是一个荒郊之所 那怪物将捡招架不住 被陶天报当头一逐刺打下 那妖怪大吼一声跌下地来 陶天报也赶下地来 一连击下逐刺 打得那妖怪就地一滚 起了一阵寒风 卷卷吹得陶天报一连打了两个寒滑 顿觉心慌 叫道 好聂处那怪风一过妖怪就不现了 只现一只剪在地 陶天报将剪取起一看 比方才妖怪用得不同 他用得短小 这只剪又长又粗 闪闪光彩 却是乌金打就的 道 是了 莫非此剪年九成经魔 正在猜疑 忽然又起一阵怪风 远远又来了一个妖怪 骑行怪状 手拿双锤 直奔陶天报打来 陶天报举起竹刺乱打 那妖怪弟弟不过回身要走 被陶天报用竹刺望角一打 那妖怪大叫一声望后便道 就地一滚 呼起一阵恶风 吹得陶天报双眸紧闭 这阵风比钱一发厉害 一会儿风过了 陶天报开眼一看 妖怪又不现了 只现地下又有一只剪 陶天报取起一看 两只一笔却好一对 心中大喜 又现一只剪上面柱柱一字前字 又一只上面柱一字鲲子 原来是一对乾坤剪 不知是那一朝代的将官一下的 碎将双剪捂了一回道 我却不知剪法 如何使得 待我去求师父传授便了 碎父架起吉云帕来到卢府 收了云帕 将钱情依依说了一遍 田大修道 金茧成经 古今含有李荣春道 不知那一朝代的将官留下此剪 今日归于陶天报 只是尔虽得此剪 但是卢塞花小姐性命恐难保了 陶天报道 卢小姐怎样了 李荣春道 被妖怪喷了毒烟跌倒在地 昏迷不知人事 可有什么救治之法魔 陶天报道 带我去问师父 可有甚魔妙法来救卢小姐田大修道 如此快去快来陶天报领命 遂嫁起吉云帕而去 不觉日色已晚 田大修与李荣春辞别夫人 卢夫人眼泪汪汪道 小女命在旦夕 不知有救魔 田大修道 伯母放心 陶天报已去求她师父 谅老祖必然有妙要钱来搭救小姐 暂且告别 明日再来看望卢夫人道 有劳二位贤侄田大修 李荣春二人其说 其赶遂别出门 各回府地而去 且说陶天报一路驾驻云帕而行 不亦回来到万花山 进洞拜献师父 将前情说了一遍 老祖微微而笑 叫声 徒弟 而若问这乾坤俭之事 乃是尔十七代祖公叫做陶冠林 征倭寇有功 官封郑国大将军 因奸臣当道 尔祖不愿做官 出家修行 将此二俭埋在野殿村 算来将近三百年 今日仍归而守 待我将简法传授于耳逃天报道 多谢师父 但是卢塞花现在昏迷之际 医药无功 不知师父可有什么救治之法否 万花老祖屈指一算道 卢塞花该有七日之秧 无防于命 而且在此学习简法 待我炼成丹药 腹耳带去救治便了 陶天报道 多谢师父遂在洞中学习简法 且说卢夫人献女儿卧床不起 常常晕去 身上热一回冷一回 饮食不沾鱼口 一日击刺咬紧牙齿 献了此态好不伤心忧苦 指望陶天报回来 却不见回 田大修几次拆官问候 卢小姐可好否 陶天报有来否 卢夫人指回说 小姐尚未好 那天报也不曾来 李荣春亲自来问候 卢夫人总是悲伤而已 一日过一日 不觉已过了六日 那日已是第七日 卢夫人正在亭中焚香求告天地 拜完立起身来 只见半空中跺下陶天报 夫人献了甚是欢喜 道 为何去了七日才来 陶天报道 阴等师父炼了丹药 所以来迟 如今快取阴阳水半杯 将要调化 与小姐吃下 及时痊愈 夫人道 如此甚好叫东梅 快去取阴阳水半杯来 就好那东梅 物厅阴阳水 任作阴阳尿 又拿个杯成了半杯 拿进来放在桌上 道 阴阳尿 在此陶天报 取江过来 一看到 为何是黄色的 又秀一秀道 为何会臭 东梅道 尿若不臭 除非神仙放的 陶天报文说 心中大怒 将被丢在地下 卢夫人道 见人如此不忠用 叫尔取阴阳水尔 怎么取了尿来 东梅道 我只道是阴阳尿 所以叫卢奎放了尿 我也放了尿 所以凑成阴阳尿 若说阴阳水 我却不晓得是甚魔 夫人道 浑水与井水 何来就是阴阳水 东梅道 何不早说 也免得如此 落造碎去 取了阴阳水来 陶天报将要调化 夫人将被接了 走进房中 叫清莲扶起小姐来 只见牙齿咬紧 不能灌下 只得用牙筑翘 开牙齿将要灌下 不一会儿腹中 咕咕地想 夫人道 好了 有些意思了 正所谓好药不需多 不上一个时辰 也会倚脚 也会动口眼 也能开口大叫一声 妖怪 修得无礼 卢夫人忙叫道 女儿 莫有什么妖怪 卢塞花定睛一看 叫声 母亲 耳在此磨 卢夫人道 女儿啊 为娘的在此 清莲道 小姐 我们大家都在此 卢塞花道 女儿是莫有病的 夫人道 果然好妙要 卢塞花道 女儿被妖怪喷了毒烟跌倒在地 是谁救好了我 夫人道 多多亏了 陶天豹收服了妖怪 那妖怪却原来是一对简便的 被他拿住回来 现尔如此 他就到万花山去求万花老祖炼了丹药来 才得救了尔一命 卢塞花道 果然亏了陶天豹救了我的性命 今将何以报之 如今此人何在 夫人道 现实在前厅做 我且出去对他说了再来 遂走出厅来吩咐备备办宿传 那卢塞花叫清莲 取一盆烧水来我沐浴清莲道 小姐才好 不要辛苦了 明日方喜罢卢塞花道 胡说 快去取来清莲不敢再言 遂到厨房取了热水 来到房中服侍 卢塞花洗浴身体 穿好衣服 梳妆明白 睡觉清莲 到厅上与夫人说 我要出来拜谢陶恩人清莲领命 来到厅上对夫人说之 夫人道 正该如此 速去请小姐出来 清莲又到内房回名小姐 那陶天豹听了说道 这个就不敢当了 些小知事何足言谢 道时我不安 夫人道 正该拜谢活命之恩话说未了 只现清莲出来报道 小姐出来了 陶天豹联盟起身站立 夫人道 请坐那卢塞花走到厅上道 恩人请上 呆奴家卢塞花拜谢 遂跪下去 陶天豹联盟也跪下道 小姐请起 休得如此 叫我如何当得起 卢塞花道 奴家若无恩人相救焉能再生 真乃活命恩人 敢不拜谢 岁拜了八拜 陶天豹也还了八里 然后立起 夫人道 恩人请坐陶天豹道 小姐在此我焉敢浑坐 要告退了 夫人道 且慢 且慢 再请宽坐 老身暂退就来又叫 女儿 随我进去 卢塞花道 恩人请坐 奴家不得奉陪了 陶天豹道 不敢 小姐请便 卢塞尔夫人 同卢塞花来到 内房 坐下 卢夫人道 女儿啊 为娘看 陶天豹此人生 得品格端言 人才不凡 况且 她是 患家之子 出身 也不卑微 她的祖父 曾做过 官 想我 并无男子 只有 二 一个女儿 而已 后来 祠堂 香火 叫 那个 奉祀 义宇将她来与我为明灵之子 木井有靠 耳说好魔 卢塞金听了道 母亲说的是 但不知陶恩人心中如何 又有意说 量她自己也做不得主 必须要去与田大人商议才好 卢夫人道 这也说的是 我明日打发家人去请田大人 与她商议变了 只是此时如何叫恩人空手回去 卢塞花道 就要送她金银 她是定然不收的夫人道 她虽然不收 我总是要送的 收与不收 也表我们的心 遂取了一百两银子走出厅来 笑嘻嘻对淘天报道 无物可报 些虚银两望起 笑纳淘天报道 多谢夫人 只是淫于我义无用处 就此告辞 遂别夫人回去 来到衙内 献了田大人 田大修道 天报 尔为何去了这几日才回 淘天报遂将前情说了一遍 田大修听了心中甚喜 道 幸亏了尔才能救的卢小姐性命 尔也辛苦了 且去后面歇息淘天报道 多谢大人 次日卢夫人打发家人去请田大人 又去请李荣春 二人闻请先后儿道 卢夫人说明淘天报求取丹药旧的卢塞花性命 田大修与李荣春 甚是欢喜 卢夫人又将要寄淘天报为明灵之子对其二人说之 田大修道 如此甚好淘天报道 多猛夫人抬举 乃我拜万花老祖 为师 由不得我做主 带我回山时问我师父 看我师父如何 我师父若是恳许 我就来拜夫人为母田大修道 这也说的是李荣春道 伯母 他所说之言却也难怪 且听从缓辩了卢夫人也莫奈何 口内不言 心中想道 受恩不报 于心何安 送他银子他又不收 今要将他收为明灵之子 他又说做不得主 要去问他师父才敢做主 不知是推辞不肯 还是果真做不得主 且带他去问来 看是如何再做道理 想定主意 遂吩咐备备酒两席 一席荤的 一席素菜 需要整洁丰盛 又吩咐去买基建土仪来送淘天报 家人领命而去 不亦时两席荤素颜 已经排在厅桌上 一上一下排开 卢夫人道 多猛二位贤侄常来问候小女 使老身念念不忘田大修 同礼荣春 其声答应道 岂敢 此乃理之 荡然不亦时三人饮罢 其声告辞 卢夫人道 无物可报陶恩人大德 预送银子又不肯收 只得备些土仪聊表比意 望启笑那淘天报绝不肯领 李荣春与田大修其道 既使夫人一团好意 只得收了罢 若再不受凡使夫人心中不安 淘天报道 如此说多谢了 遂将礼物收去 辞了夫人而回 李荣春辞了夫人回去 且说卢塞花年纪虽轻 乃是个知书达理能文能武的女子 她的十八般武艺渐渐皆能 若说文者勤其诗话无所不能 回思无恩可报陶恩人 只得画图一幅丹青 早晚焚香礼拜 按住陶恩人多福多寿不体 且说田大修江扬州一郡民风土俗 访查明白 渐渐不错 将那奸淫盗贼 窝昌剧赌 贪官污吏 猎恶土豪 俱备田大修一一查查明白 揪除静进 遂起身要去别郡寻寿 和郡进身以及满城文武官员 各个备酒前来送行 田大修一概慈谢不受 带了淘天报 择了即日放炮起身 按下不提 且说盘舌山送书的喽啰叫做张桓 他奉了诗避险之令 叫他送书到扬州与李荣春 那只这个喽啰张桓乃是贫家之子 父母早亡 因米贵如猪不能度日 又无本钱去做生理 只得投在盘舌山做一名喽啰 直到做贼快活 吃县城穿县城 逍遥自在好过日子 谁知贼饭更是难吃 一日到晚不能安歇 不过吃三餐粗饭 并歇剩下藏羹 略稍稍有些差迟拖倒就打 并无处可趁一文一毫零碎银子 只图奔走劳苦而已 所以常想要离这盘舌山到别处而去 因身边莫有路费不能往别处去 只得忍住住下 今日却好师必险差他到扬州去送书 赏他十两路费 这个张环有这十两银子一路闲耍快活 大块肉大碗酒吃得甚是爽快 那小的乐极悲声 忽然病倒在招商客店 十两银子的盘费都用得前前净净了 道德并好身边一文俱无 店主人献他身边无银将他打发出门 张环无奈何将行力变卖要到扬州 谁知时运落衰 强盗玉柱拐棍 将他变卖行力的银两被拐得前前净净 只剩一双空手 天色又晚 无处安身 夺来夺去行至越上东山 四处一看 只现有一座庙宇 走近再看 原来是江太公庙 连庙门也莫有 只得坐在门间上想到 如今赤手空拳怎么得到扬州 正在自想自叹 远远望线有一个人骑马而来 张环道 好了 送盘费的来了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张环漏谢师家信花红道经 谋丝绸话说张环坐在庙门口想到 如今一双空手怎么到的扬州 又转想到 也罢 待我在此等候 若有人在此经过我就一棍打倒他 结他多少钱饮好 来坐路费正在想时 却好远远望线有一人一起而来 道 好了 道运的送路费的来了 待我且闪在一边 等他来时赏他一棍 就有路费 也有马骑了 岂不妙哉 遂躲在一边闪住偷看 而说那边来的是谁 原来就是花子能主仆二人前后而行 张环因远远看去只道是一人一起 并不现后面有一人跟随 而道花子能为何不投诉客店 此时尚在路上 因花云一心想住红花不能到手 暗想 今日若是同他到京 怎能得够与红花成其好事 所以恨住花子能 一心想要将他害死 一路无处下手 方才有客店 花子能就要投诉 花云道 前面还有好客店 我们赶到前面去投诉好的花子能信已未真 谁知一路行来却是荒山旷野 并无客店 花子能骂道 都是尔这狗奴才说前面有好客店 如今走到此时连人家都不现一间 有盛客店 花云道 不必住急 尔看前面那一间 不是人家便是妙语 且到那里在座道理 口里虽如此说 心中却要骗他到无人之处 接过他的性命 好回去与红花作乐 那张环陷他将近了 却是二人 心中想道 我只道是单人 独奇就好容易截他 谁知尚有一人跟在后面 只是我的本事平常 只好一个对一个 若是二人就敌他不过 况且后面那人又拿一只棍 如何逗得他过 心中一想道 绝党喊起来 先将棍横拿在手 此时心须将棍倒托下地 那花云现四处无人 叫道 少爷且下马 歇歇再走花子能道 狗奴才 此处如何叫我坐的 花云道 这叫做路即无君子 莫奈何下来罢 花子能勉强下了马 四处一看并无坐处 只有一个破庙 叫道 花云 尔叫我那里去坐 花云现花子能下了马 叫道 少爷 尔看那边有人来了 哪片花子能回头去 将棍举起拦腰就打 花子能骂道 尔这该死的贼囚 怎么敢打我少爷 花云道 今日只得得罪了 又举棍来打 花子能心中大怒 骂道 而只贼囚 敢如此无法无天来打主人魔 花云也不答应 望角一棍将花子能打倒在地 正要接过他的性命 呼现一人大喝一声道 修得无礼 我来也举棍望花云就打 花云将棍隔住 二人在月下一来一往 一上一下斗了多时 花子能爬了起来叫声 好汉与我打死这奴才 张桓道 尔不必助忙 有我在此那花云如何是张桓的对手 手中棍一慢 被张桓左手接住棍 又将右手的棍望花云头上一下打去 花云大叫一声 哎哟 不好了 就不能转动了 张桓再打一棍 打得花云脑将蹦出一命归因 可惜一心未住红花起了不良之心 今日死于非命 连棺木也无 只落得被狐吃狗托 那花子能道 打得正好 与我打死这狗奴才 张桓道 已死了 不必再打花子能指住花云骂道 而这狗奴才 我于尔无冤无仇 为何起了不良之心 敢打我主人魔 可晓得奴妻主罪该斩首 又叫声 好汉 请问尊姓大名 住居何处 张桓道 我姓张明桓 住在山东东昌府辽城县人士 因要到扬州公干 缺少路费 在此等候有孤单客商经过 打劫些许路费好到扬州去 方才路线不平 拔刀相助 花子能道 多谢相救 若要去扬州的路费我自然相送 我请问尔 要到扬州有何公干 张桓想道 我已不回山去了 说也不妨便道 我是直性的人 老实对尔说 罢岁江施碧显 叫他送书的话说了一遍 花子能道 那施碧显生得如何 多少年纪 张桓道 他系山西人士 生得青面獠牙 年纪只得二十多岁 花子能道 他与同孝珍 张顺二人什么称呼 张桓道 他三人乃是结拜兄弟 花子能想道 前日花福回来 爹爹寒内说谋反无平 难以下手 如今既有了凭据 待我将张桓骗入京去做个干政 那时一网打尽 不但施必侠得能到手 就是田大羞辱我的仇 也可报了想定主义便道 张桓 我看尔清清白白的后身位和不望上进 却取做强盗的喽啰 从古至今那有喽啰做官的 尔若肯随我入京 我与我爹爹说之 于尔一个官作 也报尔救我之恩 张桓道 我因穷苦 莫奈何上山作贼 今姓相逢 若肯抬举我感恩不经 只是尊大人在经官居何止 足下尊姓大名 也要请教 花子能道 家父官居太师 荡朝一品 尚有三位叔叔皆位高官 我姓花明红 自子能 张桓道 敢是扬州花少爷魔 花子能道 正是张桓道 闻名久矣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只是这一封书叫谁人寄到扬州去 花子能道 尔寄不回山去就不是他的人了 还要与他寄什么书 张桓道 不错 我不回山去便不是他的人 不免将这封书信毁弃了 罢岁在怀中取出书来 花子能献了撇手夺去藏在怀中 那张桓献他将寒夺去不知何故 便问道 少爷将寒拿去何用 花子能道 尔不要管我 随我去罢张桓也不再问 集同花子能上马去 一路几时可引 小行夜宿 到了京都 进城来到相府门口下马 门关陷了 连忙进内通报 花紧张道 叫他进来门关来到外面道 乡爷叫少爷进去花子能道 张桓 而且在此等候 我先进去献了香爷 然后来叫尔进去张桓道 少爷请便花子能来到那堂 见花紧张夫妇坐在上面 岁上前叫道 爹娘在上 孩儿拜献马夫人道 我儿一路辛苦 免礼罢花紧张道 我儿坐下花子能拜完坐在一边 问道爹娘近来身体安康膜 马夫人道 好的 儿在家景况如何 花子能道 无非靠住爹娘的浮衔耍而已 马夫人道 媳妇好膜 花子能听了此言眉头一皱 想道 不可实说拉个谎说道 好的 马夫人道 花赛金可平安否 花子能道 爹娘啊 若说妹子 可怜风不吹来树不摇 发了乌纱布一对时就死了 花紧张献说女儿死了好不伤心 哭得两脚乱跳 马夫人两手捶胸 两脚乱跳 放声大哭道 我的女儿啊 儿死得好苦哀 未娘的久不见儿时刻挂心 那只儿发了乌纱伤命 可怜才得十七岁就归了天 可惜儿花容玉帽不能享福 叫我好不伤心也 花子能道 人若便长 非病则亡 妹子近来甚是大便 与我常常无事寻妃 与嫂嫂作对头 常常吵闹 马夫人道 为何如此 花子能道 连我也不知何事 常常吵家闹宅 马夫人道 使鸡屎死了 花子能道 七月二十二日死的 马夫人道 相公啊 妾身前日与相公说梦 现在今女儿立在床前 我就美美挂心 谁知果然归天花 紧张道 我说是梦寐之事 何足未平 那知有准 花子能道 生死由命 不必哭坏尊体 花紧张道 我且问儿 莫有什么正事 日尔入惊则慎 花子能道 孩儿久不见爹娘之面 难当不孝之名 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特来拜问爹娘 并看三位叔叔 沈沈花紧张道 那个随尔来的 花子能道 本是花云同来的 不想他来到半路提起棍 将孩儿打倒 幸亏得张环救了孩儿性命 将花云打死 马夫人道 花云为何敢打耳 花子能道 不知何故 忽然起了反心要害死我 我今将张环带进京来 现在外面要陷跌跌 花紧张道 那张环是何等样人敢来陷我 花子能道 他是强盗 师必险要岔他到扬州送书 因路线不平 救了孩儿花紧张道 住了 那强盗师必险可 就是盘舌山师必险魔 花子能道 正是他花紧张道 我前日看山东报上 盗盘舌山大道同孝珍 师必险 张顺三人接党成群 打家结舍 抢劫行商 无恶不畏 官兵难以脚补 此乃国家之大幻也 花子能道 那师必险时势厉害 岁江曹天雄被他活活打死说了一遍 花紧张道 就是前日韩内写的那个师必险魔 花子能道 一点也不错 正是他花紧张道 他是那里人士 花子能道 山西人士花紧张道 我记得山西有个师亭洞乃是坐山海关的总兵 那年触犯了我 我急奏他克捡军梁将他处斩 超灭家财 莫非就是他的儿子师必险魔 花子能道 不错 师必辖说 依附曾坐过山海关的总兵 花紧张道 而前日韩内写的不明不白 今日可细细说来花子能想道 不可老实说 带我造机具天上去隧道 那师必险与李荣春接拜兄弟 我道 李兄 那师必险不是好人 不可与他结拜 我是好意劝他 那李荣春反怪我多言 道说我不是 将我劝他的话去对师必险说 竟与师必险接拜位兄弟 师必险恨我说他短处 他知兄妹遂打上门来吵闹 弄得我日夜不得安静 曹天雄因抱不平与他对敌 被他打死 孩儿所以写书来求爹爹做主 花紧张道 而那日韩内写的不明不白 说李荣春谋反 要我为父上传圣旨 若说国有谋反之事 何必假传圣旨 花子能道 谋反原是假的 花紧张道 李荣春无非与耳细细的仇怨 何必起此大题目 可晓得地方有谋反之事 文武官员拒皆有罪 连百姓亦遭其累 况且又无凭据 如何说得他谋反 花子能文言 伸手向怀中取出书来说道 这封书可做的凭据否 花紧张将寒拆开一看 指线写注道 于凶师必险自从别后 图中欲注好友同孝珍 张顺 二人都是好汉 招我同上盘蛇山接拜兄弟 事故不向边关而去 只在山上招军买马 杀到京城将花紧张 父子兄弟拿来与父亲报仇 凶弱有侠也可来山上闲耍 于不尽言 此起 那花紧张献了书心中大怒道 可恼娃可恼花子能道 那师必险有报仇之心 李荣春又与他结作一档 如今必要除他才好 花紧张道 那李荣春乃是个书才仗义 既困福威之人 为何单来欺负助尔 花子能道 他有失必险坐靠山 故看孩儿不上线 与我结怨还不打紧 甚至将恶言恶语会骂爹爹 说道 花紧张 而这老乌龟花紧张道 狗奴才 而敢当面骂卫父的花子能道 我是学李荣春如此说 我岂敢骂爹爹 他又说要抽尔的筋 剥尔的皮 花紧张道 他为何骂我 花子能道 他骂尔是个奸臣 害死尸避险的父亲 所以骂尔花紧张文言大怒 气死我也 李荣春尔这小畜生敢骂我吗 念尔父与我同窗读书 同乡居住 是以不忍加害于尔 那只尔如此不情 若说尔谋反故事假的 说尔思通强盗 这却是真的了 待我明日上朝起奏 看尔这小畜生可活的成魔 花子能道 古人有言 容情不举手 举手不容情 人无害虎心 虎有伤人意 若不害死他们 他们要来报仇呢 花紧张在江书一看到 这两句还要改过花子能道 是那两句 花紧张道 拿住花紧张与父报仇 这两句要改花子能道 是也 足现跌跌掉何顶奈 便李阴阳的太师 花紧张道 将张还且留在外面 慢慢用它 尔吃了午饭去线叔叔 沈娘 花子能道 晓得心中甚是欢喜到 如今好了 待我再说两句连田大修也一网打尽 才消得我心中之恨 我待今夜爹爹写本章时 我再添两句 就结果他们性命 碎吃了午饭 换了衣服带了家人 往三位叔叔 衙门去拜献书审 无非问安 说些闲话而已 随即回来 那花锦张府中共情有八名书记 都是超选能闻 善写诸家一字 那诗避险这击行字有何难假写 到更深时候 花太师在灯下僵尸避险的行改写 花子能立在桌边道 爹爹 那田俊卿也放不得他的 也要扯连在内花锦张道 那田俊卿未住何事 也要为父将他扯在书内 花子能道 他寻到扬州就欺负助我 各近身人家都去拜望 单单不到我家拜望 花锦张道 这也是小事 怎么就要害他 花子能道 这件事我原不与他计较 因我插花星去讨房租 那欠租的人不肯清悬 花星说他两句 他就打起花星 花星与他对打 谁知花星打输 被他打得满身是伤 却好田大修游那里经过 献他二人打架 遂将二人带回衙门 问了几句 道花星是个恶奴 在外七人 打了四十大板 家号在圆门口示众 将房屋断于那人 那只被这些百姓笑得嘴歪 说道 花家有才有势 是不怕人的 今日壮住田大人 也不敢犯住他 真正被人笑死 花锦张道 耳为何不去与他理论 花子能道 我亲自主献他 那里晓得他 不问情犹拖倒就打 花锦张道 住了 他敢打耳膜 花子能道 岂敢被他打了二十板 我对他说道 求他看我爹爹面上 饶了我爸 那只不说爹爹还好 闻说了爹爹 他大怒道 再打二十板 打我腿上 犹如打爹爹面上 打得我两腿 犹如火烧 做狗爬了出来 被这些人笑也笑死了 这愁弱不报 真正网为人 花锦张道 果是真魔 花子能道 肥乌龟的说谎话 花锦张道 真正气死我也 可恨田大修眼中如此无人 敢打我的孩儿魔 我看耳头上的乌纱 可带得成否 如今这封书不必假写 是要全换的了 碎取一张花尖纸 将莫磨浓 举起笔写一句 看一句 写完了又读一遍道 于胸施必险 自从别后 来到盘蛇山 与童章二人接拜 田大修来到山西 乃于胸的表胸 花子能道 还要写过 田大修不是施必险的表胸 花锦张道 而好于也 表胸不表胸 何处去查究 花子能道 不错 这是无对会的话 只是尚有一人 亦是要写的 不知又写何人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 回锦张 七军害中良 宿娘恶夫 私交而话说 花子能又对花锦张道 尚有一个淘天报 此人甚是厉害 兼有妖术 是田大修的门徒 也要写在书内 花锦张道 这个容易举起笔 又来写道 那淘天报 乃是有法术之人 与兄同事 接拜兄弟 书到之日 可与田大修 淘天报 一同上山 共成大事 于兄已经招军买马 操练已久 后兄等到山 即便举兵行事 此句 后面又写 师必险亲拜句 写完又看一遍道 这一网要打尽这些小狗才 才出我胸中之恨 遂叫书记进来 将此书照师必险笔记写来 含面照旧衣原含一样写 不得有误 书记领命而去 花锦张又写了本章 已是三更 父子睡在书房 父子睡在书房 不一会已是五更 花锦张起来书洗明白 吃了点心 穿了关带 捧了本章书信上教 来到朝房 这些文武上前迎接 献了礼 只听得景阳中响 龙凤古名 花锦张同众文武进朝拜武 三呼以臂 花锦张出班跪下奏道 陈花锦张有本奏文皇上道 清有何事 四清平身奏来 花锦张谢过圣恩 立起身来奏道 启奉陛下 献金盘蛇山大道同孝珍 诗碧险 张顺等盘踞山岗 横行步伐 官兵难以脚捕 查诗碧险集系 先经正法 犯臣诗庭洞之子 与故臣李谦之子 李方号荣春串联一党 臣子花红陆玉贼火张环 或有诗碧险原书 那书中不知写些什么 臣不敢思自开拆 望起陛下龙眼观看 遂将本章并书一起沉浸 侍臣接了 展开放在龙岸 皇上看了一遍道 聚清所奏 师必险前聚盘蛇山横行步伐 此乃些小之患 震及插官脚捕 若说这书信 孔内中另有缘故 那李荣春与寇党相通 或有其事 但田大修未官多载 耿耿忠心 并无过失 那陶天报既是田大修门徒 量非左道旁门 正看此书甚是难解 那与盗贼私通之语 一非真实 一时难以定夺 待朕差官前去 就与本地访问虚实回奏辩了 遂及传旨 祝锦一位指挥高文杰奉命出京 前去捉拿李方 田大修 陶天报等 急于就近地方暂且监禁 后阵差官赋勘定夺高文杰领旨退朝而去 皇上龙袖一阵 驾退回宫 那花紧张退朝回府 心中甚是不悦 花自能道 跌跌 事体如何 花紧张道 魏父再朝多年 有奏必从 那小的独有此事主上不能深信 还要差官堪问 但愿差下的官员是魏父的心腹之人 就好于中委屈做事 花自能道 就不是心腹之人 只要行贿怕做不来 花紧张道 而那里晓得做事的道理 若说魏父的心腹之人虽多 还有那几个与我不合的 断断不可行贿 若行了会 露出破绽反胃不美 正说时 却好花锦龙 花锦凤二人来到 县礼坐下 花锦龙道 哥哥 这件事为何不与兄弟记忆 如今却弄得不妥 纳田大修正在得宠之时 如何也拖他在内 躺或堪问之时若无此事 岂不要揪其军作弊之罪 花锦张道 原事我一时见识差了 如今看他所差何官在座道理呼现门官来禀道 通政司阳轩要现花锦张道 请他进来门官出 请他进来门官出来道 乡爷有请杨轩进内 献了礼坐下说道 有田大修表彰 请大人观看 耳说田大修表彰 为何此时才道 因被盘蛇山楼落结上山搜出表彰 张顺拆开 三人观看心中大悦 款待差关 留了两日才放他起身 所以来迟 误了现期 只得到通政司阳门挂号 杨轩乃花家一党之人 所以将本章拿来与花锦张观看 花锦张看了心中大怒 大骂田大修 而这狗官 眼中太绝无人 敢杀我媳妇魔 也太刻薄太无情了 回头看住花子能道 我且问耳 家中有了这件事情 耳全然不知 以致被田大修拿祖情 这个臭名如何荡得起 事到此季尚不说明 还要来瞒我 我今日方才晓得耳心事 耳自己在扬州住不成故意来此 只是妻子正法 妹子归权 耳又到此 将家事交予谁人 花子能道 若说家事孩儿交予总管料理 量事不妨的花锦张道 好畜生 家中有此大事别人尚且晓得 而反来瞒住爹娘 花言巧语说了许多 亏尔忍得住花子能道 爹爹不必生气 孩儿下次不敢瞒爹爹了那花锦龙 花锦凤二人气得乱跳道 家门不幸 弄出此等丑事 有何面目献人 花锦张道 杨通正 耳腔田大修此本歌起 赏了岔官 叫他在耳门下效劳 寻作事故 结果他的性命以灭其口 杨轩领命而去 花锦龙 花锦凤各回衙门去说 与夫人晓得 那花锦张走进内面 将家中弄出丑事 对夫人说之 马夫人文言大哭道 原来我女儿死在秦氏之手 叫我好不痛心也 可恨孩儿在家和事 任从妻子干此无法无天之事 妹子被他害死也不思念 反在此花言巧语来骗爹娘 是何道理 花锦张道 如今家中无主意 御夫人回家料理家务 马夫人道 我不回去 叫我将何面目献人 总管为人道也老成 付他料理道也不差 且过些时再做道理 花锦张也莫奈何 只得丢开了 且说花子能在家时 小妾成群 好不快活 如今在此冷冷静静 甚是郁闷 想到 京城乃天下文明之地 岂无秦楼储管 可以去玩耍 遂叫一个家人名 换花通道 而带我到外面 玩耍花通道 少爷 京城比扬州好得多呢 红楼翠管 花街柳巷甚多 只是比别处要多用 积个钱花子能道 若中我义 多用钱超有何房储 而带我去走走 花通领命带了花子能到 花街柳巷 红楼翠管去玩耀 并无一个中花子能的义 而到京城秦楼 秦楼储管和纸百处 岂无一个中花子能的一模 因京城风气 要拿出钱来方才与耳线面的 极致与耳线面 无论耳中意不中意 总要耳先用去钱超 若无先用钱 好的不肯出来于耳观看 花子能未现有美貌的 所以看不中意 又到情人眼里出西施 花子能看了积家 并无一个中意 钱又去了许多 走来走去不觉来到七亩庄 只现一座房屋 甚是巍峨 又高且大 起得起整 花子能问道 好一间房屋 不知是那个乡身住的 花通道 就是乡爷的下院 二夫人在内 少爷里该去拜县 才是花子能道 何故太师 夫人不对我说 花通道 夫人是不晓得的 太师要瞒夫人 所以连少爷也不使闻知 花子能道 他瞒我则慎 花通道 孔尔说与夫人晓得花子能道 这个老不休 吃了偌大年纪 还要瞒妻子在外娶小妾 我偏要去看看 花通 尔先去叩门 花通道 前门是打不开的 由后门进去 遂同花子能道 后门叩门 且说花紧张 这个小妾姓 梅名素娘 姑苏人事 父亲早亡 只有母亲和事在家 起初指望配个风流家序 谁知母就不良 将她献与太师 慎不称梅素娘的心 常常怀闷 虽然有四名丫头陪伴 有花园节闷 只是太师年纪老了 不能唱其心怀 所以时时怨恨母就悟她终身 又道 我有此一身本事 琴棋书画 吹唐歌唱无所不能 如何嫁了这个老厌恶 好似锦凤配助乌鸦 叫人毫不气闷 那花紧张待她极好 言无不听 百依百顺 并不敢稍服其意 自想年纪已配她不上 所以诸事从她 要使她欢喜已买其心 谁知梅素娘嫌她年老 任而百般奉承 只是不趁其心 所以日夜怨恨 这日正在揭探愿望 忽见双桃笑嘻嘻 走进来说道 二夫人 少爷在外要献梅素娘想道 太师往常说起 只有一个孩儿 明红 自子能 必是他了乃说道 少爷住在家中 为何到此 双桃道 他说特来看望太师 也要来拜献二夫人梅氏道 如此去请少爷到凤银轩做 我就出来双桃领命而去 梅氏书喜明白 换了衣装 又吩咐备酒 带了双姓来到凤银轩 花子能一线梅氏走道吃了一惊 想道 我献了多少妇人 从不曾献过如此美貌的 我爹老不休 真正好受用也连忙迎上前道 二姨娘在上 孩儿拜献梅氏回了礼道 少爷请坐二人坐下 丫头献茶 梅氏问道 少奶奶与小姐可好吗 花子能道 好的 二姨娘在此 孩儿不曾前来问安 多多有罪 梅氏道 这都不敢有劳 我常闻太师说及少爷品格端言 今日献了果然是真 花子能道 二姨娘的声音道 似是苏州人 梅氏答道 我是姑苏 无限人 是花子能问道 来此几年了 梅氏不觉红了脸 一对翘眼看住花红 将手伸出两个指头 又低了头 暗想道 我看她面貌 虽非超群出众 指着一对眼睛 甚是俊俏 看她那对偷情 眼不住的 看住奴家 谁知两心一样的 而看住我 我看住耳 四目相视 那花子能一暗想道 看她年纪 不过二十多岁 犹如月电额 降下九重一般 我虽有三十一个小妾 那有一个急得她来梅氏 又问道 少爷今年姬多岁了 花子能道 二十四岁 花子能一问梅宿娘说 姨娘今年贵更多少 梅氏亦答道 二十三岁 花子能道 孩儿年纪比姨娘 还大过一岁了 请问爹爹呆姨娘可好吗 梅氏答道 不过如此花子能道 孔有不中一处 却如何是好 梅氏道 我是前世不休 今世嫁了太师花子能道 那老不休真是不正经 六十到头的人 还要取如花似锦的小娘子 正是二姨娘能忍得住 若在别人烟能忍得 正在眉来眼去的说话 忽现丫头抱道 酒席已备了 不知要排何处 梅氏道 排在沃春阁遍了花子能道 一道就要多谢梅氏道 一家骨肉 说什么多谢 花子能道 躺爹爹来时如何是好 梅氏道 不妨 前日太师说过 到这几日有事不能到此 请放心花子能道 如此而我才得放心 饮酒二人来到阁上坐下 丫头在旁针酒 二人所说都是风情的话 这没事却看上花子能 心中想道 我虽为太师之切 却老少不同 使我常常怨恨 今看少爷所说言语句句之音 我欲救他成其好事 却又爱助尊卑 这怎么好 一边想一边假装 罪态来引花子能 花子能一发 那忍不住 心中浴火难尽 只是小了他一辈 要称他树母 不然及时抱住 以成交好 没事献花子能不作声 只是低头呆想 忍不住又问道 少爷 尔在家中所干何事 花子能答道 别无他事 只是走柳巷闯花街玩耀 看现有忠我义的女子 就抢了回来 没事假意问道 抢来则慎 花子能道 抢来做小妾 没事道 这就不该花子能道 只要快火 管他那该也不该 心中浴火难熬 心生一计 即叫双性 酒冷了 去换热的又叫双桃 而去拿些点心小菜来花子 能用即将两个丫头打发开去 碎吏起身来笑嘻嘻走近身边 一手来扯没事的一道 可惜二姨娘如此花容月貌 只差得跌跌面上不好意思 没事道 住了 若还没有太师面上便怎么样 花子能道 我就将耳搂儿相报 敬儿相亲 请客旧父阳台星云坐雨 没事道 快些走开 混账的东西 而今日敢是酒醉了 怎么敢来调戏树母 二人正在调情 忽现双桃走来似非一般报道 二夫人不好了 太师爷来了 没事问道 如今在那里 双桃道 如今往鸳鸯楼去了 没事道 可有什么话问耳膜 双桃道 只问二夫人在那里 没事道 耳怎样回他 双桃道 我说在百雁亭弹琴 太师爷说他在鸳鸯楼等候 叫二夫人快去 没事道 既如此少也 独饮一杯 明日再来 同饮说完 与双桃 急急下阁而去 走到鸳鸯楼 江头低了 叫声 太师爷来了 磨 妾身独坐无聊 在楼操琴消遣 有失迎进 忘记恕罪 花紧张道 谁来罪耳 为何面红气喘 没事道 殷太师爷道来 妾身慌忙走来迎接 所以面红气喘 花紧张道 谁要耳这等小心 耳就持些来意识 不防的 没事道 多谢太师爷 及吩咐备酒 丫头领命而去 不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27回 一奉旨 坚臣思托两言习 念受图欢 话说花紧张 与梅素娘言来语去 说话之间花紧张 闻得梅素娘满口酒气 问道 耳吃酒磨 没事达道 因心中寂寞 聊饮三杯 以解烦闷 说罢丫头 已将酒席排上 二人坐下对饮 那花紧能 却撕走来偷看 陷了心中气愤不过 恨不得一刀 杀死这老蛮牛 那双桃现了连忙 走出说道 少爷快些回去 花紧能拽了 双桃走下楼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而可小的魔 双桃道 少爷的心是我如何小的 花紧能道 我看二夫人年纪甚轻 又有爱我的心 只恨太师来冲散了 一场好事不能成就 双桃道 这个使不得的 二夫人年纪虽轻 到底是庶母 不是我冒犯少爷说 而不可痴心妄想 紊乱五轮花紫能道 什么五轮 就是十轮也无要紧 我在扬州县一个人 与进母思通 将母舅谋死 二人犹如夫妇一般 双桃道 这是畜类 说他怎么 少爷乃是官家之子 不可无礼 快些回去 免得累我 花紫能道 而若说得此事成 我赏而守事 一群一套 双桃想道 待我骗他出去 便了乃说道 今夜太师在此 而且回去 明日而来我 与尔撮合变了花子 能道 我要 在尔身上成事的双桃 答道 这个自然花子 能遂走出来 带花通回去 那花紧张 这夜雨 梅氏赴乌山 加会 到四更十分 就去上朝 梅氏巴布的 他早去早好 现他去了 就问双桃道 昨日少爷 及时回去 双桃就将花子 能的话说了一遍 梅氏听了一发愁闷 恨怒道 老厌恶冲散 我的好事 我爱少爷 非爱他别见 只爱他 兢兢壮壮的少年 说得言语 甚是知心 就与他成就好事 量也不妨 故什么规矩 管什么五轮 若能够与他 成其夫妇 就吃一口清汤 也觉甘香 一心想念子能 一心恨住 花紧张不提 且说皇上登殿 两班文武商呼已毙 皇上传旨 命令部侍郎 邱军碧领旨前去 勘问李荣春一案 邱军碧领旨出巢 两班文武退巢 花紧张回府大跃道 邱军碧乃我好友 此事不妨了吩咐 备酒伺候 不一时邱军碧前来辞行 花紧张留住饮酒 邱军碧道 有劳大人费心花紧张道 耳说那里话来 与我至交 何必客套 只是有一件事相托 不知可恳献许摩 邱军碧道 愿闻其详 小弟无所不一 花紧张 遂将前事说了一遍 邱军碧道 这个做得吃了酒 带了张环辞别而去不提 且说花紧能一心想念眉事道 爹爹呀 不是我今日赶来妻儿 谁叫尔做事自占便宜 白须老翁配住少年女子 是尔自己不是 不干我事睡到天明爬起身来 梳洗已毙 吃了点心 也不带花通 恐他多言 独自一个来到七母庄 由后门打门 这七母庄的花园乃是 花紧张旗与梅氏居住 只拨两名花状在园内照顾门户 整理花木 不想两个月前二个花状 偷了物件走去 梅氏与花紧张说可以不用花状 此园除了太师之外 莫有外人到此 答应门户自有丫头使唤 花紧张道 也说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 不便放他在此 是已只拨四名丫头料理诸事 二名老婆在厨房料理酒饭 此外并无一个男人在内 这日梅氏带了四名丫头来握贺庭操琴 呼闻犬吠 又闻鹰歌叫道 双桃开门梅氏道 双桃 敢是太师来了 快去开门 双桃连忙走去开门 现是少爷 遂道 我说是太师爷到此 原来是少爷来花子能问道 二夫人在那里 双桃道 他身子不爽快上位起来 而回去罢花子能道 放屁 我特来谢酒 既是二夫人身体不爽快里 该问案 神骂反叫我回去 一边说一边走近 双桃江门闭了 花子能问道 昨日吩咐尔的话如何 双桃道 不要说起 我早起江尔的话对二夫人说了 被二夫人将我痛打一毒 还要告诉太师 是我说少爷酒后之言不必献怪 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 既如此带我去谢罪 变了双桃领了花子能来到沃鹤亭 双桃叫道 二夫人少爷来了 没事立起身用手一招道 里面来坐花子能走上前道 孩儿今日一来谢酒 二来请安 三来赔罪没事问道 赔什么罪 道要说个明白花子能道 双桃说二夫人动怒 所以我特来谢罪没事道 不要听这贱人的话睡觉 双桃 双姓快去备酒 双眉去取茶 双桂去取点心将四个丫头打发开去 花子能走进没事身边 一手来摸胸辱 梅氏道 不可如此 焉有母子成尖的礼 花子能道 又不是十月怀胎三年如补 算不得数的 只好兄妹称呼罢了一面说 一手在梅氏身上乱骚乱摸 摸得梅氏欲火难尽 说道 既要如此 奴家从了尔罢 花子能献他允了好不欢喜 说道 只是此处不好行事 梅氏道 这个不妨 等双眉 双桂取茶并点 新来而可如此说 我便这般应答 岂不瞒了他们 花子能道 如此甚妙碎走 原位坐下 只见双眉 双桂一个捧茶一个 拿点心来放在桌上 梅氏道 少爷吃些点心 花子能道 多谢二姨娘 我看这里台阁亭楼甚多 景致不凡 抑郁看看 不知可恳献许魔 梅氏道 如此我陪尔去看看 双眉 双桂尔门住去办酒席 若备完可排在登云阁内 说完岁桐花子能来到营香院 闭了门 二人解待脱衣 上床成其好事 且说双眉 双桂来到厨房 说 二夫人吩咐 酒席若半晚可排在登云阁 我伺候双桃道 二夫人在那里 双桂应道 童少爷去看景致 双桃心中想道 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 带我去寻寻看 岁独自一个四处去寻 偶然寻到营香院 县门是必的 举手一推却推不开 想道 他二人必在里面又想道 此事那个不爱 只是母子之称 却做不得 况且青天白日在此取乐 唐辈太师爷到来如何是好 也罢 待我在此与他照应变了 那梅氏与花子能二人云雨已毙 穿了衣裤 梅氏道 若太师有事不能来 而千万要来 不可作无情意的人花子能道 这个自然呼听的双桃叫声 太师爷 这里来二人听了此言惊的魂飞破散 汗如流水 满身发抖 花子能忙趴在床下躲住 没事走向窗逢一跃 现莫有太师 才放心开了门 问道 双桃 太师爷在那里 双桃应道 太师爷是不曾来的 我阴等得不耐烦了 所以驾叫一声梅氏道 事已至此 尔切不可多言 我自然另眼相待双桃道 这个自然那花子能躲在床下 现说无事了才敢爬出来 没事将眼一丢 花子能现了乙之奇异 走上前将双桃抱在床上 解开裙带脱下裤来 用墙就弄 双桃叫道 做不得的花子能道 做得的弄了一回儿 势必 双桃穿了裙裤道 二夫人 这是少爷用墙 不干我事 没事道 谁来怪儿 二人互相整了头发 没事道 少爷 尔金如此如此而来 我先去等尔 免得三个丫头一心花子能道 不错 尔先去 我一计而行遍了 没事带了双桃来到登云阁 那三个丫头问道 少爷为何不来 没事道 少爷腹痛走不动 他道腹痛好了 就来岁坐下等了一回 只限花子能走道 没事道 少爷 此时腹痛可好了 磨 花子能道 此时好些了 没事道 如此说 吃了两杯酒回去吧 二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 双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 如在挨言 躺太师爷到来如何是好 须当诉去 等明日再来吧 花子能莫奈何 此别没事而去 这花子能平日作恶作威 今日又与树母通奸 与禽兽合意 虽是前生涅债 然而罪恶太重 岂不上干天怒 报应昭彰 只因花紧张平时 欺心作恶 屈害忠良 故有此报 且说高文杰领旨出京 一路而来 已到扬州 和郡文武官员聚来迎接 接近知府堂上 开读诏书以弊 知府备酒款贷 谁知府内有个书办 姓陈明松 曾受李荣春大恩 未曾报答 念念在心 今日忽闻此信 惊得冷汗直流 道 此事怎么好 必须去报李大爷 小的才好 只是不能出去 如何是好 也罢 我且到后庭去看 可有出路魔 急急走到后庭 四处一看 并无出路之处 呼现东南角 有一株树 遂爬上了树 立在墙头望下一跳 跌倒在地 也顾不得疼痛 爬起就走 如非地赶到 李府门口将边门乱打 管门的厅线 有人打门连忙走来 开门一看 问道 原来是陈师爷 银叶到此何事 陈松道 尔家大爷睡去野味 管门的应道 尚未睡呢 还在书房看书 陈松道 尔江门闭了 快些进去通报 说我有紧急事要线 管门的闭了门走进书房通报 李荣春道 快请他进来管门的走出来道 大爷有请陈松连忙走进 来到书房道 李兄 不好了 李荣春问道 陈兄为何如此慌张 请坐下说话 陈松道 李兄尔不晓得 那花紧张揍了一本 说尔与盘蛇山大道串通谋反 朝廷听信谗言差官前来琴尔 方才在府堂上开读圣旨 现在丝牙饮酒 酒若饮完便来琴尔 我跳墙儿出钱来通报 快些挤走 李荣春笑道 不必住忙 真的真假的假 怕他合适 若走不是好汉 他们又只说真有此事了 陈松道 此事奸臣陷害 不可看清的事 我方才闻得一时肝肠欲断 而却全然不在心上 李荣春道 尔南道不晓我的性情磨 死不怕 生不贪 祸福尤天 奸臣陷害我还闲迟 早已知他要来害我的 陈松道 不是如此说 尔若有差池 令唐夫人靠住谁来 李荣春道 我自有道理那三元 来跪二人听了此言 连忙走进那堂报之夫人 李夫人听了此言心中大怒 骂道 花紧张 而这狗男女 老奸贼 听信儿子谗言 误害我而未到党 全然不念同乡之情 如此害人 良心何在 那但是大娘 只是叫天叫地的哭 诗必侠闻言大怒 大骂奸贼不休 又道 这个原是我哥哥不该 为何不到边关 却去盘蛇山落草 而到诗必显的寒 已入花子能之手 诗必侠如何晓得 诗必显在盘蛇山落草 大凡相患人家 每处有超惊报来看 所以盘蛇山大道同孝珍 诗必显 张顺等横行 不法官兵难以脚捕之事 已有报到李府 是已李府人人晓得 诗必侠一早知有获释来的 今日果然有事事 恨住哥哥不该在盘蛇山落草 至被花紧张借此声端 公报私仇 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满门 这却如何做的 叫声 母亲 嫂嫂不必愁闷 待亲差来时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时我去与哥哥记忆杀上京城 将花紧张父子兄弟 拿来与我父亲报仇 也好与母亲出此怨气 李夫人道 胡说 这个如何使得 杀了亲差非是小可 亥及满城文武官员受罪 又连累这些百姓也陷在内 这个断断是使不得的 诗必侠道 不然难道就是如此束手 凭他拿去问罪不成 李夫人道 而这句话道说的有些意思 待我叫我儿来问 看他慎魔主义在座道里变了碎叫丫头 快去叫大爷进来丫头领命 连忙来到书房道 大爷 夫人请尴尔请尔进去 李戎春立起身道 陈兄请宽坐 我进去就来陈松道 请便李戎春来到内厅 叫生母亲 李夫人应道 我儿啊 如今花紧张 这奸贼要害尔 说尔是贼党 圣上插官钱来拿问 尔却如何主义 快些说与为娘的小德 李戎春道 母亲呢 虽然奸贼弄权 只是圣旨如何为傲 我家祖公术代巨兽黄恩 皆时朝廷俸禄 未曾报效 就是朝廷要斩孩儿 孩儿情愿将首级献上 况且未必就斩 尚要审问 那时真假自然变出 若此时逃走 岂不被人耻笑 以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 那时任尔千口万舌 也变不清的 但是大娘眼泪汪汪 叫声 官人 不是如此说的 那插官乃奸贼一党人 如何容而分辨 必要将尔害死方休 而不可执意己之见 做那昭灾复火灯鹅自烧其身 是不三思终有悔 到那时候悔就迟了 师必侠道 此货根接为奴家而起 害哥哥受贼党之名 待我保哥哥一家上盘舌山 与我哥哥说明此事 叫他起人马杀上长安 拿花紧张一家与我哥哥出气 又与我爹爹报仇 岂不是好 李荣春道 贤妹为何说出此言 真不中听 若是如此作趣 岂不弄假成真魔 我自有道理 耳门不必多言 岁仍走到书房来陪陈松再坐 那陈松只是苦劝李荣春逃走未上策 李荣春只是不听 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骂住花紧张老奸贼 老乌龟 骂个不休 一家纷纷大乱 忽见管门的如非似的走近 不知何事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李荣春 甘心呆路李国华窒息谢恩话 说管门的如非一般走进书房报道 大爷不好了 心差大人同了府县官员 带了兵马将前后门团团围住 要捉大爷李荣春道 都 老狗才 些小知事如此大惊小怪 快去开正门 带我出来迎接 管门的道 大爷呀 要想定主意呀 李荣春道 我自有主意 尔快快去开门遂患了解 袁一金 那三袁 来跪二人扯住 一群跪下叫道 大爷呀 千万不可出去 李荣春道 尔这狗才 谁要耳多言 是非屈直 有我在此 谁要耳门拖拖扯扯 成何景象 遂顿拖三元 来跪的手 一直走出大厅 而到亲差前来捉拿犯人就该随到随时捉拿 为何留住嘶牙引酒当歌时候 因孔日里去拿返被李荣春之风逃走 故此挨到更深时候悄悄而来 管门家人将大门开了 亲差并文武官员来到大堂做助道 叫李方初来献我那李荣春已走出来大堂 说道 亲差大人 我李方有罪自然应该拿揪 只需父母官尾一位来足以 何必大人亲临 且请后面饮酒 高文杰道 谁要吃饵的酒 回头问知府道 这个就是犯人李方魔 知府道 正是他高文杰叫声 与我拿下了左右答应一声 将李荣春衣襟拨下 上了刑具 那江都献忙走上前将眼色乱丢 似乎说他爱财 欲要李荣春行贿免罪 李荣春已知其意 大笑道 亲差大人到来 本该不受人情才是 虽有金银却送不得 若送他时 岂不被人笑说行会事情 等待吴氏回来 那时被些保理相送 高文杰听了大怒道 好个贼党李方 较左右 将刑具紧紧收雇 带回府去纳三元 来贵连忙走进报 与夫人晓得 夫人听了又急又苦 只得吩咐三元 来贵 拿了银子随大爷去衙门上下使用 大爷才不致受苦三元 来贵领命而去 那臣松献李荣春被钦刹拿去 自己悄悄走出李府 来到外面想到 李大爷果然是个好汉 不怕死的人 金银被他拿去了 我如今怎么好 如此夜深怎能再跳过墙去 不如且在外面打听李大爷的消息 便了且说高文杰将李荣春交与扬州府收管 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说这些百姓 献李荣春被钦刹拿去收在扬州府间内 个个不平 人人不愿 有一个年纪老的胃头 招这些人在土地庙记忆此事道 耳门众人都有受过李荣春的恩 今日李大爷被奸贼献卫贼党 若神起来必要受刑 若受不起刑法认了此事 不但要斩首的 连家眷也难保无事 我们平日受李大爷恩惠 今日献他遭此冤屈 必要用个计策救他才算知恩报恩 那中有姓张明能说道 今夜我们去放火烧尖 他们必然救火要紧 待他忙乱之时 我们打尽去救了李大爷出来 岂不妙哉 那个老人叫做王德 说道 这段使不得 放火烧尖我们都是死的 这个既不妙又一个说道 不如我们扶在要路 等李大爷起借我们抢了就走 头盘蛇山去做贼王德道 放尔娘的屁 若如此岂不害李大爷是真贼党了 又一个道 尔门说的句不正道 只要我们写一张联名宝状到府县衙门 去保出李大爷来王德道 尔在此说梦话末 奉圣旨拿的犯人府县怎做得主 我想此事揭花紧张这个老奸贼害的 我们如今打到花家去 将花家打得落花流水 先与大爷出个恨气 然后现机而行遍了众人道 不错 还是王老伯说的是众人立起身就要走 王德道 且慢 如此去怎么打得进去 带我先去骗他开门 尔门随我后面 见我进去尔门及时一拥打进去才能有计 众人道 到底是尔老人家有现实 遂随了王德后面而来 王德来到花府门口 现大门并尔门拒势必得 遂举手打尔门 那管门的现有人打门碎来开门 王德现门开了用手望后一招 碎走进尔门 那管门的问道 尔是何人 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 特来与李大爷出气说声未完 只现众人一哄走进 喝喊一声 一起动手 现物就打 那管门的吃了一惊 往内便走 这些家人 现人围了许多进来乱打 众家人不知何事 却不敢上前来问 就是门口经过的人 现他们为李大爷打不平 个个欢喜 也个进来帮打 越打人越多 这些家人妇女 现人越打越多 一直打进内堂来 惊得往内乱跑乱走 那红花正在小姐灵围 呼现众人乱走进来 不知何故 问道 尔门为何如此精盲 乱走进来 众人道 不知何故 这些百姓打上门来 我们怕了 只得走进来 红花听了连忙走出内厅 只现属百鱼人 纷纷乱打乱喊 红花大声喝道 尔门何故打上门来 少爷又不在家 家中无主 劝尔门差不多些罢了 众人道 尔这贱人还敢出来说话 尔家花子能父子同恶相继 谋害李荣春大爷 心插将李大爷拿去收在府间 我们不愿 来与李大爷报仇 就达尔一家也不喂过红花 听了吃了一惊 问道 列位住口 李大爷及时拿去的 众人道 昨夜拿去的红花叫声 不好了回身就走 连忙出了后门要到李家而去 且说总管县人越打越多 劝又劝不来 只得走去县府县官 将前情说了一遍 求老爷做主尽住他们 知府听说此事 连忙带了牙翼打道来到花府来问道 尔门何事将花府打得如此模样 众人献知府来道 只得住手 大声叫道 老爷救命喝 知府道 尔门聚众喊打犹如强盗一般 怎么反称救命 众人道 只为李荣春是个好人 扬州一郡谁人不晓得 他是既困福威的小孟长君 那个不受他的恩惠 如今被筑花家献他为贼党 我们人人不平 个个不愿 所以打上花门出口怨气 扶起老爷做主 知府想道 道亏他们有此意气 但是他们乃亡命之徒 不便拿捉 况且人有三百多名 如何办得许多 不免将言语宣化他们辩了 遂对众人说道 那李荣春乃是奉旨捉拿的侵犯 又是他自己情愿出头的 况且尚未审问 且呆审时若是假的自然无事 与花府什么相干 众人道 这是花家父子同谋害他的知府道 此乃圣旨 不甘花府之事 尔门羞得胡闹 聚众成群 白日打家 绿有明条 若办起罪来不但尔门死罪 而且累积地方官也有罪 尔门不可自取罪状 众人道 我们情愿死的知府道 此言差矣 自古道楼以上且贪生 为人岂不惜命 尔众人就死了 能救的李荣春无事也罢了 只是死了一万个也救他不来 何苦自伤其命 尔门继位李大爷之事可称之恩的人 但他自有本府本县照管周全 无用尔等这般作作 个人回去安分生夜罢 若再如此 本府定要严办 那时不但尔门有罪 连地方官的沙帽料也难保 尔门听本府的话散回得好 众人道 老爷既如此吩咐 小人们焉感不听 只是李大爷全望老爷周全的知府道 这个自然众人才自散去 总管随即叩谢知府 知府也就回去 可怜一个相府门锋 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 贪的贪 毁的毁 不计其数 花星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恶的心肠 不顾众人之命 连忙打点起身去献亲叉秋大人 只说李荣春的党类五百余猛打到我家抢劫 一进抢去 这一次事情一发弄得大了 且说红花来到李府 走进那堂拜献夫人道 此事又是我家太师听了少爷之言来害大爷 奴家心中不忍 要去看看大爷李夫人道 耳去恐不便 红花道 不妨的岁一直要去献李大爷 一路走来不表 且说这扬州府私欲姓李明国华 父亲在日曾坐过晚平献之献 因开空国库 收进天牢 权账李荣春父亲代他弥补财富就职 所以李国华在扬州做了四年御官 一年四季皆被礼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 今日忽现发下李荣春来 吃了一惊 一夜想到天明 想不出一个计策来救 因他是个亲犯 难以相救 李奶奶道 而有多大的官 怎能救得他来 只好被一桌酒请他 表我们一点心就是 李国华道 耳说的是遂吩咐被酒伺候 悄悄将李荣春行具开了请进内厅 献礼坐下 李国华道 不想公子被奸贼献卫贼党 使我一闻此事及的肝肠寸断 莫法可救 恨我官卑知晓 不能报公子的恩 李荣春道 此乃花子能的奸计 欲报丝绸 故此献我为贼党 只是我却不怕他 到审问时自然明白的 李国华道 公子与花子能有何丝绸 启到奇祥 李荣春遂将前情说了一遍 李国华听了心中大怒 道 公子尔一片好心 却被奸贼如此陷害 真正可恨呼陷 屏风后走出一人 高声大叫道 反了 反了 花紧张这老奸贼如此无礼 待我赶到京中拿住这老乌龟一刀两断 才出我胸中之气 李荣春文言道 吃一惊 问道 先生 此为何人 如此英雄 李国华道 乃是小儿 名幻袁仔 甚是莽撞骂声 畜生 修得无礼 快来见李荣春丽起身来与袁仔献了李座下 李袁仔道 公子不必忧闷 待我赶到京中杀了这老奸贼 问他可敢害人魔 李荣春道 不必如此 生死犹天 到审问时我自有道理 李国华又骂道 小畜生 不要呆头呆脑呆出事来 李袁仔道 爹爹如此胆小 道老也不过仍是一个私欲官罢了 只献家人将酒洗扫上 李国华道 公子遭难在此 我不能相救 只是备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 李荣春道 多猛厚意 使我何以冲荡 三人坐下饮酒 忽见家人报道 进子来说有个年少女子自称 王翠儿要来献李大爷 进子不敢私自定夺 特来通报李国华道 公子 可有这个人魔 李荣春道 他乃一碧红花 李袁仔道 既是一碧红花 快去放他进来 家人领命而去 不一会时之 献红花走进 李荣春立起身来道 恩姐 我在此并无甚事 尔为何出头露面而来 红花道 我如何晓得大爷受此驱惑 只因众百姓打上花门而来 我才晓得 李荣春问道 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门 红花道 那些百姓到我家少爷用计陷害大爷 所以聚众打上花门来与大爷报仇李荣春文说 叫声 不好了 谁要他们如此多事 看来事情弄得大了 红花道 大爷 此事非同小可 贼党二字却是荡不起的 还恐性命难保 叫夫人靠住谁人 岂不误了大娘的青春 李荣春答道 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贪生的好汉 岂怕奸臣害我 我若是怕他害我时 我早已逃去了 不 会 到此时尚在此处 而乃女子 排不得适 解不得威 不必挂心 尔素回去解劝夫人不必忧闷 我是不妨的 红花又与李国华父子献过了礼 李元载献红花虽无天资国色 却有十分风韵 可惜做了人家丫头 只是照依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没了他 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进里面来 叫声 母亲 孩儿有句话要说 不知母亲可肯容 孩儿说呼 李奶奶道 我儿有话但说何妨 为娘的有甚不一 李元载道 外面有个红花生的十分风韵 孩儿一语就住口不说了 李奶奶道 为何不说 李元载道 一语留他来吃一杯酒 他与李公子有恩情 李奶奶道 此乃小事 我叫丫头请他进来 辩了李元载退了出去 丫头奉了李奶奶之命 来请红花进内 李奶奶将红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的捐好 碎笑兮兮的说道 不必如此 行过个长礼罢 红花献了礼 李奶奶叫声 红花请坐又叫厨房备酒 红花却想不出 这里奶奶为何如此好礼相待 就同入席 挤酒吃完日已归西 红花谢了李奶奶 辞别欲要回去 李奶奶道 红花姐 若闲时可来玩耍红花道 多谢奶奶来到外面 又辞别李国华赋予并李大爷 遂回到李府来 将拜望李大爷之事说了一遍 李夫人道 多谢儿 辛苦了 红花道 不敢又别了李夫人 要回自己家中 谁知来到半路天色已晚错走路头 月色以上 买卖的店头聚关了 红花想道 不好了 错走了路 欲要向人尖路 却又害羞 若不去问却又走错 又不知要从那条路去 如今怎么好 也罢 再到李府去当歌一夜便了 转回身依旧路而行 不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女弄父 忠诚呆汉宁残中激动 寇心话 说红花立在路旁 心中甚是注疾 要等有人经过 问明去路好回家去 谁知欲 助拐子来 这拐子姓史明文 别好一谈 乃安庆府人事 娶妻张氏 生下一男一女 男的娶名史庆旺 不幸出天花而死 女的娶名史莲姑 年已十六岁 又生得十分美貌 为何尚未受查 因人人说她是个拐子的女儿 名声不好 所以无人来与她结婚 那下等之人要来求亲 史文又嫌她是下等之人 无甚出色名声 也是不好的 是已不肯许她 所以长城至十六岁 尚未许配人家 史文做拐子 又比别个的拐子不同 她因二十一岁时 在天仙阁闲耍 偶然现神桌下 有一本破书 史文就拾起来一看 原来就是麻疏 某祖师的咒诀窍法 诸般法术甚多 她也看不清楚 就拿回家细细地看 用心依法学习 习了半年有余道 学了基建 谁知她的妻子 张氏陷了心中不悦道 学此则慎 都是商天理莫良心的事 学她何用 就不许丈夫再学 史文不听妻子言语 道 尔门妇人家小的什么 学会了不但有趣 也有穿 也有吃 岂不是好 张氏道 尔若做了末天理的事 天地也不容尔 尔也不能好死 我与女儿都是 无望的了 说了就哭 终日与丈夫 提提哭哭的吵闹 史文只是不听 那日张氏陷丈夫出门去了 遂将那本书拿来用火烧了 极致史文回来不献此书 问张氏取讨原书 张氏道 尔去问火神也讨罢了 史文听说知事被他烧了 气得乱喊乱跳 与张氏吵闹 相打一场 也是莫奈何他 还亏得记得基建 是迷人的药法 遂将药配好藏在身边 若遇祝艳丽女子 或是美貌小官人 便将药用指甲挑些 往他身上一弹 人若被他弹住 便随他而去 史文又带到别处 去用法解了迷药 然后卖人 张氏陷他时 常拐男拐女回来 每每劝他不可如此 一则伤天害理 二则若被人闻之 拿去送官如何是好 史文只是不听 谁知道了新官道任 甚是严谨 这些不限了男女的人家 都来新支县衙门去告 支县随差衙役四处查拿 三日一问 五日一笔 衙役被打不过 只得用心四处查拿 史文文之此事 甚是住籍 遂同张氏并女儿连孤逃到扬州 寻了一间房屋住下 来到扬州才得三日 遂被九言请四林童来吃酒 此事扬州常礼 这日因被一个与他一党的朋友 请去吃酒 吃到将近二更 酒已醉了 遂辞别了朋友要回去 来到半路 隐隐现一个人站住 急走上前一看 却是一个女子 想到 好了 买卖上门了 此处四下无人 待我问他一声 看他如何回答 睡觉声问说 而这小娘子 为何夜景更深 独自一人在此和事 红花红了面 没奈何叫声 大叔 我是要往黄石街去的 不想走错了路头 顾立在此等人问路的 史文想到 我到此才得即日 那里认得什么黄石街 如今不用要就可以骗他回去 乃道 而这小娘子 真正是尔的造化 我也是要到黄石街 而可随我顺路同去 变了红花 想到 男女同行 却是不变乃道 而这位大叔只说 各路敬于我 自己回去就好了 不必同行 史文想到 这女子倒觉乖巧 既不上当 带我用药来变了 碎在身边取出药包 解开用指甲 挑了望红花面上一弹 红花打个寒劲 一时说不出话 只现三面都是水 只有面前一条路 无水可行 史文用手一招 红花身不由主 就随他走 来到门口 史文将门扣了三下 张氏连忙出来开门 县丈夫又带一个女子回来 问道 而又坐墨天理的 是了江门壁上 来到房中问道 官人 这女子那里拐来的 史文遂将前情说了一遍 张氏献红花生 得相貌端言 甚然美丽 却是丫头打扮 想道 好个丫头 可惜被我那 末天理的拐了来 想尔 靓南回去了 史文就叫张氏道 娘子 尔去取一杯茶来 与我吃张氏道后面 去取茶 史文想道 好个女子 不知可是原封或否 不要管她 待我试一试便知好歹 才要动手 只限张氏取茶 进入房来到 官人 查在此史文道 放在桌上 娘子 我有一句话与尔商量 尔是要依我的 张氏道 若说有情理 我自然就要依尔的 史文笑嘻嘻地说道 我见此女子生的美貌 所以用药墨迷了她来 今夜要与她成就好事 尔却不要吃醋 张氏文言脆脆了一脆 说道 尔敢说出这样话来 亏尔羞也不羞 老面皮无脸齿 说出这不笑的话来 我劝尔不可做 这伤天灭礼的事 羞得败坏人的 结形史文道 我的乖乖好娘子 望尔做件好事 今夜与我同他作乐 明夜就来与尔开心 张氏道 羞得胡说 不必痴心迷想 史文道 尔当真不肯磨 张氏道 就是不准尔便怎磨 史文道 我就杀尔这件人 帕尔不肯立起身 就走往厨房 要去取刀 张氏忙了 连忙走入女儿房中躲住 眼泪汪汪不敢择生 史杖拿了刀赶入女儿房内 史莲姑要走来劝 献他手拿一只刀 又不敢上前 只是叫道 爹爹 这个使不得的 谁知史文忽然发了疯癫病 跌倒在地乱叫乱跳 张氏献了道 妙嘛 此乃恶人生怪病 从来的作恶天地 不饶史莲姑就拿一只门栓 将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位 张氏道 他如此乱叫乱跳 却如何能得他定 史莲姑道 有了走去将史文包拿来解开 用指甲挑些往史文面上弹去 那史文被这要莫一弹 却呆呆站住 也不会叫 也不会跳 张氏扶他入房睡在床上 史莲姑道 为何爹爹忽然要杀母亲 张氏道 因他迷了这个女子回来要图淫欲 我劝了他机具的话 他就拿刀要来杀我史莲姑道 既是如此 趁爹爹此时不知人事 何不放他出去 张氏道 想他已被药莫所迷 如醉如痴雨而爹爹一般 放他出去也是无意 史莲姑道 如此却怎么好 张氏道 如今只好暂且留在家中 若有人前来寻觅即便还他 只说本事如此 我们献了留他入来 谁一事拐来的 他还要来谢我们 只愿耳爹爹一事 人只好如此罢 莫说不知解法 就是小的解法也不敢救他 若是将他救好了 我们母子性命就将难保了 史莲姑道 母亲说的不错 幸亏史文平日拐来男女卖来的 银子累积倒有千余金 母女二人又做些真旨 尽可过日 且说田大修一路寻查寻到南京 将那恶棍土豪贪官污吏一概除尽 百姓人人称好 那日正在升堂审市 呼陷中军跪下禀道 圣旨道田大修献报 连忙吩咐备备伴相案 自己走出圆门迎接圣旨 接入大堂 高文竭力在中堂道 圣旨道 会听宣读 今有阁臣花紧张 奏称李方与盘蛇山大 道同孝珍 诗必显 张顺等串连一党 书闸未平 尔田大修亦与他往来 逃天报左道附从 余患无穷 除将李方拿刊外 震念尔田大修未官多载 正直无私 闻奏未知虚实 有无难辩 住即拿下刊名 父旨定夺 亲哉谢恩 田大修听罢旨意 三呼万岁 两边侍卫 枪田大修官代 拨下上了刑具 田大修大笑道 花紧张啊花紧张 而果来得好厉害了 我做了数年的官 与尔并无冤仇 无非杀了花禽士 尔就献我卫贼党 幸亏朝廷监查 我的卫官清正 这顶沙帽海宝的 驻高文捷道 陶天豹何在 田大修正要开口 呼听的大叫一声道 陶天豹在此 那陶天豹怒气冲天 一手拿竹刺 一手拿乾坤茧走出大堂 大声骂道 花紧张耳这老贼徒 敢来害我田大人 我的田大人乃铁面无私之官 怎么献卫贼党 大人哪 而不可作自投入龙之鸟 田大修两目元征 大声喝道 陶天豹修的胡言 献我胃部中又叫一声 高大人 此人就是陶天豹 快快将他拿下高文捷叫声 与我拿下了两边 答应一声上前来拿 陶天豹大喝一声道 谁人敢来 武动乾坤茧 两边是为那个赶上前 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捷 田大修喝道 谁敢打高大人 他是奉旨而来 而敢无礼魔 还不束手受绑 陶天豹道 这是好贼弄拳 大人不要上他的当 快些与我去的好田大修道 我只知忠君 不惜性命 朝廷旨意谁敢违逆 叫声 高大人 还不将他拿下摩 高文捷道 左右与我快快拿下两边 侍卫莫奈何 只得上前来拿 被陶天豹将逐次打退众人 高文捷陷了大怒 自己走下来拿 被陶天豹将逐次一打 仰面一番跌倒在地 陶天豹叫道 大人 耳不随我去磨 待我赶到京城杀了那好贼 才消我心中之恨 说完架起云帕儿去 又回头来叫声 高文捷 我腔田大人交付于耳 若稍有差池 我就要于耳讨人 教尔认得我这双宝剪的厉害 说完架云帕儿去 来到半路 却遇助师父万花老祖 教道 徒弟而好莽撞 今日虽然拿了田大修 而就不该欧官打义 又要到京中去杀花锦璋 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 须等花紧张十日到了 自然叫耳门去拿他 此时切勿妄动 随我回山 自有道理陶天豹 不敢有为师父 为以应生为为 即随万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说高文捷怒气冲天道 反了 反了 如此无法无天魔 目无王法 敢打侵叉 这还不是贼党 乃有何说 又嫁武藤云而去 要杀花太师 真是左道祸重 待我奏名圣上变了 遂羌田大修交与应天府收馆 知府备久请高文 节在斯牙饮宴 且说秋军必奉旨出京 一路官员迎送 那日来到南京 文武官员聚来迎接 接入应天府 秋军必及时传令命中军 火速去扬州 立调李荣春前来听审中军领命而去 这里各文武聚来送礼拜宪 高文节报称 陶天报市强抗拒 善打侵叉 驾云而去 不能拿住秋军必盗 且等礼方到来 审了再做道理不上几日 扬州府将都县押借李荣春前来 秋军必及时升了工作 吩咐将人犯殆尽 扬州府带进李荣春 应天府带进田大修 秋军必先叫带出张桓来 侍卫答应一声 将张桓拖出跪在堂下 秋军必叫声 张桓 而将李荣春并田大修与贼来往之事 一一讲来张桓道 小人殷家穷苦 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坐个楼落 山上有三位大王 一个叫做童孝珍 一个叫做施碧险 一个叫做张顺 三人打家结舍 无恶不作 田大修 陶天报 李荣春三人平日 与他具有书寒往来 秋军必道 知这封书是谁寄来 要与那个的 张桓道 是施必险叫小人 送与李荣春的 不想来到半路 被花少爷拦住 搜出这封书寒 遂将小人带进京去 事故小人不能到扬州 秋军必道 可有委屈在内摩 张桓道 并无虚言 大人若是审出虚情 晓得干荡死罪 秋军必较左右 将李方带上来 两边答应一声 将李荣春带上堂 来放下跪住 秋军必怒目原争 大声喝问道 李荣春 我看儿小小年纪 怎么如此大胆 敢与强盗往来 好好据十招来 免受刑罚 李荣春道 大人修的听信禅言 将我献做道党 我祖居扬州 适时王禄 多行善事 并不畏非 焉肯与贼为党 此乃花红之计 要来害我 秋军必道 胡说 现有书闸未平 又有张环火口作证 耳还赶墙变魔 叫声 左右 与我将李方加起来 左右答应一声 将李方拖倒 拖去鞋袜 将生铜加棍套上 两边一收 可怜李方心如油肩 痛不能言 秋军必道 李方 招也不招 李荣春心如铁石 誓死如归 虽受酷刑 只是忍住不招 秋军必道 将他收紧了两边 答应一声 将绳收紧 秋军必道 在加巴时 敲头可怜李荣春 脚目也被敲凹了 死去了几次又还魂来 只是不招 秋军必吩咐 待在一旁又叫 待田大修上来 左右答应一声 一随待田大修上来 秋军必道 田大人 而祖公是待居官 而又待圣上寻察 怎么不思报君之恩 敢与大道串通一党 时时招来田大修道 大人岂不知我的为人魔 我身居显直 安肯与贼为党 因我寻到扬州拜望花红 他有女币红花告花 秦氏与曹通通奸 谋死花赛金 被我亲身上楼拿祖夫淫妇 揪出真情 即刻正法 夜以拜本上奏 花红写此丝绸 献我与贼为党 秋军必道 祝了 尔说花红写仇献尔 为贼党 不过是尔口外之谈 可晓得张环有书闸为正魔 我念尔是个命臣 故尔不加刑罚 如今快些将真情招来 我好去复旨 田大修道 我未官多年 岂不知国法厉害 岂肯与贼往来 这封寒乃奸贼假造的 就是张环也是他的家人 使他来做对头的秋军必冷笑道 道变得浅浅静静 那陶天报何在 田大修道 那陶天报不服王法 驾云而去 那日高大人亲身拿他不住 这个与我何干 秋军必闻言大怒 贺道 好个于尔何干 陶天报乃尔的门徒 怎说无干 据施必显寒内所言 真真是旁门左道 快些招来 免受刑罚 田大修道 而不过受花贼之托 我已将头丢在身外不要了 尔要我屈招是万万不能的 秋军必大怒 吩咐左右 香田大修夹起来两边答应一声 香田大修拖倒 拖去削袜将铜棍套上 两边一收 秋军必问道 尔招不招 田大修咬定牙关 只是不招 秋军必吩咐左右 将他上了脑姑田大修 死去又还魂 任行不招 秋军必道 问李方钓也不招 李荣春道 秋军必 尔受了多少金银 如此枉法害人 要我屈打成招是万万不能的 若要贿赂到也容易 我家金银财宝甚多 平尔要多少我就送来与尔罢 秋军必闻言大怒 骂道 尔这该死的贼囚 赶来冲犯本不魔 尔与贼通连这且慢说 为何党妖百姓属百鱼人 名罗肋骨打劫花府 这不是谋判 却有何说 李荣春道 这一发好笑 我已收在间内 他们做的是我如何晓得 怎说是我招连的 秋军必冷笑道 好个利口能言的贼徒 叫左右 将他上了脑姑 李荣春忍受酷刑 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语 秋军必一时义无可奈何 只得将他二人交与府县收监 不许一人与他往来 府县官领命而去 秋军必将张还交与二府收管 自己退了堂 闷闷不乐 且说来贵 三元二人在外面打听 县主人受此刑法 只是不招二人 私下说道 大爷果然是个好汉 受此酷刑总是不招三元道 此事原是招不得的 若招了就要斩首来贵道 只恐第二堂再当不起刑罚了 我们需要照应才好隧道酒馆 买了热酒好菜来到街门 晋子不放进去 二人将吟与他 晋子说道 酒饭我便带送进去 人是不能进去的 二人莫奈何 只得将酒饭交与晋子送进去 不知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时回师 陛侠亲行讨就众好汉 据一下山话说来贵 三元二人献晋子不肯放他进去 只得将酒饭与晋子提入间内 二人仅在外面打听而已 且说秋军碧献田大修与李荣春二人虽受酷刑指示不招 莫奈他何 只得写书一封 差千里马兴叶赶进京去送与花太师不提 且说陈松来南京打听消息 闻李荣春不肯承招此事 想到 此事乃是花家要陷害他的 就是钦差 所以执定主宪一位酷刑 唐李大爷与田大人受刑不起 驱打承招 性命岂不难保 我曾受过他的大恩 必须报他的恩 我今须荡道京去求母舅 他在刑部衙门办事 带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 想定主义要行 只是并无路费如何去得 也罢 带我去与李夫人借了一百两银子做路费罢 遂走到李府来对李夫人说明此事 遂借一百两银子进京而去 若说陈松要救李荣春 无门可救只得进京去求母舅 也是无奈何的摆布 只是尽他的心而已 且说李夫人献家人来报之 说李大爷虽受酷刑只是不招 心中想到虽然头堂不招 只恐二堂难熬酷刑 那时若是招了性命 却是不保得了止不住眼泪汪汪的哭泣 施必侠对李夫人道 恩兄此事皆是为奴兄妹二人而起 奴家岂可做事不救 奴家哥哥在盘蛇山淹之此事 带我到山上去说与哥哥晓得 叫他来肃明此事 免得恩兄受罪 李夫人道 祥尔哥哥为人莽撞 有恐弄出事来反魏不美 施必侠道 若说我哥哥乃是气概刚强的汉子 平生是不肯累人的 叫他前来道案 说个便明真假立刻明白 岂可害恩兄无辜受罪 但是大娘道 那审问官员犹如虎狼一般 若叫尔哥哥前来道案 岂不似羊头虎穴自送性命 施必侠道 古人有言 一身做事一身当 我哥哥也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 嫂嫂何必如此胆怯 李夫人道 尔是个女子 怎好去出乖露丑到山上去 施必侠道 女儿前在山海关尚且自能到此 何况此地到山东 只需换一副男衣便可去得 李夫人道 既然如此 尔去书房改装便了施必侠来到书房 将通身衣裳改换起来 头戴一顶五金 身穿一件绿绸战衣 只有裙底下靴大脚小 欲穿起来只是行走不动 如何是好 想了一回说道 有了将些破棉败续塞满靴内 又将针线拿来缝了 穿戴打扮起来过与男人无异 岁走出厅来 李夫人看了一看 说道 果然像得紧吩咐被马伺候 施必侠道 母亲情上 女儿就此拜别 岁拜了四拜 又与但是大娘拜别 李夫人叮嘱道 尔执意要去 我也难以阻挡 只是路上需要小心谨慎 到了山上叫尔咯咯指可婉转来辨紫渊 施必侠答道 女儿遵命遂此别出门 上马而去不提 且说秋军必打发千里 马兴叶赶到京中 江书密头门上 门上江书献上羽花太师 花紧张将寒拆开一看 想到 如今此事如何处置 急忙差人去请花锦龙 花锦凤二人前来寄议 花锦凤道 尸必险在盘蛇山猖绝 这个不是假的 又有一封书信 总要算未凭据 陶天报驾云而顿 岂不是左道旁门之徒 明日县朝哥哥先行成奏 我在旁边也来奏文 说他们通联一党 账助妖法 所以练刑不认 请只将此二贼先除 免了国家之患花锦龙道 不要兴急 且缓数日 等高指挥回朝复 指然后行事 一发情真是拾了花锦张道 二位贤弟说的有礼不羁日 高指挥已到京中 先来见花太师 花锦张备酒款贷 又差人去请花锦龙 花锦凤二人前来陪宴 花锦张遂将前情说 与高文杰之道 叫他明白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面奏 老夫宝尔关上家关高文杰一允 酒席饮完 辞谢而去 四日五更三点 皇上登殿 两班文武 拜武山呼以臂 皇门关起奏道 今有高指挥回朝复指 现在武门外伺候 请指定夺皇上传指 宣高文杰现价 高文杰领指上殿 拜武山呼以臂 奏道 陈锦一位指挥使高文杰奉旨出京 捉拿李荣春 田大修 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呆堪 不想拿下李荣春 却被众百姓拥来宣哄祖夺 被陈同扬州府县各官理论方退 田大修与陶天豹抗为圣旨 扯毁诏书 将陈打倒 辱骂不堪 田大修已拿下交与秋军壁勘审外 尚有陶天豹一鸣用左道旁门妖法驾云而顿 非臣不能拿他 时音逆犯以仗妖法逃去 华锦章出班奏道 陈想李荣春 田大修与贼寇通帘 或有书闸未平 蒙恩亲旭田大修 特差秋军必网堪 当时时拿下 李荣春民多宣哄 而田大修党敢抗指悔赵 罪不容诸 陶天豹左道旁门妖术 军各有正有平 此等巨恶时为国家之大患 那花锦凤 花锦龙一出班奏道 臣起陛下 田大修与李方通通贼寇 世甚猖狂 胆字横凶扯悔赵书 欧辱钦叉 即是欺君 自古有言 不除狼尾 南仲家和御斩道员 先除道党 臣请万岁先将李荣春 田大修二人塑行政法 不但除了贼道的羽翼 而且众百姓们一知为法自心 仍为盛世之良民 一面严拿逃天报 一面挑选雄狮搅除逆扣 扶起圣财 皇上传旨 依清所奏 急铸高文截击旨速行 命秋军必督斩回奏 九州昭讨花青提兵前去脚补 勿在禁除贼党 无疑国患二人领旨 驾退回宫 两班文武散朝各个回府而去 花紧张满心欢喜不表 且说诗碧霞一路来到盘蛇山 那寻山啰啰大声喝道 尔这人好大胆 敢来我山下探望摩 诗碧霞道 尔去通报诗大王 说扬州有个姓李的朋友 要来献他喽啰听说是诗大王的朋友 连忙走上山来到忠义厅跪下柄道 起二大王的知 山下来了一人说他姓李 是扬州来的 说与大王是朋友 较小的特来通报诗碧显听了道 莫非是李荣春兄弟来了魔 及时吩咐大开寨门 三人一同下山前来迎接 诗碧显大叫一声 李荣春我的恩贤弟 尔来了魔 诗碧霞叫声 哥哥 是我在此诗碧显定睛一看 叫声 哎呀 原来是小妹到了 为何这般打扮 快请上山说个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 来到忠义厅 各献了礼座下 诗碧显问道 小妹 这二人而可认得魔 诗碧霞道 我未曾会过如何认得 诗碧显道 这位姓同名孝珍 好所命无常 乃我皆拜之兄 这位姓张明顺 好半截无功 是我皆议之地 我三人在此皆为兄弟 好不快活 李师必侠道 尔道快活 别人却去受苦 当时李大哥是叫尔道边关 去图上进 为何不听李荣春大哥的话 却来在此落草 必显道 尔还不晓得做强盗的好处理 有时打劫客商 每常出去卢抢民财 无忧无虑 无拘无束 日日开怀痛饮 尔道好魔 尸臂侠道 有这样的好处魔 可 只可惜了尔是个男子汉 大仇不报 不挂在心 连寿恩的朋友 竟一丢开了 尔可知李荣春大哥 被花家陷害 性命难保 这都是尔弄出事来连累他的 尸臂显闻言叫声 助了 那花子能将李荣春怎样的陷害了 快快说来 尸臂侠遂江前后事情说了一遍 尸臂显等三人闻了此言心中大怒 大骂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无故谋害好人 带我去杀尽花家才出的我心中之恨 童笑真道 不要兴急 慢慢记忆而行 若是去杀了花贼 不但不能救的李荣春与田大修二人的性命 还要害他们满门多药吃刀里 尸臂显道 这句话说的不错 只是如今怎样的好 尸臂侠道 我此来非为别事 因此事乃哥哥起的 只要尔前去道岸便明此事 自然他们就无视了尸臂显道 尔在此说呆话莫 那花紧张要害李荣春续心已久 我去焉能救的他 犹如虫飞入蜘蛛网 自去寻死 尸臂侠道 如此怕死 做什么好汉 尸臂显道 非我贪生怕死 还要打算才救的来 张顺道 什么打算 我们三人急到南京 将他二人抢上山来 看其能夺回去摩 尸臂显道 不错 正是这样主见 童孝珍道 若是只将他二人抢上山来 岂不害了他的家眷 张顺道 不妨 这也容易 差了几个喽啰 半座百姓模样 分两路而去 将他二人的家眷 先接上山来 那时还怕怎样的 童孝珍只是呆呆地想 张顺道 大哥何故呆呆地想 莫非不敢去摩 童孝珍道 怎说我不敢去 只是我们三人的形容人 献了我们必然惊疑 况且各处城门甚多 岂不被人盘问 张顺道 大丈夫做事若如此 顾前律后何事可谓 到那时再做道理 施必侠道 只是凡事要小心 可行则行 可止则止 不可执行而为施必显道 我们晓得 而在此看守山寨 需要小心照顾施必侠道 我自然晓得照顾张顺 及波四名欧罗 吩咐他的话 叫他往扬州去接礼夫人 一家上山 又波四名欧罗 说往常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 八名欧罗领命而去 又挑选三百名勇撞欧罗 受他密技而行 童孝珍等三人装束停荡 暗藏器械别了施必侠下山而去 施必侠依旧难装照管山寨不提 且说高文截奉了圣旨 一路马不停蹄地赶路而来 那只却好在陆域驻三个大王 那同孝珍三人因走得口渴 只现有个凉亭 凉亭内有个一井 旁边有个瓦罐 三人走来亭内吃水 正吃得爽快 呼听得马铃响 张顺抬头一看 县那边来了八九个人 巨士骑马的 一个尖背上背一个黄包 施必显道 这个人必是京中来的 那黄包府必是圣旨张顺道 我们上前去问他一声说吧 三人骑走上前叫道 尔门且慢歇走 留下买路前来高文截听了大怒道 尔这该死的狗头羞得无礼 我是凤圣旨要往南京攻干 而敢拦我去露魔 张顺道 住了 尔往南京有何攻干 说得明白放尔过去 高文杰就说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 并非党里荣春 尔门乃问则慎 师必显文言喊道 尔这狗官 休想过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马来 高文杰大怒 骂道 尔这该死的狗头 敢如此大胆磨 那八名家江义庸上前要来救主人 被张顺等三人拔出器械 江家人一个一个的先砍了 又将高文杰一刀砍位两段 九个人便做十八段 江皇包解开一看 大笑道 若是错过此处 要救田大修 李荣春是不能的 涂废我的心肌膜 张顺道 亏了此景才能救的田 李二人 若不是有此景我们也不来吃水 如何能救田 李二人 如今将这些物事送他罢 遂将圣旨并这些死尸望景中丢下去 此时已是夜深时候 并无人看线 三人趁着月色赶路 这且不言 再说陈松因一心要救李荣春 所以星夜赶路 此时亦承着月色而走 谁知忽然云起江月迷了 黑暗之间不能行路 况且两脚走得酸痛不能再行 只得歇歇再走 四处一看并无座处 隐隐现有个坟墓 四围似乎有栏杆 想道 不免在此借座变了 岁走上前坐了一个一 通了明信 道 我国走路辛苦 在此借座一回 望起莫怪碎坐在一块石板上 想起李荣春做了一世好善之人 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 今日有难就无一个人来救他 真正可叹 但我此去到京求母舅 愿他为我救的李荣春才好 那陈松也是呆想 不想花紧张 是恶滔天谁人不怕 莫说他的母舅只是刑部办事的小官 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的李荣春 这不过是陈松之恩报恩已尽其心而已 不知以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陈松遇鬼会英雄汤龙班家归债主化 说陈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响 两手敲腿 呼闻的滋滋的叫 抬头四处一看 只现那边有个矮鬼 此时月色朦胧 吃了一惊道 不好了 有有有鬼来了连忙力起身 大声喝道 而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 我陈松是不怕鬼的 还不快些回避魔 那鬼似不听线 甚是不怕人 任耳叫喝只是不听 慢慢的走进身来 陈松道退了两步道 还不退去 来此则慎 说声未了 又听得那边滋滋的又叫起来 陈松傅回头一看 又现一个雪白的高鬼 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长 百也百百将进来 陈松此时心中注盲道 敢示我今夜命该尽了末 不然何谓长的鬼 矮的鬼都来了 变身寒战 毛发倒数 要走也走不动 心精脚软一跤跌倒在地 那长鬼与矮鬼笑了一声 忽然二个鬼便出三个人来 一个将陈松邪领抓住就剥衣服 一个身边取出白血的刀来 陈松陷了精的魂不附体 大声叫道 救命啊 一个就取出棍来晃一晃道 而敢叫魔 若再高声就打死耳 这狗奴灿说上位了 只听得后面有人喝道 谁敢在此谋财害命 三人急回头一看 却好被那人将他一人一刀三人砍作六段 而说那杀人的是谁 原来就是施碧险等三人 正走到此处 听得有人大声喊叫救命 上前看时却现三人围住打劫 遂拔出刀来依依杀了 扶起陈松 遂急问他道 而这人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 陈松道 恩人哪 我因要救李荣春 所以日夜赶路要进京城 不想到此被劫 多亏恩人相救 张顺问道 耳教慎摩名字 与李荣春适合亲顾 因何要去救他 陈松答道 我姓陈明松 曾受过李荣春的大恩 见我在扬州府魏牧宾 是已要赶进京城救他性命 请问三位好汉尊姓大名 张顺三人各将名姓说明 更言 尔金不必进京 且道翻舌山住下 等我们救了李大爷回来 再做道理 陈松道 只是我认不得路径 如何去的 正说之间 呼陷伤后跳出一人 大声叫道 我认得婆舌山的去路 张顺等四人吃了一惊 定惊一看 见这人面貌犹如魏池公一般 体胖身长 慎是英雄 张顺问道 而这个人叫慎明字 为何躲闪在此 呼跳出来说认得翻舌山的路 那人道 我姓汤明龙 号巴珊虎 因听得此位陈相公说不认的路径 我顾出来要带他去张顺道 而敢是与这三个死尸一挡魔 汤龙道 不满好汉说 他与我虽然同住一处 只是所作不同 我只在此就近做些无本钱的买卖 长思要来投奔好汉 奈无尽路 今夜有缘幸得相遇 我愿与陈松同去张顺道 而家中还有何人 汤龙道 唯有一妻一妹而已 师必贤想道 我妹子在山上 莫有一个丫头使女使用 不免叫她们一起上山 罢岁与同张二人记忆 张顺道 如此甚好 虽说与汤龙晓得 汤龙甚是欢喜 那陈松甚是惊疑 暗想道 童孝珍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 并不疑他有甚歹意 而杀他三人 他莫奈而何 骗我到前面去一刀杀了 那时向谁讨命 汤龙叫道 陈相公不必迟疑 快快同我回家去当歌一夜 明日好走路 师必险对陈松道 我们要赶路到南京去 而同汤龙前去 便了说完就走 汤龙道 好汉请转张顺问道 还有识魔话说魔 汤龙道 我此去与师小姐两不相识 躺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须与我们一个凭据去才好 师必显道 不必凭据 而去只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说得明白自然收留 说完如非的去了 汤龙叫道 陈相公快些拿起银包 随我回去 把陈松此时莫奈何 硬了头皮拿起包袱 穿好衣襟随了汤龙而行 走不多路 已来到了一间人家 汤龙打门 指纹里面答应一声说 来了江门一开 叫声 官人回来了魔 汤龙道 我今夜道有个好买卖 就是耳的时运到了 陈松听了此言惊的面如上色 叫声不好了 回身就走 汤龙赶上前 江门松斜领一把抓住道 耳要走那里去 捉回家来 叫妻子闭了门 江门松放下道 我虽做此买卖 也是莫奈何的 如今与耳是朋友了 岂有害耳的 何故如此惧怕 方氏道 官人 耳方才说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惊走了汤龙道 果然是我说的不明白 睡觉方式 与陈松献了礼 免得明日同行不变方式 与陈松献了礼 睡觉汤龙进内问明来历 急备了酒饭出来款待陈松 陈松此时才放心 想到 如今是不妨了 只是我到山上去 文质彬彬叫我干那一件 如若不去又无处安身 却如何是好 也罢 到那里在座道里 便了吃完酒饭 汤龙就在厅上 打个床扑与陈松安睡 那方氏又去向姑娘明 叫圣姑说知此情 那汤圣姑虽是猎户之女 生成甚是俊俏 更坚力大无穷 每日在家无事消遣 习成两柄双刀 闲时武弄甚燃精熟 只有一双金莲 与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猎 若有人惹住他一句话 便打得他半死 所以人人惧怕 叫他做女光棍 亦有人叫他做女强盗 所以长城至十八岁 尚未配亲 姑嫂二人都是一般勇猛 此时听嫂嫂说了此话 心中大喜道 人人叫我女强盗 如今真正要去做强盗了 一夜晚景已过 四日天明 方氏到厨下收拾酒饭 那汤龙叫汤圣姑 与陈松献了礼 路上好同行走 汤圣姑岁与陈松献了礼 回进房中收拾细软物件 方氏将酒饭搬出来 各个吃完 即将些细软物件 打了三个包袱 粗重之物丢下不要 四人出来将门锁了 一路望婆舌山而去 而到这三个假鬼的 虽与汤龙接党却另住一处 美智更深夜静 时候急到坟墓两旁埋伏 若有人从此经过 便出来虎江下岛打劫 金银座四股均分 那只这网该死 被张顺等三人杀了 那汤绿与他均是一党 为何不出来却去躲住里 他因恐这三人 结不过手便好出来帮助 谁知此夜却就不急了 且说汤龙等四人 一路积餐可饮 夜住小行 非止一日 已到翻舌山下 只见一声罗响 走出一只梭罗拦住去 鹿大声喝道 来人留下买路钱来放尔过去 汤龙笑道 我不过是要上山去的 难道也要买路钱磨 众欧罗道 尔等是何人 要上山去何干 汤龙道 我们是尔三位大王 差我来的 有紧急的是要献女大王 快些与我同上去 众欧罗道 且慢 带我先去通报 然后来带尔上去 说完回身上山 来到忠义堂 跪下丙道 骑饼女大王 山下来了二男二女 说是三位大王 插他来的 有紧急之事 要来面饼师 必侠道 传他进来 啰啰的令 来到山下叫道 女大王叫尔门进去 需要小心汤龙道 晓得四人随漏漏上山 来到忠义厅外面 汤龙先随漏漏进厅 跪下道 女大王在上 汤龙叩献 施必侠道 而且起来说话 到此何事 汤龙遂将前情细细说了一遍 施必侠道 请陈相公进县 陈松县请 遂走进厅来低了头 做了一个衣 施必侠以宾主之礼相呆 回了礼请他坐下 陈松也将前事说了一遍 施必侠道 如此足感人凶好心 又叫他们姑嫂进县 那方是同汤圣姑进来 叩献了施必侠 施必侠将他二人上下一看 甚是轻飘 遂将他姑嫂二人拨在后房跟随 幸喜方式同汤圣姑 巨无怨念 施必侠吩咐喽啰嗦 打扫房间与四人安歇 命称陈松为大爷 喽啰领令而去 施必侠道 陈兄且在此居住 不必愁闷 料他们此去必然就得 李大爷同田大人上山来 而且放心陈松道 多谢小姐施必侠道 汤龙 而且在此住下 看有盛世再来派尔之事变了 遂吩咐被酒款待陈松 叫汤龙外面去吃酒饭 又被一桌酒饭与方式 同汤圣姑姑嫂二人同吃 不说施必侠留住陈松等四人 且说田大修的夫人周氏在家 思念丈夫在外出寻 为之平安否 不知何故连日心神不宁 又见乌鸦常常在屋上支叫 夜夜睡不安稳 不知主何吉凶 这日正在思念 呼险丫头来报道 夫人呐 那随老爷去的田风回来 不知何故慌慌忙忙在外要陷周夫人道 快叫他进来 丫头领命而去 不宜会时田风走进内来 面如土色 连忙跪下叩头 叫道 夫人 不好了周夫人问道 田风何事如此精忙 崛起来讲 田风爬起身来道 夫人呐 只为西蛇山大道师避险搅扰地方 那小北花太师奏上一本 将老爷现位道党 差官将老爷拿下 虽有堪问之语 然而奸臣弄全 如何是好 为此小人所以积极走回家来秉治夫人 想个主意 周夫人一听此言心如刀割 泪如泉涌 放声大哭 叫声 天哪 哪知凭空遭此灾殃 可恨奸臣无故害我丈夫 如今叫我如何是好 我乃女流之辈 怎能救的老爷 田风道 夫人且免愁烦 我因恐夫人不知此事 所以赶来秉之 如今还要走到南京去 看老爷吉凶如何在座道里 周夫人连忙取出银两交付田风 叫他速速前去打点 看个明白 走来报 只要我知道 知道我知道田风领了银两辞别而去 周夫人咬牙切齿恨住奸臣 只是无奈他何 唯以终日悲伤想念丈夫 日夜提哭不止 这日正在四堂焚香点竹 哭拜祖宗 其祖先必 大凡妇人若有疾难之事 无非总是求天拜地 许愿烧香 除此之外无计可施 适日正在四堂内哭拜祖宗 又献丫头走来报道 启禀夫人 老爷插人在外 说有紧急事情 欲要面献夫人周夫人道 田风去后未有回报 我正放心不下 即使老爷插人到来 快去叫他进来丫头领命而去 周夫人走出中堂座下 只献走近四个人来跪下叩头道 夫人在上 小的门叩头周夫人问道 尔门叫什么名字 老爷插尔门到家何事 尔说这四个人是谁 原来就是婆舌山的 喽啰打扮前来的 说道 启禀夫人得知 小人闷实在不是老爷插来的 周夫人道 既不是老爷插来的 尔门是那里来的 喽啰道 我们奶婆舌山的小喽啰 只为田老爷有难 我们三位大王恐田老爷 被花贼所害 我们三位大王 进到南京 将李荣春病府上 田老爷一同截取上山 田老爷说 虽然救了我一命 但我家眷岂不难保性命 我们三位大王为此打发小的门前来禀之夫人 吩咐保全性命要紧 不可待家人 妇女 随便收拾些金银细小之物 其余都丢下了 匆匆之时不及修书 请夫人快快收拾 不及迟缓 周夫人听了此言 叫声 不好了 事情弄得越大了 若不结了去性命又难保 如今虽然保的性命 只是一世忠臣被强盗玷污 将来永难出世为人 只落得埋首藏身在强盗山中而已 缩罗道 夫人 不是如此说 我家三位大王比众不同 乃是男子汉大丈夫 非比那个为徒酒肉之辈 穆金虽然赞助山岗 却要除尽好贼以拂江山设计 依谨荣华 不久自有出头之日 望夫人修的献仪 周夫人莫奈何 只得开了库房将金银财宝分 与些家人 使女 叫她们各个自去吧 其余的进行装载上车 粗重物件丢下不要 只有一个使女秋花慎有情意 愿随夫人而去 不知以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 回天奇妙思一路 敬三英雄结取亲 泛话说周夫人收拾明白 散去家人 使女 只带一个婢女秋花 将前门封锁望后门而去 这且暗下 且说李夫人婆媳二人自从师碧霞去后 并无音信 三元归家报说 大爷在驻南京已经提审数次 受了多少重刑 敌死不招李夫人文言心乱如麻 但是大娘急得无门可救 终日悲泣 拜神许愿 祈祷天地弊 那卢老夫人双居 平日并无往来 自从那日李荣春在卢塞花房内出来送回之后 彼此观情 时常打发丫头送些物件殷勤探望 这一日 母女在家闻李荣春遭此奇祸也绝不安 所以卢夫人亲自上门问安姐劝 且说李夫人这日正在思念孩儿 呼现丫头报道 大爷插人在外 说有机密事情特来求献李夫人道 快快叫她进来丫头领命而去 不以回时之线走近一个人来 跪下叩头 李夫人问道 尔叫甚名字 大爷叫尔来家何事 那人答道 小人叫做张龙 乃翻蛇山岔来的 因三位大王到南京截取李大爷上山 有恐夫人并大娘在家遭害 大爷打发小的门前来迎接夫人并大娘一同上山 避难李夫人听了此言吃了一惊 叫声道 不好了 如此弄出大事来了 强道同党四字却弄假成真了 但是大娘道 既是大爷插尔前来 有何未平 张龙道 李大爷原要寄信来家 只为仓促之计不及写书 并非小人假造的 请夫人放心 李夫人道 而且在外面伺候张龙道 小人听命遂退出去 但是大娘道 婆婆 我想来人之言无凭无据 怎说大爷被他截去了 那来贵 三元二人在那里就该火速赶回来报 自己家人不来返叫面生之人来 此莫非不是善良之辈 特来将此花言巧语前来骗 我也未可知 李夫人道 是啊 媳妇之言甚有现实 我道被他于了碎叫丫头去叫来人进来 丫头出去叫了来人进来 李夫人将些好言回他说道 我乃官家门第 曾受朝廷大恩 甘心戴罪 死而无怨 断不贪生留下臭名 我婆媳二人情愿受罪 这里十两银子送尔为路费 尔回山去将此话对李大爷说明 便了张龙又道 夫人哪 若还不肯上山 难免杀身之祸 李夫人道 不妨 修得多言 快些去罢叫声 媳妇 随我进去张龙又道 夫人 尔果然不去磨 小红道 尔这人好不小事 夫人不去就是不去 尔不要在此啰嗦 若是夫人动怒就要来把尔送官揪置 还不快走 张龙道 不去就罢了 何必说此装腔的话 尔一不取 气愤愤地走出 来到外面 江里夫人不去之言 与三人说了一遍 那三人道 既如此我们回去 罢那小红献张龙去了 江银拾起道 我且趁这十两银子 走进里面道 我看那人生的古怪 面是蓝的 甚是凶恶 他晓得我大爷不在家中 特来说出无对证的话 要来骗去 亏得大娘明白打发了他去 若是随了他去 不知要怎样的受苦礼 李夫人问道 那人李 小红道 已去了李夫人同 但是大娘只是悲伤而已 且说卢塞花字从淘天报收 妖得俭之后动了连财思念之心 暗想道 奴家若无陶恩人相救 此时不知死去多时了 焉能活到今日 闻得钦差拿下田大人 他急嫁云而去 不知现在何处 奴家日日挂心想念 那日母亲遇过 祭他为明灵之子 他却不允 奴家无奈他何 只得化一则丹青小徒 每日诚心焚香以报救命之恩 不过为表奴家寸心而已 这卢塞花一心思念淘天报 虽说是受恩不忘 其实也是想要配他 到后来果然驾驭淘天报 此事后话不提 且说同孝珍 诗碧显 张顺等三人乃是一芒之夫 要来截取李荣春 田大修二人 欲保全他的性命 却不知有许多难处 一来他三人生的形容古怪 免不得惹人疑惑 二来截取亲犯友干国法 三来南京地方十分宽阔 内外有三重城 每中有十个城门 共计城门有三十个 内中又有一个正关门 到底走那一条路好进去 从那一个门好出来 怎样的救法全然不响 只是一味赶来 这日已到南京城外 汇集了众欧罗 探明了路径 约在朝阳门相会聚集 众欧罗的另四处埋伏去了 同孝珍等三人来到朝阳门外 有个天旗神庙 这庙离朝阳门只有五里之地 三人走进庙来 师碧显道 大哥 如今已到南京 快些打点进城 同孝珍道 二帝且慢些 待我进城打听 明白在座记忆变了张顺道 既如此大哥快些进去 打听就来 我们在此等候同孝珍说声晓得 遂一直走进城内 这些闲人陷了个个害怕 说此人生得甚是凶恶 犹如无常鬼一般 同孝珍听了这些闲话 再也不回头去看他 只是低住头而走 即进城内 自己打听 且说天奇妙内 师碧显同张顺二人献同孝珍去了 他二人东看西望 将四处一看甚是肃静 张顺道 二哥 尔看此处甚是肃静 并无一个酒店可吃酒 师碧显道 且等大哥回来 一同到别处去吃吧 二人等了一回 日已昔归 尚不见同孝珍回来 二人正在反问 呼陷同孝珍如飞地跑回 师碧显 张顺二人上前问道 大哥 事情打听如何 同孝珍道 我进城去打听 只见这些百姓 三三两两说道 李大爷 田大人二人已经堪问数次 受了多少急刑 只是不招二位贤弟 起初我们看得太容易了 落日一道就要截牢 那之间牢严禁 墙高门顾 如何能得进去 师碧显道 大哥尔不要说这个话 任他同墙铁壁也要打进去 才算是个好汉 同孝珍道 尔门真是鲁莽汉 还不知田大人收进府间 李大爷收进县间 而打这里 那里就严谨低防了 况且各处城门各有派兵把守严查 也是防住我们劫狱 堂有插持 如何是好 师碧显就叫张顺说道 三弟 我大哥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我鱼尔二人带领欧啰浑人城去 献一个杀一个 怕他怎地 张顺道 不错 二哥说得有理 就是如此而行 同孝珍止住道 不可莽撞 我方才在酒店内吃酒 听得四五个人说道田大人病在牢中 所以至一月未曾提审 如今病好了 不日就要再提出 看审 待他看审之时 我们扶在左右 等他调出犯人来 我们抢了就走 岂不是好 张顺道 焉知他那一日要堪审 也没有这个心情去等他 师碧显道 倘若一年不审教 那个去等后 可记得前途 悔照 并杀 欣诧之事魔 地孔氏又有便又要惹出祸来 童孝珍听了此言道 绝呆了 道 这句话道说的是 如今且去吃了酒饭 再做道理 三人走去吃了酒饭回来 只见店旁立住一个人 口中自言自语地说道 可惜李荣春 行了多少好事 今日有难就无一人前来救他 田大爷做了办事清官 一遭此横祸 可 可怜那可怜 如今若是有人肯去救他二人 我便指他一条路去救童孝珍等三人听了此言 连忙走向前问道 足下何人 与李荣春有甚瓜葛 那人一问道 尔门三位尊姓大名 张顺答道 我们明姓慢说 请问足下何姓何名 那人道 尔三位明姓不说 我也不便说 请问足下怎样的救他二人 张顺道 进城节御那人道 节御虽好 只是内城 外城共有三十一个城门 进阶派兵把手严禁 况且三位尊客与人不同 恐难进去 张顺道 尔修得太小去了我们 若不能就李荣春 田大人二人出来不算是好汉那人道 尔修得将此事藐视了 说时容易动时难事 布三思终有后悔 尸必显道 修得胡言 尔说我们尽不得逞 我偏要进去救出他二人 才显英雄手段 那人道 不听我言 悔之无极 尸必显赫道 不必多言 快快走开 那人应道 不要动怒 我去就去说完 遂走出庙门而去 童孝珍道 我看那人一定有些来历 贝尔二人说了一场 置他无趣而去 张顺道 不要管他有去无去 我们趁此月色带领 欧罗沙进城去 便了童孝珍道 我且问尔 尔门可知府尖在那里 献尖在那里 只是要进城去 堂友差迟如何是好 张顺道 这句话道说的是 孤待明日进城 打听明白在座道里 便了这一夜三人就在庙中安歇 至次日 三人到前面酒店吃完酒饭 一直走进城来 那把守城门的献了说道 这三个人甚是凶恶 今日侵差大人要审田大人一案 不可被他劫去 我们就有干系又一个道 而这人好莫分晓 就使他们劫了犯人去 内外三十一座城门之 他是要由那一个城门进去 倘若查到我们这里 只需将话抠赖就不干我们的事了 况且李荣春在扬州广行善事 那个不知 只为触犯了花太师故而要害他性命 我们何苦与他结冤家 这叫做行的好事有好报 那人献他如此说也就不去查问 而说此人为何如此照顾李荣春 这人姓王明勇 因两年前经中下来 在山东玉柱返仁节去行礼 难以归家 一路求起来到扬州 遇了李荣春赠他银两 才得回到南京 并无活迹 只得吃凉度日 所以此时八步的有人 结了李荣春去才好 且说同孝珍等三人进城一路行来 文德三三两两说道 今日又要看审李荣春了 只恐受刑不起 定要招任的了又有一个说道 都是那般强盗不好 害了他又有一个说道 这却不关强盗之事 都是花太师用的计策要害他的 我们闲暇无事和不走去看他审问 众人道 说得有理 我们大家来去看看 同孝珍等三人闻了此言打个照会 就随了这些闲人来到园门口 他三人走到无人之处 轻轻地说道 我们本是来打听的 那小得有这股凑巧 十道嘴边羞得错过 等他们一到 我们抢了就走 正说之时 只见许多闲人纷纷地乱走 说道 府老爷 现太爷压了犯人到了 二府压住干政也来了 同孝珍抬头一看 县二府压了张环而来 道 原来是他做干政三人大喝一声道 婆舌山好汉一起到了拔出器械走上前 一人抢一个驮了就走 这些压界的人吓得魂不附体 回身就走 连忙去报知府县 各官听了此报 真是头上湿了二魂 脚下走了七魄 连忙一面拆人追赶 一面前去禀明秋大人 秋大人吓得面如土色 及时传令点齐军土 这些五将带领兵马追捉劫贼 将各处城门关锁 可怜这些百姓自相践踏 叫爹枯子的乱走 逢住他三人的救死 欲助官兵的变亡 且说同孝珍驮了李荣春 李荣春骂道 狗强道 修的五里张顺驮了田大修 田大修一骂道 大胆的强道 自取弥天之罪 反来害我魔 师必显将张环横斜斜下 张环口口声声叫说 大王 饶命哀三人并不开口 举起兵器乱打乱砍 一路打到城门 谁知城门已毙 后面追兵又到 只得回身与官兵对敌 打得这些官兵东走西跑 只是杀退了一队又有一队 赶到 异域放下他们又恐被官兵强去 所以一手扶住一手举兵器乱杀 早已惊动这些喽啰 分十八处来攻城门 只是攻打不开不得进城 童孝珍等三人陷官兵越杀越多 又无出路 正在危急之际 呼听的半空中一声响亮 起了一阵大风 请客间天昏地暗 飞杀走时 这些官兵武将一时伸手不限五个指头 也不知强盗在那里 被些杀时打得莫处逃奔 又听北半空中叫道 婆舌山好汉羞的精芒 我逃天暴来了 这阵狂风将城门吹开了 童孝珍等县城门开了 遂一直杀出城去 外面喉啰接住三位大王 童孝珍只有这一百名喉啰跟随而去 其余留在那几个攻打城门 因不知他们杀出城去了 所以有的尚在城外攻打 而到陶天暴如何知道他们有难 前来救他 因万花老祖之他三人有难 乃差陶天暴前来救他 那天奇妙内与他三人说话的就是陶天暴 且说官兵正在厮杀之时 忽然天昏地暗 伸手看不现指头 碎点起火把药来追赶 谁知来到城门 只献大水滔天阻住去路 不能出去 没奈何 只得走入城来献邱大人 邱君必道 此事非同小可 只得申奏朝廷 直孔尔等有罪呢 众文武各打一拱道 求大人周全此事 我等自然之情 李荡后报 邱君必道 既如此 我只得推在陶天暴身上起奏遍了 只是侵犯被劫 不可听其逃顿 李荡追捉才是 众武将答应一声的令 即使领了人马又去追赶 邱君必传令 差官去拿二人家卷 差官的令儿去 且说这些工程的 喽啰已知此事 个人回散而去 来到一个旷野之所 接住三位大王 大家歇下 李荣春道 我们各有王法在身 谁要尔门干此不法之事 弄假成真 累及家卷 如何是好 师必显道 尔为了我知事受此驱惑 知情不就非是大丈夫 我已差人去接尔家卷了 不知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邱君必怒发 家兵强四爷搜捕受辱 话说师必显道 李恩帝 尔不必忧愁 尔的家卷我早已差人 先去搬接了 此时料已在山上了田 大修骂道 谁要尔门乱味 把我名声弄坏 童笑真道 大人不必发怒 自古道理已尚且贪生 为人岂可不惜性命 大人为了花秦氏一岸受此其冤 况且花贼弄权 那有获罪之日 我们路线不平拔刀相助 理所荡然 田大修道 都 胡说 我时君之路须荡报君之恩 甘作含冤受蛆之人 谁要尔门做此无法无天之事 张顺道 大人 如今目已成舟 说亦无异 快些一同上山去罢田大修道 尔这狗头一发胡说 叫我与尔人火魔 张顺道 这正是明知不是办 是极且向旧将那毁照杀 钦差之事细说一遍 田大修听了贺道 尔门如此大胆行事 若被官兵拿住 看尔如何是好 正说之时 只见陶天豹远远走来说道 天术已定 权且上山 不必多言田大修道 尔在那里来 陶天报道 自从那日驾云要进京去杀花贼 欲助师父一同回山 直到昨日师父叫我下山来救众位之难 昨日天奇妙内不听我言 至有危急之患 若无有我 恐已被他们拿去了 童孝真道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多多冒犯 陶天报道 好说身边取出二粒药丸来地 羽田大人并与李荣春 说道 各吞一粒 行伤疼痛一概消除又叫道 三位好汉 快送他们上山去吧 而看哪边人马又追来了 张顺道 带我们上前杀退去吧 陶天报道 不需尔门与他对敌 带我自去退他变了 岁架起云怕 念动咒语 忽然狂风大作 飞沙走时 将官兵吹的眼也不能开不得前进 只得退回 童孝真等三人献了甚是欢喜 旧雨田 李二人去了刑具 换了基建衣服 吩咐喽啰 压了张桓一路回山而去 按下不提 且说秋军必献拿他们不来 心中大怒 传令中将多点人马 必定要去追赶拿回来方休 中将的令 又再领兵追去 秋军必到 贵府倘若捉回强盗 侵犯 娇尔收尽 本部要回京 副旨亦不选择即日 及时收拾进京而去不提 且说李夫人这日正在思念孩儿 呼现丫头走来报道 卢夫人差丫头来请夫人 并大娘过去饮酒 叫已在门外等候了李夫人道 叫她进来 丫头出去叫进卢府使女进来 二人走上前跪下道 夫人 大娘在上 月香 翠香叩头李夫人道 姐姐们请起来月香 翠香便立起身来道 我家夫人打发丫头来请夫人并大娘过去谈心结闷 李夫人道 多谢二家夫人好意 本该道府才是 那我家内有事不能申离 不敢惊动了 月香道 夫人大娘若是不去 我家夫人定将我们打骂 特地叫使女前来相请的 望夫人不可推辞 李夫人道 既是如此 媳妇儿去罢 但是大娘道 媳妇不去 婆婆去罢 李夫人道 我也晓得 尔无心无絮 只是卢夫人的好意不得不去 尔无非思念 丈夫无心吃酒 这也不妨 我童尔去了就回遍了 但是大娘应声 晓得遂各进房梳妆明白 换了衣裙 吩咐打叫进来 婆媳二人上叫来到卢府 内厅下叫 卢夫人母女迎接进厅坐下 是女献了茶 卢夫人道 我因恐伯母烦闷 大娘烦恼 所以备办一杯水酒 与伯母大娘消愁解闷 李夫人道 多谢盛情 叫我二人何以担当 卢夫人道 好说遂叫使女们 将酒席排上四人坐下 同饮不表 且说来贵 三元二人县礼 大爷被人抢去 碎如飞地赶了回来 才走进门就乱嚷乱叫道 不好了 不好了 夫人那里去了 总管忙问道 而二人为何如此慌张 三元道 大 大 大爷被备备强盗 接了去 如今差 差 差 差官要来 来 来捉家眷 我所 所 所以赶回来抱之夫人 如 如 如今夫人那里去了 总管道 夫人在卢府三元道 大 大 大娘里 总管道 也在卢府三元 来贵二人又赶到卢府来将请禀之李夫人 李夫人同但是大娘一听此言又惊又喜 喜得孩儿有人就去 惊得差官要来捉拿家眷 乃说道 媳妇 尔快些回去尔娘家吧 但是大娘道 婆婆说那里话来 媳妇生死愿随婆婆同一处 卢夫人道 不妨 且在我家中住下 叫尔家人妇女们各自散去 将前后门锯各闭了 将府中所有物件搬到我家来 怕他怎地 李夫人道 罢了 家门不幸 遭此大祸叫声 媳妇 我于尔回去收拾 然后同来避难遍了三元道 夫人不可回去了 差官旨在今日就要来的 躺背拿住就难脱身 卢夫人道 如此尔速速回家去 叫总管打发众家人使女散去 将要用物件搬了过来 快些去罢三元说声 晓得正要出去 卢夫人又叫道 且慢 而不可由前门出去 躺背花家的人看见不便 而可往后门去罢三元 来跪二人聚从后门而去 走回家中将此话对总管说 总管听完叹了一声 即时叫其重男女 每人赋银五十两出了后门 各自谋生而去 三元道 夫人 大娘的动用需要被歇 总管遂将金银首室打坐二个大包袱 又将填器房器各塞在包袱内 说道 这一百两银子而二人收去自用 将包袱先拿去交与夫人 我封好了门也就要来的三元 来跪二人 遂将包袱拿从后门而去 总管将门封好也往卢家而来 却好被花星看现 那花星道 这个是李府的总管 为何眼泪汪汪的走进卢家里面去 定有缘故不说花星看现 李府总管猜疑不定 且说总管走进内厅扣献卢夫人童小姐 又扣见自己夫人童大娘 夫人问道 家中众人可散了魔 总管禀道 每人付银五十两与他去 老奴也是五十两 这里打了二半包袱的 内藏金银首室 叫三元 来跪拿来的 正说未完 呼现三元 来跪二人走出教道 伯伯 尔仙道来了 总管道 尔二人从那里来 三元道 我们是由后门来的 各将包袱金银首室物件交与夫人 夫人道 尔们如今要往那里去 总管道 要往婆舌山去随大爷三元 来跪道 我二人也要随尔同去跟随大爷三人 遂哭别夫人 大娘而去不提 且说岔官一路而来 已到扬州 急传府县都同的宝 前往四排方捉拿 李荣春家眷 那知道处将宅团团围住 打开门进去一看连人影也无 的宝慧气 先打四十大板 查问左右邻人 人人都说不晓得 拆官大怒 吩咐逐户搜查捉拿 惊呼的这些百姓 那花兴献说此事 笑道 我想总管李顺这个老贼走到卢家去 必是知风已先济在卢家去了 必是这个道理 不是我花兴心肝不好 我在少爷面上 不得不尽心与少爷办事 遂走来将此情密报 差官晓德 拆官听了此言 立刻传遇扬州府都补衙带 其本义堂班 立刻来到黄石街围住卢家 小使闻此消息 如飞地走进内厅 禀道 二位为人不好了 扬州府委江都县四崖带领人 一围住府地 要来搜拿李夫人了卢 李二夫人听了此言吃了一惊 但是大娘吓得便身发抖道 如今怎么好 那卢塞花叫道 伯母 扫扫 不必助忙 自古道兵来江荡 水来土掩 怕他责慎 急叫清廉 而带李夫人并大娘进去 母亲 儿是老人家 自己出去与他打话 不要软性 稍一软性就被他看破说完 自己躲在厅后观看 只见江都县强四爷走进厅内 后面跟随许多芽艺进来 卢夫人一现江面就变 大声问道 为助何事带了这些人 来此何干 谁人不知我是双居寡妇 因何如此无礼 强四爷笑嘻嘻地说道 夫人不必生气 听下官说个明白 只为李荣春的家眷 搜密不限 故耳道府来惊动了 我也不过是奉命而来查一查看 卢夫人道 耳道说得好笑 不限李荣春的家眷 怎么搜到我卢家来理 强四爷道 下官奉命而来 亦不知差官如何小的李荣春家眷 躲在府上卢夫人喝声 可 胡说 明妻我是寡妇之家 故来无事生端 女人尚且知理 亏尔这不知理的狗官 还要戴乌纱帽呢 强四爷答道 夫人 自古道千差万差 来人不差 卢夫人道 什么差不差 我与李荣春并无瓜葛 燕肯留他家眷 强四爷道 既是不曾留他家眷 这个更好 待下官查一查看好去回复 差官卢夫人道 不在我家 查他则慎 快快请回便罢 如再多言惹我的气 我是不怕人的 就于尔拼命 我的借告佩尔的沙帽罢了 强四爷闻言心中大怒 骂道 而这颇贱负 敢如此放自磨 我虽然官小也是朝廷命臣 是尔地方的父母官 而就已是告命赶来挟制我磨 叫声 左右 与我搜来这般牙翼答应一声诺 往内就要走去 那卢塞花大喝一声 羞得无礼 由我在此抡拳就打 这些牙翼如何打得他过 只得退了出来 强四爷大怒道 可恼啊可恼 小小群差这般无礼 骂官殴叉 该当何罪 卢塞花喝道 住了 我请问尔 尔是做朝廷的官 还是做花家的官 强四爷应道 我自然是做朝廷的官 卢塞花道 可又来了 朝廷命尔做地方官 不曾叫尔靠花家的威势来期 无我孤双弱腹的强四爷道 尔不要说蛮话 民间有必须荡茶茶吩咐左右 与我搜来 由我在此不要害怕 卢塞花正要动手 只限清莲走出来道 小姐不必与他争论 真只是真 假只是假 若还阻挡了 他们只道我们是真正藏医 李荣春家眷的强四爷道 尔这丫头说得不错 叫左右 随他进去搜 清莲领了众牙役到各房去搜 清莲道 这里是小姐的房 尔门细细的搜 众牙搜将小姐房中 细细搜了一遍 没有 又走到夫人房中去搜 一末有 再走到各处房间细搜 将各处搜遍 并不曾现一个人影 清莲问道 如今何如 可搜有人魔 还要再搜魔 仲牙役道 我们不过奉命而来 搜墨有就罢了 还要再来搜他责慎 清莲道 无缝太上老君 积极如律令 走二娘的千秋路去罢 众牙役不敢择生 只得各走出来禀道 小人们各处查看 尾时莫有 强四爷问道 当真没有魔 众牙役道 果然没有 小人们焉杆胡言 强四爷对卢夫人道 夫人 多多得罪了卢夫人道 翠 而这狗官 虚实不便一味乱味 如此欺我孤双 是何道理 强四爷冷笑道 就算下官冒犯了 尔要何如 卢塞花喝道 尔有多大的官 敢来如我女流 全无礼法 又敢纵容 牙役乱味 若搜得有人来 使尔岂肯饶我 如今搜不出人来 尔有何说 也罢 尔只作狗吠三生 我便放尔出去 强四爷道 我乃地方父母官 尔敢出言不训魔 卢小姐道 放狗屁 尔这官好比一粒芝麻大 亏尔休也不休 强四爷气得只是斗 莫奈何只得走了出去 这些牙役县老爷走了 各个走得浅浅静静 卢小姐道 清莲 尔将李夫人同大娘藏在那里 敢叫他们进去搜寻 岂不及坏了我 清莲道 我看方才那光景亮是躲不过了 只得将假闭门开了 将李夫人同大娘藏在小姐楼中 卢夫人监道 尔看献红花否 清莲道 红花不在楼中 卢夫人道 不好了 贝尔弄出事来了 他已是无主之家 人人可以上的楼来 躺背他家人献了 如何是好 清莲道 不妨的 他楼中蜘蛛接网 灰尘足足有成寸厚 我将楼门塞了 看那光景是久无人在上面的 卢夫人道 如此还好 尔快去领他过来 清莲应声晓得 及时走上楼来 将闭门开了 叫声 夫人 大娘快些过来 李夫人慌问道 他们去了魔 清莲答道 已去多时了 如今不妨是了李夫人同 但是大娘献说他们去了 才放下了心走过楼来 清莲将闭门闭好 随了李夫人同大娘下楼 来到内厅 卢夫人同小姐道 伯母大娘受惊了 李夫人道 真正吓死我二人 卢夫人道 方才若没有这个闭门 藏过花塞金房内去 岂不将尔二人拿了去 还不知要怎样的受苦礼 清莲道 李夫人 尔大爷若莫有这个闭门藏过来 早已做火神爷了 李夫人道 可 花红啊花红 祸首罪魁多是尔一人起的 害得我家颠颠倒倒 只怕尔善恶到头终有报 而这横恶的贼子 看尔能有多久 不知要怎样的死法理 卢夫人同小姐劝道 如今不必气苦 骂他也是无意 我们只睁住眼睛看他横行到基石 少不得有一日报应于我们看 不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李夫人婆媳自投卢赛花女扮 男装画说卢夫人母女 解劝李夫人婆媳不必愁苦 又吩咐备酒与李夫人婆媳压惊 李夫人婆媳二人感谢不惊且说强 四爷退走出来心中不愿道 这正是做官莫做小 做小被人欺 我奉差往卢家搜查李荣春家卷 谁知搜不出来 反被卢家母女二人出言不逊 叫我做狗费三声才放我出来 这是那里话说起 因我官小就被他母女如此欺负 一面走路一面想 不觉已到府堂 回复了差官禀道 卢家并无李荣春家卷在内 差官闻报也莫奈何 谁知那花兴献强四爷去卢家 搜查李荣春的家卷 他在就近打听 现搜不出一个人来 心中疑惑道 我看李顺贼投贼脑眼泪汪汪茫茫张张 走进卢家 为何搜不出人来 其中定有踏敲 为何强四爷去搜不出 而说这花兴乃万恶的雕奴 平日助医主人无恶不作 为医主人一心要害卢 李两家 心中想来想去想不出甚么缘故 正要回家却好预助一个教夫叫做丁三 那花兴忽日积下数十贯钱 在外访债扔二利息 借他一贯十钱 只八百文而已 每月二百文利钱 那丁三与花兴借了二千钱 每月四百文的利钱 已欠两个月利钱未悬 这日被花兴御注 叫道 丁三 尔欠的钱到底还也不悬 丁三道 兴大叔 这两日实在末处趁钱 再迟两日必定清楚花兴骂道 放尔娘的狗臭屁 而这两日甚有趁钱为何不悬 敢是存心不还磨 丁三道 不满尔说的 一连五日末有趁钱 昨日真是黄天碧 有卢府夫人请李府夫人并大娘过去吃酒 我所以才趁一百文钱 买些柴米 尚无盛钱可买盐菜 那里有钱可海耳 如今再宽我两三日 自然送来海耳的 花兴听了说道 既是如此而去罢 心中大喜道 如今好了 李荣春家眷必定在卢家了 只是昨日为何搜不出礼 量是还有搜不到之处 方才丁三乃是无心之言 必在卢家 带我去报差官再去细搜 不怕不将他拿住碎一直走去献差官 赴将情犹一一禀明 差官说道 恐未必是真花兴道 若不在卢家 我情愿将首级取下与老爷 岔官道 为何强四牙去搜不出 花兴道 官家房屋极多 恐有搜不到之处 其老爷亲自去搜 必定搜出岔官文言 及时同府县衙一亲自去搜 那花兴又想 我家小姐的卧房与卢家小姐的楼房贴壁相连 躺或是他从楼台爬爬过来也未可知 带我回去守住小姐的卧房 他若爬过楼台来我便就一手拿一个 两手拿一双 那时怕他飞上天去不成 想定主意 急急走回家中 那时夜境更深 昊月东升 走到楼上将门一推 却是闭得紧紧的 想道 这又古怪了 小姐房内久已无人上来 何顾门是闭的 想了一想道 是了 必是卢家的人扒过楼台来观的 江里夫人并大娘藏在里面 事故强似也搜不出 如今耳中我的记了岁又走下楼来 叫了花吉 花祥二人同来将门打开 点了火把四处遗照 并无人影 花吉道 这楼台有门窗阻隔 如何能得过来 花星道 有胆量的就能走过来 这有何难 花祥道 既如此为何不献礼 花星道 这也古怪了 不然为何门是那个来观的 且不说花星等三人在那里猜疑 且说卢夫人正在吃酒 尚未去睡 呼现丫头走来报道 不好了 强四爷搜了不算数 如今差官同府县衙 一亲自来搜了卢小姐道 不妨是的 仍就到隔壁楼中去躲 一躲遍了青莲道 李夫人 大娘不必住急 随我到隔壁楼上去躲遍遍了李夫人 及同 但是大娘莫奈何 只得随了青莲来到卢塞花房中 青莲就去开门道 夫人 大娘快些走过去 那花星一线道 好了 在这里了花急 花翔连忙赶上前来 那青莲一线有人赶来 叫声 不好了 将李夫人并大娘推过 回身就走 花星喝道 如今走往那里去 随赶进卢塞花房内 却好卢小姐走上楼来 一见花星等三人吃了一惊 喝道 二等是何等样人 敢走进我的房来胡闹 花星道 小姐 胡闹胡闹 由此便照 再不想由此一上好牢门 如今被我拿住了 快些走开 我去报岔关来拿卢小姐闻花星此言心中大怒 柳梅倒数 鸸泉江花星等三人打得叫就连天 莫奈何抱头数窜退了回去 卢小姐骂道 为人再是不要这般好巧 而主人作恶多端已经眼前报应 耳门一介下人差不多些罢了又叫道 伯母啊 事已出破 如何是好 李夫人道 侄女 耳不必精盲 这是我二人命该如此的叫声 媳妇 随我出去吧 二人来到厅上道 耳门不必啰燥 我婆媳二人在此差关一线 分腹左右拿下了 卢夫人是个窝家 也一同捉拿 那卢小姐欲要动手杀了出去 由孔母亲同李夫人并大娘一发不好 又要连累地方百姓 反胃不美 遂及汲取了疾风金银并淘天报的小徒对青莲道 我到旧老爷那边去当歌基日再做道理 而明日走来看我变了青莲道 我要与小姐同去 卢小姐道 不可 这时夜境更深 二人同走更为不便 而在此看个明白 明日来报我变了 说完走道后门将门开了 县四下无人 遂放心而去 而道钦差来此 为何无人为辅 因这牙翼听献说拿住了李荣春家卷 大家走向前来观看 所以无人为辅 是以卢小姐得能无事出去 且说差官问府献道 他家尚有何人 方知献答应道 尚有一个小姐差官吩咐 江小姐也一并捉拿左右答应一声 个个走到四处去搜桌 并无踪迹 来回秉差官道 卢小姐不知去向差官吩咐 将他三人上了刑具 带回衙门一面吩咐 牙翼分头往四处去查访 碎压了犯人回府 那花星被卢小姐打了鸡拳心中不愿 来到卢府大厅 献卢夫人并李府婆媳一概上了刑具 带去衙门 心中大喜 回到家中自称能干 那总管对花星道 而小小年纪凡事差不多些罢了 何苦结这死冤 岂不罪过 花星道 少爷待我甚好 李该与少爷出力才是总管道 我看尔将来如何结局 且说差官来到府堂 将他三人打入囚车 又将强四爷大骂一场 追了印信 强四爷气满心胸 回牙收拾 他与思域李国华十分相弃 遂来与李国华辞别 说起此事 李国华排酒款待 李元载文说十分大怒 插人钱去打听李夫人消息 家人打听明白 走来回报道 已经打入囚车 今夜就要起身了李元载道 跌跌在李大爷面上是受过恩情的 如今他家遭此大难 岂可做事不救 李国华道 我岂不知要去救他 至事无计可施 李元载道 既如此 爹爹可肯放孩儿前去魔 李国华道 尔要到那里去 李元载道 孩儿要到婆舌山去 请众英雄来救李夫人李国华道 既如此说 尔自去把李元载随即收拾行李 别了爹娘 上马加鞭而去 且说卢塞花莲夜走到安府 将此情游细说一遍 那安老爷为人最是胆怯 不论大小事情动不动就怕是非相累 说 自保身家要紧 闻这件事情越弄越大了 木金时事只好各顾自己的事 况且非亲非顾 这件事是做不得好心 虚防倾家之祸不是荡耍的 不是我做母舅的薄情 想我若大年纪之人尚莫有儿子 我这性命是要紧的 卢小姐听了此言不觉呆了半想 暗想道 怎么说出这样话来 虽然儿胆小 但是我外甥女面上说不得这句话来 今日我才晓得事情冷暖 我此来诧矣 乃教道 母舅 我此来一则通信 二则辞别 安老爷道 多谢尔有情 如今尔要往那里去 卢小姐也莫好声说 答应道 桃南尔以 安老爷道 这是莫奈何的事 日后平安仍旧回来看我 卢小姐道 这个在看安夫人拔眼一瞧 将面就变起来 叫声 生女尔不要踩她 自古道有亲必顾 这般胆小做什么男子汉 安老爷道 夫人说出魂话来了 我若留住她 躺背查出一家都被连累在内了 安夫人道 不妨 有我在此 生女 尔童我进去变了 安老爷说 夫人不要莫主意 明日若被查出拿去 而我性命不必想要活的 安夫人道 且带她来查时 在座道理 卢小姐道 母尽放手 我要去了 安夫人说道 生女说那魔话 寄来之则安之 一手拽卢小姐进房坐下 问明情犹道 生女 不是我来埋怨尔 千不合万不是 都是尔娘尔 二人不是 别人身上抓什么养 今日惹出这样飞祸 告命夫人被人捉拿 成何体面 卢小姐想道 方才被母舅埋怨了 不得今又被她扯进来凑一双魔 遂力起身来说道 事已如此 说也无用 我要去了 安夫人道 且慢 我说便这等说 绝不来怪尔的 只要靠天宝使她不来搜查就好 吩咐备酒款待 卢小姐道 不必费心 家庭遭便那有心情吃酒 安夫人道 既如此 吩咐备伴半点心进来 卢小姐此时那里有心情吃得下咽 只是呆呆做助流泪而已 且说安老爷在书房想道 妇人家晓得什么厉害 说什么有亲必顾 到明日被人搜查出来 那时连自己也不能顾了 看而顾得他磨 一夜不能合眼 直到天明 亲身往外打听 踩小的炉 离两家家眷已解尽京去了 因走了卢塞花一人 俯现要差人挨家逐户搜查 安老爷本是胆怯的人 不听此言有可 一听此言吓得冷汗直流 急急赶回家中 一步一跌跌进内厅 大声叫道 夫人呐 不 不 不好了 而 而 而不听我的话 要弄出大祸来了 就将打听之言说了一遍 安夫人道 我只道我们是晋身人家 不来搜桌 谁知也要前来搜查摩 安老爷道 尔道说的自在话尔 莫说尔是晋身人家 尔就是皇亲国妻也要搜查的 安夫人道 如此却怎么好 卢小姐道 不必助盲 可有男人衣中 借我一套 安夫人问道 要他何用 安老爷连忙答道 他自然是有路用的 带我走去拿来 卢小姐及时将头首释除下 三把头发和做一把书 那安老爷已将衣中取道 卢小姐将中带了 又将裸裙解下 将一套男人衣服穿将起来 安老爷仔细一看 笑道 好个男人 安夫人道 不要快活尽了 可将尔勾除下 只是这一双小脚 却如何处置 安老爷道 这个不妨 来寿的脚最小 他的靴翼可以穿得 碎又走去 将杏仁来寿的靴拿了来 卢小姐一看说道 上涨些 可有破棉絮拿些来 安老夫人道 有 有 碎去拿了一大堆破棉絮来 卢小姐穿了靴 将破棉絮塞满靴内 打扮完了问道 可有座棋借我一匹 安老爷道 有吩咐家人 将我的座棋被好安配 伺候卢小姐叫声 母舅 母尽请上 生女就此拜别 安夫人道 若事情平定了 而要来看我们的卢小姐 答道 这个自然遂词别上马 出了后门而去 安老爷道 他去了 他去了放下我心头一块大石 吩咐门上并众家人道 不管什么人来问卢小姐 只说并不曾来 就是他家使女来寻 也是如此回他家人领命 按下不提 且说清廉次日要来献卢小姐 安府门上回道 并不曾来清廉要寻 也无处去寻 只得归家 日日思念夫人小姐而已 花 卢两家聚各无主 家人吵得乱乱纷纷 将闭门赛断不表 且说施必侠在山中日日思望 田 李两家家眷为何此时尚不见到 这日忽现喽啰来报道 朝廷差花锦文领兵前来脚补 请令定夺施必侠听了 心中大喜道 如今正好报仇了随即装束停荡 及时提枪上马 带领喽啰杀下山来 大声喝道 何物花锦文 赶来送死花锦文道 而这女贼 快通姓名来施必侠答道 姑娘姓施名必侠 而这狗头感就是花锦文魔 花锦文答道 然也 既知我的名声快快下马受绑 吐我动手施必侠道 我正要来拿尔 却好尔自来送死 铸枪罢举枪便刺 花锦文叫声 慢来举起刀便格 回首也是一刀 二人一来一往 一上一下 杀了五十余和不分胜败 一边要活捉女贼好去报功 一边要生擒奸臣好来报仇 杀到日落西山不限输赢 各自收兵 一连交战十三阵 聚各不见胜败 施必侠想道 只此一个花锦文尚且拿他不下 怎么报得仇来 这夜在灯下看兵书战策 呼陷汤圣姑走近前来说道 小姐 不是我冒犯小姐 说林可绝境那里记得出来 若要生擒花锦文 待我明日带三百名欧罗下山去 定要活捉花锦文上山来 施必侠道 尔羞的小事了他 他的武艺不在我之下 汤圣姑道 小姐也休得小去了我 若不生擒花贼 愿将首级献上施必侠道 尔可知君中无戏研磨 汤圣姑道 怎么不知 施必侠道 既是如此 立下军令状来 尔若能生擒花锦文来 继尔第一宫 汤圣姑就立下军令状 至次日 施必侠声仗坐下 呼陷楼楼楼报道 花锦文前来讨战施必侠问道 谁人敢出马 生擒花锦文 寄取投宫汤圣姑上前答应道 小江愿往活拿花锦文 若是死的也不算攻施必侠道 既如此鱼尔三百人马 需要小心汤圣姑说声的令 遂领了人马下山而去 不知胜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汤圣姑活捉 紧闻施必侠喜献容春话 说汤圣姑提刀上马 带了三百名啰啰杀下山来 叫声 花匹夫 老娘来了 那花锦文献了笑道 狮必侠贪生怕死不敢出来 叫尔来替死 快通姓名来汤圣姑道 老娘叫做汤圣姑 特来和拿尔 这老匹夫举起日月双刀便砍 花锦文举起刀便隔 回首砍来 二人杀了六七十盒 汤圣姑暗想道 我方才开了大口要活捉此贼 金线他手段果然高强 如何胜得他 也罢 待我用手剑胜他便了 碎虚掩一刀 乍败而走 花锦文贺道 而这贼贱人 要走往那里去 随后赶来 汤圣姑献赶将近了 用手举起 锈中飞出一支剑来 道声 花贼看见花锦文叫声不好 要闪已闪不及 却好终在面门 叫声未完 耳朵又中一支剑 花锦文大叫一声 痛死我也一跤跌下马来 众偶罗随赶上前来用绳捆绑 汤圣姑献官兵要来抢夺 碎武动双刀杀伞官兵 吩咐将花锦文押上山 自己来到中义厅外下马 走进厅柄道 小江丈小姐虎威 已将花锦文擒桌在外 特来缴令师臂侠道 将军辛苦了 后营歇息吩咐 将花锦文带进来两进达应一声 即将花锦文带进帐前 师臂侠骂道 而这老匹夫 今日在我帐下烟感不贵 花锦文喝道 都 而这贱人 不守王法敢为强盗 如此猖狂 今日天兵到此尚不受绑 党敢抗拒拿我魔 师臂侠喝道 而这匹夫与尔哥哥 害我父亲尚未报仇 今日被我拿住上杆无礼 吩咐左右 将他别乐趣两足左右 答应一声 将花锦文两足乐趣 一时晕倒在地 师臂侠又吩咐 将花锦文押去后营 牢固看守呼陷 喉啰走来报道 前日差去接田夫人的 喉啰已接到了 师臂侠闻报 吩咐 大开营门 随我下山迎接 遂一同下山 接了田夫人上山道中一厅 献礼必坐下 各诉前请 师臂侠吩咐备酒 因献汤圣姑骁勇 遂与她结位姊妹 田夫人问道 为何我相公尚未上山 师臂侠答道 去接夫人在前 去救大人在后 顾至今尚未到山 而且路途又远过夫人的 正说未完 呼陷喉啰又报道 去接李夫人的喉啰 也到了师臂侠岁 走出厅来看 指线张龙等四人跪下禀道 小人们奉令走到扬州 要接李夫人上山 不想李夫人献疑 说病无凭据 人生面书 不肯随小人来 师臂侠文言叫声 不好了 原是我不曾打点 忙急无写书信寄去 倘若南京李恩人去打成招 亦是他三人去结的田 李二人来 岂不连累他七奴了 张龙道 女将军快些修书 待小人再去师臂侠道 且慢 等待南京探视的喉啰到来 再做道理 赏尔半月不用荡叉 而去外面吃酒饭 张龙道 叩谢女将军遂退了出去 师臂侠心中甚是忧闷 将此事说与田夫人之道 到次日 师臂侠声仗 只限探视的喉啰来报 将抢劫之事说了一遍 师臂侠略略放心 至次日 喉啰又报道 三位大王将次渡河了师臂侠 那里小的黄河渡口乃是患难之处 只小的丰富皆应 且说同孝珍等多是一蟒之夫 不知进退 去时可以落序而行 如今又多二名犯人随身一路而来 虽是荒郊旷野 尚有官兵在后面追赶 若在别处还可以藏身 独有这黄河渡口无处可以藏身 这些渡船又要查问明白方肯渡他过河 众人无可奈何 组住在黄河渡口 后面追兵将次要制 三百名欧罗早已七零八 落存不得三二十人而已 童孝珍心中注疾 说道如今却怎么好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这却如何处置 施碧显说道 怕他怎的 若是追兵来时 杀他一个落花流水便了 张顺说道 只除了这句话 莫有别话可说的了 李荣春道 尔门若敌官兵 待我先父皇和霸田大修道 谁敢动手 我看了 你见到